如牙虫 幼体 一接幺虫 等级 一级 既能 酸液喷土 妇灵试园 盯着附在林道植株上的幺虫幼体 李牧眉头紧皱 眼瞅着 林道再过15日左右便可成熟收割了 现在却发现如牙幼虫 不快点将它们除去 几个月的辛苦都白费了 不过 怎么彻底清除虫害是个难题 李牧迅速跑进田边木屋 翻箱倒柜 找到一本 灵植除虫百方 迅速翻看起来 猛牙虫 绿蒙虫 有了 如牙虫 李牧翻了几页 很快就找到对付如牙虫的方子 如牙虫是一种咒服夜出的害虫 埋在地下的虫卵会在灵植即将成熟时孵化 通过吸食灵植的水叶加速成长 快的话 七天便可度过脆弱的幼生期 幼生期的如牙虫可以用震虫叶毒杀 幻颜震灭杀 成长期的如牙虫比较麻烦 只能用单体术法 像晶圆纸 赤岩淡 寒冰纸 剑气化丝 这些单体类术法逐一击杀 如牙虫若是进入成熟期 完成永变 那就更难对付了 一群永化后的如牙虫 需要助肌修为才能杀死 成熟期如牙虫的灭虫方法 灵植除虫百方 里没有记载 不过 这与李牧无关 他才练气二层的修为 助肌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一想到 自己连只有生期的虫子都对付不了 李牧心情有些沉重 种个田都这么麻烦 这日子太难了 哎 李牧集中精神 注意力放在视野中一个虚化光点上 下一秒 一个类似游戏角色属性的界面放大清晰呈现出来 角色属性的旁边有个物品栏 有64个储物格 已经用去了七八个 放着玄铁剑 水囊 磁瓶等乱七八糟的杂物 角色 李牧 性别 男 寿元 十七八五 灵根 五行砸灵根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 直灵极取 修为 炼七二层 1081000 功法 青木绝 黄极下品 三极 1253000 十八路易剑绝 黄极中品 二极 4021000 技能 清风换雨术 二极 2871000 洗尘术 二极 5411000 御剑术 入门 38100 制服术 入门 37100 这便是李牧继承原主后的个人属性 原主条件实在太差了 李牧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而是来自蓝星 因为经常加班 熬夜赶攻猝死 浑穿至这个可怕的修仙世界 李牧很快便接受了这个身份 取代不知怎么死去的赵怀仁 毕竟在原来的世界 李牧只是个每月背负两万月共的苦逼大龄青年 重复着日复一日的996 勤勤恳恳 唯恐被裁 现在 他浑穿成修仙宗门的杂役弟子 还带着一个类似游戏面板的金手指 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人生 也算是意外之喜 不过 原主赵怀仁死得有些蹊跷 李牧取而代之后 内心隐隐有些不安 眼下 最紧要的事是解决虫害 不然 林田出事 交不出电租 肯定会被宗门责罚 甚至被赶出清玄宗 李牧将书收入木柜 而后 锁好院门 前往最近清安镇集市 采购除虫药 清玄宗是名门大宗 掌控灵山万座 门下真传弟子数百人 内门弟子数千上万人 外门弟子十几万人 杂役弟子百万计 真传弟子之上 还有金丹长老 元英宗主 太上长老 化神老祖 妥妥的金字塔结构 而他 只是在金字塔最底层的杂役弟子 租借宗门林田 种植林米 受宗门剥削 不 应该是为壮大宗门 贡献一分力量 从林田到清安镇 大概三四里路程 李牧一路急跑赶路 不稍一刻钟 便到清安镇了 不过 这一路上沙土飞扬 十分狼狈 不像练齐六七层 学了御剑术的杂役弟子 他们能短程御剑飞行 又快又潇洒 让李牧着实羡慕 入阵 一颗碎灵 李牧刚要入阵 被一个收入成费的首位拦住了 李牧不舍得从衣袋中 掏出一颗指甲盖大小的零食 十碎灵等于一颗下品零食 一颗下品零食 能买十斤零米 这入阵费 足以抵他几天的伙食费 实在太黑了 进去吧 不住店的话 不许在阵里过夜 首位抢过碎灵 看了李牧一眼 言辞厉色地提醒 明白 李牧点了点头 走进清安镇 平整的青石路面 沿街的小店有些破旧 正在营业 清玄宗控制的清安镇 除了杂役弟子 外门弟子活动外 还有一些宗门的附属家族 在此经营 街道两旁都是店铺 零米店 零售店 零器店 杂物店 客栈 各种各样的店铺 规模虽小 种类却十分齐全 李牧身上就三颗下品零食 和几颗碎灵除了采购 阵虫叶 买不起其他东西 因此 他直奔灵植铺 老板 可有能毒杀乳鸦虫的阵虫叶 买 李牧走进灵植铺 直接问店老板 有 有 一瓶五碎灵 你要几瓶 店老板连忙回复 一瓶阵虫叶能浇灌多少灵田 李洛问 加百倍灵水稀释 除三亩害虫不在话下 店老板回道 半瓶能买吗 李牧用着商量的口气问 他只租了一亩灵田 用不了一整瓶 店老板无语 嫌弃地看李牧一眼 断然拒绝 卖不了 得整瓶买 那哪一瓶 李牧无奈地决定 接着问 有灵种卖吗 拿来看看 那边摆着就是 自己看 店老板指了指货柜前摆放灵种的木架 一块有着数十个小格子的木板 每个格子里装着一种灵质种子 李牧一眼扫看过去 天赋神通 灵石万物生效 灵种的信息一一呈现眼帘 一阶葵燕花 一阶冰林草 一阶彩菱花 一阶乌血藤 一阶血灵芝 几十种灵质种子 一眼看过去 几乎都是一阶灵质 不过 李牧也能理解 小镇子没什么好东西 高阶灵质种子 得去郡城的灵质店买 咦 老板 这些种子都枯了呀 李牧发现了好东西 指着末端 放着几十颗不同枯种的格子 店老板美好气地瞥了李牧一眼 我有长眼睛 不用你提醒 老板 这些枯种都不能用了 要不便宜处理给我吧 李牧黑黑一笑 提议道 店老板顿时警惕了起来 灵质店老板 伸出十指头 伸入枯种格子里 来回地拨弄 挑选能用的灵种 这个格子 平时都是 用来放置坏掉的灵种 灵质店老板挑挑选选 确实没找到有价值的灵种 又怕自己马虎大意 将值钱的灵种卖出去 纠结不已 老板 这些枯种 我打算废物利用 拿去喂鸡的 用不着这样子吧 李牧黑黑一笑 调侃道 闻言 灵质店老板 当时没了脾气 一块碎灵 拿走吧 李牧笑着点头 痛快地附了一块碎灵 将格子内的枯种 全都收走 目送着李牧离去的背影 灵质店老板 内心隐隐不舍 感觉卖亏了 但是 那些枯种 他确实没选出 能用的灵种 难不成 那小子还真能变废为宝 从灵质店离开 李牧拐进一条无人的巷子 检查收获 魂牧灵种 品阶 四阶灵牧 特性 蕴含木属魂力 灵牧生机 可预化魂牧苗 状态 缺失魂力 灵性不显 魂牧灵种 需因魂之力灌注 灵种方可预化 成长需求 需栽种于巨鹰之地 百年成才 四阶魂牧 十年开花 十年皆破因果 破因果可炼制生魂丹 魂牧材质 是炼制分魂傀儡的主要材料之一 四阶魂牧心 贴身佩戴 可壮神养魂 乌蛇藤灵种 品阶 三阶灵藤 特性 藤木带剧毒 百年皆舌果 可预化蛇藤苗 状态 封闭种胚 活性降低 乌蛇藤 需浇灌蛇蟒血 灵种方可预化 成长需求 需沾染三阶以上蛇类妖兽气息 与其半生方可成长 五十年成才 五年开花 五年接 蛇灵果 蛇灵果可炼制四蛇丹 是浇蟒蛇类进化血脉 提升实力之物 乌蛇藤自带剧毒 可用于炼制剧毒器具 李牧迅速从几十颗枯种里 挑出两颗干扁灵种 在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的作用下 两枚仍有活性的灵种 显示出了它们原本的属性 可惜 要聚阴之地 要高阶蛇类妖物半生 两颗灵种的种植条件 生长环境非常苛刻 李牧满足不了它们的需求 这两颗灵种 短时间利用不上了 李牧叹了口气 将它们收入储物格存放起来 有朝一日 或许有条件重上 或是将它们卖掉 兑换抚修资源 剩下的枯种都是死物 李牧随手将它们丢在墙角 走出暗巷 继续在清安镇的集市 闲逛起来 看能不能再剪一次漏 清安镇集市 位于整个镇子的主街 两有各种店铺 偏僻点有数百个散修的摊位 散修们一块布 一张木桌 便是织起一个摊子 上面摆放着各种商品 灵谷 灵果 凶兽肉 灵剑 符纹 皮甲 琳琅满目 讨价还价的 介绍商品的 招呼客人的 各种声音汇集一起 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李牧一个摊子 一个摊子扫看过去 没有发现 有价值的高阶灵物 即便识别出了一些 阶位稍高些的灵物 李牧稍问一下价格 如意算盘都落空了 这些出来摆摊的散修 常年混迹于集市 各个精明的要死 底层的它们 手头上本没什么好东西 家传秘宝都是用来骗人的 稍微有点价值的东西 都标注着高价 没那么容易让它得手 难得来一趟集市 李牧花了五块碎鳞 买了几张扶皮纸 准备尝试制服 又用三块碎鳞 买了半斤妖兽肉 改善一下伙食 买完这些东西 李牧不敢继续再逛了 仅有几颗零食 还要留着过日子 半个时辰 李牧返回租住的院子 按着零职店老板的指示 配置毒砂如牙虫的除虫叶 再两个装满清水的木桶 倒入半瓶黑色胶织的阵虫叶 搅匀 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恶臭 李牧用木弹 挑起装满黑色阵虫毒水的木桶 艰难地走到林田间 接着 木瓢咬起杀虫叶 开始灭杀虫害 李牧连到植株一颗颗检查过去 专门找入牙虫附着的 零道植株 交零而下 阵虫毒效果显著 一只只如牙虫幼体 从零道植株脱落下来 身体抽出了几下 便痛苦地死去 一个时辰过去 李牧终于将林田的如牙虫 全部灭杀干净 哎呦 我的腰 这活真不是人干的啊 李牧双手扶着后腰 忍不住惨叫了声 不过 声音却充满了喜悦 这次虫灾 算是安全解决了 李牧休息了片刻 踢着两个空木桶 站到林田旁边 双手掐绝 凝聚有限的灵力 莫运清风换雨术 为灵田受虫害的灵道植株 补养水分 灵力 清风换雨术释放成功 熟练度加一 李牧眼前虚拟牧 跳出一段文字提示 一股微弱灵力 成功双手释放出去 下一刻 灵田上空 一股微弱的灵力旋风吹拂而起 将四周灵力聚集 最后化作一滴滴细雨 没入灵田之中 从风起 到灵雨落下 持续了三四十息左右 便风停于止了 灵田里的灵道随风摇曳 好似在控诉 这灵雨来得快 去得也快 无法满足它们的需求 一个个嗷嗷待补 李牧扫了一眼灵田 灵道植株的属性 呈现虚拟光幕中 白玉灵道 成熟七 品阶 一阶灵直 特性 灵米寒香 生长迅猛 状态 成熟结果七 缺乏灵水浇灌 成长状态不佳 白玉灵道 下品灵田可栽种 成长需求 肥力充足 富有灵性的土壤 四个月成熟 一个月开花 一个月结果 白玉灵米 可用于烹制灵米饭 属于低阶补充灵力的灵食 李牧老脸一红 这是修为不足 清风换雨术 修炼不到家的境况 隔壁经验丰富的灵直夫 张老头 一手熟练清风换雨术 能持续降200系的灵雨 自己跟他比较起来 差太远了 好在李牧还年轻 恢复够快 时长不足 次数来凑 李牧稍作休息 恢复了部分灵力 继续释放清风换雨术 一次 两次 三次 一个时辰里 李牧一连释放了 七次清风换雨术 满足了灵道植株的灵雨需求 完成灵田浇灌 夜幕悄然降临 李牧收拾了一下农具 返回田边木屋 走到院子角落 一个青石砖堆砌的灶台 开始烧制零米饭 很快 熊熊的灶火 映红了李牧年轻的脸庞 租借宗门的林田 位于半山腰上 木屋小院靠山而建 有一大两小 三个房间 还带了一个能练剑的院子 李牧看过租器 这套木屋小院长六丈 宽两丈33 换算成平方米 占地面积 大概150平左右 院子门口不远处 坐落一个池塘 旁边就是宗门林田所在 衣衫半水 充满灵气的自然气息 树高灵密 景色优美 没有任何工业污染 极其适合田园生活 远离承销 没有996 没有房贷压力 这种田园小日子 不要太舒适了 若不是种田辛苦了些 山林偶尔有凶兽 妖兽跑下山 夜晚偶尔有邪林 银煞出没 李牧对这种田园生活 不会有任何不满 然而 没有如果 这个世界处处充满了危机 强大的妖兽 厉鬼 邪灵 魔羞 他们吞食血肉 掠夺惊魂 炼制人师 人类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万物之灵 而是猪羊一般的存在 同样这个世界 还有强大的修真者 他们能活几百岁 上千岁 飞天遁地 移山倒海 无所不能 为了一点点利益 刀剑相剑 杀人夺宝 毁尸灭迹 杀人如麻 原主死得不明不白 没准就是邪灵 阴煞造成的 李牧一边看着灶火 脑海里冒着各种念头 在这个世界 个人的实力关乎生死 至关重要 必须抓紧将修为提升上来 种田除虫 已经累了一天 回到院子 李牧没有放松休息 带领米饭 腰瘦肉烹制好 热气腾腾的香气 飘散出来 便迫不及待地开始进食 李牧从大铁锅里 咬了一大勺 热气腾腾的白米饭 晶莹剔透的米粒 散发着热气 带着丝丝凌韵的米香 芳香扑鼻 勾人心弦 李牧一刻都等不及了 装满桃碗 便急不可耐地吃起来 被烫得窝窝直叫缓 滚热的铃饭一入口 又香又糯 甘甜可口 青灵米香化作一股股暖流 在体内经脉四处游走 全身变得热乎乎的 犹如干枯的河流 酒逢干露 灵气冲刷 抵洗全身 再配上一大口腰瘦肉 肉味十足 满口的幸福感 李牧狼吞虎咽起来 不到一刻钟 将整锅灵米饭 半斤腰瘦肉吃完 仍旧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角 全身暖哄哄的 舒适极了 李牧连忙放下碗筷 直接盘坐地上 双目微臂 修炼起了青木绝 青木绝是一部木系功法 仅有黄品下级 凝炼木系灵气 攻击能力方面稍弱 不过 非常适合用于辅助灵直生长 远主的在志向 是成为一名灵直夫 李牧不得已 只能继续修炼这部功法 近十灵米 腰瘦肉在体内 产生了大量灵气暖流 灵气暖流会滋补身体 并随着时间慢慢消散 李牧借此机会 修炼青木绝 经脉中灵力真元 迅速流动 将散移在身体里的灵气暖流 收拢其中 第一周天 第二周天 第三周天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李牧全力运行青木绝 在零米饭 腰瘦肉的灵力加持下 修炼效果 是平日修炼三四倍 转眼一个时辰过去 一只闭目修炼的李牧 忽然感到经脉隐隐作痛 不得已便停止了这次修炼 青木绝只是黄极功法 修炼所拓的经脉数量有限 导致 每一个周天的行功时效太短 行到第十周天以后 经脉就已经承受不足灵力的加持 若是修炼了玄极功法 行功经脉线路 会比黄极功法更加精密 行功一个周天 至少能持续半个时辰 凝聚的灵力真元 越就越发雄厚 长此以往 实力的累积 修炼功法的不同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天与地的差距 李牧叹了口气 默默地看向虚李牧的角色属性栏 青木绝运行第一周天 青木绝熟练度 加一 灵气滋润 修为进度加三 青木绝运行第二周天 青木绝熟练度 加一 灵气滋润 修为进度加二 角色属性栏下方的日志提示 显示着这次修炼的成果 此次修炼 青木绝熟练度提升了七点 修为进度提升了 十六点 按照这种效率 一直修炼下去 突破练气三层 大概还要两个月左右 不过 这是在天天零米饭 配食腰瘦肉的情况下 他哪来那么多零食 天天大鱼大肉 哎 这日子太难了 李牧叹了口气 连忙收拾起桌上的碗筷 准备制服正零食 光靠种田 无法满足他的修行 有个熟悉面板 若是能将制服术等级提升上来 未来的修炼资源 才有个稳定的来源 木屋卧室里 木桌中央的烛火摇摆 李牧坐在木桌前 右手持着一根狼毛伏笔 聚精会神地在笔纸上绘制笔纹 持笔的手中微弱灵力 保持持续而稳定的输出 与此同时 还需保证绘画笔纹的流畅性 空白的笔纸 笔纸由低阶妖兽皮 多层分包 经过秘术炮制而成 又薄又轻 李牧小小心翼翼的绘画笔纹 深怕笔笔将笔纸戳破 同时 又要保证笔尖的笔墨均匀 输出的灵力 能刻画于笔纹之中 突然 扑的一声 笔纸凭空自然了起来 吓了李牧一跳 李牧连跳带踹 这才将起火的笔纸 用脚踩灭 心脏扑通扑通的猛跳 妈的 太吓人了 这个辟邪笔还能起火 刚才是什么情况 好像有一处笔纹画歪了 因为这处出了错 导致灵力冲突 嗯 前面的文献都画对了 所以灵力成功输出了 将起火的笔纸扑面 李牧对比 灵笔绘策 总结刚才 制笔出现的失误 在原世界 李牧是一名资深程序员 擅长总结失败 逻辑推理 这次绘制笔纹失败经历 他迅速找出了 导致笔纹自然的关键原因 总结失败经验 李牧觉得 距离制笔成功 又迈进了一大步 李牧拿出新一张笔皮纸 再次尝试了起来 你成功绘制出了辟邪笔 制笔数熟练度加一 辟邪笔熟练度加一 半个时辰后 李牧手里抓着一张 绘制好的辟邪笔 目光落在虚拟木日志 跳出的一段文字上 得到肯定的确认了 哈哈 制成了 李牧洗上眉梢 开心地大笑 笔纸 林墨 再加上灵力 伏笔的消耗 一张辟邪笔的成本 在一颗碎林左右 市面上 辟邪笔一张卖三颗碎林 将近两倍的利润 算上至一张辟邪笔 三颗中的时间 还有绘制失败的几率 再加上摆摊的人工支出 辟邪笔最终的利润 没那么高 不过 就算这样 李牧也非常开心 随着制服熟练度的提升 等制服数的等级升上来 制服效率 成功率都能得到提升 到时正到零时 再换一步高级功法 自从开始良性循环 想到这些 李牧干劲十足 继续练至下一张辟邪笔 接下来 李牧白天照顾林田 夜晚修炼 炼制符文 安稳平静地度过了七天 七天后 早晨 李牧带着一达辟邪笔 去清安镇售卖 顺便再采购灵米 盐巴之类的生活物资 缴了一岁龄的入镇费 李牧再次来到小镇的散修集市 李牧静直向一间灵笔店走去 买灵笔吗 小哥 刚到了一批护身符 轻身符 你要哪种 灵笔店掌柜 热情地招呼经典的李牧 你们店收灵笔吗 李牧将怀中 一达辟邪笔取出 询问道 收 夏品辟邪笔 一张一碎灵收 瞥了一眼 略带嫌弃地说 刘掌柜 夏品辟邪笔的市价 不是三块碎灵吗 能不能再给涨点 李牧脸色微变 讨好道 闲收价少 自己拿去卖啊 汇之下品灵笔的散修多了去了 就这个价 爱卖不卖 灵笔店刘掌柜撇了撇嘴 一脸无所谓 李牧无语 一张符文纸半颗碎灵 再加上灵墨 灵力 人工时间消耗 一个碎裂差不多 按这个价 肯定要亏本 白费了那么多时间 还有失败浪费掉的灵笔纸 亏到姥姥家了 在集市之个摊 还得交一颗夏林的摊位费 就卖着十几张辟邪笔 一早上怕都卖不出去 不值当 掌柜 我在家一颗夏林 换两达笔纸 一瓶灵墨行不行 李牧咬了咬牙 决定道 灵笔店刘掌柜 看了李牧一眼 同情的提点 算了 给你换 以后有灵笔要卖 记得来找我 谢谢掌柜 李牧感激地道谢 迅速与其完成了交易 李牧带着两达笔纸 一瓶灵墨 离开了灵笔店 用仅存的两块夏林 四块碎林 购买了二十斤灵米 几块盐巴 窘迫地结束这次采购 匆匆离开清安镇 李牧浑身摸不出一块零食 好在 灵田还有七八日就能收割了 到时 缴了宗门的店租 留一点零米自己吃 剩下的零米 能卖不少零食 回到院子 李牧守着灵田 盼着收获的季节 灵田里的白玉灵道 都低着头 随风摇摆 在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的作用下 李牧能随时查看 灵道植株的负面状态 比如 缺乏水分 缺了肥料 有虫害发生 等等负面情况 都能第一时间发现 解决 在李牧精心地照料下 灵田里的灵道植株 茁壮成长 全部结出了饱满 丰富的果实 沉甸甸的稻 压弯了灵道植株 白天的时候 李牧经常坐在田边 看着灵田 盼着 望着 期望能早点收割灵道 补充一波干扁的灵石袋 时间一晃 又是七天过去 李牧天天灵米 就着盐巴吃 盐瞅着米缸 就要消耗殆尽钱 终于盼来了 收割灵道的时机 李牧开心地 拿着镰刀下灵田 开始收割灵道植株 李牧兴奋割下一大把 灵道植株 突然愣住了 只见 在植株的断口处 李牧发现了一团淡色的荧光团 这团淡色的荧光团 好像跟金手指 角色界面有关系 李牧连忙放下镰刀 伸手触碰了一下光团 下一秒 淡色荧光团 没入李牧的手掌 随之消失不见 然而 李牧在角色栏下方的 属性界面 发现一条日志提示 跳了出来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修为加一 看着这条日志提示 李牧呆住了 连忙查看角色界面 发现练气二层的熟练度 修为竟真的增加了一点 由于修为的提升量 太过微弱了 李牧根本察觉不到 修为有提升 不过 虚拟日志的提示 是不会错的 李牧望着灵田 大片沉甸甸甸的白玉灵道 眼里不再是一颗颗灵石 而是一大堆的修为 李牧洗上眉梢 拿起镰刀 疯狂地收割起来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修为加一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修为加二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修为加一 系统日志 跳出的修为提升提示 有如一道数据瀑布 倾泻而下 李牧喜气洋洋 飞舞着镰刀 搁一茶灵到植株 发现一个光团 触碰后 有修为加一的 偶尔冒出修为加二 上百个 成千个 李牧一路收割 一路伸手触摸 反复地弯腰 累病快乐着 叮 你的修为突破 练气三层 正疯狂收割 灵汲的李牧 身体一阵 一股强大气势 灵压猛地 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体内经脉关卡 被庞大灵力冲开 修为成功进入 炼气三层 根基扎实无比 跟他辛苦修炼的法力 毫无二致 李牧喜极而切 太好了 以后只需要种田就好了 不用修炼 也能提升修为 实在太好了 看着大半 还未收割的 灵到植株 李牧兴奋地弯下腰 不知疲倦地继续收割起来 天赋神通 植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植灵 修为加一 天赋神通 植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植灵 修为加一 天赋神通 植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植灵 修为加二 淡色光团一个接着一个冒出来 剪不完 完全剪不完 李牧类的腰都直不起来 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 时不时看向 虚拟光幕密密麻麻的日志提示 笑着的眼笑眉飞 丁 你的修为突破炼气五层 哎呦 修为又突破了 完了 要是被隔壁的张老头 发现了修为异常提升 会不会被他举报啊 李牧开心的嘴都笑歪了 担忧地自言自语 脸上却没有任何担忧之色 清玄宗在清安镇附近 拥有不少灵田 不过 灵脉太过贫瘠了 都只有一阶下品灵脉左右 灵田依附着灵脉而生 因为灵脉分布太过稀疏了 灵田与灵田之间隔老远 李牧租的灵田 距隔壁张老头租的灵田 有十几丈距离 平日里 李牧不是夏田 就是宅院子里修炼 难得跟他碰一次面 上次遇到张老头 还是月前匆匆一次碰面 李牧修为 接连突破三层 只需躲着他点 不用担心会被发现 就算被他知道了 也有借口能搪塞过去 异母灵田 从清晨收割到黄昏 终于将灵道都收割完了 天黑之前 李牧成功将所有收割下来的 稻碎搬进院子 等明天脱壳 取灵米 干完今天的农活 李牧累得腰酸背痛 身体异常疲惫 不过 精神却非常饱满 意犹未尽 稍作休息后 李牧开始整制灵米饭 填饱肚子 以往的饭后修炼 直接变成炼制灵符 有了植灵 汲取这个天赋神通 还修炼干嘛 以后直接种田收割灵道 就能获得修为了 对了 也不知道 其他灵植夫 培养的灵植 能不能汲取灵植 要不 现在去张老头田里 搁一茶看看 心动不如行动 李牧停止了 绘制灵符 将院子门虚掩 拿着镰刀 借着月光 抹黑朝隔壁 张老头的灵田走去 小跑百来米 李牧来到张老头家的灵田上 他还未开始收割灵道 张老头家里的灯亮着 李牧快不下了灵田 顺手割了一茶倒碎 没有发现任何直灵光团的存在 李牧不信邪地又割了一茶 果然还是 没有光团出现 不甘心再割一茶 还是没有 李牧一口气 连着割了一小片灵道 没发现任何光团的存在 看来不行啊 只有他自己种的灵植才有使用直灵光团 李牧将稻碎都搁在田里 沮丧了爬上灵田 感觉就像错过了宝藏 心痛无比 汪汪 院子里张老头养的狗 发现了屋外的动静 疯狂犬吠起来 谁 张老头从屋里走出来 隔着院门质问 张老头 是我 我路过的 这就回家 李牧连忙回应了一句 是赵小哥呀 大半夜的出来干嘛 还不赶紧回屋 小心遇上阴灵 张老在院里头大声提醒 警惕地没有开门出来探望究竟 知道了 李牧应了一句 看了眼贴在怀中的辟邪符 转身跑回自家院子 就在这时 怀中的辟邪符 无故地散发微弱荧光 释放炙热的气息 提醒有阴灵接近 不会这么倒霉吧 张老头那乌鸦嘴 李牧亡魂大帽 连忙从储物阁中 取出一柄玄铁剑 疯狂往自家逃 李牧回头张望了下 隐约能看到一团隐物 紧跟在身后 马上就要追上它 怎么办 辟邪符只有预警效果 该怎么解决那只阴魂 李牧慌了神 急得脑袋一片空白 危机关头 李牧忽然想起来 自己已经是炼器五层的修士 而不是炼器二层的小虾米 对付一只游荡的阴魂 好似没问题吧 李牧转身直视着阴魂 右手持剑横握 掌中凝聚灵力真元 灌入玄铁剑 一接下品 玄铁剑 随着灵力的注入 轻忧的剑身 散发起微弱的灵光 阴魂察觉到了灵力的聚集 不再犹豫 直面飞扑向李牧 空门打开 就在这时 李牧左手掐绝 双指并拢 向前一指 去 李牧右手掌中的悬铁剑 突然破空飞出 带着灵力 犀利贯穿阴魂的身体 阴魂物团微微一颤 掀起一阵阴风 愤怒地继续扑向李牧 这一次飞剑袭击 给他造成了重创 面对阴魂的逼近 李牧强迫自己 镇定下来硬敌 左手并拢地双指一挥 下一刻 飞射消失在黑夜的悬铁剑 去而复返 扎着阴魂白雾贯穿而过 狠狠扎在地面上 剑身嗡嗡发颤 好似要解体了一般 阴魂连遭两次重创 再也维持不住阴煞物躯 砰的一声 阴魂的煞物炸裂纷飞 化作无数魂力颗粒 消散于天地之间 李牧重重涂了口浊气 如是重负 李牧用力拔起插在地上的玄铁剑 转身跑进院子 将房门关紧 再也不出来了 清玄宗为了避免种植灵田的弟子 遭受邪灵侵扰 在建造院子的时候 有派弟子摆了一些风水护震 有那么一点震慑作用 因此 夜晚的时候 躲在屋里有那么一点防御作用 当然 要是遇上了高阶妖物下山 厉鬼怨灵 那就得自求多福了 园主的死 或许就跟阴魂有关 以后 晚上不能再出去了 第一次使用御剑术 杀掉了一只阴魂 李牧既开心又后怕 不由地看向角色界面 你成功施展了御剑术 御剑术熟练度加一 看着虚拟光幕出现的日志提示 李牧的心不由安定下来 有这个强大的金手指 它能快速强大起来 这个世界太危险了 尤其是晚上 现在修炼的时间空出来了 等将灵米卖了 买几部战斗术法莲 努力修炼 剑法 御剑术都要抓紧提升 增强对敌手段 李牧在脑海盘算了一下 接着坐到木桌前 取出符纸 符笔 继续绘制起了辟邪符 次日 一大早 李牧便在院子里 处理昨天收割的稻碎 在院子中央 放着一个木质的滚轮 铺设一大块麻布 取一把稻碎 用力往上面摔打 倒立与领导植株 一下子就脱离下来 落在麻布上 如此反复 差不多中午的时候 李牧收获了七大矿稻骨 莫约有两千斤左右 两千斤稻骨全部去壳后 大概能收获一千两三百斤的领米 到时 缴纳宗门店租七百斤领米 最后剩下的领米 才归自己所有 这个收成还算好的 在李牧的精心照料下 一亩林田多产了三四百斤稻米 其他林植夫 一亩林田 能有个一千斤领米的收成 就算不错了 有的林植夫过于专注日常修炼 忽视了林田的打理 收成不够七百斤领米 到时还要倒贴给宗门零食 不过 清玄宗对下面的韭菜们 没有太过苛责 租借林田是按年角垫租 林植夫们租借的林田 栽种了一季林稻后 剩下六个月时间 能种点其他林植 增加收益 吃完午饭 李牧休息片刻后 开始喂稻谷去壳 在原来世界的农村 农民喂稻米去壳 一般步骤 先将谷物晒干 脱去水分 再将稻谷放进坚固的容器 用木棒倒压 使得稻谷 制臂分离骨壳分离 或是用带烘干的机器 碾压米壁去壳 在这个世界 林谷退壳的步骤 就有些不同了 林稻谷的价值 就是其内部蕴含的灵气 将林稻谷放阳光下暴晒 会使得其内部的灵气 与水分一同蒸发 得不偿失 李牧取来一个 封闭的木制谷物去壳香 倒入几十斤林稻谷 而后 盖上香盖 往香盖的气阵石上 注入灵力 激活包壳香内的 脆壳法阵 谷物去壳香 嗡嗡一阵嗡鸣 大量翘粉从喷口 喷涌而出 带去壳香停止运作 打开香盖 里面呈现出了十几斤 各个颗粒饱满 灵气十足 晶莹剔透的灵米 李牧连忙将十几斤灵米 倒进一个瘦皮质的灵米袋 封闭上袋口 免得灵气挥发 一次十几斤 十几斤灵骨的去壳 李牧不厌其烦 重复地忙碌着 七大矿 两千多斤的灵骨道 去骨壳后 装了十二个瘦皮带 还有一部分灵米 没有瘦袋装 李牧清空 一个水缸来放置灵米 另外也将两个米毯装满了 大概够他吃个大半年了 去壳的灵米数量 比李牧自己预估的 多了百来斤 叫完宗门七百斤灵米的电租 留一部分灵米自己吃 再卖掉一部分灵米 大概能卖得三四十块下灵 辛辛苦苦 大半年 只挣了这么点灵食 灵直夫这个职业 真没什么前途啊 除非能租借到宗门的上品灵田 栽种炼丹灵药 那样利润才能上去 不过 想要租借清玄宗的上等灵田 药田 不仅修为提升上去 还需参加宗门大比 通过了比赛考核 身份从杂役弟子 进阶成正式的外门弟子才行 李牧将十二代灵米搬进仓库 等明天 带七代灵米 去清玄宗在清安镇的驻地缴纳田租 装置灵米的寿皮袋 是清玄宗发放的 装满一袋 刚好一百斤 看着小仓库堆满的灵米袋 李牧抹了把额头的汗水 满脸喜悦 没感到任何疲倦 到底是修仙世界 灵力充沛 李牧如今炼器五层的身躯 不知比以前的凡人身躯 强壮了多少倍 辛苦干了一天农活 李牧身体没感到任何不适 将院子打扫 收拾一番 李牧回到屋子 开始找书看 李牧翻看着宗门发的 灵芝夫基础片 上面介绍着 栽种完灵到植株后 适合继续在灵田里栽种的灵芝 李牧在枫林草和翠灵果 这两种灵芝中 犹豫未决 一阶风林草 是一种牧草类灵芝 栽种三月后 便可收割 再卖个宗门的灵畜牧场 喂养灵畜 管理简单 成长速度快 不会耽误了下一季灵古道的种植 是许多灵芝夫的选择 不过 也正因为如此 风林草卖不上架 一百斤也就一颗下灵 一亩灵田能出个三四千斤 就不得了 另外 还有个问题 种植风林草 会损坏灵田的肥力 到时种植灵道的时候 要费心费力地 为灵田育肥 换种翠灵果就不同 翠灵果也是一阶灵芝 不过却是果类灵芝 生长既长一些 需要九个月时间 成熟接触的果实 可以直吃 也可卖给酿酒方 炼制翠灵酒 属于经济价值较高的灵芝 三四斤就能卖一块下灵 栽种翠灵果 不会损坏灵田的甜力 不过 却会错失种植灵道的季节 再加上 翠灵果比较娇贵 种植管理难度较大 有不少灵芝肤栽种过 都赔得血本无归 这两种灵芝 各有优缺点 李牧江 灵芝肤基础篇 都要翻烂了 找不到第三种 适合他栽种的灵芝 有虚拟面板在 可随时查看 翠灵果的属性状态 李牧不怕摘不活翠灵果 到时 就算不种灵道了 也能收获一笔不菲的灵石 但是 天赋神通 植灵汲取的效果太强了 李牧非常希望能继续提升修为 栽种枫灵草的话 三个月后 又能再收割一波植灵 这让他非常心动 权衡利弊 李牧做出了重新的决定 选择栽种枫灵草 这个世界太危险了 提升修为 增强实力最为重要 如果从枫灵草的汲取 植灵的足够给力 李牧打算 灵道也不中了 继续栽种枫灵草 甚至要在租界几亩灵田 栽种枫灵草 这样一来 一年能多收割好几波修为 至于 灵石若是不够用了 到时 能靠制服数正灵石 种植枫灵草的管理要求 稍低 以后耗在灵田上的时间更少 这样一来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制服 随着熟练度的提升 制服的成功率也会增加 还能炼制更高级别的灵符 以后 肯定能挣够缴纳电租的灵石 就这么决定了 李牧思索了一番 拿定了主意 准备种植枫灵草 次日 一大早 李牧推着一俩木板独轮 在这十代灵米 前往青安镇 缴纳电租的同时 将三另外三代灵米处理掉 青安镇 清玄宗驻地 位于镇中心 最高 最大的那栋建筑 沿途 李牧遇到了不少与他一样 早早推着独轮车 木板车 赶来送灵米 缴纳电租的灵植夫 灵米收获季节 清玄宗的外门弟子 都会被派下来 维护灵植夫们 缴纳电租的秩序 没人敢在这个时候捣乱 如牙虫啊 没注意出现了如牙虫 这次收获亏惨了 是啊 我一亩地 才收了六百斤灵米 白忙活了半年 还倒亏十下灵 哎 谁不是呢 可是不中灵米 还能干啥呢 退租不种田了 听说隔壁清平镇 发现了临时矿脉 正在招人 我准备去挖灵矿 挖灵矿 进矿洞 很容易遭遇地煞 阴邪的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还是安分种田吧 这次虫灾不小 明年肯定还会闹如牙虫 注意点就行了 在排队缴纳电租的时候 李牧听了四周灵职夫们伤心的议论 心情莫名地沉重 如牙虫害突然大规模流行开来 许多灵职夫没能提前发现 导致这次灵道收益折损了不少 灵职夫们各个唉声叹气 有的伤心地偷偷抹泪 李牧默默排着队 等待缴纳电租 没有介入他们的话题 若不是有金手指之助 李牧早发现了虫害 现在 他也要跟他们一样 愁眉不展 为收成不足以付电租而痛苦 很快 轮到李牧缴纳电租 管事弟子拆开灵米袋都检查了一下 顿时发现了这批灵米品质不错 这剩下三袋灵米 你要拿去市场处理对吧 卖给宗门吧 管事弟子看着李牧 强势地问 呃 大人 这米价怎么算 李牧愣了一下 连忙问 不会少了你 就按市价收 管事弟子美好气地瞥了李牧一眼 吩咐身边的小弟 小周 给他三十下灵 将米袋一起搬进仓库 好嘞 那名叫小周的弟子 取了一子零食 递给李牧 李牧数了一下 不多不少 正好三十下灵 十袋灵米 全都被清玄宗收走了 李牧乐的轻松 推着空板车 前往集市 顺便采购一些物资 到了集市 稍微打听了一下 灵米价格 李牧恨不得抽自己几巴掌 亏大了 因为如牙虫害的影响 许多灵职肤收获不够 反而要在市场上采购灵米 用于缴纳电租 现在白玉灵米的价格 市价已经涨了两岁灵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灵米价格还会继续涨下去 马勒哥别 清玄宗没一个好东西 呃 除了我之外 李牧叹了口气 认了这个亏 那个管事弟子 秀为是炼气后期 不是他能招惹得起 若要抢买灵米 他也没办法阻止 老板 蜂灵草灵种怎么卖 李牧来到灵职店 问店老板 一斤五下灵 店老板直接将准备好的一包灵种 从柜台下取出来 每当灵稻谷收获缴电租的季节 就售卖蜂灵草种子的时候 一斤灵种能种一亩吗 价格有少吗 李牧迟疑地问 种了半年田 才得了三十枚下灵 他恨不得将一块零食 掰成两块花 就是按一亩灵田配的 价格少不了 不要的话 走好不送 灵职店老板 瞥了李牧一眼 无所谓地说 妈的 要不是整个清安镇 就这家灵职种子店 就冲店老板这个卖货态度 李牧肯定甩胳膊走人 无奈 整个清安镇 几乎在清玄宗的控制之下 不少产业都是被垄断的 比如 这个灵种买卖 都是宗门高阶灵职服培育的 许多在卖的灵种 都是只能涨果实 不能自留育种的 李牧咬牙掏出五枚下灵 买了一袋枫灵草灵种 转身离开了灵职店 李牧推着木板车 在集市逛起来 花了五岁灵 买了半斤灵路肉 在裁缝店用两下灵 买了一身练功服 在灵服店买了几达扶皮纸 各种吃的 用的 很快 板车上堆放了不少生活物资 这本法诀怎么卖 李牧在一个卖功法的老道 停了下来 指着一本破旧的法诀问 就在刚才李牧扫散修摊位的时候 神通神通 识别万灵 意外发现了一个可简的小漏 一本不上品阶的弹纸进功法书中 竟带有一个加层 里面赫然藏着一本玄疾功法 李牧强忍着激动的心情 跟卖功法的老道问价 两枚下灵 老道看了一眼李牧指点的书籍 回道 这部功法 连品阶都算不上 两个下灵贵了 一个下灵我要了 李牧习惯性地砍价 老道犹豫了一下 正如李牧所说 一本普通功法 确实卖不上什么价 但是 一个下灵 老道又不舍得卖 要不你买其他修炼功法 这本书算得搭头 送你了 老道想了想 提议道 这老家伙 好会做生意 李牧想了想 自己除了御剑术 这个御笛之术 还有剑法之外 好像是 应该修炼一门术法 再遇到阴魂之类的鬼物 就不会手忙脚乱了 你这有火系术法吗 怎么卖的 李牧再扫了一遍 摊位上的功法书 有 这本御火爵 还有这本宁火术 都是不错的御笛术法 一本只要二十下灵 再搭一本指径功法 老道精神一震 连忙选出两部功法 都是黄极下品 就御火爵吧 十五下灵 李牧再次挥刀 质地有声 给老夫一点正的吧 十九下灵 两本书你拿走 老道一脸哀容 求饶道 我就剩十五下灵 不行的话 我就买这本指径了 李牧断然拒绝 再加两个 就加两个下灵 十七下灵 老道苦苦哀求 李牧犹豫了一下 不过摸了一下灵石袋 心肠再次狠了起来 直接将灵石袋展开给他看 最终 老道败给了李牧的灵石袋 一脸晦气地 接下来十五枚下灵 不愿再搭理这个穷鬼 李牧默默地 将两本功法书收入怀中 推着木板车 干脆利索地离开清安镇 转眼就将卖灵米的三十灵石 花个精光 接下来 得继续苦逼一段时间 继续靠化灵符正灵石 李牧推着板车返回 在路上遇了张老头 此时 他正在灵天里收割灵道 赤着上身 露出一身金瘦有黑 皱疤的老人躯 大汗淋漓 张老头 忙着呢 要不要雇我啊 李牧笑着跟张老头打招呼 开玩笑道 算了吧 这次崇害老头子亏惨了 哪来的临时雇你 张老头抬头看了李牧一眼 一脸的愁苦 你小子去纳粮了 还买了这么多东西 你的灵田没受崇害吗 张老头看着板车上的东西 奇怪地问 也瘦了 不过影响没那么大 李牧尴尬地解释 那你运气真好 我就惨了 清安镇可能待不下去了 张老头羡慕地看了李牧一眼 忧愿地说 李牧张了张嘴 不知该怎么安慰他 自己都忙过头了 忘了将发现如牙虫的事 告诉张老头 这是整的 有些对不起他 张老 你要去哪 李牧跟着叹了口气 关心地问 修仙几十年 到头来一场空 我现在认命了 打算落叶归根 回凡人世界的老家养姥姥 张老头面露怀恋之色 满脸怀念 停顿了片刻 张老头看着李牧 询问道 等交了今年的电租 我打算向清玄宗 提退租宗田的事宜 我这块灵田 你要不要 你不是一直羡慕我了 一手贤熟的 清风换雨术吗 只要你帮我乘坐了 这块灵田 我就将清风换雨术的 心得传授给你 清玄宗的灵田 不是想退就退 还得找到成租人 签写契约 担起后续的电租 确保宗门宗田收入稳定 才能安然无恙地退租 不然 就得缴纳两三倍的 电租罚款 才能退出 现在 因为宠害的原因 导致大多数灵职夫 损失惨重 不愿继续租宗田 张老头想要从容退休 还缺一个接盘者 李牧这个邻居 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听了张老头的提议 李牧顿时心动了 有个金手指面板 能随时观察灵职状态 李牧不怕种田正亏灵食 他正愁灵田不够用呢 这下好了 翠灵果 枫灵草 都能安排种上 见李牧迟迟迟没有反应 张老头灯是急了 赵小子 还要什么条件 你说 别不吭声啊 李牧微微愣了一下 这时才恍悟过来 他叫的是园主 连忙道 没问题 你的灵田我乘租了 没有额外的条件 那太谢谢你了 你可帮了我大忙 张老头大喜过望 感激地向李牧道谢 就这么说定了 我把灵田收整一下 明天下午去交租 你跟我去 随便把手续办一下 张老头看着李牧 迫不及待地想将这件事 确定下来 免得发生变故 行 你什么时候有空 喊我一声就行 李牧满面笑容 开心地点头 闲聊了几句 李牧推着板车返回院子 他迫不及待地 要检查那本玄机功法了 拿出那本弹纸进攻法书 李牧取来一把剪刀 将最后叶的夹层 割开 慢慢取出其中的夹带物 一张破旧 沾染了血迹的黄纸 纸上的字迹依旧清晰 脆神绝 残 品阶 玄机上品 特性 脆炼神魂 壮大神石 脆神绝前三层功法 修炼入门 可凝炼神魂 脆炼神石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生效 李牧欣喜地看着 虚拟光幕中的提示 迅速将黄纸摊开 记录脆神绝的功法内容 剪了一部神石修炼功法 虽然只有前三层 不过 神石是助激进修士 才能掌握主导的能力 炼气器的修士 虽也有神石 但是 十分微弱 主要是凝炼灵力 法力真元 神石功法极其稀少 没人炼气修士 有精力去修炼神石 不过 李牧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神石的壮大和提升 好处非常明显 一来 能提升数法威力和距离 二来 有助于炼气制服 提高百亿 三来 可用神石察觉敌人 零零总总 好处多不胜数 心息相依 抱手归原 凝神入境 心气合一 身不动日炼精 心不动日炼气 亦不动日炼神 李牧默念记忆 翠神觉的休息要点 走进修炼室 盘腿而坐 按照翠神觉的指点 专注修炼起来 时间一晃 一天一夜过去 赵小哥 赵小哥 你在家吗 院子外传来张老头的呼唤声 来了 来了 张老 你稍等 马上来了 李牧应了一声 小跑过来开门 院门打开 露出一张俊秀 气质显老成的少年脸庞 赵小哥 你越发精神了 咦 不对 你怎么练起五层啊 张老头笑着跟李牧打招呼 近身感受到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灵压 惊疑了一声 不解地问 嘿嘿 前几天跟人去采药 走运捡了个红色灵果 吃下后修为 就提上来了 昨日 你没发现吗 李牧黑黑一笑 将提前编号的理由说出来 昨日 我忙于各领导没留意 赵小哥真是好运到啊 省了十年苦工 那红色灵果长什么样子 在哪里捡的 没有妖兽守护吗 张老头羡慕坏了 看着李牧紧张地 抛出一连串问题 怎么会没妖兽 两只妖兽 为那灵果打得厉害 我趁他们不备 摘了一颗转身就跑 灵果婴儿拳头大小 燕红燕红的 就在落魂谷附近 李牧故作一脸后怕地解释 你竟去了落魂谷 小命不要了 张老头面色微微一变 震惊地问 落魂谷一听这个名字 就知道它的凶险 它位于清安镇 东侧三十里外的一个山谷 位于两座灵山之间 常年浓雾笼罩 里面或孕育着一条高阶灵脉 常有不少珍稀灵药生长 更有大量一二阶妖兽生长其中 清安镇之所以聚集了众多散修 又被清玄宗看重 就是与那些丰富的灵药 妖兽 丰富的修炼资源有关 经常有猎修 才要人进落魂谷采集灵药 狩猎夷 同样的 也有不少修士将身躯 魂魄都葬送于此谷 久而久之 那座山谷便有了落魂谷 这个恐怖的称呼 我这不是穷得没办法了吗 不禁山财点灵药卖 我能付得起宗门垫桌 李牧苦笑了一下 解释道 文言 张老头当时没了 继续这个话题的兴趣 重重叹了口气 他已经决定放弃修仙了 怎么遇到这种机遇 还是放不开呢 赵小哥 我准备好了 咱们去办宗田转租手续吧 张老头看着李牧 恳请地说 李牧点了点头 锁上院门 帮着张老头 推运灵米的板车 向着清安镇走去 清安镇 清玄宗驻地 依旧热闹非凡 大量灵职夫 排队缴电租 好不容易轮到张老头 李牧他们 张老头缴了七代灵米的电租 立即向管事弟子 提起了转租灵田一事 小子 我认得你 你名下已经有一亩灵田了 同时达理两亩灵田 你吃得消吗 管事弟子看着李牧 当即认出了他 是昨日被强购了灵米的那个小子 没问题 减少点修炼时间就是 李牧笑应道 行吧 管事弟子无话可说 为他们办理 宗田转租事宜 在管事弟子 曹你的契约签下名字 张老头名下租借的灵田 以及他住的那套院子 正式转租到李牧的头上 谢谢了赵小哥 我们去醉翁居 我请吃顿好的 张老头一身轻松 热情地道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李牧欣然笑道 一直粗茶淡饭 他可没享用过这个世界的美食 应该的 我明日收拾院一下 这就搬走 张老头对李牧无比感激 对着板车 就要带他去镇上的酒馆吃饭庆祝 这些天要转租灵田的灵芝夫 多不胜数 然而 这时候看到灵芝夫的惨况 没心人赶进坑 他们只能继续为宗门种田 很快 两人将板车 推到醉翁居门口的角落 进入小酒馆 小二 来盘松子蒸铃鱼 再炖汁人参灵机 弄盘油和虾 再上锅灵米饭 走进店里 张老头找了座坐下 豪迈地跟店小二点菜 赵小哥 还想吃点什么 随便点 别跟我客气 说完 张老头看着李牧问 不用了 不用了 这些够吃了 李牧连忙摆手示意 点了人参灵机 蒸铃鱼 这顿饭吃下了 怕要十枚下灵 张老头这是疯了 放心吃吧 这顿饭我请 等回到凡人世界 这辈子 我是没机会吃到这些零食美味了 今天要吃个痛快 张老头自嘲地一笑 试一道 怎么会呢 张老以后想吃 有的是机会 李牧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只能敷衍地说 张老头笑了笑 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转而从怀里掏出一个麻布包裹 递给李牧道 你不是 一直奇怪我施展的清风换雨术 灵雨能下那久吗 这里面有一本功法 悬水诀 还有修炼清风换雨术的心得 以及我这些年栽种灵植的金药记录 都送你了 这么宝贵的传承 您老不带回凡人世界 说不定 后世子孙有灵根 也能用上 李牧神色一宁 推辞地问 算了吧 这些东西 带到凡人世界去 只会徒增烦恼 说不定会惹来杀身之祸 还是给你保管吧 若是以后 我的亲族子孙发现了灵根 我让他们来找你 届时 你能帮就帮 不能帮也没关系 张老头深思熟虑 看着李牧劝道 文言 李牧点了点头 接下了包裹 承诺道 没问题 以后若有你的亲族子孙来找我 我一定会给予照顾 哈哈 这就对了吗 小二 菜怎么还没上 再上一壶翠菱酒 张老头开怀大笑 转身挥手招呼店小二道 三号桌加翠菱酒一壶 来了 来了 客观你的饭菜来了 端着菜盘上菜的店小二 转身向后方掌柜地喊了一句 快步将饭菜摆上桌 很快 一桌香飘四溢 灵气十足的菜肴摆上了饭桌 一壶十枚下铃的翠菱酒 味道更是一绝 翠绿色的酒叶 晶莹剔透 碧玉清清 一杯翠菱酒入口下腹 浓郁酸甜的酒香 浓郁的灵气在嘴里化开 李牧打了个机灵 灵酒化作一道道暖流 在体内流窜 暖哄哄的 灵魂好似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 好酒 爽 张老头痛快地大叫了一声 露出一个满足 混合着遗憾 无奈 失落的复杂笑容 好似在为自己的一段人生做告别 又好似 重新拾起了另一种人生 李牧无法理解张老头的复杂心情 只好默默陪着他喝酒 甚至有些担忧 张老头喝醉了 无法付这顿饭钱 一壶翠菱酒没多少 也就三四两的样子 李牧喝了两杯 其他都被张老头一个人喝光了 直到偶尔发现翠菱酒的作用 李牧这才追悔莫及 你服用翠菱酒 神识或微量提升 你服用翠菱酒 神识或微量提升 什么情况 翠菱酒 还有提升神识的功效 李牧不经意间 看了角色光目一眼 看到了突然起来的一段日志 连忙看向自己酒杯中 仅存的翠菱酒 凝视着酒水 很快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生效了 虚拟光目浮现出了一行信息介绍 翠菱酒 品阶 一阶灵酒 特性 舒缓神魂 微攻灵力 由翠菱果 迷香草 发酵炼制的灵酒 适量饮用 可提升微弱神识 恢复灵力真元 原来 翠菱酒有提升微弱神识的功效 难怪有那么多修士 喜欢饮用这款灵酒 翠菱酒的价格卖那么贵 这下子 李牧下定了种植翠菱果的决心 若是以后有机会 要将翠菱酒的酿造配方搞到手 昨天 李牧修炼了一晚上的翠神诀 成功将这门功法修炼入门 录到在角色界面的技能上 并出现了熟练度需求 不过 翠神诀这部神识功法 修炼难度太大了 需要花时间用水魔功夫慢慢磨练 有时候 修炼分神了 修炼过程便被迫终止 李牧修炼了一个晚上 都没能让翠神诀提升一个熟练度 更别说感受到神识力量的增加了 如果有翠菱酒辅助修行 翠神诀的修炼进度 神识力提升速度应该大大加快 李牧这么一想 当即坐不住了 酒足饭饱后 将赋了账的张老头送回家 李牧回到院子 将仓库的两袋灵弥取出 准备拿到集市上卖了 所获灵食 再拿去采买翠菱果灵种 次日 上午 李牧将枫林草种子 播种在灵田里 李牧站于灵田边 双掐招法绝 释放清风 换雨术 一股灵力打出 灵田上空清风 凭空产生 落下涓涓淋雨 熙熙落落落 持续了三十几夕 李牧不由露出一丝微笑 终于将清风换雨术的 持续时间升上来了 雨量也大了不少 果然有张老头的 树法心得支柱 也有这段时间不断使用 熟练度不断累积 清风换雨术 升了一级的关系 待清风换雨术 召唤的灵雨停下 李牧继续释放一次 继续给枫林草种子 浇灌雨 让枫林草种子发芽 茂盛生长 除了灵田肥沃的土地 还要需要富裕的水分 早中晚 都需要用三次灵雨浇灌 保持林田湿度 就不用再做其他的工作 枫林草强大的生命力 会与其他杂草 争夺生存空间 虫害也几乎没有 浇灌完枫林草 李牧来到另一片林田 开始翻田御肥 为播种翠林果做准备 不同于枫林草的顽强 翠林果根系不发达 对土质 林田肥力有较高的要求 赵小哥 这就开始播种了 不知什么时候 提着大包小包的张老头 站田边 笑隐隐地看着李牧翻土 张老 要走了 李牧停下手中的火 嗯 走了 早走晚走都是走 院子我给你收拾好了 你有空自己再收拾收拾 以后 将上下山的路径的篱笆 隔起来 这片山头都是你的了 张老头笑着向李牧告别道 张老 我送送你 李牧连忙起身 不用 不用 你继续干活吧 好好混 混好点 早点找个道理 跟你一起 见个修真家族 张老头摆了摆手 笑着祝福了李牧 而后 弯着背 狼狈地独自离去 当了半辈子的灵芝夫 张老头早已体会了 修仙生活的艰辛 现在的李牧 就像当初刚进入清玄宗的自己 辛苦种田 盼望有一朝日能翻身 然而 他们这种没资质 没背景的杂役弟子 注定了只能一辈子出卖劳力 为修真宗门做贡献 没有什么崛起的机会 每年都不断有新人进入清玄宗 在他们被榨干了体力和青春 年老体弱的时候 又不得不被迫地离开 就好似一个无法摆脱的宿命轮回 目送着张老头 艰难背负着行李 孤独离去的背影 不知怎么的 李牧想到了原来世界 那些从大城市打拼 最后却容无法在大城市的生活 被迫回村 无依无靠的老农民工 李牧自嘲的一笑 若不是有个熟练度面板 他这五行杂铃根的资质 晚年后 应该也会落得跟张老头一样的下场吧 在夜幕降临前 李牧抓紧 将一亩林田翻完土 剥下翠林果的林种 释放了两记清风换雨术 而后这才完成了一天的劳作 李牧回到院子 开始在灶台前 烧制林米饭 不一会儿 一锅香喷喷的林米饭出炉了 李牧美美地享用之后 没有修炼公亲木诀 转而闭幕 休息起了翠神诀 修为可以通过天赋神通 直领集取获得提升 李牧便懒得在修炼功法 转而将重心 放在翠神诀的修炼上 末月一个时辰过去 李牧睁开双目 完成了翠神诀的修炼 李牧看向虚拟幕的角色日志 你成功休息 翠神诀 翠神诀熟练度加一 看到这一点熟练度 李牧有些郁闷 一个熟练度才提升了一点 要浪费三个月时间 才能将翠神绝油入门 提升至一级 才会对神识产生注意 这门功法太难修了 不知道翠灵果 凤灵草的植灵集取 能获得什么属性 如果能将修为点 换成熟练度就好了 以后种田就好了 不用辛苦地修炼这些功法 一切还得等时间的检验 李牧停止了畅想 做到专门为制服 打造的工作桌前 提起狼服笔 开始绘制辟邪服 时间飞逝 转眼一个半月过去 种植枫林草的林田 枫林草的长势极好 根粗叶状 郁郁清清 随风摇摆 李牧掐招法觉 对林田上空 释放了一记清风换雨术 招来一片米粒大小的林雨 完成了中午的浇灌 继而 李牧朝另一片林田走去 准备查看翠灵果的长势 这段时间 每天八九次清风换雨术 雷打不动 同时 李牧也将悬水爵修炼入门 入入角色面板 在五层修为灵力的加持下 清风换雨术的换雨量 有了显著的提升 悬水爵 起初李牧并不想修炼 因为这是一门与青木爵 同为黄极下品的功法 李牧嫌弃 他太低端 然而 在张老头记录的心得中 悬水爵是增加林雨数量的关键 李牧恰好又是五行杂林根能够修炼 便勉为其难将悬水爵修炼入门 李牧现在能通过植林集取 获得修为点 省去了苦修提升修为的时间 多修炼一门功法 耽误不了他多少时间 没多久 李牧来到栽种脆菱果的林田 查看了脆菱果幼苗的状态 眉头紧皱了起来 绝大树 翠菱果幼苗状态上好 不过 有些幼苗叶子呈黄色 昨天好好的 一个晚上变烟了 李牧凝视着那些病态的翠菱果 当即获得了翠菱果病态的原因 受乌邪灵力侵扰 根系部分阻塞 植株发生感染性疾病 看了几株病态翠菱果的状态属性 李牧当时头大了 这病症还会传染 李牧当时急了 跑回屋里 开始翻箱倒柜 查找灵植培育书籍 寻找治病药方 李牧在原主遗留的灵植书 没找到翠菱果治病方子 不过 张老头送他的那本 灵植治病心得篇 找到治愈翠菱果病苗的办法 先用使用驱邪术 驱除病态植株 灵田附近的邪屋灵力 再配置玉菱水浇灌 治愈翠菱果病株 驱邪术 李牧不会 玉菱谁也没有存货 只能再跑一趟清安镇 李牧拿了灵石袋 锁好院门 匆匆赶往清安镇 路上 有几名炼器六七层的修士 驾驭飞剑 从李牧头顶飞过 李牧羡慕不已 这段时间 李牧天天勤练预剑术 如今 预剑术已经升至二级 可惜 修为仍差了一些 还没办法预见飞行 不过 炼器五层的提升 还是很明显的 李牧的步伐快了许多 原本需要十几分钟的绞成 用了一半时间 便抵达了清安镇 缴纳了一块碎林入镇费 李牧镜走向小镇 唯一的工法店 走进陈氏工法店 一股清爽的灵气扑面来 清药石铺设的地板 大气豪 入眼一个大红木书架 展示放置着各式工法书籍 还有几枚传承预检 柜台后 一个略显富态的中年男子 捧着书 静静地看着 察觉到脚步声 有颗静电 连忙放下书 起身招待 客官 欢迎光临 你要买什么工法 店掌柜看着李牧 不失热情地问 老板 有驱鞋术这门工法卖吗 李牧直奔主题地问 有 这本正雷驱鞋 皇级中品工法 售价 280枚下铃 店掌柜从柜台下 拿出一本精装测本 报价道 有便宜点的吗 最好20下铃左右的 李牧沉默了片刻 不好意思地问 小哥 你开什么玩笑 本格没有100下铃以下的工法 你还是去买驱鞋服用吧 店掌柜黑了脸 没好气地赶客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李牧讨了没取 转身离开城市工法店 去了隔壁的灵服店 20下铃 是上次卖了两袋灵米 买完翠灵果种子后剩下的 李牧没敢乱花 留着以防万一 驱鞋服也不便宜啊 很快 李牧神情沮丧地 从灵服店走出来 驱鞋服一张五枚下铃 一亩灵田 要耗费十张左右 不完全驱除的话 翠灵果植株的病症 肯定没办法彻底治愈 李牧改道去散修集市 碰碰运气 李牧遇到百卖驱鞋服的散修摊位 经过一番砍架后 一张也要四枚下铃 品质不怎么样 仍不够用 实在不行 只能将那母翠灵果铲掉 现在改种枫林草还未完 失落地在集市闲逛 李牧意外发现了 上次简陋翠神诀 那个卖功法老道的摊位 连忙凑了过去 老板 还记得我不 有驱鞋功法卖吗 李牧将老道摊位摆的功法书 一本本地扫过去 脸上露出了失望之色 摊子摆的功法书 不仅无漏可捡 驱鞋类的功法也没的 你 老道没认出来李牧 不过却热情地招呼到 驱鞋功法 有 有 说完 老道伸手摸向别在腰间的储物袋 搜的一下 手里多出了一本蓝色封面的书籍 这本可以吗 幻雷驱鞋法 黄极中品功法 老道看着李牧 介绍道 多少零食 李牧试探性地问 200下零 老道比了两根指头 文言 李牧沉默了 他只有20下零 砍一折架 这老道会当场暴走吧 李牧心中一动 忽然想到了什么 这老道储物界里 应该还藏着不少好功法 之前 在他这里捡了玄极上品的翠神诀 兴许能再捡一次漏呢 嗯 价格再让点 我要了 另外 你还有什么好功法 拿出来瞧瞧 摊上摆的这些 我都看不上 李牧淡淡地道 大客户啊 听李牧这个口气 老道当即热情了起来 快速从储物袋里挑法诀 这本行不行 金甲翠神诀 黄极上品 太普通了 不要 李牧摇了摇头 你要什么类型的功法 先说清楚啊 老道眉头紧皱 将你储物代理的功法都取出来 看到合适的 我就买了 李牧提议道 好吧 老道无奈地将储物代理的功法 一本接一本地取出来 七十二路幻剑诀 黄极上品 厚土诀 黄极下品 以木副灵术 黄极上品 悬甲练体 黄极中品 摊主老道从储物代理 取了三四十部法诀出来 将小摊位都堆满了 你看中那部法诀 别跟我说没有啊 好不容易都取出来 老道黑着脸 宁视挑选功法的李牧 没好气地说 都拿出来了吗 你是不是 还有其他功法没拿出来 李牧挑挑选选 没有发现可捡的漏 还几本不值钱的 普通练武功法 现在都拿出来了 老道将最后几部功法取出来 金刚拳 八卦腿 催心掌 李牧眼睛一亮 取了那本 二十四级剑法的普通剑法 以及一本厚土诀 这两本再加上 那本驱邪法 一共多少下灵 为了不让只拿 二十四级剑法 这本剑法显得特异 李牧无奈地 带上了另一本修炼功法 厚土诀 你就要这三本 老道脸色更黑了 不可置信地问 让他将储物带的功法 全拿出来 结果只挑了两本 最不值钱的功法 老道看李牧的目光 充满了鄙夷 这时 老道忽然想起了李牧 就是上次 那个花十五下灵 买走了两本功法的小子 你带零食了吗 不会又只有几十零食吧 这次可不会便宜卖你了 老道迅速将功法收入储物带 警告道 文言 李牧一时感到很无奈 他也想用零食 立即买下三本功法 不过 他现在手头太紧了 只能另外想办法 你收功法吗 李牧决定 将剪的漏卖出去 那本翠神诀他已经记忆 并抄录下来了 当然收 不过 必须是原稿才行 老道警惕地道 玄机上品 只有前三层神石类功法 怎么收 李牧小声地问 什么 老道精神一阵 不可置信地看着李牧 怀疑自己的耳朵 李牧只好将刚才的话 再重复了一遍 如果是真的 我用十枚钟灵收 你看上的这三本法诀 一并送你 老道咬了咬牙 玄机功法 一向先有 流传于散修市场 更别说神石类功法了 怎么给你辨别真假 功法给你看后 内容被你记下了怎么办 李牧谨慎地问 放心 我只看前面一点 便可辨识真假 其他你可以遮掩起来 老道连忙安抚李牧 十枚钟灵太少了 能不能多点 如果我拿去交给宗门 说不定还有机会成为内门弟子 李牧皱了皱眉 嫌弃道 呵 你这是残本 上交给宗门 命都没了 你信不信 你确定 宗门就不会避问你后续的功法 老道冷声嘲笑道 文言 李牧登时无言以对 将翠神爵拿出来卖 本来就是件危险的事 不过 谁让他连捡漏的零食都没有呢 看在另一个漏的份上 李牧同意了老道的报价 转过身去摸向怀中 从储物阁将记载翠神爵的那张破旧黄纸取出 翠神爵自然没问题 李牧都将它录入熟练面板了 老道检查确认后 痛快地从储物袋里 掏出十枚金银剔透的零食 每个都有婴儿拳头那般大小 散发着浓郁的灵韵 李牧双眼一亮 迅速接过十枚中品零食 装进零食布袋 同时将翠神爵交给对方 钱货两切 下次有好东西再找你 李牧收了另外三本法爵 欣喜地告辞 一枚中品零食 等于一百枚下品零食 发财啦 李牧喜滋滋地将零食袋收好 开心地离开老道的功法摊位 丝毫没注意到 他转身时 老道偷偷从兜里取了一个小瓷瓶 偷偷撒了一点银色粉末 沾上他的衣服 老道目送着李牧离去的背影 脸上露出一个阴冷的笑容 李牧朝隔壁摆卖灵符摊位地走去 换雷驱邪法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练成 翠玲果苗又急着救治 和灵符摊主砍价一番后 李牧花了三十五下零 买了十张驱邪符 在肉摊买了一斤妖兽肉 又去了灵植店买玉淋水 李牧盘算着这笔灵石的用法 张老头退租后 那片山头就没人了 李牧打算在那座山头 再拓几片灵田 向宗门申请拓荒令 在附近开拓几亩灵田 灵山所有权属于清玄宗 杂役弟子申请开拓的灵田 自然归属宗门 不过能免三年电租 三年后需继续向宗门缴纳电租 开拓灵田的花费不小 附近没有灵脉的情况下 需要设一个隐灵镇 花费几百下灵 一般没有杂役弟子 会去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然而 对李牧来说 有植灵汲取这个神通天赋在 拥有的灵田越多 种植越多的灵植 能给他带来的反馈越多 非常值得 拿定主意 李牧找了个无人的角落 将采购的物资 收入储物阁 改道走向清玄宗 在清安镇的驻地 你干什么的 宗门种地 没事别乱闯 很快 李牧被一个外门弟子 拦住了去路 我找管林田的徐师兄 向他申请开荒令 李牧连忙道明来意 跟我过来吧 外门弟子打亮李牧一眼 领路道 李牧连忙跟上 穿过走廊 被其带到一间房门敞开的厢房 屋内 一名三巡左右的男子 正在做案前 专注地写着账簿 徐师兄 有个小子要申请开荒令 就是他了 外门弟子指着李牧 向徐李京汇报道 嗯 你要开荒 开哪个山头啊 徐李京抬头看着李牧 惊讶地问 今年因为重灾的原因 收成并不好 林职夫们叫苦连天 不少人申请退宗田 徐李京头正大着呢 竟然有人敢逆事儿行 在这个时候 申请拓荒 我在小梁山租了两块林田 不过 他们距离有点远 不便管理 就打算再拓几片林田 将他们整在一起 到时再找个道理 一起种田 李牧故作憨荣 笑着回答 哈 看你年纪不大 目光却挺长远的 小梁山是吧 行 这块开荒令我批了 徐李京被李牧描述的计划 逗得哈哈大笑 批了张开荒条子给他 谢谢 徐师兄 李牧感激地道谢 揭开荒令的时候 不忘往他手里 塞了两枚下铃 徐李京触碰到两枚下铃 微微一正 而后默契地一笑 顺手将零食收起来 哈哈 去吧 好好干 我看好你 需要布置引灵阵的时候 再来找我 倒是给你优惠 徐李京哈哈一笑 笑着目送道 谢谢 徐师兄 李牧感激地道谢 领着开拓令 快步地离开 一刻钟后 李牧回到小梁山 直接用驱邪符 玉林水 先为翠璃果苗治病 十张驱邪符 接连打出 化作点点金光正气 驱散了附着 在翠璃果苗四周的 鞋翼灵气 再加上玉林水的浇灌 很快 那些病态十足的翠璃果苗 重新焕发出了生机 见状 李牧松了口气 准备将幻雷驱邪法 加入以后的日常修炼 此法 不仅能用于为翠璃果苗治病 还能在遭遇邪灵阴魂的时候 对其进行攻击 驱邪效果应该不错 确认翠璃果的灵田没事了 李牧开始为开拓灵田的事忙起来 开始唾肯心田 两个时辰后 累得一身汗的李牧 脱了衣服 准备冲个凉 咦 衣服上怎么会沾这个东西 李牧发现了不对劲 刚脱下来的衣服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 发现了一些粉末状的灵物 幻彩母蝶灵粉 品阶 溢阶灵物 特性 气息浓郁 眼而不现 幻彩母蝶身上特有的灵粉 精密法炼制 气息时日不散 对十里内的幻彩熊蝶 有着致命吸引力 看着沾惹在衣服上的 粉末灵物属性 李牧吓了一跳 谁 是谁往他身上 撒了这些跟踪行迹的灵粉 若不是 李牧拥有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 这些肉眼难见的灵粉 肯定被他忽视了 李牧脑海里 浮现出了摆滩老道那张脸 没错了 肯定是他 李牧迅速换了一套新衣服 将屋子 全身都仔细检查了一遍 确认没有灵粉附着后 李牧将染了跟踪粉的旧衣打包 出门 往落魂谷方向 急跑起来 李牧逃亡时 脑子里就剩下一个念头 一定要尽快将预见数等级 修为提上来 早日学会预见飞行 不然 连逃命都逃不过 太阳奚落 夜幕将至 李牧不断变相 一口气跑了二三十里路 来到落魂谷附近 李牧将包着旧衣物的包裹 用力地往落魂谷深处 扔出去老远 而后头也不回 静止往小梁山跑 李牧离开没多久 一个持剑老道士 跟着一只七彩灵蝶 来带落魂谷 奇怪了 那小明明只有炼器五层的修为 这个时候 还敢待在落魂谷 老道神色凝重 开始召回焦躁的 要往落魂谷深处 飞去的七彩灵蝶 小七 里面太危险了 我们等明日再来 老道叹了口气 成功将七彩灵蝶 召回手上 轻声地安抚 对此 李牧毫无所觉 回到小梁山后 他不专注修炼 时刻保持着警惕 妈的 这个世界真太危险了 有点好东西 就会被人惦记着 以后要低调 再低调 还要多种点灵道 尽快将修为 提到炼器后期 不 起码要助击 屋里 李牧咬着牙 警惕地倾听屋外的动静 暗暗在心里 下定决心 夜深人静 屋外凉风袭袭 李牧确认了老道 不会找上门来之后 不由松了口气 拿出那本 二十四级剑法 更上次那般 用剪刀 割开隐藏在 最后一页的夹层 取出了一片薄玉剪 薄玉剪 四寸长 两寸宽 四五张纸厚度 碧绿轻盈 雕刻着神秘的灵纹 充满岁月的痕迹 李牧将薄玉剪取出 至于掌中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生效 视野中的虚拟矿里 当即出现了 与之相关的信息 传承玉剪 品阶 二阶灵物 特性 神石传灵 千年不识 玉剪中 记载一部 玄阶傀儡传承功法 神石外放 投入其中 可预览该功法传承 看着玉剪的信息介绍 李牧内心激动了起来 当即闭上双目 墨运神石 凝聚有限的神石之力 投入其中 轰的一下 李牧神石 投入了传承玉剪之中 下一秒 大量信息留 一部换作 千基傀儡术的传承法诀 各种傀儡的炼制方法 一一呈现出来 指制傀儡 木制傀儡 金属傀儡 筑基傀儡 妖兽傀儡 飞行傀儡 大大小小 各种各样 总共72种傀儡炼制法 傀儡操控法 各种各样的傀儡知识 完整 全面地呈现出来 李牧顿时感觉到脑袋一沉 好似被人用锤子重重敲了一下 大量与傀儡有关的知识 塞满了他的脑海 大脑超负荷了 运转不顺畅 一刻钟过去 李牧睁开了双目 兴奋地从接受 千基傀儡术 傀儡传承的状态 清醒过来 千基傀儡术 总共记载了72种傀儡炼制方法 品阶由低至高 其中包括9种飞行傀儡 傀儡密文 傀儡核心源炼制法 操控傀儡的神石功法 一一呈现其中 非常完整的傀儡传承 可以修炼至金丹镜 傀儡术若能修炼出成就 炼制出来傀儡大军 未来以一敌百 不在话下 不过可惜的是 傀儡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炼制傀儡所需的材料 太过高昂了 即便炼制最低层次的纸质傀儡 需要密制傀儡皮脂 妖兽惊魂 密制灵墨 等等 一具最简单的纸质傀儡 就要上百枚下品零食 接下来 是木制傀儡 需要特殊品质的灵墨 便于刻录傀儡纹 驱动傀儡的傀儡核心 等等 炼制一具木偶傀儡 所需的花费 是指制傀儡的三四倍 木偶傀儡之上 还有金属傀儡 妖兽骨傀儡 它们的品质 比木制傀儡 指制傀儡更高一筹 不过 造价也随之水涨船高 总而言之 想要在短时间内 打造出一支傀儡大军 对李木来说就是痴人说梦 李木叹了口气 目光看向角色属性栏 丁 你成功接受了 千基傀儡术传承 你学得傀儡炼制术 傀儡操控术 果然 角色属性栏里 出现了两种需要提升的功法 李木既然欣喜 又发愁 青木诀 浴火诀 玄水诀 还有未修炼的厚土诀 就差一部金属性功法 就能凑齐五行了 再加上傀儡术 翠神诀 制服 御剑术 等等杂七杂八的功法 所耗费的精力 修炼时间越来越多 功法太多了 都没时间静下心来好好 精修某一个领域 更别说 还要管理灵职 以及新增开拓灵田 李木头大如斗 恨不得一个人能掰成几个人用 一个一个来 慢慢熬吧 李木叹了口气 收拾好心情 开始炼制辟邪符 接下来一个月 李木再次变成了农家 白天 照顾灵职 开拓新田 夜晚时 修炼翠神诀 炼制辟邪符 休息御剑术 剑法 一日三餐 简单的零米饭配野菜 过着简单而重复的生活 经过一个月的辛苦劳作 李木在两片灵田之间 清理了大片杂草 灌木 产平山坡 新开垢出了五亩的田地 不过 这些新开垢的田地 还需设置隐灵镇 牵引灵力 进行滋润 再为田地堆积肥力 最后才能慢慢将五亩灵田 转化为夏品灵田 希望能赶上白玉灵道的播种剂 李木深吸了口气 放下农具 收拾一番 准备前往清玄宗筑地 请镇修来布置隐灵镇 三个时辰后 临近黄昏时 李木花了五百下灵 成功请到了徐师兄 在小梁山五亩灵田四周 布下了一个隐灵镇 李师弟 隐灵镇我已经布好了 接下来 此阵每十天要更换一批灵石 大概要坚持三个月左右 这五亩富田 就能稳定 孕育成夏品灵田了 徐李金一脸疲惫地看着李木 提醒道 要三个月啊 这得烧掉多少灵石 李木脸色一变 叫苦道 必须三个月 半途而废 这批灵田就废了 徐李金郑重地交代 那这三个月 这五亩天能种植灵石吗 李木点了点头 关心地问 可以少量种些 不过 你不要指望 能有什么好收成 就这样了 我该走了 徐李金交代了一句 示意道 明白了 徐师兄 生活不早了 要不吃顿饭再走 李木客气地挽留道 不用了 天黑路上危险 徐李金摆了摆手 说完放出一柄灵剑 飞身而起 欲剑而去 目送徐李金飞尸而去的身影 李木流露出了一丝羡慕之色 然而 低头看着徐李金布置的引灵镇 脸色顿时变得阴沉起来 李木有些不明白 徐李金临走时 为什么要做那样的叮嘱 让他白白浪费灵石 他是故意的 还是预防万一 通过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 李木已经确认了 引灵镇开始生效 小梁山附近散溢的灵脉墨流 正吵几片 新田聚集 逐渐成事 五亩新田 正逐步接受灵力滋润 逐步灵化中 然而 按照灵田目前的转化速度 大概半个月 一个月以内 就能变为下品灵田 继续往里面填灵石 完全是打水漂 引灵镇十天换一次灵石 每次需三十枚下灵 三个月就要二百七十枚下灵 徐师兄 这要把它往死里坑呢 李木叹了口气 再次感受到 这个世界的艰难 清安镇 清玄宗驻地 徐里金遇见 飞落于院子下 徐师兄 辛苦了 饭菜准备好了 您快进屋享用吧 蹲守在门口的周广志 恭敬地向徐里金示意 徐里金点了点头 正准备进去吃饭 忽然想起了什么 他停住脚步 小声地招呼 小周 我交代你件事 若是办好了 少不了你好处 好嘞 徐师兄 您尽管吩咐就是 我一定不负所托 周广志眼睛一亮 欣然点头 清玄宗 等级森严 即便他们这些 在宗门外执事的外门弟子 各自身份也有巨大的差别 徐里金 修为炼器九层 董步镇 在宗门驻地是管事弟子 周广志修为炼器七层 没有特殊技艺 只能刨腿打杂 地位只比宗门杂役弟子略高一筹 我刚才去小梁山 布置引灵镇了 徐里金淡淡地介绍 是上次申请拓荒那个小子 我记得他 周广志略微思索 印象颇深地点头 嗯 这次我在小梁山上 发现了一条灵脉之脉 若无意外的话 他开拓的五亩灵田 有极大几率零化成中品灵田 你先给我盯着 若有机会的话 嗯 徐里金眼中阴狠之色 一傻而逝 说到最后 富尔在周广志耳旁 小声地暗示 我知道怎么做了 徐师兄 我这两天搞定 周广志精神一阵 兴奋地点头 中品灵田 能用于种植灵药 产量颇高 创造价值是 夏品灵田的四五倍 也更加稳定 是正不赔的那种 因此 宗门外出租的 中品灵田 一直供不应求 租金也是 夏品灵田的三四倍 五亩中品灵田 三年免电租 算下来 有两三万下林的价值 更别说 还有五亩中品灵田的 成租价格 难怪徐师兄 会让他按下出手 若是强行抢占了 对方的灵田 那家伙肯定会闹到宗门 到时变故极多 若能将那小子神不知 鬼不觉地解决掉 徐师兄再操作一下 那吉姆灵田 绝对能化归到 其他人名下 斩获两三万下林的收益 自己怎么也能分个 两三千下林吧 周广志心动不已 嗯 知道就好 不用那么急 引力震这才刚不下 徐立金伸手 拍了拍周广志的肩膀 笑着安抚 周广志了然 笑着点头 决定先观察一阵子 十天半个月后再出手 时间一晃 七天过去 小梁山 三个月辛苦地培育 枫林草的长势极好 每一株枫林草 都长到了李牧腰间 生气薄薄 脆色欲流 肥美无比 枫林草迎来了成熟记 李牧早已按耐不住 持着镰刀下田收割 李牧一把抓住几株枫林草 镰刀划过 枫林草跟出断口处 几团淡绿色的光团 赫然呈现其中 好 哈哈 跟戈林草出现的 植林草颜色不同 就不知道能汲取到 什么样的特效 李牧连忙放下镰刀 伸手触碰了一下 淡绿色光团 下一秒 淡绿色光团 没入李牧的手中 消失不见 李牧迫不及待地 看向角色栏下方的日志栏 果然 有一条新日志提示 跳了出来 天赋神通 植林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植林 自由熟练点加1 嗯 看到这条日志提示 李牧愣了一下 随即看向角色属性栏 果然角色属性栏出现了新变化 需要熟练度功法 技能的后面都出现了一个加号 与此同时 在角色栏下方 还出现了一栏自有熟练点 数量1的数字栏 这个自由熟练点 能在御剑术 制服术 青木爵 傀儡术 所有需要熟练度的技能和功法上 自由增加 李牧尝试了一下 意识落在御剑术的加上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御剑术熟练度加1 旋即 角色栏下方日志 随即跳出了一条 御剑术熟练度加点的提示 哈哈哈哈 太好了 确认了风铃草直灵光团的用途 李牧开心的大笑 风铃草的直灵光团 技能增加 技能 功法熟练度 以后 只要多种些风铃草 那么多功法 技能 都不用辛苦修炼了 李牧开心的手舞足蹈 庆贺了好一会儿 这才恢复平静 继续收割风铃草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自由熟练点 加1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自由熟练点 加1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自由熟练点 加1 李牧向之勤劳的蜜蜂 不知疲倦地在田里忙碌着 收割风铃草的同时 简是一个个淡绿色光团 与林稻谷的直灵相比 风铃草的直灵很稳定 几乎都只有一个熟练点 每株风铃草 都有一团直灵提供 最后一把风铃草收割完 李牧获得了48262点 自由熟练点 看着那么多熟练点 李牧身体疲惫之余 不禁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无比兴奋 李牧第一时间 选择增加脆神觉的熟练度 这门功法休息起来 最耗费时间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脆神觉熟练度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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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神觉等级提升至 一级 你的神时获得提升 神时范围增加 加十尺 丁 丁,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翠神觉熟练度加1 丁,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翠神觉熟练度加1,翠神觉等级提升至 二级,你的神识获得大幅提升,神识范围增加,加30尺 丁,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翠神觉熟练度加1,翠神觉等级提升至 三级,你的神识获得大幅提升,神识范围增加,加100尺 丁,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翠神觉熟练度加1,翠神觉等级提升至 四级,你的神识获得大幅提升,神识范围增加,加300尺 翠神觉提升至四级,李牧停止了对翠神觉的添加疯狂加点 下一级提升,需要1万点熟练度,需要提升的功法太多了 剩余的自由熟练点要分配给其他技能和功法 不过,四级翠神觉对神识的提升,效果太明显了 李牧微闭双目,神识外放,周身三四十丈以内,任何事物无所遁形 就好似雷达一般,藏在地洞里的地鼠,在啃食叶片的小虫 狩猎的小蛇,一切尽在神识的视觉之下 能感应到天地灵气受影灵阵的扰动,能看到微风吹拂的痕迹 这一刻,李牧好像获得了上帝的视野,甚至能看到站在灵天中的自己 太神奇了,李牧观察了一会儿,感觉到了一丝灵魂的疲惫 这才放弃了神识的外放,准备继续用熟练度,加点其他的技能和功法 忽然,李牧想到了什么,整个人愣住了 按理说,翠神觉是一部残本功法 只有前三层,按部就班修炼的话,至多只能修炼至三级 然而,通过直灵加点,这部功法却被提升到四级 若不是,下一级熟练度需要太高的话 李牧确信,翠神觉能够继续提升下去 哈哈,太好了 真是意外之喜啊 想通了这一点,李牧开心地大笑 不用再为翠神觉的后续功法烦恼了 接下来,提升哪个技能呢? 李牧很快确定了要提升等级的技能 那就是预键术 这门功法能远战,能预键而逃 预键术越熟练,对实力的提升非常显著 丁,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预键术熟练度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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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键术等级提升至三级 你的预键能力获得提升 飞键掌控力增加加200 丁,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预键术熟练度加1 丁,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预键术熟练度加1 预键术等级提升至四级 你的预键能力获得提升 飞键掌控力增加加500 李牧停了预键术的加点 大手一挥 从储物阁中取出旋铁键 神识操控着旋铁键 悬浮于面前 李牧习惯性地用左手掐预键 操控手绝 操控旋铁键 下一刻 他发现 升了四级的预键术 根本不需要掐预键诀 便可随心操控 此刻 玄铁键就好似自己身体 延伸出去的一部分 挥之如臂 在李牧的操纵下 玄铁键犹如一条鱼儿 在空中自由地飞翔 时左时右 时上时下 灵动自如 与此同时 因为神识覆盖范围的增加 玄铁键即便飞出150米左右 仍在李牧的操纵之下 操纵飞键 取千米之外敌人手机 这才是修仙者该有的样子 李牧眼笑眉飞 喜不胜收地感慨道 四级翠神诀 四级的预键术 总共消耗了9570点的自由熟练度 还有38692点熟练度可分配 李牧想了想 决定将四门五星功法都提升起来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轻木诀熟练度加1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轻木诀熟练度加1 轻木诀等级提升至 三级 你的修为获得部分提升 你对木系灵力 掌控力 获得小幅提升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轻木诀熟练度加1 轻木诀等级提升至 四级 你的修为获得部分提升 你对木系灵力 掌控力 获得大幅提升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悬水诀熟练度加1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悬水诀熟练度加1 悬水诀等级提升至 一级 你的修为获得部分提升 你对水系灵力的掌控力获得提升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厚土诀熟练度加1 厚土诀等级提升至 一级 你的修为获得部分提升 你对土系灵力的掌控力获得提升 礼木开始了疯狂加点 分别将青木诀 悬水诀 厚土诀 浴火诀 都加到4级 身体涌现一股股强大的四行属性灵力 修为堪堪一点 就能突破练气6层 五行缺1 找个时间去买一本精细功法 将直领点留着 将精细功法加到4级 肯定能突破练气6层 四门五行功法 提升到4级 礼木感觉无比的强大 尤其是对于游离天地间的 四种属性的灵气 掌控感获得明显的提升 礼木手掐清风换雨术 向五亩星田的上空 击射出一股灵力 很快 一阵强风凭空产生 在五亩星田的上空 聚集云层 下一秒 一颗颗绿豆大小的雨滴 相继从云层坠落而下 聚集成了一阵急促 规模小巧的淋雨 嘖嘖 这提升的效果 不是一点半点啊 礼木开怀大笑 十分满意这次施法效果 淋雨下了200溪左右 将五亩星田浇灌的湿漉漉的 土壤时不时散发出 一丝丝灵韵的气息 看到这一幕 礼木弯下腰 伸手捏了把星田的泥巴 确认星田的灵力程度 下品灵田转化就快成功了 差不多可以开始播种 礼木原本打算 这批星田 全部拿来种植灵米稻谷的 不过 礼木知道了 枫林草的植灵用途后 当即改主意了 五亩星田 决定全部改种枫林草 最后剩下一亩收割的灵田 用于种植灵米稻谷 规划好灵田种植的安排 礼木继续分配剩余的 自由属性点 分别将傀儡炼制术 制服术 都提升至四级 而后 剩下的自由属性点 留着提升精细功法 礼木继续干弄活 将收割好的枫林草 困树堆放进院子 接下来 礼木需要去清安镇一趟 购买枫林草 白玉灵米稻谷林重 购置一部精细功法 同时 再叫陵木场的人来收购 运走这批枫林草 锁好院门 礼木取出玄铁剑 尝试第一次遇见飞行 在礼木神识的托举下 玄铁剑稳稳地悬浮半米空中 礼木纵身跳起 双脚稳稳落在玄铁剑上 身体晃动了一下 便成功驾驭了飞剑 体内浑厚灵力输出 飞剑开始提速 带着它飞行 礼木将四门功法 同升到四级 对体内灵力 天地灵力的掌控力极强 再加上神识 极其强大的感知力 四阶玉剑术 对飞剑敏锐的掌控感 即便只有炼气五层 礼木也掌握了玉剑飞行 而且越飞越平稳 很快 礼木不满足于 玉剑平稳的飞行 他驾驭着飞剑 时而转弯 时而俯冲 时而急冲 犹如空中飞行表演般 在无边无际的天空 纵情地飞翔 不得不说 玉剑飞行的感觉超级棒 疾风拂面 脚底下三尺长剑 天地任自由 礼木开心地大喊大叫 尽兴玩了好一会儿 眼瞅着夕阳西下 天色渐暗 礼木才遇见 飞向前方的清安城 清玄镇的镇门口 礼木遇见落下 在首位惊愣的目光中 缴了一岁龄的入城费 迈入小镇 傍晚时分 清玄镇主街上的人流 少了许多 礼木熟门熟路 静止走向灵直店 购买灵种 丰灵草灵种 五下灵一斤 灵稻谷 灵种十灵十一斤 一袋灵种 刚好能种一亩灵田 一斤灵稻种 五斤丰灵草灵种 总共35枚下灵 礼木没跟灵直店老板 讨价还价 付了35枚下灵 拿着六个布袋 干脆利索地离开 出了灵直店 礼木转身 走向对面的 陈氏工法店 客官 欢迎光临 要买什么工法 咦 是你啊 我都说了 我们店没有卖 几十零食的工法 店老板看到客人进店 连忙招呼 不过 他认出了之前 要花几十零食 买去鞋工法的小子 脸上灯石黑了 我知道 有精细工法吗 价格合适的话 我买了 礼木美好气地道 有 刘金爵 黄级中品 成会200下灵 店掌柜 从柜台下 取出一本 黄色封面的书籍 放桌面上 看着礼木 礼木从零食袋 取出仅存的 两枚中品零食 准备付账 可以先看一下吗 礼木笑着问 看到礼木手上的 两枚中品零食 店老板脸上 当即露出了笑容 可以 当然可以 不过 只能翻看前三页 礼木微微一笑 接下刘金爵 翻看起来 确认是他需要的工法 礼木将两枚中灵 抛给店老板 带着刘金爵 离开 卖翠神爵 从老到那得来的 十枚中灵 就剩下两块了 即便是中品零食 也不经花 礼木叹了口气 向隔壁的灵符店走去 准备买几搭扶皮纸 靠绘制灵符 正零食 四级制服术 制服效率 品质都能获得极大的提升 礼木相信 只要自己不要太懒了 制服卖的零食 肯定够他日常消费 从灵符店出来 礼木将仅有的 两枚中品零食也用了 买了四搭扶皮纸 与此同时 还买了一本 基础符录的绘策 记录着十种基础符录的绘制法 毕竟想靠贩卖福禄正零食 不能只会画辟邪符 礼木再从灵符店出来 天色已经彻底暗下来 清安镇的灵木方 应该关门了 礼木决定先返回小梁山 明日再过来卖风灵草 半课中不到 礼木遇见成功降落在院子 笑容灿烂 遇见飞来飞去的感觉不要太爽 如果修为再高一点 飞行速度能更快 礼木饭也不做零米饭吃了 回到屋子 立即用萤火树点燃烛火 拿出流金诀 迫不及待的阅览 修炼起来 流金诀修行出来的法力 蕴含金之锐起 礼木双木微壁 神识内饰身体经脉网 催动灵力 按照流金诀的行功路线 开始尝试运行一周天 由青木诀 玄水诀 厚土诀 浴火诀修习的灵力 好似乐见流金诀 行程不仅没有干扰 反而助推了一把 不到一个时辰 刘金诀 第一次行功完美收官 礼木精神一震 睁开双目的时候 眼中一缕金光闪烁而视 礼木睁开眼后 习惯性地 看虚拟光幕的角色日志 你成功休息 刘金诀 刘金诀熟练度加一 看到刘金诀 成功录入角色属性栏 礼木不由一喜 当即开始疯狂加点 将预留给刘金诀的 自由熟练点都加上去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刘金诀熟练度加一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刘金诀熟练度加一 刘金诀等级提升至 三级 你的修为获得部分提升 你对精细灵力 掌控力 获得小幅提升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刘金诀熟练度加一 刘金诀等级提升至 四级 你的修为获得部分提升 你对精细灵力 掌控力 获得大幅提升 定 你及其五行功法 五行相生 体内灵力发生质变 你修为获得大幅提升 你突破练七六层 突破练七层 李牧惊呼了一声 身上骤然爆发一股强大的气势 修为蹭蹭完成了两连跳 一举跳过了练七六层 直达练七七层 体内灵力真元变得浑厚无比 哈哈 不错意外的收获 太好了 炼气七层 则则则 这个速度不用多久就能助阶了吧 李牧喜不胜收 伸手一挥 手里聚集出了一团木系灵力 接着火光冒起 转化成一团火球 没多久 木灵力被火焰焚烧成了灰烬 火焰熄灭 诞生了一团赤色的灵气团 是土鼠灵力 李牧饶有兴趣 持续输出灵力 很快 掌中大量土属性灵力急剧 颜色逐渐变化 金润而生 逐渐显化出了黄色的金属性灵力 金黄色的灵力 接下去又变换成水雾状的水系灵力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凝聚悬浮于李牧手掌上空的灵力团 颜色不断变换 持续不断 反复不止 太有趣了 李牧清晰感觉自己体内灵力 变成五行灵力之后 像活过来一般 神识能清晰感受到 五行灵力蕴含着极大的潜力 以后 将五门五行功法的等级 继续提升上去 肯定能带来更有意思的变化 咕噜 咕噜 一阵恶鸣 从李牧的肚子响起 李牧停止了测试灵力 走到青石砖堆砌的灶台 开始烹煮灵米饭 李牧随手对着灶台底下 输出一团灵力 转化成火灵力 下一刻 砰的一声 一团火焰凭空产生 点燃了灶台里的木枝 在李牧神识地操控下 旁边的木材架 木材一根根地飞出 自行飞入灶堂里 锅盖自己浮空揭开 水缸里的水 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自行飞落在锅炉 灵米潭飞出一颗颗灵米 在李牧强大神识地操纵下 烧火做灵米饭 都不用它亲自动手 没多久 灶台上的铁锅 热气腾腾 弥漫出了灵米饭的香气 李牧美美地享用了 一锅简单的灵米饭 收拾了碗筷 李牧回到房间 开始绘制灵符 四日 一大早 李牧将昨日买的六代灵种 分别种到灵田里 施了青丰换羽树 而后 为翠灵果苗 施肥除草 干完农活后 遍地遇见飞往青安镇 灵木坊位于青安镇南侧 是筑基家族张家的主要产业 饲养各种灵情 灵兽 集合了收购妖兽师 屠宰 皮料处理 等等 快来看嘞 黑羽鹰的灵蛋便宜卖了 培养得当 可进阶二阶灵情 上等活雨 灵性十足 可以炼制灵善法宝的灵雨 便宜卖了 一阶上等灵路肉 只要五下灵一斤 卖完就没了 李牧走到青安镇南区 街上的行人 摊位 大多是带着猎物的猎户 买卖牲口 腰瘦肉的肉伤 买卖皮料的瘦皮摊 各种叫卖声 好不热闹 黑羽鹰蛋 品阶 繁极凶情 特性 食肉 动态视觉 带有一点玄铁鹰血脉的雄性幼体 厌恶 雨天 特点 反应迅速 性情凶残 难以驯服 长期高品阶肉类 有一定几率 进阶一阶邀请 李牧在麦黑与鹰蛋的摊前 停留了一会儿 凝视着摊主手里的鹰蛋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起效 迅速在虚拟矿里 呈现出了鹰蛋的详细信息 小哥 要鹰蛋吗 只要花三百下灵 就能养殖一阶灵情 以后进阶二阶 也有很大几率 他父母的父母 就有一阶巅峰的实力 摊主看着李牧 口若悬河的招呼介绍 呵呵 说得真诱人 李牧什么也没说 转身便走 一路上 李牧看到了不少妖兽幼崽 妖狐 妖元 不过都没什么特殊的 一个人在小梁山 住在太孤单了 李牧准备养几只 零兽陪伴 不过 商贩们拿出来卖的幼兽 品质都太差了 而且价格都还不便宜 李牧逛了一圈集市 找不到合适的目标 随即便放弃了 静止走向张氏的林牧方 你好 张老板 我有一批风铃草要卖 大概四千斤左右 你们林牧方收吗 李牧走进张氏林牧场 上前询问方主 嗯 风铃草品质怎么样 样品质了吗 正记账的张首全 抬头看了李牧一眼 贷了 贷了 李牧连忙把背后的布包解下 露出一捆碧绿青青 灵性十足的风铃草 张首全伸手掐了一截风铃草 放嘴里咬了咬 再吐出来 品质还行 给你八十斤一下铃 卖吗 张首全看着李牧问 卖 能叫人去我那拉货吗 李牧惊喜地点头 市场价风铃草百斤一下铃 张家林牧方做事还是比较公道的 这批风铃草是李牧精心照料 培育出来的品质极佳 没问题 在哪个地方 我派人跟你去 张首全点了点头 小梁山 我准备再种一批风铃草 大概两万斤左右 到时再卖给贵方 李牧开心地介绍 行 品质稳定的话 继续按这个价跟你收 若是太次的话 只能给百斤一下铃 张首全提醒道 明白 贵方有卖木琴幼崽吗 山上空地不少 想买披铃鸡 肉兽自己养着吃 李牧了然地点了点头 接着问 有啊 你想养什么 张里全笑着问 而后 转身向木方里 招呼到百平 你出来一下 来了 来了 话音刚落 一个和李牧差不多年纪的小伙 从内堂挤跑出来 三叔 您喊我干嘛 张伯平看着张首全 好奇地问 百平 你带着小兄弟 去木方里挑右兽 等他挑完 再跟他去小梁山 运一批风铃草回来 八十一下铃 他挑的右处 从这笔账里扣 张首全安排道 好嘞 你跟我进来吧 张伯平打量了李牧一眼 热情地招呼 李牧点了点头 跟着张伯平离开方楼 向隔壁的林牧场走去 很快 张氏的林牧方 呈现林牧眼中 一大片空地 有十几亩的面积 上面盖着十几个木棚 十几个四修正忙碌着 给林牧喂食 清理牧场 采林鸡 珍珠鹤 赤林鹿 每个棚子养殖着一种林畜 没有一直是繁物 你想养什么林畜啊 养在哪啊 张伯平看着林牧问 能推荐下吗 那种比较好养啊 养在上山 林田旁 数量不用多 能偶尔满足 一下口语就行 李牧笑着回应 养彩林鸡吧 将它们的羽毛 剪了 可以直接散养 它们会自行觅食 都不用怎么管 雄性彩林鸡 有极强的领地意识 有预警之效 不过 散养在林田旁 怕它们会偷吃林骨 你再养之林犬 教会它驱赶彩林鸡就可以了 张伯平点了点头 向李牧推荐道 刚好 我们林方里有只赤林母犬 生了一窝幼犬刚满月 可以君你一只 你看怎么样 张伯平停顿了一下 看着李牧道 能带我去看看吗 李牧心动地问 张伯平点了点头 领着李牧去后堂看幼犬 很快 李牧看到了一窝幼犬 围着一只通体赤红的母犬 追奶吃 幼犬已经满月 母犬不愿再喂奶 冲幼犬吃鸭咧嘴 五只幼犬即的嗷嗷叫 赤木灵犬 品阶 反击灵犬 特性 食肉 火灵清河 敏锐嗅觉 一阶赤木狼与木灵犬杂交的雌性灵犬 刚生完幼犬 互毒性较强 厌恶 猫科生物 特点 忠诚聪明 极易驯服 警惕心较强 李牧盯着母犬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生效 当即获得了她的具体信息 发现陌生人靠近 母犬当时紧张了起来 戒备地看着李牧 呲牙就要发起攻击 小七 是客人 不许商人 张伯平 连忙出声制止 母犬当即收敛了凶事 走到张伯平脚下 乖巧地朝他摇尾巴 你看下 喜欢哪只幼犬 挑一只吧 张伯平 看着李牧试一刀 张兄 我要这只可以吗 李牧看中一只毛发赤红的幼犬 五只幼犬在打闹戏耍 他完全压着另外四只幼犬在打 小模样 乃凶乃凶的 呃 可以 你眼光不错 不过 你都不问价的吗 张伯平哑然失笑 提醒地问 对哦 张兄你说个价 还望手下留情啊 李牧搓了搓手 不好意思地说 张伯平哈哈一笑 见李牧是爱犬之人 便以四十下铃的价格 半送半卖给了他 而后 张伯平带着李牧 挑了十几只彩灵鸡仔 最后 他们一同遇见 飞往小梁山 看着张伯平使用一个储物袋 将三千多斤的风铃草打包带走 李牧由衷地羡慕 不愧是驻鸡家族子弟 和他差不多的年纪 就配有一个能装几千斤物品的储物袋 而且 张伯平同样是炼器七层修为 不像他是靠汲取直灵 用熟练度点起来的 若没有熟练面板这金手指 自己跟他之间的差距 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这位师兄 你来小梁山 可是找我的 李牧欲见而至 直视着对方警惕地问 就在李牧与张伯平交易 核对风铃草与灵鸡仔 幼犬嫁值的时候 张伯平小声地告知 附近有人正偷偷地监视他 李牧心中一领 送走张伯平之后 神识扫到了隐藏于一处草丛的监视者 当即飞至对方面前 不 不 不是 我走错路了 触不及防被抓个现行 周广志慌乱地回应 嗯 我送师兄下山吧 小梁山资源平级 没什么好逛之处 李牧宝寒深意地 看着周广志一眼 不用了 再会 见势不可为 周广志恢复了镇景 欲见而起 朝青安镇飞去 徐师兄看走眼了呀 那家伙哪里是炼气五层 明明就是炼气七层 灵压雄厚 跟他打起来 谁胜谁负都不一定呢 周广志急着找徐里金汇报这个消息 看能不能再争气一下 价值两三万下龄的中品灵田 值得他们拼一把 目送着对方遇见离去的背影 李牧眉头紧皱 感觉到熟悉 好似在哪里见过 除了那个卖功法的老道 李牧形势非常低调 自问没得罪过什么人 除了 李牧看向已经快培育好的五母心灵田 渐渐露出了一丝名物 那人好似在宗门驻地见过 莫不是徐师兄派来的 不过 为什么呢 李牧想到了一些眉目 然而 却想不通徐师兄这么做的动机 无缘无故的 自己也没得罪徐师兄 李牧叹了口气 想不通便不想了 只能告诉自己 要时刻保持警惕 这次被人监视的发现 还是张伯平告诉他的 自己就没有人家那种警惕心 李牧决定置扶正一笔零石后 先造一批监视傀儡出来 预防周边 想清楚解决办法后 李牧走到林田边 释放清风换雨术 为林田浇水 接着 为林稻田 翠林果田 除草 御肥 开始忙碌农事 清安镇 清玄宗驻地 徐里经见到周广志 听到他的汇报 整个人有些猛 周师弟 你会不会看错了 他明明只有炼气五层的修为 这才几日 修为怎么可能连跃两层 徐里经眉头紧皱 不相信地质问 师兄 我真没骗你 那小子身上散发出来灵压 气势 一点不弱于你 我已道心起事 保证绝无半点虚言 周广志及的局长历士 郑重地说 周师弟 严重了 徐里经连忙出言安抚 周广志这般信誓旦旦 不信还不成了 这就奇怪了 过几天 我亲自走一趟吧 徐里经眼中闪过一丝好奇 夜幕下 微凉的天气 说变就变 漆黑的夜空 一道闪电毫无欲照在空中出现 轰隆 轰隆 伴随着阵阵雷鸣 很快 哗啦 哗啦的大雨 青盆下 小凉山脚下 一栋孤零零的小院 仍有一道烛光顽强地亮着 显得有为孤寂 房间里 李牧坐着桌前 一手持着伏笔 专心致志地绘制灵笔 屋外的雷声 与声 纷纷扰扰 与之无关 李牧手持的狼嚎伏笔 在薄薄的伏皮纸游走 手掌输入的灵力 持续注入狼嚎伏笔 稳定而精准地没入鼻尖 渗入妖兽血密质的灵墨中 在伏皮纸上 绘制笔纹灵路 很快 李牧笔若有神 仪气呵成的描绘出了一幅复杂 完整的笔文 笔指灵光一闪 一张灵力十足的 一阶上品复腾笔 距灵而成 闪烁淡绿色的灵光 随着基础 父母灵笔的诞生 预示着李牧 成功掌握了基础笔录 记载的十种基础灵笔 火弹笔 清风笔 清身笔 护身笔 曲斜笔 引火笔 聚水笔 化泥笔 金光笔 总共十种灵笔的画法 凭借着四级制笔术的 经验加持 以及强大神识的作用 五行灵力的理解 李牧绘制出来的灵笔 品质都达到了一阶上品 所用的笔皮纸 灵墨 笔笔品质在提升一些 李牧有把握 化成一阶极品灵笔 李牧算了一笔账 一阶下品灵笔 价值4-5下灵 品质提升一品 威力增加三四层 价值提升2-4下灵 上品灵笔 10下灵以上随便卖 然而 一阶灵笔的制服成本 不过一下灵 近十倍的利润 李牧绘制一阶灵笔 是百分百的成功率 一个晚上能花六七十张 上品灵笔 一天能挣500下灵 妥妥的报李 他好了 将这批灵笔处理掉 就不用再受穷了 李牧喜不胜收 这种收益 是他之前无法想象的 若是绘制二阶灵笔 成功率大概会降一些 不过 能挣更多 可惜 李牧手上没有 二阶灵笔的笔文配方 想绘制二阶灵笔 也无能为力 李牧画出一张 父母灵笔 继续画下一张 准备将剩下的 空白笔笔纸都画完 四日 焦阳东升 鸟鸣声清脆 刺眼的阳光 从窗户斜照进来 床铺上 李牧骤然睁眼 从睡梦中醒来 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李牧翻身下床 洗漱一番 走至灶台前 准备早食 一阵中气十足的犬吠 在脚下响起 很快 李牧感受到 一阵湿润的触感 一团赤红毛茸茸的小东西 正舔着着他的脚背 小家伙 饿了吗 别急 再给你弄吃的了 李牧低头一笑 将幼犬抱起 李牧用零米 加零露肉末 煮了一锅肉末粥 自己吃一点 剩余的胃幼犬 小家伙 还没给你取名呢 叫你什么好呢 红毛 李牧看着幼犬笑眯眯地问 随着李牧的凝视 幼犬的属性信息 随即呈现于虚拟框中 赤木灵犬 幼生期 品阶 繁极灵犬 特性 食肉 火灵清河 繁祖 带有一部分赤木狼血脉的 赤木灵犬 厌恶 无 特点 忠诚聪明 较易驯服 嗅觉灵敏 伴有血脉繁祖特征 成长后有几率进阶 获得部分血脉传承 你这血脉还不错 得起个霸气点的名字 嗯 就叫赤狼吧 李牧决定道 很快 灵米粥煮熟了 米香肉香弥漫开来 李牧找来一个木盆 为赤狼盛了一碗 看着他哐吃哐吃的干饭 简单解决了早饭 李牧收拾了一下 便去灵田干活 昨晚的暴雨 给翠灵果苗造成了不小损伤 李牧神识外放 操纵翠灵苗将其扶正 再用木鼠灵器 调理植株 挽回损失 做完这一切 李牧锁好院门 遇见前往清安镇 处理昨晚刚绘制出来的灵符 清安镇 刘氏灵符店 刘掌柜双眼放光 凝视着 李牧手中两达灵性十足的符路 激动地问 这些灵符 都是你画质的 眼前这小子 刘掌柜印象颇深 他算是灵符店的熟客 经常来光顾 买符皮纸 灵符墨 再售卖一些 他自己炼制的低档次辟邪符 刘掌柜从他身上 挣的零食有点少 不过 也算细水流长 刘掌柜从未问这小子的名讳 因为在他看来 这样的小散修 不值得他投入太多精力 制符 炼器 炼丹 是修仙百亿中 门槛最低 最普遍的 九成散修 都会尝试一二 获取一个稳定的谋生手段 然而 正真能在修真百亿中学而有成 取得一定成就的 少之又少 能炼制一阶上品灵符的制符师 在制符领域算得上成功人士了 他们能靠着这门手艺正灵时 从而获得良性循环 有了进阶二阶灵符师的根基 这类技艺高超的制符师 不是某个修真家族的子弟 就是那个势力组织的供奉 突然冒出来一个野生的 一阶上品制符师 非常难得 灵符店 刘掌柜格外的重视 沈氏的目光紧盯着李牧认真打量 希望能和这位野生制符师 达成密切合作 稚嫩的脸庞 嘴巴上的绒胡稀疏 模样俊秀 气质却不失沉稳 大概也就十六七岁的少年 浑身散发的灵压却颇为厚重 修为不弱于他 身穿一套清玄宗杂役弟子的制式法袍 略显寒酸 然而 这样一个穷酸少年 却能拿出两达一阶上品灵符来卖 实在让人捉摸不透 迎着刘掌柜审视的目光 李牧淡然一笑 刘掌柜的说笑了 一接上品灵符我怎么画得来 我最多只能画一些下品辟邪符 这您不是知道的吗 嗯 那这些灵符是谁画的 刘掌柜顿时释然了 探究地问 是家父所画 贵店要不要 不要的话 我要拿去万宝阁卖了 李牧随口编了个理由 回答道 哈哈 万宝阁那是什么地方 二阶灵符 人家才看得上吧 这批灵符卖我吧 我要了 刘掌柜哈哈一笑 连忙出声挽留道 嗯 怎么收 如果价格合适 以后还会拿来卖 李牧连忙提醒 暗示对方可以长期合作 价格不能给太少了 文言 刘掌柜不由大喜 没问题 我用最高价收 火弹符 萤火符 父母符 这些五行灵符 我以十枚下灵一张的价格收 剩下灵符一张八枚下灵收 这个价格你觉得怎么样 行 就这按个价都卖你了 另外 帮我拿十达浮批纸 李牧想了想 点头同意了 将两达灵符递上 没问题 总共六十张灵符 五行灵符三十八张 其他灵符二十二张 总计五百五十六下灵 十达五行浮批纸三百张 一张算你零点八下灵 总计二百四十下灵 刘掌柜快速地算着账 不一会儿 刘掌柜将十达浮批纸 以及剩下的零食打包 递给李牧 数目没错 我下次再来 李牧笑着接下东西 满意地告辞道 好嘞 随时欢迎 对了 小哥姓什么 看我都忘问了 刘掌柜热情地将 李牧送到门口 探听地问 免贵姓李 刘掌柜 不用客气 不用送了 李牧应喝了一句 受不了刘掌柜的热情 快步离开灵符店 出了灵符店 李牧找了个无人的角落 将十达浮批纸 收入储物阁 免得占地方 收好东西 李牧走出巷子 继续在清安镇散修集市逛起来 寻找适合炼制傀儡的材料 散修集市一圈逛下来 李牧没有看到卖功法老道的摊位 同时也没找到适合炼制傀儡的材料 李牧皱了皱眉 看向主街道装修最为豪华的万宝阁 散修集市找不到 只能进这家土豪 才能进去消费的地方看看了 凭借着四街制服术的能力 李牧终于有点底气进高端店铺了 李牧人还未走进万宝阁 门口两位衣装清凉 身材较好的女修迎兵便迎迎拜后 欢迎光临万宝阁 公子里面请 在两位女修迎兵招呼下 李牧跨走进万宝阁 下一秒 一股清爽的灵气扑面而来 万宝阁宽敞 装修豪华的大厅 设有聚灵阵 大厅内的灵气 外门浓郁了好几倍 天花板上方 一盏灵气灯具 散发着明亮而又带暖意的光芒 驱散邪气 疲惫等一系列负面状态 同时也照亮了大唐 不愧是万宝阁 即便在原来的世界 见过不少高端装饰 李牧也被万宝阁的豪华装饰惊到了 挑高两丈高的大唐 摆着几个红木柜台 每个柜台都摆放着各种珍贵灵物 灵气 刀 剑 盾 金轮 各种灵丹 灵果 甚至还能看到 专卖售卖灵宠幼崽的柜台 四周墙壁挂着各种灵气十足的珍惜画册 眼中所及 便是灵物 凭借着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的能力 李牧在万宝阁 看到了比其他客人更多的珍惜灵物 贵客 您要买什么灵物呢 小女灵慧荣 可以为您介绍灵物 一个穿着粉色长裙的女修 走至李牧跟前 面带微笑地问候 嗯 我想买几根灵木 贵格有灵木卖吗 李牧点了点头 关心地问 呃 灵木我格自然有 不过 贵客可否告知 所购买灵木的用途 灵木多种多样 材质性质各有不同 有的适合炼器 有的适合造灵舟 有的适合炼制傀儡 林慧荣奇怪地看了李牧一眼 笑着解释 李牧年纪不大 十七八岁的样子 林慧荣以为他是来买防身灵气的 或是抚修灵丹的 或是防御灵符的 那只他却是为买灵木而来 不由有些惊讶 炼制傀儡用的灵幼木 悬铁木 或是灵胶木也行 你们这有吗 李牧解释了一下 询问道 有的 贵客 擅长炼制傀儡的修饰较为稀少 傀儡材料放在偏厅仓库 您请跟我来 林慧荣向李牧比了个邀请的手势 解释道 李牧点了点头 跟着林慧荣来到偏厅 一间摆放着各种灵木材料的仓库 仓库门打开 各种木材堆叠 有多有少 散发着各种木质香气 灵右木 一方二十下灵 玄铁木 一方二十五下灵 灵胶木 一方三十下灵 沉香木 一方四十下灵 还有这种二阶灵桃木 一方一二零下灵 灵桃木主要是百年水月陶成品 裁剪的枝干 最适合炼制木质傀儡 林慧荣笑着向李牧介绍 仓库里的各种灵木 看到木质厚实 润红的灵桃木 李牧心中一动 千基傀儡术 不仅记载了72种傀儡炼制方法 同时 也记载了各种炼制傀儡材料的特性 低阶木质傀儡 最好的炼制材料 莫过于灵桃木了 灵桃木属性偏鹰 适合神石技衣 炼制成傀儡后 更加适合神魂操控 灵桃木也是炼制通灵法剑的主材料 价格偏贵 价格还要少吗 我要灵桃木 李牧看着林慧荣试探地问 不好意思 公子 我们万宝格只有消费到一定程度的客户 才有优惠 林慧荣歉意地一笑 先拿两方灵桃木 剩下的能帮我留着吗 过几日宽裕了再来 李牧点了点头 不好意思地说 他也想多买几方 无奈灵石袋已经空了 灵桃木卖得较慢 公子过几日再来 肯定还有 林慧荣微微一笑 没有正式回应 李牧点了点头 付了灵石 带着两方灵桃木 离开万宝格 在街上租了辆马车回小梁山 将两方灵桃木搬进院子 李牧将事先准备的刻刀 开始雕刻木制傀儡 直至傀儡 通过绘制傀儡纹 再加以妖兽精魂密法炮制 获得傀儡的控制 木制傀儡则不然 通过在木制傀儡上 刻画傀儡阵纹 镶嵌灵石 使得傀儡获得驱动力 在内置的傀儡核心 设置神石操控法阵 在使用神石操控傀儡核心 从而获得傀儡的操控权 原本 李牧只想炼制一些 监察傀儡 预防未知的风险 如今买了两方灵桃木 为了不浪费灵桃木的性能 李牧准备再多炼制一具劳力傀儡 能帮他做一些日常浓活 虽然傀儡炼制术已升至四级 不过 李牧空有一堆经验 之前从未接触过雕刻 为了增加克制傀儡纹的成功率 李牧先找来一堆普通树枝 练习雕刻技艺 刻刀在木枝上游走 木料碎屑如雨 纷纷飞落而下 半个时辰后 一具形态与赤狼有几分相似的木雕 在李牧手中成形 太粗糙了 具能雕刻真正的傀儡 还要多多练习才行啊 李牧看着木雕的形状 不满地叹了口气 很快 李牧投入了木雕工艺的练习中 白天干农活 刻木雕 晚上绘制灵符 闲时再为一位采灵机 斗一斗赤狼 过着简单而充实的田园生活 时间一晃 七天过去 李牧同往日一般 为林田施了清风换雨术 帮翠菱果育肥除草后 就准备回院子 尝试雕刻第一只傀儡 就在这时 一个遇见的身影 从空中缓缓飞降而下 李牧发现了来人 当即停下了脚步 笑着迎向来人 徐师兄 今儿真难得啊 您怎么有空来小梁杀啊 李牧看着来人 一脸意外地问 徐里金收起飞剑 落在李牧跟前 看着他眼中满是震惊之色 之前帮他布置引灵阵 明明试探过他的修为 资质极低 修为不过炼气五层 不过十天左右 李牧不仅修为境界 连续提升了两层 神识好像也强大了不守 不然 也不会那么快就发现他的到来 徐里金百思不得其解 徐里金看着李牧 直言不讳地问 赵师弟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这才几日没见 你修为怎么就突破炼气七层了 李牧面色不变 将之前搪塞张老头的借口 吃了颗神秘灵果的话 再利用了一下 只不过 之前是掩盖炼气二层 变成炼气五层 这次掩盖炼气五层 变成炼气七层 反正张老头已经回凡人世界 他们俩碰面的几率极低 继续使用这个借口 李牧不怕穿帮 原来如此 师弟当真浮原深厚啊 还能碰上这种好事 徐里金恍然大悟 羡慕地感慨 这家伙走了什么狗屎运 又是中品灵田 又是提升修为的灵果 徐里金极度死了 不过 为了将几块中品灵田搞到手 他脸色依旧和蔼 确认李牧修为 确实已经炼气七层 之前准备的计策 不能再执行了 若闹起来不好收拾 徐里金眉头紧皱 思索其他策略 徐师兄 您专程过来找我的 李牧皱眉看着徐里金 暂时猜不到他的来意 徐里金笑着解释 刚才去巡视其他灵田了 你这边不是布了引灵阵了吗 随便过来瞧瞧 原来如此 徐师兄 你设的引灵阵效果不错 五亩星田栽种的灵草长势不错 我带你过去看看 李牧走到前面领路 带徐里金去看灵田 看着五亩星田 都已经种上了枫林草 草苗嫩绿 郁郁清清 徐里金嘴角一扯 忍不住的心痛 心底暗骂 妈的 这白痴 中品灵田还没转化好 就种上这种最好灵力的枫林草 徐师兄 这灵田转化效果不错 快接近下品灵田了 那引灵阵 还有必要继续开着吗 李牧关心地问 你这样管理灵田不对 要不把这七亩灵田转给我 我再给你寻一片更大的灵田可好 徐里金放低姿态 商量地询问李牧 文言 李牧眉头紧皱 奇怪地看着徐里金 猜测他要这七亩灵田的用意 看着他焦急的模样 心里渐渐有了一丝想法 徐师兄 我这样管理灵田有什么问题 难道 他们还能有什么变化不成 李牧好奇地问 忽然 他想到了什么 惊讶地道 徐师兄 你让我将引灵阵持续运行三个月 莫不是 这些灵田能进阶成中品灵田 卧槽 要不要这么聪明 听到李牧说出来的话 徐里金吓了一跳 师弟说笑呢 清安镇附近 灵气这么贫瘠 哪有孕育中品灵田的机会 只不过 小梁山地理环境不错 我有个远亲 刚好看中了这片灵田 徐里金勉强地一笑 解释道 呵呵 若不是 发现监视的人 李牧兴许就信了他的话 如今 徐里金亲自 说服他让出灵田 李牧现在越发确认自己的判断 不然 他想不出对方这么做的动机 徐师兄 这些灵田 我刚种下淬灵果 灵道 枫灵草 付出了我许多心血 实在不方便割爱 李牧笑着婉拒 开什么玩笑 徐里金就算给他再好的条件 李牧都不会答应 这些灵植关乎着他的修为 自由熟练点 李牧恨不得 他们能快点丰收 怎会舍得将七亩灵田转让 闻言 徐里金黑了脸 当真一点商量的余地 都没有吗 李牧想了想 也不想得罪死徐里金 连忙道 交易要等半年以后 等我将这批灵植收割才行 另外 我需要得到适当的补偿 以及需要徐师兄 答应我两个条件 徐里金气急而笑 哦 说一说你的条件 第一个 若换田的话 我想要一片更大的灵田 最好能有三四十亩 李牧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地说 这个没问题 清安镇附近灵山多的事 不过 先说好 这么大片的灵田 其灵力可不会那么富裕 徐里金点了点头 接着问 你第二个条件呢 徐师兄是正修吧 我也想学习一下 这方面的记忆 李牧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地说 闻言 徐里金脸色当即阴沉了下去 行吧 这是我在考虑考虑 告辞 徐里金聊下一句话 放出飞剑 遇空而走 再不走 他怕自己忍不住出手 目送徐里金 遇见而去的背影 李牧眨了眨眼睛 想不通 刚才不是商量的好好的吗 怎么就走了 清安镇 清玄宗驻地 周广志看到徐里金 遇见落在院子 连忙迎上前去 徐师兄 结果怎么样了 那人是不是炼气七层 周广志关心地问 炼气七层 神识也不落 徐里金点了点头 沉声道 想个办法弄死他 师兄 直接动手的话 若被宗门发现 周广志迟疑地说 炼气七层 意味着能轻松遇见飞行 若是不能将其击杀灭口 就有可能被对方逃离 届时 他要告到宗门 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我不是说让想个办法吗 又没让你直接动手 徐里金 瞥了周广志一眼 没好气地说 呃 周广志私酿了起来 看着徐里金 将他引出去 那小子是个灵职夫 胆小得很 恐怕不会上当 小梁山那么偏僻 若是能引之妖兽过去 说不定有机会 此季 倒是可行 就这么定了 你去物色妖兽 我去准备引寿材料 徐里金点了点头 安排道 是 周广志欣然应命 匆匆离开院子 探听妖兽去了 小梁山 送走徐里金后 李牧隐隐感到不安 加快了傀儡的雕刻 木屑纷飞 尖锐的刻刀 在李牧手上 犹如一根画笔 沿着灵桃木 自身的纹路 进行作画 将傀儡阵文刻画出来 与之融为一体 墨月一刻钟过去 两只巴掌大的 蜘蛛木雕 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地 出现在李牧手中 李牧收了刻刀 将木偶蜘蛛翻过身来 取出一枚下铃 安置在蜘蛛腹部的凹槽里 下一秒 木偶蜘蛛身上 傀儡阵文激活 灵光闪烁了一下 又消失了去 李牧满意的一笑 将蜘蛛傀儡放地上 神识操控其运行 只见 木偶蜘蛛 脉动八只木族 快速地爬行起来 时左时右 十分灵活 趴在地上 陪主人的赤狼 看到这一幕 当即来了兴致 追逐起蜘蛛傀儡来 见状 李牧来了兴致 神识操作蜘蛛傀儡 迅速爬行起来 左右闪躲 或是躲进杂物堆 或是钻入狭窄的门缝 迅速灵活无比 赤狼急得汪汪叫 就是抓不住 那只灵活的猎物 赤狼 过来 李牧笑着招呼赤目右拳 经过几天的喂养 赤狼已认了李牧这个主人 舍弃了猎物 听话地跑到李牧跟前 李牧笑着将赤狼抱起来 同时 神识操作蜘蛛傀儡 让其爬回自己手中 打亮着蜘蛛傀儡 李牧开心一笑 视线放在虚拟光幕上 丁 你成功炼制一具 反接傀儡 少岗珠 傀儡炼制术 熟练度加零 炼制一只最低端的 少岗珠 四级的傀儡术 已经拿不到熟练度奖励 李牧一点都不在意 他只需要好好种田 就能将这门傀儡术 充至顶级 四级的傀儡术 提供给李牧许多炼制傀儡的基础知识 炼制傀儡的经验 涉及傀儡文 傀儡阵 阵眼傀儡核心 各种傀儡关键部件的 傀儡灵文的属性知识 比如 御灵 树灵 唤醒 控制 链接 等等 包罗万象 无比复杂 李牧在原来世界就是一程序原 逻辑思维 动手能力都非常不错 消化了炼制傀儡的知识后 对炼制傀儡格外感兴趣 第一次试炼傀儡就成功了 李牧成就感十足 将绍岗 蜘蛛 傀儡翻过来 检查那颗下灵时的消耗 预估了下 降低绍岗珠的活动范围 一颗下灵 预计能坚持40天左右 够用了 这种绍岗珠傀儡 内置一个灵力波动感应阵纹 将它们放在小梁山周围潜伏起来 一旦发现较大的灵气波动 立即会给予李牧灵纹反馈 李牧能神识 连过去观察现场 能起到不错的预警作用 关键绍岗珠 这种傀儡造价便宜 体积小巧 隐蔽性极强 不易被发现 李牧一刻钟 能雕刻出一只绍岗珠 将灵桃木的边角料 用完 一口气成功炼制了十只绍岗珠 剩下的大块灵桃木 李牧准备用来炼制一具人形苦力傀儡 代替它干一些简单的农活 比如 耕地松土 翻地除草 搬运 等等粗重而耗时的事 两个时辰过去 李牧专注投入雕刻作业 成功将苦力傀儡的主要躯干刻画出来 木偶傀儡无尺左右高度 四肢 身形与人类高度相似 胸膛五个零食镶嵌口 身体布满傀儡纹 延伸至四肢 深深嵌在傀儡身上的木纹 密密麻麻 无比复杂 就好似一件工艺品 这具苦力傀儡 属于自主型傀儡 需要为其配置一个傀儡原核 这个傀儡核心原核 需要用一些特殊灵物炼制 李牧想到了什么 从储物格取出之前 在灵植殿简陋的高阶灵种 魂目灵种 品阶 四阶灵木 特性 蕴含木属魂力 灵木生机 可预化魂目苗 状态 缺失魂力 灵性不显 魂目灵种 需因魂之力灌注 灵种方可预化 成长需求 需栽种于巨婴之地 百年成才 四阶魂目 十年开花 十年皆破因果 破因果可炼制生魂丹 魂目材质 是炼制分魂傀儡的主要材料之一 四阶魂目星 贴身佩戴 可壮神养魂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生效 李牧看着这枚灵种的信息 犹豫着 要不要将其炼制成苦力傀儡的驱动核心 这是一颗非常好的傀儡核心 承载灵雾 甚至能炼制驱使更高级别的分魂傀儡的傀儡核心 不过 炼制分魂傀儡太过高端了 其他的材料无法满足 将魂目灵种留着种植 培育四阶魂目 要等百年方能成才 另外 种植环境也难以实现 李牧权衡了片刻 最终还是决定 将他拿来炼制苦力傀儡的傀儡核心 炼制傀儡原核 需要对其内外进行傀儡纹雕刻 使用神石对魂目灵种的内部 进行精雕微刻 化神石为刻刀 在神石承载物表体刻画 驱动傀儡的镇眼灵纹 用神石刻灵纹这个步骤 神石力需要达到助激进的神石强度方能半导 不过 李牧的神石被四级翠神诀淬炼过了 神石力勉勉强强 能达到巨化为刀的程度 在魂目灵种表面刻画微小的傀儡灵纹 魂目灵种只有一颗 神石刻纹的机会只有一次 一旦刻画失败 就没有下一颗合适的傀儡核心承载物 李牧需要事先练习一番 做到百分百的成功 李牧略做思考 拿出一小块灵桃木碎料 宁神尝试起来 时间一晃 七天过去 在灵田种下五亩的枫灵草 一亩灵稻谷已经长出了嫩芽 另外一亩翠灵果在李牧的精心照料下 长势喜人 李牧失了几次清风换雨树 为七亩灵田补充了水分 赤狼 我出趟门 去去就回 你好好在家守着 别让灵机啄了稻苗 李牧看着赤狼幼犬交代道 汪汪 赤狼短小的尾巴猛摇 冲李牧叫了两声 好似在说知道了 哈哈 回来奖励 你快大骨头 李牧哈哈一笑 欲见而起 朝清安镇飞去 准备处理掉这几天绘制的灵符 再采购些生活物资 清安镇 刘氏灵符店 李道友 你来了 快请 快请进 我刚泡了狐灵茶 倒给你尝尝 灵符店刘掌柜 看到进门的李牧 连忙出来轻盈 还要泡茶招待 与往日的冷遇是天渊之别 上次收的那批灵符 蕴含极强的五行灵符 灵符早就卖光了 并收到了客户良好的反馈 刘掌柜恨不得将李牧供起来 让他保持长期供货 喝茶就不必了 我还有其他事 先交一灵符吧 李牧摆了摆手 从一个兽皮袋中 取出四大灵符 刘掌柜求之不得 伸手接下灵符 细数起来 总共一百二十张 都是五行灵符 虚解给你十二枚中灵 刘掌柜兴奋地道 嗯 刘掌柜 你这有二阶符路书卖吗 李牧点了点头 关心地问 比起画质一阶灵符 二阶灵符的利润更大 而且也能被一些防身 可惜 二阶符路书价格高昂 也不是那么豪卖 二阶符路书 那得去宗门才有的兑换 或是要去万宝阁碰碰运气 刘掌柜将一个零食布袋 递给李牧 不好意思地说 李牧点了点头 接下零食袋 神石一扫 核实了是十二枚中品零食 没错 李道友 这次不需要扶皮纸 零末吗 我这刚进了一批上等的扶皮 刘掌柜热情地为李牧推荐道 不用了 上次买的 家翁还没用完 下次再来说 刘掌柜 告辞 李牧笑着婉拒 告辞道 好 好 我送送你 刘掌柜热情地将李牧送出店 李牧去散修集市逛一圈 采购些妖兽肉 日常用具 忽然 李牧顿住脚步 被一个散修摊位吸引了目光 赫然是那个卖功法的老道 老道也看到了李牧 惊讶之余 神色闪过一丝不自然 李牧微微一笑 故作不知 神色自然地朝老道的摊位走去 老板 可有收敛气息的功法售卖 来一步 有 有 老道连忙将几本脸吸功法摆出来 隐吸诀 玄规定吸法 换吸诀 规吸法 好家伙 这鬼收集的功法 还真齐全啊 关于收敛气息的功法 就有七本之多 李牧一时挑花了眼 不知该入手哪部法诀 怎么卖的 哪部功法脸吸 效果最好呢 李牧直接将这个问题 抛给老道 每部脸吸功法的特点各有不同 隐吸诀特点是 收敛气息 降低存在 避免被妖兽发现 玄武定吸法是模拟玄规呼吸法 降低气息 延年易受 换吸诀则更专注调节气息 修炼精深 可幻化改变修为气息 老道滔滔不绝地介绍几部功法的不同特点 李牧心中一动 看上了 换吸诀 他之所以临时决定购买脸吸功法 目的就是为了掩盖接下来修为的异常提升 之前 张老头 徐里精都发现了他修为的异常 下一次 可就没那么好敷衍过去 这本 换吸诀 拿我看一下 李牧直奔主题地道 老规矩 只能看前三页 摆摊老道 将换吸诀 递给李牧 李牧接下 换吸诀 老实地翻看三页 确认这本功法没问题 怎么卖 二百下灵 这些功法书都是从眼宗购得 竞价不菲 老道 为防止李牧砍架 滔滔不绝地解释 李牧 瞥了老道一眼 从灵时代 取出两枚钟灵 竟直抛给对方 我买了 付完了账 李牧不给老道 做手脚的机会 拿着换吸诀 匆匆离开 目送李牧离去的背影 摆摊老道低头 看着手里的两枚中品灵石 直愣愣地定在那里 神色复杂 那个小子不简单啊 之前 穷得只有十五下灵 现在掏两块钟灵都不眨眼 自己在他身上撒的追踪粉 好像被他发现了吧 老道犹豫着什么 最终神色一松 最终选择了放弃 另一头 李牧全身扫尸了一遍 确认没被老道动过手脚后 禁止走向万宝阁 欢迎光临万宝阁 公子里面请 两位女营兵看到李牧 失礼齐声恭迎 李牧禁止走进万宝阁 向林慧荣负责的专柜走去 李公子 欢迎光临 你是爱拿林桃木的吧 林慧荣看到李牧 连忙上前热情的招呼 嗯 再买两方林桃木 另外 你们店有二阶福禄书卖吗 李牧关心地问 林慧荣微微一正 连忙道 有的 不过 我们卖的这部福禄书比较完整 设计较高的福禄传承 价值不菲 售价 五百中零 五百没中零 李牧被这个报价吓了一跳 眨巴眨巴眼睛 连忙道 林姑娘 你就当我没问吧 这个价 李某可买不起 哼 李公子开玩笑了 若是价格再低些的二阶福禄书 那只有残本了 林慧荣连忙解释 文言 李牧眼睛一亮 残本也行啊 只要能录入面板 就不具残本 福禄配方学到手 到时再靠着熟练点将 等级升上去 残本的知识 会随着等级提升 完整地还原出来 福禄残本怎么卖 便宜点的话 我想买几本送人 李牧连忙道 二阶福禄残本可没那么多 我记得 库里好像存着一部 我去拿 您稍等 林慧荣微微一笑 示意道 李牧点了点头 目送他去拿福禄残本 没多久 林慧荣拿着一本 二阶福禄残本过来 向李牧介绍道 李公子 这本二阶精细福禄册 换作金福册 其中记载了三种 精细二阶零福配方 分别是 金剑符 金甲符 金圆符 不过 有些福禄知识缺失 恐难按其化制成符 您确定要买吗 嗯 灵符配方缺失的厉害吗 售价多少 李牧关心地问 金圆符缺失的较多 本部福禄侧卖价 二十枚钟灵 林慧荣笑盈盈地解释 李牧眉头一皱 考虑着怎么将这部 福禄残本拿下 林姑娘 贵宝格收一阶灵符吗 李牧看着林慧荣问 一阶吗 品相好的话 当然有收 林慧荣点头确认 放心 品质绝对没问题 李牧看着林慧荣 笑着道 林姑娘 我忽然有点不舒服 先出去解决一下 回来再聊 林慧荣笑着点头 向某处指了点了下 示意李牧前往 李牧借如策之便 将储物格里的四达 一阶灵符取出 放入寄在腰间的瘦皮带 林姑娘 你看下这些灵符 可否满意 回到大厅 李牧将四达灵符 递给林慧荣 询问道 林慧荣接下灵符 一张张检查起来 脸上露出了喜色 想来颇为满意 这些灵符 原本是李牧准备 拿着防身用的 现在 直接拿出来售卖 品质自然没得说 都是他亲自挑选过的 品质都不错 李公子 这批一阶上品灵符 是您画质的 林慧荣一脸动容 看着李牧关心地问 不是 是家父留给我防身用的 这部福禄 残本 是买来送他的 拿这批灵符箱底 我还需要付多少灵石 李牧关心地问 这批灵符 都是五行灵符 总计120张 我按12下灵 一张跟您收 您还要两方灵桃目对吧 给您一点优惠 您再付我三枚中灵便可 林慧荣热情地说 李牧微微一正 林慧荣这个报价 可比刘氏灵符店 实乘多了 一张灵符 少算了两枚下灵 那个黑心家伙 以后不去他那里卖符 怎么了 李公子 价格有什么问题吗 林慧荣看着面色不喜的李牧 小心翼翼地问 没问题 就这么办吧 李牧从灵时代 取出三枚中灵符杖 李公子 两方灵桃目 我这就让人搬出来 林慧荣欣喜地收下三枚中灵 嗯 对了 贵格的一阶上品灵件怎么卖 李牧想起了什么 关心地问 他现在用的是一柄一阶下品悬铁件 下次有零食的话 李牧准备提升一下装备 李公子需要定制灵件吗 普通一阶上品灵件 价格在三十枚中灵左右 预定炼制的灵件会贵一些 按所使用的材料和师傅的加工费算 林慧荣笑着回应 嗯 改日过来再说 李牧点了点头 囊中羞涩地回应 很快 李牧离开万宝阁 过了辆马车 载着两方灵桃目 返回小梁山 经过这段时间的神识课文练习 李牧早已熟练地掌握 并成功将魂木灵种 炼制成一颗傀儡核心 然而 在将其融入苦力傀儡的时候 却发生了意外情况 李牧检查过后 发现问题出在苦力傀儡躯干的阵纹上 李牧让车夫将灵桃目送进院子后 迫不及待地开始雕刻一具新傀儡躯干 清安镇 清玄宗驻地 徐师兄 找到了 找到了 我找到合适的妖兽了 周广志小跑进入徐李牧的书房 兴奋地汇报 小声点 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吗 徐李牧怒动了周广志一眼 没好气地问 是哪只妖兽 在哪里 是一只受伤的二阶妖雄 在藏云山 距小梁山不过十里路程 周广志急忙回答道 二阶妖雄 你疯了 一个不好 引邀不成 我们反而要遭殃 徐李牧吓了一跳 质问道 二阶妖兽 实力堪比助击修士 不 妖兽皮操肉厚 还有血脉神通 二阶妖雾 可比寻常助击修士厉害多了 徐李牧才练气九层 听到二阶妖兽 当即望而生畏 徐师兄 这是头刚生仔的二阶妖雄 他被几个猎修盯上了 他们抓了熊仔 现在正谋划 用熊仔诱杀此聊 我们只需要让他们将猎杀地 设在小梁山 正好借刀杀人 周广志连忙解释 原来如此 这几个猎修你认识 徐李牧恍然大悟 认识 是废子中 杜世龙他们 等搞定了那个小子 他们希望徐师兄 能一起参加狩猎妖雄 条件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就诧谈击杀妖兽后 纷润的事 周广志回复道 可以 约个时间 我跟他们谈谈 徐李京点了点头 没有拒绝 这几个人他也认识 也算老熟人了 好嘞 周广志欣喜的应命 转身跑出了书房 目送周广志离去的背影 徐李京露出了一个 阴狠的笑容 还想要学我的振修传承 小子 贪婪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小梁山 李牧耗费了一个时辰 再一次将苦力傀儡的身躯 雕刻出来 经过详细的检查 确认了全身傀儡阵纹 毫无错漏 李牧深吸了口气 魂木灵种炼制的傀儡核心 取出 打开苦力傀儡胸口的阵眼机关 将傀儡核心放了进去 接着 再取出五颗下灵 逐一嵌入傀儡阵的动力原理 接着 合上傀儡的护阵机关盖子 苦力傀儡木偶表态 傀儡灵纹 浮现一阵灵光 下一秒 傀儡木偶双手撑着木桌 静止站了起来 呆呆看着李牧 好似在等待指令 来 先走两步 李牧眼睛一亮 除声命令道 苦力傀儡一令 迈开步伐 摇摆地走了两步 继续站立不动 李牧看了大喜 这句傀儡算是炼成了 接下来 还可以继续优化 最终能让他自主 承当一部分农活 当然 李牧也可以直接用神识控制他 不过 那一样来 就有为炼制这句苦力傀儡的初衷 苦力傀儡的优化教导工作 要慢慢来 李牧取出那部 幻西绝 二阶 金幅册 开始研究 学习起来 李牧只要将它们学入门 并刻录在角色面板上 就足够了 行器导引 调身调息 速息化灵 幻变灵溪 李牧按照这者 幻西绝的行攻路线 开始尝试第一次运行 很快 李牧睁开了双目 目光看向虚拟矿的角色 日志 丁 你成功运行 幻西绝 熟练度 加一 看到这条提示 李牧满意的一笑 只要等两个半月后 下一批风铃草成熟 这门功法就有作用啊 李牧将 幻西绝 收起 接着翻开 金幅册 研究起来 李牧将 金幅册 从头到尾 翻了几遍 大概理解了他描述的内容 也发现了残缺的重要部分 李牧尝试着用四级福禄术给予的知识 去消化它 解析它 四级福禄术 相当于灵符绘制的总纲 赋予了李牧全面的绘制灵符知识 却没有给予灵符配方 按照制符术的等级 在神识 修为足够的情况下 李牧甚至能绘制四阶灵符 然而 却苦于没有灵符的配方 不像 千级傀儡术 李牧学习后 获得了傀儡炼之术 同时也学得了72种傀儡炼之配方 现在 李牧从金符策学的三种精细灵符绘制配方 它们虽有部分残缺不全 不过 却提供了重要的配方线索 在四级制符术的加持下 李牧有把握将它们解析 还原出来 李牧开始尝试 绘制第一道二阶精细灵符 金剑符 取出一张空白的符皮纸 狼毫笔沾染灵墨 李牧持笔的手 开始凝聚精细灵力 神识拳投入其中 开始在符皮纸上绘制灵纹 但金色的灵光 随着狼毫笔尖的游走 在符皮纸上凝聚 啪 一轻响 符皮纸承载不了大量精细灵力 符皮纸窜出了一股黑烟 顷刻间自然成了黑灰 李牧早有所料 提前抽身 未受到影响 二阶灵符 果然没那么容易绘制成功 不过 李牧不会放弃的 他已经找到了窍门 拿出一张空白符皮纸 再次尝试起来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转眼三个时辰过去 经历数十次的失败 一张金光闪耀 散发恐怖灵压的金剑符 终于在李牧的手里诞生了 李牧洗上眉梢 又觉得理所当然 四阶制符数 再加上强大的精细灵力 将金剑符绘制出来 是水到渠成的事 金剑符绘制出来了 李牧没有停下 继续绘制金甲符 金甲符与金剑符同出一系 有金剑符的成功经验 李牧有把握用更短的时间 将它绘制出来 第一次绘制失败 第二次绘制失败 第三次绘制失败 接连十几次失败 让李牧梦了 一时间找不到失败的原因 李牧强迫自己静下心来 认真分析失败的原因 金甲符遂与金剑符同属一系 两者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一个用于进攻 一个用于防御 灵文转变的灵路 应该是不同的才是 灵力属性应由犀利 转变为坚固 想明白了这一点 李牧豁然开朗 准备再尝试绘制 然而 手抽了个空 桌上的扶皮纸 被他用完了 李牧恍然 看了眼外头的 骄阳出声 朝露挂之 不知不觉 李牧绘制了一夜的灵符 丝毫没察觉到时间的流逝 李牧自嘲地一笑 收拾了一番 为赤狼煮了一锅灵米 肉末粥 离开院子 为灵田施清风 换雨术 浇灌灵田 修仙后的体制 一夜未眠 对李牧来说 没什么大不了的 平时 李牧都靠修炼度过的 如今 有了直灵汲取这个天赋 李牧都许久 没在夜间修炼了 做完早上的农活 李牧遇见而起 飞往清安镇 准备去灵符店 购置一片浮皮纸 清晨的清安镇 人影稀疏 沿街的店铺正在开业 刘掌柜 来实达浮皮纸 再拿两瓶灵墨 李牧招呼正开门的刘老板 李道友 这么早 行 我这就拿点你 刘掌柜看到李牧 不由一喜 开始为其配货 对了 刘掌柜 你们这有卖好点的浮皮纸吗 画二阶灵符用的 李牧想起了什么 连忙问 会画二阶浮皮的难度大了不少 不像一阶灵符 李牧没了百分百成功的把握 期望能用其他方式提供成功率 比如 更高级的浮皮纸 灵墨 有 画质二阶灵符 得使用二阶妖兽浮皮才行 我这正好珍藏了一批 二阶妖元浮皮 另外 最好使用品质更好的精血灵墨 再配上一支金豪浮笔 刘掌柜欣然点头 拿出一堆高级灵物 推荐道 这些加起来 要不少零食吧 李牧看着眼前这些材料 心动地问 哈哈 这是必要的投资 若是能画出一张二阶灵符就值了 怎么样 令翁能画至二阶灵符了 刘掌柜哈哈一笑 看着李牧关心地问 这批灵物 再加上十达浮皮纸 总得要多少零食 李牧没有回答刘掌柜的问题 直奔主题地问 十达浮皮纸 二百四十下灵 一达二阶浮皮纸 九百下灵 一瓶 二阶精血灵墨 三百下灵 一支金毫笔 两千下灵 总计 三千四百四十下灵 李道友 你给我三千四百下灵就好了 不知 这次是用灵符相抵 还是用零食付账 刘掌柜满脸喜意地看着李牧 文言 李牧皱了皱眉 这批灵物他吃不下 刘掌柜 灵符我卖给万宝阁 是十二下灵一张呢 你给的价低了不少 李牧看着刘掌柜悠悠地说 文言 刘掌柜的笑容当即僵住了 连忙讨饶道 李道友 你误会了 万宝阁店大客多 他们能卖得上价 不像我 小门小店的 只能卖给一些散修 价格卖不上去啊 就比如 眼下这批灵物 二阶浮皮 你去万宝阁买 价格绝对会高出不少 听了刘掌柜的解释 李牧也能理解 万宝阁收的东西贵 卖的东西也不便宜 不过 理解归理解 这不等同于 李牧愿意将灵符低价卖给他 李道友 若灵符质量稳定 我愿意跟万宝阁同样的价收 见李牧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 刘掌柜咬了咬牙 决定道 李牧不由笑了 尝试性地问 二阶灵符什么价收 什么 刘掌柜脑袋一轰 好似没听清一般 好一会儿 才缓过来 激动地问 你 你 令尝能炼制 令尝能炼制二阶灵符了 对 二阶灵符什么价收 李牧重申道 要看灵符品质和类型 开灵符 开灵符店这么久 他见过的二阶灵符屈指可数 这玩意 在清安镇这种小地方 是难得一见 李道友 这梅灵符可否割爱 刘掌柜舔了下干涩的嘴唇 颤声地问 这梅灵符刘掌柜 愿意多少收 李牧笑着问 这梅灵符用的一阶浮皮纸 承载的灵力有限 只有二阶下品 不过 却是一张精细 攻击型灵符 我愿意用二十五枚中灵收 刘掌柜报价道 嗯 用这张灵符 换这批灵物怎么样 李牧指着桌面上的东西 提议道 刘掌柜不禁犹豫了 苦笑地看着李牧 道 李道友 您这架砍得也太狠了 换不换一句话 不愿的话 我去万宝阁了 李牧淡淡地道 我换 刘掌柜叹了口气 无奈地点头 与灵符店刘掌柜 完成交易后 李牧没过多停留 遇见飞回小梁山 立刻拿出二阶浮皮 尝试绘制金甲符 这一次 李牧有十足把握 能绘制成功 很快 笔尖沾染着 林墨的金色狼毫笔 笔尖游走于二阶浮皮纸上 金色的灵光聚集 天地灵气随之而动 浮指上空 产生了一股灵气漩涡 大量灵气汇聚而来 李牧摒弃宁溪 操控着金色狼毫笔 一鼓作气 完成灵符最后一笔收尾 刷的一下 金色灵符聚拢大量金色灵光 体表凝成浮阵 悬浮于空中 金色灵光璀璨 散发着强大 神秘的灵压 成了 李牧的长发散意的灵气 吹得纷乱 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色 金甲浮散发的灵压 比金剑符强大了不少 品质达到了二阶中品 二阶灵符 灵墨 和金品狼毫笔 对灵符威力的提升 不是一点半点的 李牧深吸了口气 检查了一下自身的身体 体内灵力真元耗费了大半 神识疲倦 估计也撑不起再画灵符 成功绘制一张二阶灵符的消耗不小 李牧预估了下自己的状态 一天大概能画七八张左右 不像一阶灵符 能无所顾忌地绘制 李牧停止了画符 准备等恢复后 再绘制几张二阶灵符防身 接下来 李牧开始照顾灵田 喂养灵机 优化苦力傀儡 开始了一天充实的田园生活 第二天 李牧用二阶符皮纸 接连成功绘制出了三张金箭符 两张金甲符 都是二阶中品的符文 九成的成功率 这要是 透露出去 绝对能迎来一场轰动 实力为提升至住激进 李牧决定 将这些二阶符文留着自己用 不外卖二阶灵符 免得招人眼红 两天时间 一画过 黎明十分 小梁山 附近一处偏僻的山谷 徐立金正指挥着周广志 三名列修 在谷内布置一个扶妖阵 地面刻画了大阵符文 周边屹立几根巨石阵主 为了成功猎杀二阶妖雄 他们做充足的准备 没多久 徐立金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副阵牌 打入灵气真元 投向地面 紧接着 一股大物随之散发出去 幻影阵顷刻间成形 借助天地灵力 遮掩阵内情况 组合临时探测 扶妖阵已经不好 再加上这幻阵遮掩 二阶妖雄应该发现不了 肺道友 杜道友 轮到你们出手 将二阶 妖雄引来了 徐立金看着肺子中 杜世龙 墨远周三个列修 示意道 肺道友 杜道友 莫忘了我们提前说的事 周广志连忙出声 提示道 放心 不过一练气七层的小修 二阶妖雄若没能杀掉他 等杀了妖雄 我们三个会出手帮你们搞定他 肺子中哈哈一笑 而后 从腰间取出一灵兽袋 放出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黑色熊仔 一身伤痕 瑟瑟发抖 杜世龙拿出一根鼓笛 凑到嘴边吹了起来 下一秒 天际一暗 一只展翼两丈的巨雕俯冲而下 跟抓小鸡似的 将熊仔从地面抓起 朝藏云山飞驰而去 见状 肺子中 杜世龙 周广志 纷纷遇见而起 随着巨雕 一同向藏云山飞去 徐里金与另一名猎修 则藏身起来 准备迎战即将被引来的二级妖雄 小梁山上 李牧刚起床不久 洗漱后 整治了一锅肉粥 正位着赤狼 忽然 李牧神识被一股灵石触动了 收到了来自少岗珠傀儡的侍警 李牧连忙展开神识 向那只少岗珠傀儡连接而去 下一秒 少岗珠傀儡的发现异常 呈现于李牧的石海之中 只见 一只气势凶横 体积庞大的黑熊 犹如推土机一般 向小梁山冲来 迅猛若雷 周边树木横飞 李牧已经听到了地动山摇的声音 李牧乃敢耽搁 抱起赤狼 放出飞箭 急速冲天起 转眼飞至数百米高空 遇见升空之后 李牧当即看到了 妖雄来袭的全貌 一只两丈高的妖雄 愤怒咆哮着 疯狂追逐一只巨雕 巨雕的一对利爪 正抓着他的幼崽 操 李牧目自欲裂 眼瞅着妖雄踏上小梁山 一脚将他住的院子 踩了个稀碎 林田也被波及 刚才他的反应要是慢了一些 必死无疑 妈的 那小子 反应真快啊 不远之外 周广志看到这一幕 狠狠碎了一口吐沫 周道友 放心 等解决了妖雄 那小子 我们会顺手帮你料理的 杜世龙笑着安抚 没错 不过一个练技七层 你们不方便出手 交给我们便是 走了 我们去对付妖雄吧 废子中笑着提议 周广志点了点头 遇见与废子中 杜世龙一起朝二街妖雄追去 李牧在空中遇见盘旋了一会儿 目送巨雕和妖雄远去 这才降落在小梁山 收拾残局 院子毁了 没多少财物 李牧一点不心疼 反倒是林田遭受波及 种植的林道 枫林草被毁了不少 让他肉疼无比 李牧迅速实施抢救 看能不能挽回一些损失 李牧忙后没多久 忽然听到一阵阵咆哮声 激战声 随风隐隐约约的传来 李牧遇见而起 跳往声音传出的地方 当即有了发现 一群修士 连带那只抓着熊仔的巨雕 正一起围猎那只二街妖雄 战况极其激烈 李牧眼睛眯了起来 在那群围猎的修士中 李牧发现了两道熟悉的身影 院子被毁 林田遭殃 李牧远以为是非人力的原因 便自认倒霉了 然而 看到徐李京 周广志两人之后 便发觉此事没那么简单 若不是 他不值得少岗珠傀儡提前预警 李牧自认逃不过 二街妖雄的突然袭击 妈的 他们这是 要借雄杀人呢 李牧眼中闪过一丝狠色 降低遇见高度 悄然向战场飞去 战况激烈 二街妖雄困于阵中 被五名炼器围殴 徐李京维持着阵法 其他人要么放飞剑 要么放巨型金丝网罩 往妖雄身上施加伤害 二街妖雄咆哮连连 靠着皮操肉厚的身躯 硬抗伤害 却摆脱不了扶妖阵的困术 无法反击对方 快 有什么杀手锏赶紧用 若让他脱困 我们就完了 徐李京持续输出灵力 艰难维持着扶妖阵 焦急催促众人 看我的 墨远舟大手一挥 从储物袋甩出五柄飞剑 而后会合一起 化作一柄巨剑 从天而降 雷霆万军 好 二街妖雄痛苦地怒吼 巨剑深深插入他的背后 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剑阵 干得好 徐李京大喜 二街妖雄受此一击 凶势骤降 对法阵的压力 顿时减少了很多 徐李京乘机 取出一颗回灵丹丢 丢入口中 继续输出灵力 维持法阵 杜道友 周道友 帮个忙 废子中从储物袋中 取出一张杖宽的巨弩 提醒杜世龙 周广志道 文言 杜世龙 周广志纷纷遇见飞过去 合力帮废子中 撑着巨弩 废子中 取出一根两杖长的毛剑 搭在巨弩上 开始吃力地拉开巨弩 二街妖雄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疯狂咆哮着 顾不得身上的伤痛 愤怒地狂砸阵兆 在二街妖兽的锤击下 扶妖阵的几个巨型 阵石柱 摇摇欲坠 徐李京面色惨白 手拿着一颗中品 临时补充灵力 艰难维持着 在千米外树丛中 观战的李牧 看到这一幕 暗暗着急 这只妖雄 绝不能让他们 这么轻易就杀了 李牧精神一震 看到了破局的关键 只要外力能将束缚妖雄的阵法打破 将二街妖雄放出 就有他们好看的 想到这里 李牧连忙从储物阁内 将苦力傀儡招出 再取出一张土系灵符 画泥符 李牧将神石附在苦力傀儡身上 让苦力傀儡带着画泥符 飞奔向扶妖阵 在李牧的操纵下 苦力傀儡跑进战场 瞄准一块巨石阵柱 激活了画泥符 下一秒 一道灰色灵光 从苦力傀儡手上打出 没入巨石阵柱之中 巨石柱顷刻间化为泥沙 刻画在石柱上的阵纹 因为画泥的石柱失去了笑容 扶妖阵随之崩解 发现困服自己的法阵消失不见 二街妖雄微微一愣 随即呲牙露出一张残暴的面容 一双冲雪的眼珠死死盯着五人 谁 徐里经亡魂大帽看向被破坏的阵主 入眼 是一具木偶傀儡 神石扫过去 却没发现任何人 什么 正准备发射弩剑的废子中 周广志 杜玉龙三人 齐齐瞪大眼珠 满脸不可置信 看着从阵中脱困的二街妖雄 都感到了死亡的气息 废子中吓傻了 立即扣下巨弩扳机 嗖的一声 长矛弩剑眨眼式带着强大的贯穿力 直奔妖雄胸膛而去 二街妖雄怒吼了一声 庞大而笨重的身躯 一个侧谱 躲避了正面袭来的弩剑 二街妖雄举爪用力一挥 弩剑擦着他粗壮的肩膀 带出一片血花 飞是不见 碰 一声巨响 废子中他们三人连带巨弩 被粗壮的熊掌拍飞出去 扑吃 扑吃 扑吃三个剧烈的撞击声 接连响起 鲜血喷溅 废子中他们三人被打入了山壁 抱剑出了三朵血花 纷纷摊成了一团湿不成形的血肉 徐立金 墨远周下的满脸煞白 转身便要遇见逃离 二街妖雄 那会让他们轻易如愿 好 二街妖雄发出一声震天的咆哮 恐怖的威压释放而出 当即震得他们灵力运转不畅 身体僵硬 遇见逃离的速度为之一降 二街妖雄飞扑而至 一巴掌一个像拍苍蝇一般 将他们狠狠拍向地面 而后 他起身一个飞跳 身头将准备飞走 逃离的巨雕一口咬下 成功解救了幼崽 碰 碰地面传出两声巨响 徐立金 墨远周的尸体 重重砸在地面上 都变成了一滩肉饼 死状恐怖 眨眼间 猎妖战局发生了惊天逆转 浑身鲜血的二街妖雄 没顾及自身的伤痛 反而不断地轻舔幼崽 看到二街妖雄大发神威 如此恐怖的战斗力 李牧没了坐收渔翁之力的想法 他操控着苦力傀儡 一动不动地趴着 竟带二街妖雄离去 墨约半刻钟左右 二街妖雄叼着巨雕的尸体 带着受惊的幼崽缓缓离去 目送妖雄离去的背影 李牧不由松了口气 妖雄没有朝小梁山的方向撤退 反而朝藏云山方向退回 让李牧再一次确认了 妖雄之所以会从小梁山经过 完全与徐里金他们有关 李牧操控着苦力傀儡 走进满目狼藉的山谷 在五具血肉模糊 不成人形的尸体上 拾取赔偿金 精神损失费 没多久 苦力傀儡挑挑拣拣 拾了三个储物袋 四柄零件 一个阵盘 零零碎碎一大堆战利品 最后 苦力傀儡双手都拿不动了 李牧只能亲自上场 依靠64个储物格的功能 成功将全部战利品打包带回 发财了 木桌上摆满了各种 被清洗好的灵雾 三个储物袋 随着主人的逝去 附在上面的神石 静置自动解开 李牧轻易地取出了 里面的灵雾 李牧眼笑眉飞 开心地清点着桌上的灵材 婴儿拳头大小的中品 灵石78颗 夏灵1244颗 碎灵一小堆 价值150夏灵左右 还有四柄零件 一柄上品 三柄中品 质量都非常不错 工法书七八本 各种寿皮 灵矿 灵丹 灵草 汇集一起有一百多件 太有钱了 难怪要用储物袋装 李牧开心地将所有零石收起来 用一个储物袋单独装 在天赋神通识别万灵的作用下 李牧开始逐一清点起来 当即发现了五样 值得他上心的高阶灵雾 剑阵基本篇 看到这本宫剑阵法书 李牧想起了那个黑衣大汉 同时释放了五柄零件 合而为一 对二阶妖雄造成重创的一幕 李牧兴趣大增 剑阵基本篇 品阶 地阶上品 特性 欲剑成阵 剑欲自成 玄天剑阵十二篇 基本篇 玄天剑先锁边 以剑为击 剧剑成阵 杀伐无双 李牧双眼放光 激动地看着虚拟矿 由神通天赋 识别万灵 鉴定出来的功法信息 喜不自胜 这本剑阵基本篇 竟然是地阶上品功法 太牛了 而且 还是十二篇 剑阵功法中 最基础的一篇 正大了 李牧记得 学了残本功法 登陆面板以后 依靠熟练度 将功法等级提升上去 将自动补全 残本后续的内容 李牧兴奋地翻开 剑阵基本篇 认真研读起来 剑阵 顾名思义 是一种同时操控 多柄非剑 组成阵式的修炼方法 剑阵基本篇 详细记载了三种剑阵的组阵方法 第一种 由五柄非剑组成的五行剑阵 第二种 由七柄非剑组成的七星剑阵 第三种 由十八柄非剑组成的周天剑阵 从非剑属性要求 组形成阵的灵力线路 神识操控要求 一一列举其中 组成剑阵的难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灵力真元 第二个是神识强度 剑阵布局时 固然有节省灵力真元 和神识消耗的功能 但是 同时控制树柄非剑 还要维持非剑的阵式 所消耗的真元和神识力 是一个惊人的数量 而且 操控的非剑越多 组成剑阵覆盖的范围越广 所消耗的灵力真元 神识力越大 当然 与之相应的 剑阵成型后 攻击力也将随着 非剑数量的增多而提升 那名黑衣猎修 仅有炼气九层的修为 却凭借一招五行剑阵 和剑化一 让二阶妖雄都遭受了重创 由此可见 剑阵成型后的威力 这个剑阵功法技艺 太合适它了 李牧修炼五行功法 修为真元灵力 比普通修士强了不少 再加上翠神诀 有极强的壮大神识效果 他现在的神识堪比 助击修士 修习剑阵阵两个难点 对李牧来说 都不是问题 以后靠种田刷熟练度 将这部剑阵功法 等级提升上去 出现更多的剑阵内容 李牧相信 这部剑阵的后续威力 绝对能在他手上发扬光大 李牧反复将剑阵基本篇 翻读了几遍 将内容磨记下来 郑重收入储物格 准备等整理完战利品后 便开始学习这部功法 李牧拿起另外一部功法 一枚青色御剑 阵法御剑 品阶 一阶灵物 特性 灵刻识文 神识斩月 碧灵玉石索刻御剑 记载一部黄阶上品阵法 神识沉浸其中 可阅览内容 剩余次数 三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生效 李牧看到了预检的属性信息 皱了皱眉 投入神识 阅览这枚预检记载的阵法传承 很快 大量与阵法相关的知识 涌入李牧的脑海 阵纹知识 地脉知识 灵脉流向 阵式布局 隐灵阵 扶妖阵 迷幻阵 海量的阵法知识 顷刻间涌入脑海 比千击傀儡树更复杂的知识 李牧大脑隐隐作痛 靠着强大的神识 勉强撑下来 末约半刻钟过去 李牧大脑的隐痛才结束 连忙看向角色属性栏 丁 你成功接受了 龙象十八阵 传承 你学的布阵术 看麦术 果然 角色属性栏里 出现了与阵法相关的技能 学习了阵法的知识 李牧这时已经能确认 小梁山的灵脉走向 附近存在着一条隐灵脉 徐里金之所以 让他将隐利阵连续开三个月 是为了将那条隐灵脉牵引过来 让几亩灵田 都升级成终极灵田 害人中害己 徐里金引雄妖害他 最终害死了他自己 使他活该 想通了这一点 李牧对于自己的复仇行动 清点战利品 当即变得心安理得了 同时 李牧也感受到了振修的强大 竟能借助地脉之势 灵脉之力 不只能困服二阶妖兽的扶妖阵 下次收割风灵草 所获的熟练度 必须将布阵术提升起来 届时 在小梁山布上几个阵法 以后就不用担忧 夭手突然袭击了 想到这些 李牧不禁洗上眉梢 笑容满面地继续清点战利品 接下来 又是一部功法书 不过 却是修真百亿之一的 炼气精药 除了制服 炼气也是一项李牧 准备休息的技艺 尤其学了剑阵后 对灵剑的需求大幅提升 自己会炼制灵剑的话 方便了许多 布置五星剑阵需要五柄同阶 却不同五星的零件 布置七星剑阵需七柄同阶且同属性的零件 再算上以后的剑阵 对零件的需求不要太多了 这部炼气精药 出来的恰是时候 李牧连忙翻看起炼气精药 查看炼气相关的知识 不同于傀儡的炼制 炼制灵气主要是在锻造气胚过程中 在气胚中凝炼一座气机 在气机的气格中凝聚气纹 炼气精药 介绍了十八种基础气纹 分别是 坚固 锋利 玉灵 熔灵 绍阳 精锐 墓园 寒冰 这十八种基础气纹 包含了五行 阴阳 灵性 等等灵气特性 除了气纹的介绍 炼气精药 还简略介绍了炼制灵气的各种灵矿属性 相克 相生原理 以及高阶灵气的等级分类 灵气等级 诸多炼气知识 炼制灵气时 能在气胚上凝聚一道气纹 为一阶下品灵气 能凝聚两道气纹 为一阶中品灵气 能凝聚三道气纹 为一阶上品灵气 能凝聚四道气纹 为一阶极品灵气 能凝聚五道气纹 为二阶下品灵气 如此类推递进 灵气到了四级以后 还有气阵 气灵 相关的进阶知识 不过 炼气精药 只是粗略地介绍 没有涉及更深的炼气知识 翻看完 炼气精药 李牧对炼气一道 顿时有了清晰的认识 李牧从储物阁 取出玄铁剑 探入神时 当即认出了玄铁剑 简陋的气机 只有一道气纹 玉灵 李牧这才明白过来 他用玄铁剑的时候 为什么会感觉 玄铁剑太脆弱了 一副随时解体 不堪大用的样子 原来玄铁剑使用的 不是代表着坚固的气温 而是 更容易容纳 灵力的玉灵气温 什么垃圾剑 应该是炼气 学徒炼制的 李牧将玄铁剑丢桌上 不准备再用这柄 随时会解体的玄铁剑了 李牧接着打开 另一个储物袋 获得了关于介绍妖兽 灵草 玉兽方面的知识书籍 花了一个时辰 李牧清点完了战利品 这次意外的收获 不仅让他的腰包鼓起来 更重要的是 李牧获得了不少宝贵的知识 远远比零食 灵气的收获更重要 四灵丹 品阶 一阶下品 特性 养灵状体 微精血脉 采用灵蟹花 水羊草 角龙兽精血炼制的四灵丹 灵兽 宠幼长期服用 有增加灵质 提纯血脉之效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的效果 让李牧在虚拟矿中 看到丹药瓶中 七颗灵丹的信息 这瓶四灵丹效果不错 是三个储物袋中的战利品之一 李牧猜测 来自那个养居雕的修士 李牧朝自己 在玩的赤狼招了招手 笑着招呼 赤狼 过来 给你好东西吃 哇 赤狼轻唤了一声 摇着小尾巴 迈着小短腿 奔跑向主人 李牧笑着 将灵丹丢给赤狼 赤狼张嘴接住 四灵丹一入腹 他当即兴奋了起来 毛发树立 小尾巴摇得更起劲了 我出去一趟 好好守家 灵天别让采灵机祸害了 李牧拍了拍赤狼的小脑袋 交代道 旺旺 赤狼回应了声 迈着小短腿 驱赶采灵机群去了 李牧微微一笑 从储物袋中 取出一阶上品 金金零件 预见而起 向青安镇飞去 捡到的灵器 三个储物袋里的灵物 有不少李牧用不上的东西 他准备 拿去青安镇处理掉 另外 准备再采购一些物资 改造被破坏的院子 再造个炼器室 自己炼制灵件 休息五行剑阵 需要五柄不同五行属性的 同阶灵件 李牧手头上 就一柄一阶上品 金金剑 还需炼制另外四柄 五行灵件 风铃草要两个月后才能收割 接下来 重建院子 建炼器室 做一些准备工作 等风铃草可以收割 刚好能提升炼器术 自炼灵件 修炼剑阵 提升阵法 功法的等级 李牧感觉自己 需要升级的功法越来越多了 五母风铃草肯定不够用 需要再开肯吉姆 十几灵田才行 等新灵田开拓出来 到时学了阵法 提升阵法的等级 刚好能自己布置引灵阵 李牧一边遇见飞行 一边思量着 没过多久 清安阵便映入眼帘 李牧遇见落在阵口 向首位缴纳了一块碎灵入城废 进入清安阵 李牧直奔散修集市 先转一圈 看看有没有适合入手的灵物 清安阵散修集市 依旧热闹无比 每天大量散修附近灵山 灵谷探险 挖掘灵矿 捕获妖兽 收刮灵药 与此同时 也有修真家族张家 王家 周家 陈家 在集市四周开店 售卖灵单 灵器 低价收购灵物 依托着清玄宗这个庞然大物 形成一个稳定而安全的散修市场 五十年要灵 紫灵草 只卖十下灵来 刚出炉的几品壁谷单 一瓶只要三下灵 扶皮纸只卖个回本价 二岁零一张 老板 来三张去些 李牧人还未走进散修集市 叫卖的 寻价的 各种嘈杂的声音 汇集一起 扑面而来 李牧逛了一圈 没发现有漏可捡 便去了集市管市处 附了一枚下灵 申请了一个摊位 免费领了一块摊布 一块招牌板 接着 李牧在集市 寻了半丈宽的空档 不摊往地上一扑 开始摆摊 李牧将自己炼制的 一阶灵符 三柄二手 一阶灵剑 辅修灵丹 聚气丹 黄牙丹 杂七杂八 五六十样灵物 纷纷摆出来 而后在招牌木板 写上高阶收灵纸种子 炼气灵矿的招牌 李牧的摊子刚制开 便有一个顾客 迫不及待地凑上前来 寻驾 老板 你这五行灵符怎么卖 还有 这把包皮刀怎么卖 一个满身血腥气 背负公母的中年猎修 看着李牧询问道 五行灵符十五下灵一张 包皮刀 五下灵处理了 李牧看了猎修一眼 回应道 你这收灵纸种子和灵矿 我这里有几件 你看看怎么收 猎修眼睛一亮 十分满意李牧的包架 连忙从自己储物袋 取出一个包裹紧实的布包 以及三块八掌大小黑矿石 中年猎修将布包打开 露出一堆五颜六色的灵纸种子 数十颗 有八九种之多 子单身灵种 品阶 二阶灵纸 特性 紫气含灵 宁阳壮血 状态 生机旺盛 子单身灵种 生性喜阳 二阶灵田可培育 需朝紫气而长 成熟期 五十年 花期 十年 结果期 十年 炼制紫蕴灵丹的主药之一 二百年药灵 成为助鸡丹服药 幻精草灵种 品阶 二阶灵直 特性 幻精灵神 壮实阔学 状态 生机暗淡 幻精草灵种 生性喜阴 二阶灵田可培育 半物而生 成熟期 七十年 花期 二十年 结果七 五年 炼制换魂丹的主药之一 三百年药灵 为青魂丹主药 蒲林草灵种 品阶 一阶灵直 神石天赋 识别万灵之下 整包灵种的信息 一一呈现 李牧眼中 一阶灵直种子有六种 分别是 冰灵草 乌血藤 雪灵支 霸灵花 二阶灵直种子四种 幻精草 子单身 月华灵支 蒲林草 至于 三块灵矿 则是二阶陨矿 新陨石 半生了一点三阶灵矿 太乙精精 李牧已然心动 三块新陨石 若能提炼一两的 太乙精精 算是一个不小的漏了 这些灵直种子 数量虽多 但是有价值的不多 就子单身灵种 有点价值 估价 十五下灵 另外三块灵矿 是二阶新陨石 两斤左右的样子 估价 三十下灵 李牧不动声色地 估价道 文言 中年猎修不由一喜 他去其他店铺卖货 没得到过这么高的估价 老板 这几样东西 你收对吧 我换两张火弹符 一张富腾符 还有这把包皮刀 你看 还要给你多少下灵 中年猎修 将灵种布包 和三块灵矿打包 递给李牧 再给我十五下灵 李牧接下兽皮包 笑着说 好 中年男修干脆地点头 从灵时代 取出十五颗下灵副杖 李牧接下灵时 将中年男修要的灵符 包皮刀交给他 钱货两清 完成了这次交易 中年猎修前脚刚走 另一个女修顾客 迫不及待地卖不上前 占据了他的位置 老板 二手灵箭怎么卖 还有五行灵符 给我来五张 客人 可有灵质种子 灵矿要卖 李牧笑着问 稍等 我看看 女修顾客适宜了下 连忙翻看起了除物袋 时间一晃 两个时辰过去 李牧将自制的一阶灵符 辅修丹药 用不上的灵器 都清空了 换来七百多枚下灵 三十几样 一二阶灵种 七八十斤炼气灵矿 收获颇丰 在散修集市 购置了一些灵果 灵露肉 等生活物质 李牧静止走向万宝格 万宝格 李公子 您要买炼气炉 不定制灵箭了 林慧荣看着李牧 惊讶地问 上次 李牧聊了一下 定制灵箭的事 哪知这次上门 竟直接向他 打听起了炼气炉 一时间 林慧荣有些搞不懂 他是怎么想的 嗯 选个品质好点的 炼气炉给一位长辈 炼制灵箭就有着落了 当然 采购炼制灵箭的材料 还要劳烦林姑娘 李牧编了个借口 回应道 听了李牧的解释 林慧荣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令尊是上品服饰来着 人脉广阔 应该能结识 几位炼气师前辈 炼气炉比较笨重 没摆放出来 李公子 劳烦您 跟我去仓库看货吧 林慧荣冲李牧 盈盈一笑 比了个邀请的手势 李牧欣然点头 跟着林慧荣 一步万宝格仓库 很快 林慧荣带着李牧 来到一处放置 大型器具的大号仓库 摆放着数座炼丹炉 炼气炉 甚至 还有摆着 一艘小型灵舟 近丈长的舟身 刻画满了灵文斧阵 李牧来了兴致 一一打量过去 目光最后定格在那艘灵舟上 紫山灵舟 品阶 三阶灵舟 特性 轻盈灵区 避闪雷 遇风而行 状态 主阵破损 灵舟沉沦 一艘由三阶紫山灵木炼制的百年飞舟 可日行千里 由闪避雷霆 遇风加速飞行之效 中区主阵破损十年以上 舟身保养不当 略有破损 无法驱动 一座座炼丹炼 炼气炼的属性信息 不断出现在虚拟矿里 最后 灵舟的属性信息 在虚拟矿中定格 怎么 李公子 对这艘灵舟感兴趣 见李牧专注打量着灵舟 却对炼气炼不上心 林慧荣好奇地问 不是 这艘灵舟都坏了 我没兴趣 李牧摇了摇头 再看向那些炼气炼 皱眉道 不过 贵格没有品质再好些的炼气炼吗 几座炼气 都是一阶普通水准 品质不怎么样啊 闻言 林慧荣苦笑道 还请李公子见谅 炼气炼销量较少 若要品质好些的炼气炼 得等一段时间 要等多久 一两个月的话 我能等 李牧关心地问 在散修集市处理完灵物后 李牧收了不少二阶灵矿 炼制两三柄 二阶精细零件都够用 等收割了风铃草 获取大量自由熟练点 将炼气数升到四五级 到时 李牧自觉地炼制二阶 三阶灵器都不成问题 李牧已经不满足于 用一套一阶上瓶五行零件 他准备搞一套二阶五行零件 因此 李牧对炼气炉的要求 也变高了起来 索性一步到位 买个能炼制二阶 三阶灵器的高阶炼气炉 用不了那么久 本个月底 就有一艘宝船送货过来 我现在将李公子的需求报上去 到时便会送一件 高品质的炼气炉过来 不过 李公子 高阶炼气炉价值不菲 您要先付一部分定金 等货到了验货后 您再付剩下的尾款 林慧荣看着李牧 笑着试一道 嗯 还有那些炼气炉可以选 能拿给我看看吗 李牧笑着点头 不在乎地说 林慧荣盈盈一笑 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本商品测路 翻了几页双手递给李牧 介绍道 李公子 请过目 测路里有二阶 三阶炼气炉的介绍 炎阳炼 二阶上品 售价 200枚中灵 赤焰炼炼 三阶下品 售价 900枚中灵 八臂环龙炼炼 三阶中品 售价 1500中灵 九连灵焰炼炼 三阶极品 售价 3000中灵 后面还有四阶 五阶的炼气炉 不过 李牧没敢看下去 原以为这次收获的战利品 临时代鼓了起来 有底气消费了 那只 他连一件二阶上品炼气炉 都快消耗不起 李牧满脸苦涩 自己还是太穷了 李公子 您看中了哪个炼气炉 林慧荣看着沮丧的李牧 不失热忱地问 就订炎阳炼气炉吧 订货需要预付多少订金 李牧看着林慧荣 泄气地问 订金只需要付售价十分之一 您付二十枚钟灵就可以了 林慧荣冲李牧微微一笑 示意道 可以 我打算炼制一套五行灵件 预购一批能炼制四柄二阶灵件的炼气材料 除了精细之外 购置其他四系二阶炼气灵材 你估个价 我要准备多少零食 李牧点了点头 不甘心地问林慧荣 文言 林慧荣皱了皱眉 估算道 李公子 炼制一柄二阶灵件 预计需要消耗七十斤左右二阶灵材 精细灵矿扣除后 四系灵材中 木系 水系灵材最贵 石金十杠十五中灵左右 土系 火系二阶灵材 石金九杠十二中灵 二阶炼气师 炼制二阶灵气的失败率在50%左右 因此 要准备双份炼气材料 等一下 准备一份材料就够了 若炼制失败了 再采购便是 听了林慧荣的计算 李牧心甘一颤 连忙出声打断 李公子 预购炼制四柄二阶灵件的材料 您大概要准备500枚中灵左右 若是炼气失败的话 可能要更多 林慧荣点了点头 向李牧汇报估算的结果 李牧一阵漠然 他储物代理的中品灵石 加下品灵石 总的也就180枚中灵左右 没有一步到位的资格啊 要不先炼制一套一阶上品灵件 用用得了 李牧眉头紧皱 被一套二阶五星灵件的惊人消耗难倒了 打起了退堂股 李公子 除了万宝哥 其他店铺 想集齐另外四系二阶炼气材料 需要耗费不少时间呢 公子若觉得这个价格贵了 可以等到月底 我们万宝哥将组织一场小型拍卖会 到时 明可以择机自己选购 说不定总价能再便宜一些 林慧荣看着眉头紧促的李牧 笑着提议 也好 你先帮我预定那个炼气炉吧 李牧认清了现实 从储物代中取出二十枚钟灵 林慧荣收下定金 当场写给李牧一份订货的契约 凭着这份契约交付尾款 领取炼气炉 为了凑够炎阳炼气炉的尾款 为了能参与万宝阁月底的拍卖会 李牧继续摆摊卖灵符 同时还摆了个招牌 专门收购灵种 灵矿 上午 照顾灵值 中午摆摊 晚上化符 李牧开始了简单而重复的日子 凭借高品质的一阶上品灵符 齐全的灵符种类 十几天时间 李牧的摊位在散修集市摆卖出了名头 积攒了不少回头客 李牧喜不胜收 每天进百张灵符都能卖空 日收一千多下灵 同时还收了不少灵种 炼气灵矿 灵值种子已一二阶居多 数十样灵种 生长周期长短不一 有的还有特殊环境需求 李牧准备以后 专门弄一亩培育灵田 将它们都培育出来 获取它们的植灵属性 炼气灵矿 灵财 李牧也收了不少 每天都有意外收获 摊子继续摆下去 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凑够了炼制二阶五行灵件的材料 老板 只收药灵种 灵矿吗 酿酒灵芳收不收 一个囊中羞涩的少年散修 看着李牧不好意思地问 什么灵芳 拿出来瞧瞧 李牧惊讶地问 少年散修点了点头 拿出一张泛黄的皮纸 半遮半眼地介绍道 这是一份撞神酒的酿造灵芳 只能给你看一部分 李牧粗略看了一眼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生效 酿酒配方的属性 呈现虚拟矿中 晶圆腹皮 品阶 三阶灵物 特效 腰纹不显 水火难尽 晶圆腹皮 腰血刻画 承载千载 既在晶圆一族传承 百果灵猴酒 酿造灵芳 注入原类妖利 可显该灵酒量造传承 黄餐灵酒 品阶 一阶下品 特效 撞灵醒魂 去血润肺 一阶黄餐灵酒配方 传承三百年 孙氏家族 仿百果猴灵酒所创 主料 黄灵芝 百花参 秘法泡酿 长期服用 有微弱的脆体 壮神之效 梨木凝视着金黄色的兽皮 虚拟矿中 呈现出了两种灵方信息 一个源于金元妖族 一个是孙氏家族 这不是一张简单的兽皮 梨木欣喜之余 脸上却不动声色 看了几眼少年修饰 没有遮掩的配方 确实像是酿造灵酒的配方 不过作用不明 估价 三十枚下灵 我收了 李木看着少年散修 报价道 只值三十下灵吗 能在高点吗 我想换两张火弹服 一张轻身服 再加一张护身服 少年散修眉头一皱 看着李木道 李木看了少年散修一眼 好奇地问 这张方子你哪来的 是家传之物 若不是没有办法了 我才不会拿它换服 少年散修一脸无奈地解释 李木点了点头 抽出四张灵符 递给少年散修 谢谢老板 少年散修面上一洗 将兽皮配方递给李木 李木呵呵一笑 目送少年散修离去的背影 在心里默默回了一句 该我谢谢你才是 李木将兽皮配方收入除袋 这个零酒配方 估计要很长一段时间后 才能用上 摆摊的好处就在这里了 李木摆了十几天摊 凭借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的效果 辨识出了不少好东西 借交易机会 将其低价收入囊中 很快 又一个顾客 在李木的摊位前停下 然而 李木不知道的是 因为他在散修市场的冒头之举 间接也得罪了不少人 刘氏林福店内堂 零职店老板黄宝春 零矿店老板包茂森寿 零福店老板刘棠之妖 商议应付在散修 集市一军突起的零福摊 刘老哥 一个练起七层的小修士 你自己就能搞定的是 为什么要拉上我们呢 零职店老板黄宝春 看着刘棠 不解地问 那小子固然也侵犯了我们一点利益 不过 最受影响的人是你吧 别指望我们先出头 林矿店老板包茂森 意犹所指地说 文言 刘棠苦笑了下 若不是知道李木的底细 知道他背后站着一个二阶浮尸 不用他们说 他早就自己动手了 可是 李木背后站着一位二阶浮尸 刘棠招惹不起 但也不愿就此束手就毙 因此 他找来了两个垫背的 黄道友 包道友 刘某确实搞不定啊 之前我跟那小子有打过交代 碍于情面上不好 直接对他出手 因此才劳烦两位代劳 毕竟他对你们的生意 也有受他影响嘛 事成之后 刘某怨妇丰厚的酬劳 刘棠言辞恳切地说 文言 黄宝春 包茂森都感到了惊讶 这家伙 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好说话 刘道友 名人不说暗话 那小子有什么背景 让你这么顾解 包茂森看着刘棠 好奇地问 没错 这一点都不像你 他对我们的生意 确实有点影响 但 还没严重到需要出手的地步 刘道友 若不说清楚的话 这忙我们怕是 帮不上哦 黄宝春淡淡地道 收散修的林植种子 林矿 只占他们生意很小的一部分 不过 无缘无故少了一笔收入 也让他们十分恼火 他一个杂役弟子 能有什么后台 只不过 背后一长辈 是能炼制一阶上品灵符的服尸罢了 我是做这行的 不便对其动手 所以想请二位代劳 刘棠解释了下 大方帝道 放心 请人的费用全由我来出 也为你们自己解决了个麻烦 只让他不要继续市场里摆摊就行了 黄宝春 包茂森对视了一眼 不由都心动了 他们只需出面 让人去解决麻烦 不用他们出钱出力 顺手而为的事 这是办好 还能挽回他们失去的生意 这可是你说的 费用全都有你出了 那就请雷氏三兄弟出手吧 黄宝春决定道 不好吧 雷氏三兄弟 恶名在外 生性残暴 脑子不够灵光 我怕他们收不住力 将事情搞砸 刘棠面色微微一变 他只想警告李牧 不要再去市场摆卖灵符 抢占生意 可不想李牧遭受伤害 引出他背后的二阶浮尸 不会的 老三 老二脑残了点 老大脑子还行 能震住他们 就这么定了 让雷氏三兄弟动手 只需几百下零 若找其他人价格可没便宜 包茂森看着刘棠 示意道 行吧 刘棠略作犹豫 苦笑地硬下 时间一晃 三天过去 小梁山附近 三个面貌相似的中年南修 埋伏于山坡隐蔽处 商议着怎么受炼 经过两天的打探和准备 雷氏三兄弟 已经掌握了目标的情报 老大 那家伙每天都没少卖灵符 积攒得身家颇丰 我们何必听信包的指示 做掉它 说不定买猪鸡丹的零食都能凑够 年纪最小 拿着猎弩的雷老三 一脸阴狠地说 是啊 老大 那家伙才练弃七层 只要处理得当 不留下明显痕迹 清玄宗才不会有功夫 去追查一个杂役弟子的死 雷老二赞同地说 雷老大眉头紧皱 思考着利与弊 老大 有什么好想的 那家伙不过一枚背景的杂役弟子 不然 怎会窝在这鸟不生蛋的地方种田 干一次吧 买了筑机单让你筑机 到时 也好带我们筑机 要不然 我们这辈子没指望了 雷老三继续怂恿道 老大 干吧 小梁山咱也看了 就他一个人的生活痕迹 信包的情包不准 那小家伙形影单只 没有父辈支持 咱们迅速解决了他 神不知 鬼不觉 雷老二约约欲试地说 没错 咱们三个一起出手 十拿九稳 更何况 他在明 我们在岸 雷老三是在必得 越说越兴奋 就是 只争那么几百下灵 我实在心有不甘 老大 你不用动手 我俩 就能搞定 雷老二最后不耐烦地说 被两个弟弟不断劝说 雷老大被他们说烦了 没好气地应道 行了 行了 按第二套猎杀方案来 你们别瞎搞 好嘞 雷老三 雷老二欣喜地应命 迅速行动起来 布置陷阱 谁里放毒 无所不用其极 雷氏三兄弟忙碌的时候 丝毫没察觉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一只隐藏于杂草丛中的 木偶蜘蛛监视着 傍晚时分 李牧如同往日一般 结束了摆摊 遇见飞往小梁山 然而 就在李牧飞敌小梁山 准备遇见降落的时候 收到了少岗珠傀儡的 预警反馈 李牧的心当即提了起来 之前 少岗珠傀儡的预警 让他躲过了 二阶妖雄的袭击 这次预警 李牧高度重视 二阶金甲福 迅速从储物阁取出 捏在手里 神识朝发出 预警的少岗珠傀儡 链接过去 很快 做了乔装 埋伏于暗处的 雷氏三兄弟 映入李牧的脑海 杰秀 李牧脸色 变得难看无比 不过 李牧又释然了 最近自己 有些疏忽大意了 摆摊生意那好 肯定会被人盯上 好在 被少岗珠傀儡发现了 不然 后果不堪设想 不好 我们被发现了 上 雷老大看到 迟疑的李牧 当即招呼道 下一秒 雷老大 欲剑而起 向李牧冲杀而去 闻令 雷老三 雷老二瞄准猎物 激发了猎弩 搜一声奇响 两只犀利的弩剑 破空而至 李牧冷哼了一声 手上灵力极具 激活了二阶金甲符 与此同时 神识锁定 欲剑而来的敌人 手上凭空出现 另一张灵符 二阶金剑符 注入灵力 金光闪耀 二阶金甲符 化作一团金光 朝李牧身上 套了一个金色光照 紧接着 另一张金剑符 化作无数金色灵光 瞬间凝聚成 一柄金色长剑 带着长长的金色尾艳 犹如雷霆 犀利地向敌人射去 雷老大双目圆睁 眼睁睁看着 金色长剑 静止贯穿了他的身体 意识随之陷入了黑暗 啪一声脆响 两只弩剑 狠狠扎在金甲护照上 应声而断 地面上的雷老二 雷老三 王魂大帽 亲眼看着猎物 激发了两张灵符 一张凝聚一个金光 照护住了他的周身 挡了两只致命弩剑 另一张灵符 凝聚出一柄金色长剑 瞬间解决了他们老大 金色长剑 穿透了老大的身体 狠狠扎入地面 轰一声巨响 炸裂一大片 蚕数碎石 二阶灵符 这是二阶灵符才有的威力 雷老三 雷老二满脸不可置信 看着像飞来的猎物 这时才醒悟过来 他们眼中的小绵羊猎物 此刻变成了一只猛虎 要反扑 吃人了 老三 快跑 雷老二挺身而出 从腰间拔出几柄飞刀 暗器阻敌 跟他拼了 雷老三面目猙獰 从储物袋掏出一柄长刀 向敌人飞杀而去 喷喷 一柄柄飞刀 射在金甲光照上 一一被弹飞 撼动不了半分 轰一声巨响 雷老三的大刀 狠狠侃侃在金甲护照上 巨大反振之力 震得他虎口蹦裂 身体僵直 就在这时 一道剑光 从雷老三的脖肩闪过 他的头颅随之高高飞起 一大窜血柱犹如喷泉 从他无头的身躯喷涌而出 骤然跃起的视野 雷老三看着猎物 借反振之力 扑向他二哥 随后意识陷入了黑暗 那家伙是故意让他砍的 二哥 要完了 雷老三临死前 脑海冒出了这个念头 老三 看着雷老三的惨状 雷老二悲愤地喊了一声 随即 他迎来了敌人的长剑 雷老二勉强应付了几下 然而 对方仗着金光照护身 不惧跟他以伤还伤 没多久 便被其一剑贯穿了心脏 不到实习 战斗结束 看着双眼睁的老大 死不瞑目的敌人 李牧迅速平复自己的心情 这场不是你死 便是我亡的战斗 李牧对敌人产生不了任何愧疚的情绪 弯腰开始拾取此战的战利品 在原来世界 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李牧 连积压都没杀过 更别说人了 然而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 李牧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战 第一次击杀阴魂 第二次是戒妖杀人 这一次迅速反击 亲自斩首敌人 料敌先机 借助二阶灵符 创造了不错的战果 李牧正迅速适应这个 以实力为尊的残酷事件 李牧手脚利索 借助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之助 不到半刻钟 就识完了战利品 至于 三人的尸体 都不需要特殊处理 等到了晚上 山里的野兽 山鬼 毒虫 自然会将他们的尸体消化殆尽 甚至连尸骨都不会有存留 三个截修 都有一个储物袋 存放的零食颇多 总得有三百多枚钟灵 还存放了许多阴损的器具 涂抹了剧毒飞刀 弩剑 布置陷阱的猎具 一看就是那种 经常在外打杀 狩猎的猎羞 他们的出现 给李牧敲醒了警钟 自己在散修集市 百卖灵符太眨眼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 眼红他的生意 今天是三个截修盯上了他 下一次呢 五个 十个 终有一日 会出现李牧应付不了的截修 一旦被截修截杀了 连小命都没了 摆摊挣那点零食 也成了人家的 李牧叹了口气 决定放弃摆摊了 继续苟在山里种田 种田收割的零值越多 他的实力越强 摆摊挣零食 李牧决定 还是等住机以后 再做考虑 李牧决定了 过几日去万宝阁 将订购的炼气炉带回山 接下来 就安心狗在山里 专心种田 没事绝不轻易下山 时间一晃 三天过去 李牧应约低调地 来到万宝阁取货 向林慧荣 付了180枚钟灵的 订货为款 李牧成功拿到了 炎阳炼气炉 将其收入储物贷 见李牧收了炼气炉 就要离开 林慧荣连忙出言挽留 李公子 我们隔的拍卖会 马上要开始了 您不参加吗 下次吧 我身上的零食不够了 李牧笑着婉拒 摆摊这些天时间 李牧收购了不少炼气灵矿 一套五行二阶灵箭 还炼制不了 不过 却能炼制不少的一阶灵箭 现在 炼气炉拿到手了 炼制一批一阶灵箭 不成问题 五行剑阵组不成 李牧决定 先炼七星剑阵 一套由七柄一阶 精细灵箭组成的七星剑阵 李公子 我们隔的拍卖会 三年一次 这次错过了 下次要等很久呢 林慧荣不由一极 再次提醒李牧道 文言 李牧皱了皱眉 犹豫了起来 不过 一想到拍卖会结束 会有大量截修出现的可能性 李牧当即不愿掺和这趟浑水了 他只要不断种田 不断收割植林 就能一直强大下去 拥有这样逆天的天赋神通 李牧不想还未成长起来 就半途夭折了 因此 李牧确定自己必须全力勾起来 任何有点风险的活动 能不参加 尽量不要参加 杜绝一切风险 李牧抱定主意后 果断拒绝 那也没办法 在下囊中羞涩 参加拍卖会 也没临时消费 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林姑娘 再会 说完 李牧匆匆离开了万宝阁 林慧荣连叫了几声 她都没回头 林姐 她就是你的钱在客户啊 走得这么坚决呢 一个红裙女修 走到林慧荣身后 嫌弃地说 也不知她是受了什么刺激 明明有一些服尸的财力 有资格参与的 林慧荣想不通地叹了口气 为失去一份潜在的业绩而失望 今日 万宝阁热闹非凡 林慧荣没有时间叹气 她带着热情的笑容 继继续应酬其他的客户 下花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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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回到小梁山 李牧彻底松了口气 将二阶炎阳炼气炉 放进炼气室 在炼气炉上十几个零食格子 一一嵌入一枚中品零食 随着零食的嵌入 李牧激活了炼气炉的气震 轰的一声 炼气炉内猛地燃起了一阵高温火焰 这高温火焰是炎阳炼气炉内置 炎阳大镇 生成的炎阳灵火 依靠这种灵火 可以很容易断烧二阶灵矿 融化炼气材料 这二阶炎阳炼气炉 好用是好用 不过 烧灵食的速度也很快 十八块中品灵食 全天后开着炼气炉 只能用三四天时间 现在 炼气炉激活了炉内的炎阳大镇 就是在烧灵食 李牧不敢耽搁 开始取出十二块一阶玄铁矿 开始尝试炼气 炉火熊熊 照红整个炼气室 炉火中的玄铁 渐渐软化 李牧拿起铁钳 将通红的玄铁矿 加到锻造台上 紧接着 拿起一把铁锤 乒乒乓乓地敲击起来 每一次敲打 灵力涌出 灌入铁锤 狠狠砸在玄铁上 火星四溅 当当 再一次次敲打中 通红玄铁块质地 逐渐变得紧实 体积不断缩小 末约半个时辰过去 所有玄铁块体积 都缩水到了五分之一左右 李牧一口气淬炼 精炼了十二块玄铁 而后 将这批锤炼好的玄铁金矿 放入炼气炉中 最后一次断烧 很快 炼气炉的高温炎阳灵焰 迅速将十二块玄铁块 融化成一团玄铁溶液 在李牧神石的操控下 从炼气炉口 缓缓流淌而出 流入一个剑胚模具中 带剑胚模具中的玄铁液凝固成块 李牧用铁钳将其加出 继续放锻造台上 敲打起来 炼气术还未记录在面板上 李牧只能按照炼气金钥 记载的内容 锻造剑胚 然而尝试在气胚上刻画气机 凝聚气纹 学习炼气术 李牧紧握锯灵锤 类似于伏笔一样 专门用于锯灵锤 为其聚化气纹的炼气工具 李牧按照炼气金钥 记载的知识要点 掌中锯灵力 注入锯灵锤 每一锤附加灵力敲击 都会注入玄铁剑胚上 灵力迅速 在火红的气胚中凝结 凝聚一道气纹 一锤 两锤 三锤 李牧消耗着神石 灵力 一次次地锻造气胚 叮 一声脆响 玄铁剑身骤然亮出一道灵光 发出一阵低微的剑鸣 成了 李牧迫不及待地 向角色虚拟面板看去 叮 你成功练制一笔一接零件 你学会了练技术 练气术熟练度加一 李牧看到虚拟日志中 出现的一条新提示 不由一喜 练气术一次就学成了 不枉他花高价 买了这二阶练气炉 这次练气 让李牧察觉到了强大的神石 对练气术的高效辅助功能 他之所以能这么高效地 学会练气术 与四级脆神诀 带来的强大神石 脱不开关系 强大的神石 使得李牧在为气胚凝聚气纹的 能清晰看到到灵力走向 灵纹凝聚状态 凝聚气纹难度大幅下降 格外容易上手 在炼制灵符时 李牧也感受到了强大神石的 极加辅助作用 下次收割风灵草 一定要将脆神诀重点安排 李牧洗上眉梢 重新地做了这个决定 砰一声脆响 锻造台上一柄零件气胚 骤然炸裂 若不是 李牧反应敏捷 提前躲开 肯定被炸裂的铁片伤着了 李牧皱了皱眉 看向角色日志蓝 定 你练气失败 练气术熟练度加零 果然 练气失败 熟练度一点都没给 成功练制了一阶下品的玄铁剑 李牧继续尝试练制一阶中品零件 在气胚上凝聚两道气纹 结果 一目了然 尚熟练掌握气纹 凝聚技巧的情况下 试图凝聚两道气纹 导致了灵纹冲突 气胚炸裂 练气失败 掺杂了残纹的气胚碎片 也随之报销 百百损失了几十下灵 所以 还是等风灵草成熟 获取直灵自由熟练度 将练气术的等级升上去 再练至零件吧 李牧叹了口气 关了练气炉的炎氧法阵 准备将时间和精力 放在已经四级的制服树上 望望 李牧刚出炼气时 大了一圈的赤狼 立即凑了过来 热情地直咬尾巴 饿了吧 走 去给你弄饭吃 李牧拍了拍赤狼的脑袋 向灶台走去 萤火爵 引燃了灶火 零米淘洗干净 下锅烹煮 接着 整制一块零露肉 再泡一把干菜 这便是中午的餐食了 一个人 一条狗 简单的一日三餐 这样日子过得挺充实的 李牧十分满意 种田修仙 注定是孤独的 至于 取个道旅作伴 李牧没想过 一来麻烦 没精力照顾道旅 二来 他有不少秘密 有了道旅 还得防着 背着他 三来 真安镇的和欢楼不香吗 他们精通双修知道 什么姿势不能满足 吃完午餐 收射锅碗 李牧开始打理林田 五母丰林草 照顾起来最为省心 释放几次清风换雨术 便将它们滋润地郁郁清清 林道谷 翠林果需要除草 育肥 李牧放出苦力傀儡 操控着 他去池塘挖肥泥 打理完林田 李牧带着苦力傀儡 继续开垦心田 时间一晃 一个半月过去 李牧一直宅在小梁山上种田 只有缺乏浮皮纸 生物物资的时候 这才去一趟清安镇采购一番 生活的简单又充实 在李牧的期盼下 五母风铃草 终于迎来地成熟记 李牧急不可耐地拿着镰刀 下田收割 抓起一茬风铃草 锋利镰刀用力 一伸一拉 下一秒 一团团淡绿的光团 出现在风铃草的切口 李牧迫不及待地弯下腰 伸手一抚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自由熟练点加一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自由熟练点加一 角色虚拟框下方的日志栏 一下子 跳出了十几条信息提示 收割一把风铃草 总共获得了23点 自由熟练点 李牧喜急 哈哈大笑了一声 继续挥舞着镰刀 收割风铃草 一把接着一把 一片接着一片 不知疲倦 一个时辰后 李牧成功收割了 一亩风铃草 累得有点直不起腰 然而脸上 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一亩风铃草 成功收获了 35952点 自由熟练点 李牧休息了片刻 继续收割风铃草 耗费一天时间 将五亩风铃草收割完 总共收获了 175 899点 自由熟练点 天色已经暗下 李牧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屋里 开始分配自由属性点 首先 是练气数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练气数熟练度加1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练气数熟练度加1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练气数熟练度加1 练气数等级提升至 五级 你的练气经验获得大幅提升 练至成功率增加 你领悟了练气技艺 神练熔灵 一口气将练气数提升至五级 李牧脑海涌现了大量练气知识和经验 并且还领悟一项特殊的练气能力 通过神识操纵气配结构 强纳魂灵 使得练制的灵气有更高几率产生气灵 李牧睁开双目 大量练气经验 以及新领悟的练气技艺 让它消化了好一会儿 才缓和过来 李牧看了一眼角色蓝 继续升级六级练气数 需要耗费三万点自由熟练点 李牧当即决定放弃升级练气数 将剩余的自由熟练点 要分配给其他技能和功法 它需要提升的功法和技能太多了 接下来 升级换西绝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换西绝熟练度加一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换西绝熟练度加一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换西绝熟练度加一 换西绝等级提升至五级 你的换西绝达小成静 换西效果获得大幅提升 你领悟了换西小神通 换繁为真 李牧深吸了口气 全力运行换西绝 下一秒 他身上的灵压气息全部隐去 变化成了一个普通人 即便高一层境界的筑基镜 也难以看出他的真实境界 李牧不由一喜 这样一来 以后换西遮掩修为 肯定很难被看出来 原来升至五级 便是功法小成静 能获得的新特效 不知道将功法升满 大成境界后 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不过 五级升六级 所需的自由熟练点太多了 从一级升至五级 只用了一万五千点自由熟练点 但是 五级升六级 就需要三万点熟练度 李牧放弃了继续升级换西绝的念头 看着角色栏 目光锁定下一个要升级的功法 龙向十八阵 叮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龙向十八阵熟练度加一 叮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龙向十八阵熟练度加一 龙向十八阵等级提升至五级 你成功领悟了龙向阵之变 布阵数 勘迈数 军获得一定提升 你掌握特殊布阵能力 距离成阵 随着龙向十八阵提升至五级 大量与法阵相关的知识和经验 凭空从他脑海涌现出来 李牧忍不住双手抱头 被突然起来的海量知识 撑得大脑隐隐作痛 不行了 得缓一缓 功法技能突破五级之后 都会发生极大的变化 接连升了三个功法破五 李牧吸收了太多功法知识 惊艳 这种感觉糟糕透了 就好像脑袋要被撑爆了一般 一觉醒来 李牧精神异异 昨日的头痛也随之恢复消失了 整治了早餐 喂食赤狼之后 李牧继续将注意力放在角色面板上 提升功法 由于没有足够的一阶零剑 玄天剑阵十二篇之剑阵基本篇 还没刻录在角色面板上 没办法添加自由熟练点 李牧将目光放在翠神爵上 这部炼神功法的等级提升 对实力的效果最为明显 除了战斗之外 日常 生产方面都能获得神识提升的助力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翠神爵熟练度加一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翠神爵熟练度加一 翠神爵等级提升至五级 你的神魂质量获得提升 神识范围增加 加一千尺 你领悟神识衍生技能 神识之边 消耗一万点自由熟练点 将翠神爵冲到五级 轰的一下 李牧神魂一阵 感觉整个人的灵魂都得到了升华 与此同时 一项神识伤害技能 犹如本能一般自行领悟 能将神识之力聚化成一条长边 对敌方神识造成攻击 李牧欣喜地放开神识 神识感知的范围翻了两倍左右 能覆盖大半个小梁山了 欣喜之后 李牧继续提升其他功法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轻目绝熟练度加一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轻目绝熟练度加一 轻目绝等级提升至 五级 你的修为获得部分提升 你的木系灵根得到部分加强 你领悟木系小神通 木盾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选水绝熟练度加一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选水绝熟练度加一 选水绝等级提升至 五级 你的修为获得部分提升 你的水系灵根得到部分加强 你领悟水系小神通 水盾 丁 你的五行功法 修炼至小城境界 资质获得提升 五行杂灵根 境界为五行下灵根 你修为获得大幅提升 你突破练气八层 一股强势灵牙猛地从里木身上爆发 消耗五万点自由熟练点 分别将青木绝 玄水绝 后土绝 浴火绝 流金绝 都提升至五级 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每一门功法 进入五级小城境后 都获得了一门小神通 盾法 更难以想象的 它的灵根资质 也获得了提升 从五行砸灵根 提升成了五行下品灵根 修为也跟着提升一层 李牧内心升起了一股 将五步功法 都升至满级的冲动 然而 自由熟练点太少了 根本不够用 李牧强忍着这股冲动 将剩余的自由熟练点 用于继续提升其他功法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预见数熟练度加一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预见数熟练度加一 预见数等级提升至五级 你的预见能力获得提升 飞见 掌控力增加 加一千 你领悟预见小神通 预见纪念 消耗一万自由属性点 李牧接着将预见数 提升至五级 当即领会了预见纪念 这个神通技能做作用 它能将神识依附在零件上 使得飞见 获得更远的操控距离 李牧伸手一挥 将一阶上品金剑取出 附上神念 操控着零件飞出去 李牧神念摇杆之下 一阶上品金剑飞出眨眼间 飞出了小梁山范围 然而 李牧很快感受到了 零件自身零力不足 无法支撑它 飞出太远的距离 李牧连忙操纵飞剑 让其返回 一阶零件 终究太低阶了 唯有高阶零件 才适合使用这项 特殊的预见神通 等以后成功炼制出 五六阶的零件 使用预见纪念这个能力 操控其取千里外敌之手机 完全不是问题 不错 不错 这项神通太棒了 李牧欣喜地将零件收入储物格 走向炼器室 准备将七柄零件炼制出来 用于学习七星剑阵 以便将玄天剑阵十二篇 基本篇这部功法 登陆在角色面板上 炼器室 时隔一个多月 二阶炎阳炼器炉 再次被激活 炉内炎阳大阵 迅速催生炎阳灵火 李牧将一个装满 放置零框的锄袋打开 里面的一阶玄铁矿 一阶赤金铁 全部取出来 李牧神石操纵 一块块玄铁矿 赤金铁悬浮起来 自行投入炎阳炼器炉内 在高温炎阳灵火的炙烤下 迅速液化成一大团金属溶液 在李牧神石操纵下 液化的玄铁 赤金铁溶液 迅速溶化 砸至自动玻璃 就好似有一只神秘的大手 操控着它 将其平等分成七团金属液 而后又被拉长 逐渐变化成七柄三尺长的液化剑形 五级的翠神术 令李牧神石极其强大 不仅能轻松利用神石操控气胚 而且还能更进一步 能做到一心七用 同时炼制七把零剑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一柄柄铁剑胚 迅速凝极成型了 七柄液态剑胚悬空凝固后 李牧一手拿着铁钳 一手持着零锤 加一柄剑胚下来 放锻造台上垂机锻造起来 剑胚经数十次敲打锻造后 李牧将掌中灵力凝聚 开始为气胚凝聚气纹 炼气术升至五级 李牧俨然变成了炼气大师 炼气一举一动 充满了自信 第一道气纹 兼顾 第二道气灵 玉灵 第三道气纹 锐利 第四道气纹 剑气 李牧一鼓作气 为玄铁剑凝聚了四道气纹 达到一阶极品零件的级别 李牧犹豫一下 继续举起零锤 向玄铁剑注入零力 为其凝聚集第五道气纹 星辉 五级的炼气术 赋予了李牧大量炼气经验和知识 从原本十八道基础气纹 他现在学到 并掌握了一百二十四道气纹 有基础的 也有特殊的 星辉是一道与星光熙熙相关的气纹 有了这道气纹 零件能更好地适配七星剑阵 丁一声脆响 玄铁剑骤然灵光大放 剑身嗡嗡作响 仿佛在庆贺自己的心声 成了 以一阶的炼气材质 凝聚了五道气纹 炼成了一柄二阶下品玄铁剑 李牧松了一口气 五级炼气术赋予他强大的炼气能力 他将玄铁剑的材质发挥到了极限 成功炼制出了一柄二阶下品零件 与之前的炼气体验 有着天壤之别 第一柄二阶玄铁剑炼制成功 接下来 李牧还需炼制六把铜属性 铜阶位的二阶零件 用于祖七星剑阵 李牧持着零锤 继续为下一柄玄铁剑凝聚气纹 叮叮当当的锤机声 嗡嗡的剑鸣声 一时间 炼气势力好似在演奏一曲鲜乐 热闹非凡 丁 你成功炼制一柄二阶零件 炼气术熟练度加零 丁 你成功炼制一柄二阶零件 炼气术熟练度加零 角色日制矿 呈现七条相同的提示信息 五级炼气术 成功炼制二阶零器 都不长熟练度的 李牧瞥了一眼 便不再关注了 熟练度的增长靠种田 不指望这个 李牧目光放在悬浮面前的 七柄二阶悬铁剑上 它们剑身长于三尺 通体深黑 却隐隐透出点点星光 灵性内敛 剑刃锋利 可见寒光 李牧关掉炎阳炼气炉 转身离开炼气室 七柄玄铁剑 好似懂事一般 纷纷玉空树立着 排列而行 乖巧地跟在李牧的身后 来到宽敞院子的中央 李牧神时 灵力真元 一并加持在七柄玄铁剑上 操控着它们 按照七星剑阵的飞剑轨迹 运行起来 刷刷 一阵阵犀利的剑风 撕扯着空气 空中 七柄玄铁剑风持电质 急速地来回穿梭 围绕某片区域 剑影重重 剑气纵生 七星剑阵 组阵南点 七星即位 必须同时操作七柄零剑 按阵运行剑路 东方甲乙木对卯 商门对阵四青龙 西方更新金队友 金门对队二百虎 南方丙丁火对五 锦门对离三猪雀 北方人鬼水对子 李牧早将阵法升至五级 对七星方位极为了解 零剑对位 七星剑阵的布置 熟门熟路 轻松上手 再加上 五级翠神爵 赋予的强大神石 李牧同时操纵七柄玄铁剑 轻而易举 不费吹灰之力 七星剑阵运行没多久 角色虚拟矿的日志兰 当即跳出了一条新提示 定 你成功运行七星剑阵 你学会悬天剑阵十二篇 基本篇 悬天剑阵 基本篇熟练度加一 七星剑阵 熟练度加一 余光看到这条日志提示 李牧洗上眉梢 连忙预见停下正在运行的七星剑阵 向角色栏看去 看到悬天剑阵登陆了角色栏 李牧眉头灯时皱了起来 角色 李牧 性别 男 寿元 十七一零八 灵根 五行下灵根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 直灵集取 修为 炼七八层 一一零零零零零零 功法 轻目觉 黄极下品 五极 万分之一 玄水觉 黄极下品 五极 万分之一 厚土觉 黄极下品 五极 万分之一 玉火觉 黄极下品 五极 万分之一 刘金觉 黄极中品 五极 万分之一 翠神觉 玄极上品 五极 万分之一 焕夕觉 黄极下品 五极 万分之一 千姬傀儡术 玄极上品 四极 一五千 龙象十八镇 黄极上品 五极 万分之一 玄天剑阵 基本篇 地级上品 入门 千分之一 十八路易剑爵 黄极中品 三极 一三千 技能 清风换雨术 四极 二八七五千 喜尘术 三极 二三一三千 预剑术 五极 万分之一 制服术 四极 一五千 火弹服二极 五四一千 清风服一极 六一一百 清身服一极 九三一百 金剑服一极 二十一一百 炼器术 五极 万分之一 傀儡炼制术二极 妖零二一千 傀儡操控术一极 九一五百 布阵术二极 千分之一 看麦术二极 千分之一 七星剑阵入门 千分之一 小神通 五行遁法 幻凡为真 神炼熔灵 聚灵成阵 神石之边 自由熟练点 六万零八百九十九 看着华丽的角色属性栏 礼木感满满的成就感 然而 悬天剑阵基本篇这部功法 熟练度需求增长了十倍 从入门升至一极 就需要一千点熟练度 这消耗就大了 况且 悬天剑阵基本篇 和几个拥有紫像技能的功法一样 紫像技能升级也需要消耗熟练度 就好是制服术 升级这个总项 固然能获取海量制服的知识 提升制服成功率 不过 却需获得紫像灵符配方才行 同时 炼制紫技能灵符 也会有熟练度需求 等级越高 所炼制的灵符品质越好 不像炼气术 就一个总技能 所炼制的各种灵器 灵件 全靠炼制者发挥 礼木所修炼的众多功法中 绝大多数是黄级 唯有翠神诀和千机傀儡 是玄级功法 难道 因为玄天剑阵 基本篇是递阶功法的原因 这是一部他唯一学到的递阶功法 不管消耗多少自由熟练点 礼木也要将它砸上去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玄天剑阵基本篇熟练度加一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玄天剑阵基本篇熟练度加一 玄天剑阵基本篇等级提升至 一级 你领悟了五行剑阵 周天剑阵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玄天剑阵基本篇熟练度加一 玄天剑阵基本篇等级提升至 二级 你领悟了 建议五行剑阵 七星剑阵 周天剑阵 熟练度获得大幅提升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玄天剑阵基本篇熟练度加一 玄天剑阵基本篇等级提升至 三级 你领悟了 白尺剑阵 五行剑阵 周天剑阵等级提升至一级 一股剑气骤然从 李木身上爆发出来 七柄玄铁剑发出 嗡嗡的剑鸣 围绕着李木旋转 好似在庆贺王的降临 李木睁开双目 眼中剑芒一闪 从剑一冲刷 剑阵自身的状态下清醒过来 那一刹那仿佛已经过了百年 不愧是地阶功法 若不是已经提前将龙象十八阵升至五级 学了大量与阵法相关的知识 李木恐怕要沉沦于剑和阵法知识的汪洋里了 李木身手虚拂 七柄玄铁剑当即安静下来 静静悬浮面前 李木身手一指 七柄玄铁剑冲天起 转眼飞至天际 化作七道犀利剑影 迅速在空中形成七星剑阵 剑气凌凌 漫天进士杀伐剑意 七星剑阵的威力 杀伤力有点吓人 即便上次那只二阶妖雄入了此阵 恐怕也活不了多久 欣喜之余 李木皱了皱眉 内心有些不安 领悟剑意 白尺剑玉后 李木心中生徒出了几股傲然战意 脑海冒出了不少危险念头 有伯他原本奉行狗到种田 干于平凡的设想 不行 这门功法有毒 不能再往上升了 李木意识到 玄天剑阵基本篇的负面影响 当即警惕了起来 玄天剑阵基本篇升至三级 消耗了46000点自由熟练点 升级下一级 需5万点熟练度 就算想升级也升级不了 李木耗费1万点自由熟练度 将换息绝升至六级 获得了更强的换息脸器能力 李木默运换息 绝行公路线 下一刻 李木锋芒毕露 剑意凌然的气质 渐渐消逝 归于平凡 身上的灵压也由炼器八层 逐渐降低至炼器七层出七 李木伸手一招 散掉七星剑阵 将天上的七柄玄铁剑召回 一一收入储无带 李木闭目凝神了片刻 再一次坚定了狗到种田的心理建设 之后李木睁开双目 投入寻常的农活工作 为翠菱果 林稻田浇灌淋雨 接着将已经收割的枫林草捆树起来 堆成一个个草垛 下午时分 李木取出一柄一接上品零件 预见而起 飞往清安镇南门集市 驻鸡家族张家 林木方 张老板 还记得我吗 李木看着坐柜台前记账的张首全 笑着招呼 你是 时隔三个月 张首全早不记得李木了 我是上次卖枫林草的 现在有批枫林草成熟了 大概两万多斤 百平小哥在吗 要麻烦他跑一趟 李木尴尬的一笑 连忙自我介绍 张首全恍然 连忙冲内堂叫道 百平 百平出来一趟 随着小哥去收枫林草 来嘞 来嘞 是你呀 那条右犬 现在怎么样了 张伯平一眼认出了李木 关心地问 赤狼啊 他长大了不少 小家伙很听话 李木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走吧 带我去看看他 张伯平迫不及待地招呼 说完 张伯平与李木一起遇见飞往小梁山 张伯平看着山上新开垦的大片林田 惊讶地看着李木 呃 厉害啊 又开垦了不少林田呢 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主要种风林草 管理起来比较简单 一个人没问题 李木笑着解释 哇 一道赤红的身影朝李木扑来 而后警惕地打量着张伯平 咋 小家伙 不认识了 张伯平从储物袋里掏出一枚四灵丹 招呼道 赤狼看了四灵丹一眼 鼻子用力嗅了嗅 忍着没动嘴 而是 跑到李木脚下 蹭了主人两下 好似在问 对方给的四灵丹能不能吃 去吃吧 这位是朋友 是你原来主人来着 李木哈哈一笑 拍了拍赤狼的脑袋 收到李木的指令 赤狼这才放心地朝张伯平走去 小家伙好聪明啊 我都有点后悔 将它卖给你了 张伯平眼睛一亮 将四灵丹喂给赤狼 由衷地说 我们赶紧去装风铃草吧 有两万多斤呢 李木装作没听到 转移了话题 说完 李木投入风铃草的称重工作 张伯平哈哈一笑 跟着一起干活 将称重好的风铃草打包 一一装入储物袋 两万多斤风铃草 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两人忙了半个时辰 才收拾完 李木和张伯平 将风铃草 运送回张家铃木坊 结算风铃草的收获 280枚下铃 李木离开张家铃木坊 在南极市闲逛 采购生活物资 与此同时 使用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 扫试散修们的摊位 查看有没有可减的漏 200多个散修摊位 逛一圈下来 李木没有发现 可减的宝贝 不过 倒是让他发现了 一样好东西 李木烹饪水平有限 自己整治一日三餐 只能勉强糊弄过去 现在 实力提升上来 口袋里的零食 也富裕了起来 自由熟练点 还剩余4000多点 李木决定 将它提升在烹饪技艺上 李木在一个 工法散修摊 停下脚步 询问摊主道 老板 这本零食秘露怎么卖 200下铃 记载了18种 灵扇制作配方 这个价格绝对划算 其中 鹿肉包铃鱼片 黑铃牛肉炭烤法 都是助击大能 经常食用的 灵扇秘方 工法摊主 热情的推荐 100下铃 不理会对方 滔滔不绝地夸赞 李木直接砍半价 道友 你这下砍得太狠了 180下铃吧 100下铃卖不卖 不卖我走了 李木态度坚决 做事就要离开 卖 卖 我卖了 工法摊老板 苦着脸挽留 将零食秘露 递给李木 接下零食秘露 李木翻看了前三页 确认内容不假后 附了一枚中零结账 离开工法摊位 李木一边翻看着零食秘露 一边开始在散修集市采购起来 要学灵扇 烹制这项技艺 需要先准备大量零食材料 香料 各种调料 还有一些特制的厨具 李木按照零食秘露 记载的内容 开始了采购 莫灵菇 凝香草 苦干草 原本一些用途不明的草药香料 在零食秘露配方的解析下 纷纷变成了可烹制灵扇的灵材 直到黄昏临近 李木这才结束了大采购 花了近十枚钟灵 买足了烹制灵扇的各种材料 装满了两个储物袋 李木遇见飞回小梁山 在赤狼的陪伴下 开始在灶台前忙碌 灶火熊熊 山泉水在大砂锅里烧开 李木将整制好的采灵机 整支放入 手中聚集微弱火焰灵力 将一株三十年药灵的乌阳参焦化 激化药性 再放入砂锅中 接着 李木又往里头添加了几样灵草 拿着木勺不停搅拌 一刻钟过后 砂锅里咕噜 咕噜作响飘出了浓郁香气 赤狼嗅了这股肉香 抖围着灶台双眼放光 冲李木疯狂摇尾巴 馋得流口水 小馋鬼 还没好呢 李木笑着轻抚了下赤狼的脑门 接着将砂锅里煮烂的采灵机捞起 再往鸡汤里倒入灵米 以及一些灵草 配料 砂锅里的香气 越发浓郁了 令人忍不住垂涎三尺 呜呜 赤狼忍不住了 焦急的双爪刨地 恨不得冲上灶台 饱餐一顿 丁 成功烹制出 凡街灵扇十八香灵肉粥 你学会了灵扇烹制术 灵扇烹制术熟练度加一 看着日志跳出的新提示 李木展颜一笑 拿来赤狼的专属饭盆 为他打了一大碗灵肉粥 夜幕之下 一煮一宠 围着一大锅香飘 四溢的灵扇粥 大口吃肉 大口喝粥 小日子过得毫不惬意 四日 一大早 李木施清风 换羽树 为翠灵果 灵稻田浇水 为另外五亩灵田 翻土御肥 准备播种下一批风铃 接着 为新开垦的另外四亩新田 堆肥 布置阴灵阵 小梁山地脉之下 存有一条隐蔽灵脉 李木凭借五级镇法记忆 布下大型隐灵阵 将这条灵脉牵引出来 与此同时 在小梁山的地势 布下一个简单的换阵 将小梁山隐蔽起来 一整天 李木都在田里忙活着 李木在院子旁 开垦了半亩田 种上之前收购一阶 二阶林种 有数十种之多 都是一些 可以栽种在林田 没有特殊环境 需求的林植 比如 一阶 葵燕花 一阶 冰林草 一阶 雪林枝 二阶 还阳草 为了让它们顺利成长 李木耗费数十枚中林 在院子里布下聚林阵 加速半亩星田的林化 为林种提供充足林力 与此同时 也随便改善自己居住的环境 很快 李木激活了聚林阵 镶嵌在聚林阵上的 二十八枚中品林石 闪烁荧光 溢出大量林运之气 院子上空 骤然升起一股气旋 一道道灵运聚集而来 围绕院子四周 只进不出 聚而不散 李木深吸了口气 顿时感觉到了空气明显变化 冷嗖嗖的 透新凉 舒爽畅快 院子里的灵气浓度 正迅速地提升 成功牵引出了小梁山的林脉 再加上聚林阵的效用 院子里的灵气浓度 很快攀升至原来的六七倍 李木吸了几口灵气 有点醉灵的感觉 吸久了容易上头 好似会上瘾一般 汪汪 赤狼感觉到了院子里灵气的变化 激动围着李木转圈 兴奋地直咬尾巴 很爽是吧 十天左右 就得换一批灵食 跪着呢 李木伸手拍了拍赤狼的脑袋 肉疼地说 汪 赤狼对灵食没概念 不过 见主人不开心 他连忙伸舌头 去舔李木的脸 想要安抚他 去 去 刚吃完东西 就要来舔我 自己一边玩去 李木拍了拍赤狼的屁股 将他赶走 汪 赤狼委屈地看着李木 好似在说 你怎么能嫌弃我 别迈忙 好好看家 我出去一趟 李木叮嘱了赤狼一句 取出一柄零件 欲剑而起 汪汪 赤狼不舍地应了一声 目送着李木欲剑 朝东方飞去 随着大量自由熟练点的使用 李木实力提升了一大劫 不再畏惧出行 储物袋存放了大量炼制好的灵符 李木准备去售卖一波 正零食养具灵阵 采购休息物资 不过 这一次 李木没有飞往清安镇 而是选择朝东方飞去 清安镇去小梁山太近了 没什么迂回的余地 万一出了点什么事 容易被找到老巢 之前 李木在清安镇卖灵符 卖出了名 吸引了三个节修 埋伏小梁山 这一次 李木决定飞远一点 去清平镇卖灵符 在五级御建树 炼器八层修为的支撑下 李木耗时一刻多钟 便飞底半山 而建的清平镇 清平镇是依托着一条 大型矿脉建造起来的 人口比清玄镇多了不少 此镇灵矿资源丰富 聚集了大量挖掘灵矿的散修矿工 沿街以炼器铺 灵矿铺为主 缴纳了一块夏林的摆摊费 李木在人来人往的集市 找了个空位 不摊往地上一扑 开始摆摊 将一达达 一阶上品灵符 三个截修的战利品 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摆上 再摆上一个高阶收灵纸种子 练弃灵财的木牌 李木开始了第一次 在清安镇的摆摊生涯 小子 你不要命了 快把招牌撤了 隔壁摊主一个金兽老头 迅速出手 将李木刚立起的招牌盖住 老丈 我是第一次在清平镇摆摊 这里有什么机会 李木吓了一跳 连忙问 在清平镇收什么都行 就是别收矿材 这是玄狼帮主营的产业 外人不能插手的 金兽老头提醒道 原来如此 谢谢您老的提醒 这是我炼制的护身符 您拿着防身 李木感激地道谢 取出一张灵符 送给金兽老头 感谢他的提点 这幅你炼制的 一接上品 手艺不错 厉害 金兽老头接下护身符 眼睛一亮 冲李木数拇指赞道 混口饭吃 李木笑着回应 小兄弟 你叫什么 金兽老头打量着李木 好奇地问 我姓李 丹明木 老丈呢 我该怎么称呼你 李木自我介绍了下 礼貌地问 我姓你 你叫我米老头就行 要是有你这手艺 早去投靠福帮去了 自己摆什么榻啊 又累 又会招惹麻烦 米老头看着李木 提醒道 米老 不加入福帮 会有什么麻烦 李木惊讶地问 那 麻烦已经来了 记得掏灵石消灾 不要硬顶 米老头向前方施了个眼色 小声地说 李木顺着对方的目光看去 三名穿着青色帮派 制服的魁梧汉子 静止朝他的摊位走来 小子 新来的 这个月的管理费交一下 为首的黑脸汉子 伸手向李木讨要道 这管理费 要多少零食 李木下意识地皱眉 这还没开摊呢 就要被收保护费 在清安镇 也没遭遇到这种情况 看你是清玄宗的杂役弟子 管理费算你少点 给我十枚下零 黑脸汉子打量了李木一眼 看着他身上的宗门杂役弟子服饰 示意道 李木看了米老头一眼 见他正实眼色 让自己快点掏零食 李木轻叹了口气 干脆地掏出 十下零 父亲管理费 不错 收了你的管理费 买卖遇到什么问题 尽管找玄狼帮 黑脸汉子收下零食 笑着交代了一句 便带着两个下属离去 米老 这玄狼帮比清玄宗还厉害 李木不解地看着米老头 好奇地问 哼 他们是一丘之和 清玄宗在清平镇的驻基管市 断平山 是玄狼帮帮主断平海的亲兄弟 这下你懂了吧 米老头小声地介绍 李木一阵漠然 生活在清平镇的散修处境 比清安镇更艰苦啊 清玄宗剥削一层 玄狼帮再剥削一层 留在他们自己手里的零食 没剩下多少了 不过 现实 很快便打破了李木的猜测 老板 这护身符多少一张 老板 这驱鞋符给我十张 再来两张火弹符 老板 怎么都是一届零符 有二届零符卖吗 随着玄狼帮三人离去 李木的摊位来了一波散修顾客 他们买符是好几张 十几张买 掏零食负账都不带眨眼的 比清安镇的散修好气多了 大量顾客的聚集 当即吸引了更多的顾客 一时间 李木的摊位顾客络绎不绝 十分热闹 驱鞋符 火弹符 护身符 这类抵御阴魂 攻击邪灵的灵符 尤为好卖 李木一手递灵符 一手收灵石 忙得不可开交 甚至 有顾客询问二届灵符 一副有救院掏灵石买的样子 让李木心动不已 犹豫着 要不要将藏箱底的二阶灵符 拿出来卖 第一次来清平镇摆摊 人生地不熟的 不能太高调了 李木权衡立弊后 终究没将二阶金剑符 金甲符拿出来 不然 肯定能卖出不少张 不过 就算这样 存了一个多月炼制的灵符 在应付了几波顾客潮后 一些受欢迎品类的灵符 都卖光了 剩下 一些不怎么受欢迎的 偶尔几个散修路过 会顺带买几张 李小哥 生意不错呀 挣了不少零食吧 卖灵丹的米老头 羡慕地看着李木 这一上午 他摊子前的顾客就没停过 连带着他 也跟着受益不少 多卖了几瓶丹药 还好吧 米老 有四灵丹吗 李木想起了看家的赤狼 看着米老头问 有 有 要几瓶 米老头眼睛一亮 开心地问 给我来六瓶吧 李木微微一笑 试一道 那 都是上等品质的 米老头连忙为李木 挑了六瓶四灵丹 李木笑了笑 递给对方三枚钟灵 四灵丹不便宜 一瓶五十下灵 若不是这次挣了大笔零食 李木还真不舍得买 买了米老头的四灵丹 李木开始收摊 准备逛一下清平镇的集市 看能不能捡个漏 再回小梁山 清平镇半旷而生 此镇的炼器师极多 几百个散修摊位 百卖灵器的 占据了六七成 李木炼器术五级 这些散修摊位 百卖的灵器 落在他的眼里 几乎每一件都是垃圾 逛一圈下来 没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嗯 终于发现了一件 有意思的东西 李木眼睛一亮 朝一个摊位走去 一个黑袍散修 百卖的摊位 与其他灵器摊位 百卖的崭新灵器不同 他百卖的灵器 都是陈旧的 破损的 好像都是从泥土里 刚挖掘出来了 充满了岁月的痕迹 这个古怪的摊位 吸引了不少 想要减漏的散修 摊位潜围了十几人 人生顶沸 这把灵剑不错 应该是二阶灵剑 可惜是饼断剑啊 这个废弃的炼鼓炉 多少零食 买这个钟炉干嘛 没有半点灵性 肯定不能用了 这个清廉灯器怎么卖 一件十枚下灵 想要直接拿走 不要动手碰 不是吧 十下灵这么贵 还不能伸手 破旧灵器摊位 前围满了人 散修们议论不已 看者多 买者少 显然都不怎么看好 那些废弃 偶尔有一两个散修 看中了灵器 掏零食买下 更多则是围观了一会儿 自行走开 老板 都是废弃 用都用不了 走了 呵 休憩的零食 都够造新的了 入手怕要砸手里 鸡肋啊 都被选过了 没一件能用 走了走了 浪费时间 没啥好东西 我们去别个摊看看吧 听到摊主的报价 还不让动手触碰 好奇聚集而来的顾客 三三两两地散去 没人愿当冤大头 这些几乎报废灵器 修复起来 不仅要有高超的练器技巧 还要配上适合的灵财 花十枚下灵购入 得不偿失 看着不断散去的人群 摊主黑着脸 满脸焦急 不一会儿功夫 摊位前就剩下李牧一个客户 只剩个小鬼 肯定不是什么潜在客户 小鬼 凑什么热闹 不买滚一边去 摊主瞪着李牧 生气的感人 李牧呵呵一笑 掏出十枚下灵 丢给摊主 谁说我不买 摊主脸色好看了许多 要哪件 自己拿 就这件吧 李牧从众多废弃中 挑了一件赤铜面具 将青铜面具收入储物袋 李牧继续在散修集市 闲逛起来 确认没有露壳减后 静止走向一间 灵矿材料铺 欢迎光临 客观需要什么灵矿 灵矿店掌柜的 热情的招呼李牧 掌柜的 有炼制二阶五行材料卖吗 李牧问 随后又补充了一句 除了精细灵器材料之外 闻言 脸上刚露出笑容的 灵矿店掌柜 笑容当即消逝了 客观 清安镇的二阶灵矿 以精细居多 除掉精细的话 只剩下这二阶雾土金石 若要其他系的话 可以跟本店预定 嗯 这雾土金石怎么卖 其他系什么价 李牧点了点头 看着店掌柜指引的 煤球状雾土金问 雾土金石石金八重灵 其他系 水系 木系 贵些石金十一中灵 火系五中灵 灵矿店掌柜报价道 闻言 李牧不由松了口气 这报价比万宝格的 林慧荣便宜不少 雾土金石给我来六十斤 还有二阶地磁母石 二十斤 其他等你有了再说吧 李牧叹了口气 决定道 没问题 林矿店老板大喜 立即为李牧打包雾土金石 地磁母石 为此 李牧付给林矿点老板煤 六十六煤中灵 完成了这次交易 卖掉大量林浮刚鼓起来的 林石储物袋 再次扁了下去 从林矿店出来 李牧再次为林石不足发愁了 如果炼制二阶林浮卖 收益绝对能让他过上 足够富裕的生活 不过 这要冒不小的风险 李牧认真想了想 最终还是决定稳妥一点 等下一波林植成熟收割后 修为 实力再涨一波 才考虑售卖二级灵符 眼下 它的实力 还不足以保证自身的安全 李牧决定 再苟一段时间 玲珑面具 笋 品阶 三阶灵气 特性 换脸改面 气息伪装 灵性不显 采用玲珑金石 换月时 赤铜密法炮制的防脸面器 炼化后贴于脸部 可生成伪装人脸 三 因三百年岁月腐蚀 灵性丧失 需用退尘灵水 四斤浸泡 十万缕灵气 运灵一段时日 方可修复 回到小梁山 李牧第一时间 取出那个面具灵气 神通天赋 识别万灵生效 虚拟矿中 呈现出面具灵气的 真实属性 这是一件破损的 丧失灵性的三阶灵气 退尘灵水 是二阶灵物 主要用于洗涤被污染的灵气 有强大的驱斜退尘效果 一两五枚中灵左右 四斤 需准备二百枚中灵 再加上十万缕灵气运养 一枚夏灵十缕灵气 预计总花费三百中灵左右 三百枚中灵 买一件三阶灵气 完全值得 不过 灵石代理的灵石 不够用了呀 慢慢来吧 不能急 等再收割了两拨灵直 差不多就能冲击住击 有了住击修为 到时二阶灵符就能敞开卖 就不会再受穷了 李牧深吸了口气 强压了心理的躁动 将玲珑面具收入储物阁 望望 赤狼摇着尾巴 担忧地朝李牧叫唤 李牧冲赤狼笑了笑 这小家伙通小人性 还是个大暖男 李牧取出丹药瓶 倒出一颗四灵丹 丢给赤狼 来 看家有功 奖励你的 赤狼张嘴一口接下四灵丹 葫芦吞进肚子里 兴奋地原地打滚 朝李牧露肚皮 求摸摸 求抱抱 李牧陪赤狼玩了一会儿 开始检验几个阵法效果 布置在院子里的聚灵阵 不仅没影响到阴灵阵 反而加强了灵气聚集效果 刚开垦的四母星田 正加速灵化中 小梁山灵田区域 灵气的大幅提升 翠灵果 灵道的掌势越发精神 状态极佳 李牧手掐法绝 法力向空中打出 施法 清风 换雨术 下一秒 一股清风 伴着浓郁灵气吹拂而过 很快 米粒大小的雨滴密集的降下 带着浓郁的灵气 持续下了三百息左右 灵雨浇灌下 翠灵果田 白玉稻田的灵质灵性十足 精神竟越发旺盛了 接下来 李牧指令苦力傀儡干活 同时 优化他的耕田动作 只见 田地里一具 灵桃木傀儡 双手持着一把锄头 犹如机械般地 耕出着田地 他略弯着腰 左手在前 左脚也在前 一步换一式 下厨用力适中 厨板旁下 瞬间一顿 定身前再揉 在李牧的操纵和优化下 苦力傀儡不知疲倦地 耕田翻地 苦力傀儡的耕田动作 优化得差不多 将五亩灵田交给他处理 再过两天 等四亩新田完成灵化 就可以同时 种下一批枫林草了 完成一天的农活 李牧返回院子 开始炼制灵符 时间一天天流逝 李牧狗在小梁山里种田 偶尔去一趟青安镇 采购扶皮纸 和各种生活物资 在隔三差五地去青平镇 摆摊卖灵符 采购炼器材料 有空时 就给自己做一顿灵扇大餐 没空时 就灵果和壁骨丹混着吃 小日子过得十分舒心安逸 就在 李牧以为 日子能就这么安稳过下去 波兰不禁等下一波灵直丰收时 现实给了他一击重击 收回我的灵田 凭什么 李牧看着青玄宗外门弟子 林秋海 惊讶地问 凭什么 就凭你只是个杂役弟子 新来王师兄是直视弟子 就凭这个 林秋海冷冽地看着李牧 呵斥道 笑话 我有开荒令 也有电租契约 就算宗门长老来了 也不能随便收走我的灵田 王师兄的命令 有博宗门电器规矩 我不会遵从 李牧笑着摇头 拒绝服从 徐里经死讯 被青玄宗确认 因此派来了新直视弟子 王峰 在巡视青安镇产业时 发现了小梁山九母 拓荒灵田的潜在价值 现在让李牧交出灵田 李牧好不容易拓荒 布下灵阵 培育灵田 前前后后消耗了几千下灵 将夏品灵田 逐步向中品灵田进阶 空口白话 就要让他灵田交出去 李牧哪会让他们如愿 徐里经还会设法杀他呢 他们连脑子都不愿动 死气白来的硬讨 徐师兄已经死了 他开的开荒 并真假难定 不能作数 赵师弟 我劝你识项点 别自找苦吃 林秋海眉头紧皱 继续劝道 什么才叫石像 让我将辛辛苦苦拓荒 培育的灵田 都白送给他吗 打得一手好算盘 想都别想 李牧瞥了林秋海一眼 宋客道 小梁山没什么好招待的 林师兄 请回吧 好 好 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那你等着吧 林秋海气急而笑 聊下一句狠话 欲见而起 朝青安镇飞去 目送林秋海飞逝的背影 李牧悠悠叹了口气 这日子怎么就那么难呢 他都苟在山里种田 尽量没外出去 招惹事端了 非有不长眼的人送上门来 清玄宗杂役弟子的身份 太低端了 种个田都不安稳 看来 得抽个时间去宗门进个集 提升一下地位 不然 空有一身实力 落在别人眼里 却是一个柔弱可欺的杂役弟子 清安镇 清玄宗驻地 直视大院 他真是这样说的 王峰阴沉着脸 看着林海秋问 是啊 王师兄 那家伙要临天不要命 骨头硬得很 林秋海咬牙切齿地回应 在清玄宗 杂役弟子 就是给宗门提供修炼资源的 即便外门弟子 也是为上一级内门弟子 宗门供养修炼资源的 只不过权力更大一些而已 一个小小的杂役弟子 竟能拓荒出那么多亩灵田 而且 还有中品灵田的钳制 这等修炼资源 岂是一个杂役弟子能拿的 真是不知死活啊 骨头硬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 他的骨头有多硬 你去 找几个靠谱的外人 把事半干净便 王峰哑然一笑 不在意地吩咐 好嘞 林秋海欣然应命 转身找人去了 王峰低头看着账簿 丝毫不将一个杂役弟子的性命 放在眼里 在这个以实力为尊的修仙世界 弱者的生命 注定只是一种消耗品 无需怜悯 当天晚上 三个黑衣人 借着夜色摸上小梁山 然而 三个黑衣人很快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们绕着山路来来回回 就是达不到目的地 怎么回事 我们已经走两刻钟了 怎么还没到 不会是被英灵作祟吧 不是 我的辟邪服没反应 糟糕 我们好像被迷幻症困住了 操 还真是 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走过 你们谁带破阵服了 没事谁带那玩意呀 我 我带了 啊 不行啊 这破阵服都用了 没反应 你买到假服了吧 怎么会没用呢 不好 这法阵有古怪 空中有阵法屏障 无法预见离开 完了 这是个高阶法阵 我的破阵服级别不够 还有空中静止 我们出不去了 该死 他不是个杂役弟子吗 怎么还会阵法 三人黑衣人很快意识到了问题 他们想方设法的破阵 然而 到头来做的却是无用功 破阵服无效 暴力破坏无效 无法预见离开 他们彻底被困住了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 阴风吹袭 寒意阵阵 三个黑衣人 试了任何手段 就是无法脱困 被困在阵内 饱受煎熬 院子里 李牧玩味的一笑 画了一会儿灵符 而后 躺床上安稳地睡去 次日 清安镇 清玄宗驻地 直视大院 林秋海一大早赶来 向王峰汇报情况 你找的什么人 连一个杂役弟子 都搞不定 王峰皱眉看着林秋海 不悦地质问 一觉醒来 原以为能听到人已解决 林田到手的好消息 哪知 听到的却是林秋海 办事不利的消息 王峰非常生气 王师兄 我特意请了 玄狼帮的恶狼三雄 他们办事一向利索 我亲自将他们送到小梁山 看着他们上山的 哪知一个晚上过去了 他们都没下来 林秋海苦着脸回答 王峰皱了皱眉 这恶狼三雄他略有耳闻 即便自己对上他们也讨不了好 他们是不是拿了零食没办事 跑了 王峰狐疑地问 不至于吧 我也没全赋啊 只先赋了三成 林秋海哭笑不得 回应道 清安镇有听雨楼的活动点吗 不行的话 请专业人士干吧 王峰叹了口气 决定道 有是有 不过 听雨楼开价甚高 打底要付三千下零以上 为了拿几亩林田 这代价也太高了 林秋海迟疑了一下 犹豫地提醒 总归有的证 能尽快解决问题最好 拿去吧 王峰掏出一储物袋 干脆地丢给林秋海 林秋海欣然领命 带着大笔零食 兴冲冲请职业杀手去了 小梁山 忙完日常的农活 李牧来自兴致 架起了烤肉架 杀了两只采灵鸡 在池塘里抓了一条青鸣鱼 处理干净 架火堆上烤 李牧一边滚动烤架 一边撒上各种香料 秘制调料 烤架上的肥灵鸡 大青鱼 肉滋滋冒油 香气扑鼻 赤狼趴在李牧身边 焦躁不安 双眼冒着绿光 死死盯着烤架上的烤鸡 身前流了一滩口水 嘴角还不断往下滴咸 快好了 再等等 李牧被赤狼馋嘴的模样 逗乐了 笑着示意 呜呜 赤狼扒拉了李牧一下 催促主人快一点 他要吃了 好了 马上就好了 李牧笑着安抚 在烤鸡烤鱼上撒一些调料 接着取下一只烤鸡 放在赤狼的狗盆里 等冷了再吃 别被烫着了 放下烤鸡 李牧不忘提醒 音音 急不可耐的赤狼咬了一口 被烫得叫出了声 围着狗盆来回蹦打 又急又气 活该 我都提醒你了 见状 李牧开心地大笑 呜 赤狼可怜巴巴地回了一声 目光继续盯着盆里的烤鸡 李牧笑着撕下一根烤鸡腿 美滋滋地享用起来 至于 阵中的那三个黑衣人 管他去死 咦 又来了一个 李牧正吃着鸡腿 忽然感受到了阵法的波动 神识探过去 神识探看到一个面貌 阴旧的金兽老头 他闯入患阵后 很快便发现了不对劲 接连尝试了几种破阵方法 破阵符 掌心雷 探阵盘 试了诸多手段 皆无法破阵 尝试了八九种方法 都无法脱困 经受老头满脸肉痛地 取出一张盾符 下一秒 化作一道雷光 消失于阵内 李牧大为惊讶 他布下的龙象十八阵中的 幻象龙鹰阵 利用灵脉之力 不仅有迷幻囚困之效 更有近空 近法之能 属于比较高阶复杂的阵法 然而 却被那老头 用一张盾符跑了 那肯定不是普通的盾符 真舍得下血本啊 李牧嘖嘖嘖了几声 继续享用烤灵机 只要不是助击修士 以七星见证的威力 李牧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 即便是助击修士 用上二阶灵符 也有一战之力 那个王师兄 不会为了吉姆中品灵田 请助击修士来杀他吧 应该不会吧 清安镇 清玄宗驻地 直视大院 什么 听雨楼让我们赔偿 赔什么 我们提供的情报不准 那小子是镇法大师 怎么可能 他就一杂一弟子 呸 陪你麻痹 他自己没本事陷入镇中 听了林秋海带来的消息 王丰气的肺都要炸了 咆哮连连 气急败坏 怒骂不止 雇佣听雨楼的人去杀个杂一弟子 结果 不仅肉没吃到 反而招惹了一身屎 理都没地方说去 说什么杂一弟子居住的山头 布了一高阶法阵 听雨楼的杀手被困阵中 使用了二阶上品雷顿符 才得以破阵脱身 接下来 听雨楼以他们提供的情报不准 存在误导为由 让他们赔偿一部分经济损失 整整120枚钟灵 若不赔偿 听雨楼的人 绝对不会轻易 放过他们 王丰憋屈地要死 他敢不赔吗 听雨楼的人那么刁 王师兄 赔了这笔零食 他们会遵守契约 继续出手 直到将那个杂一弟子解决为止 林秋海补充了一句 赔 赔 我认赔 我要他死 王丰目自欲裂 拍桌抱贺 小梁山 听雨楼的杀手去而复返 还带着一名镇法师助手 镇法师 商伯祥凝视着小梁山上的镇法 眉头紧皱 严道友 镇是不对啊 镇内风文复杂 气流轮转颠覆 不像是换镇 更像是杀镇 十分凶险 我没办法破掉此镇 镇法师 商伯祥观察了好一会儿 无力地看着严宗丽 歉意的是 应该是换镇了 死子不好对付啊 严宗丽黑着脸 一脸阴郁地说 严宗丽有些后悔 接了这个任务 原以为对付一个炼器七层杂役弟子的任务 手道擒来 哪知 这家伙竟是个厉害的镇法师 第一次就让他栽了 用了一枚珍贵的二阶灵符 才从患镇脱困 这一次 严宗丽豁豁出去老脸 请来一个镇法师协助 以为能破镇 杀人任务势在必得 哪知 山上那家伙太谨慎了 便镇增加了一个更厉害的杀镇 现在 归缩在小梁山不出来了 严宗丽真拿他无可奈何了 严道友 接下来 您你有何打算 要取消这个任务吗 镇法师 商伯祥看着严宗丽 好奇地问 取消不了 雇主赔了大笔零食 这个任务必须完成 只能继续守着咯 我就不信他能宅在山上 一直不下来 严宗丽望向小梁山 咬牙切齿地说 镇法师 商伯祥陷入了沉默 不知该怎么劝了 听语楼向来注重声誉 接了任务就必须完成 何况 雇主还为此赔了大笔零食 这单无论如何 是要做下去 除非遇到了那种 听语楼都招惹不起的狠角色 比如 能轻松越境挑战的强者 或是 有颠覆听语楼的强大背景 听语楼这才会停止行动 商道友 接下来 我准备蹲守此地 这阵就不闯了 谢谢助权之意 我们改日再续 严宗丽看着镇法师 商伯祥 拱手称谢道 镇法师 商伯祥 了然地点了点头 起身遇见离开 比起强杀 手杀可就辛苦多 目标若是一直不出来 就要一直蹲守下去 严宗丽这个任务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 镇法师 商伯祥 自然不会陪他等下去 时间一晃 15天过去 严宗丽隐藏于小梁山附近 每天盼望着 凝视着 就是没看到目标的出现 也没看到法阵的变化 就在这时 一道狼狈的身影 法阵内走出来 严宗丽精神一震 连忙追上去 那人古龄40左右 一身黑衣 身形魁梧 满脸落腮胡子 跟目标一点不像 不过 严宗丽在小梁山下 苦手了这么久 一度怀疑目标没在山上 他急需山上的情报 没有任何犹豫的出手 飞扑过去 抓活口 谁 庞志雄亡魂大帽 挥拳抵挡 入眼 一团白色粉末 遮挡了他的视野 卑鄙 庞志雄 只觉前额一阵猛烈撞击 眼貌惊心 旋即双眼一番 不省人事 等庞志雄再次醒来 双手 双脚已经被捆覆在树干 一个面容阴旧的老头 正应区区地打量着他 身上的兵器 储物袋 纷纷被搜下 搁在一旁 我问你答 若敢有半句虚假 我断你命根 严宗丽手里 把玩着一把锋利的匕首 目光打亮着庞志雄的下身 冷冷地说 我说 我说 前辈尽管问 我绝不敢隐瞒 庞志雄菊花一锦 点头如蒜倒 你是谁 怎么上的小梁山 上面什么情况 严宗丽直奔主题地问 小的庞志雄 玄狼帮帮众 与另外两位兄弟 受清玄东弟子林秋海之托 上门小梁山 解决一杂一弟子 哪知 这山上被捕了一患镇 我等三人 被困在镇中十几天 山上的情况 我并不是很清楚 事关自己下半辈子幸福 庞志雄不敢隐瞒 如实到来 严宗丽略微皱眉 信了庞志雄的话 根据雇主提供的情报 在找听语楼之前 他又找了玄狼帮的人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才委托的听语楼 原来 玄狼帮三个蠢货 一直困在幻阵里 你是怎么脱困的 另外两人呢 严宗丽继续打探道 我是被他放出来的 他让我去买百搭扶皮纸 送上山 不然 我那两位兄弟 要一直困在镇中 庞志雄满脸憋屈 欲哭无泪地说 太惨了 他们被困在幻阵里 整整十五天了 风吹日晒 忍饥挨饿 饱受摧残 现在 好不容易有了一丝脱困的机会 人还没下山呢 却被一个卑鄙的老家伙偷袭 正是倒霉到家了 前辈 您把我放了吧 若不买扶皮纸送上去 我那两兄弟 肯定活不成了 庞志雄 泪眼婆娑地 看着严宗丽 苦苦哀求道 男儿流血不流泪 一身侠肝一胆 为了两个兄弟的命 庞志雄忍不住落泪了 祈求严宗丽 放他一马 严宗丽不为所动 皱眉问 只让你买扶皮纸 没有其他的 是的 我问了他 那家伙 说他有吃有喝 什么都不缺 买这多扶皮纸 看样子是再学画扶的 庞志雄连忙回答 文言 严宗丽郁闷坏了 已经守山十五天了 那狗东西 警惕心真强啊 即便有了需求 也不下山 还会托人买 看样子 他是不会轻易下山了 前辈 你也是要对付 上面那人对吧 要不我们合作吧 将我那两个兄弟救出来 我们一起推平了小梁山 庞志雄看出了 严宗丽的意思 连忙提议道 严宗丽冷冷 瞥了庞志雄一眼 他岂会跟三个蠢货合作 想买扶皮纸是吧 严宗丽 哪会让他如愿 庞志雄 还想说些什么 严宗丽走上前去 手中匕首一送 轻松没入 庞志雄的心脏 庞志雄瞪大眼珠 满脸不可置信 死死盯着严宗丽 无法相信自己 就这么死在他的手里 送走庞志雄 严宗丽拔出带血的匕首 在他身上擦拭了下血迹 转身离开 时隔了一会儿 草丛里一只木偶蜘蛛 动了一下 李牧解除了 绍岗珠的神石附着 将这一幕全看在了眼里 万万没想到 那个老家伙 那么凶残狠辣 杀人就像杀鸡一般 脸上没有任何情绪症兆 李牧被他吓了一跳 那老家伙是职业杀手吧 修为也就练起巅峰的模样 杀人却那么熟练 神色一点波动没有 跟他拼杀起来 李牧不敢确定 自己有时程把握拿下他 若是一个不小心 被对方抓住机会 被他反杀 也是有可能的 稳妥起见 李牧决定继续 狗在山上 等下一波灵芝收割了 实力再提升一波 到时再看 接下来 李牧加固了 山上的防御法阵 稳妥起见 又在院子 加布了两个法阵 龙象浮沙阵 龙象复天阵 扶皮纸消耗完了 忙完农活后 李牧将精力 放在炼器上 炼器过程 提纯灵财 也炼器胚 添加辅材 凝聚气纹 内置静置 等等环节 炼制越高阶的灵器 步骤越复杂 尤其到了五阶 六阶之后 还可神炼器灵 促使灵器进阶为 灵宝 不过 炼制灵宝 那是很久以后的事 即便李牧能将炼器数 升到六级 七级 甚至十级 再修为不到金丹 原因进食 难以支撑它 炼制一键灵宝 炼制越高阶的灵器 所使用的炼器材料越高 需要用到真火 地火 一火 天火 等等灵火 越高阶的灵矿材料 需要越高阶的火力 才能熔炼 李牧 购置的二阶炎阳炼气炉 内置炎阳大阵生产的 炎阳灵火 恰好适合熔炼 二阶灵矿材料 激活炎阳炼气炉 炉内炎阳灵火 散发恐怖的高温 李牧陆续将二阶晶晶 晶煞时 投入炼气炉中 在炎阳灵火的断烧下 迅速液化 李牧使用小神通 神炼熔灵术 将神石投入融化的金黄色矿液中 悬浮表面的杂质 迅速被剥离出去 变成废渣排出炼气炉 金色液体体积迅速缩小 颜色越发纯净 莫约过了一刻钟 一团由六七十斤 二阶晶细灵矿融化的金属液 仅剩下十分之一的分量 在一支无形大手的操控下 那团金属液被拉长 逐渐变化成溅胚形状 大量灵力涌入 气纹激震在溅胚内凝聚 没过多久 一柄金色常见的气胚 从气炉内缓缓飞出 李牧一手持着铁钳 将金色剑胚夹制锻造台上 一手持着灵锤 掌中灵力锯 用力敲打金色剑胚 为其凝聚气纹 当当的锤机声连绵不绝 剑胚嗡嗡做鸣 灵光一次次乍现 第一道气纹 剑星 凝成 第二道气纹 利刃 凝成 第三道气纹 兼顾 第七道气纹 玉灵 凝成 第八道气纹 金煞 二阶剑胚嗡嗡鸣响 灵性充盈 像是在庆贺自己的心声 这个时候选择停手 将灵剑脆火聚灵 李牧将成功炼制一柄 二阶极品灵剑 价值2000枚中灵以上 但是 李牧在炼制剑胚机阵的时候 通过小神通 神炼熔灵术 为他立了三阶气胚机阵 他有机会成为三阶灵剑 只要 能成功在凝成 一道气纹就可以了 赌不赌 赢了会所嫩魔 二阶变三阶 输了下海干活 大不了重新再来 李牧咬了咬牙 灵锤继续一次次 落在剑胚上 灵力涌入 为剑胚凝聚下一道气纹 复食 嗡 金色剑胚剧阵 发出一阵兴奋的剑鸣 灵光绽放 璀璨无比 三阶下品 精细灵剑 成了 李牧开心地 看向角色虚拟矿 丁 你炼制三阶灵剑成功 炼气术 熟练度加十 真成了 五级炼气术 炼制三阶灵剑 还有十点熟练度 不错 李牧洗上眉梢 通过属性兰的确认 他真的博成功了 看着精细灵剑 散发着三阶灵气 独有的灵性光芒 李牧忽然想到了什么 脸上灿烂的笑容 灯石僵住了 三阶灵剑 李牧意识到了一件被疏忽的事 完了 怎么炼成三阶下品 精细灵剑了 组成五行剑阵的另外四柄灵剑 要同阶才行的 这不得再炼四柄其他系的三阶灵剑 难度不小 算了 这把先用着 实在不行 再练一柄二阶精细灵剑凑阵用 李牧眼笑眉飞 满脸喜色 神石落在金色灵剑上 迅速将它炼化了 嗖的一声 金色灵剑化作一道金光 飞射而出 眨眼间 飞出了小梁山 李牧眨巴了下眼睛 神石附在三阶金剑之上 轻松无比 操控它飞出七八里之外 好像没什么难题 这是三阶灵剑的灵性 以及第九道气纹的特殊效果 三阶灵剑的灵性这么强 竟能实力取敌之手机 李牧冒出了其他不好的想法 顿时怦然心动 心动不如行动 李牧立即将神石附在三阶灵剑上 在小梁山附近飞驰 搜寻老杀手的踪迹 很快 李牧有了发现 那个老杀手 藏身一个隐蔽山洞 正在洞前的篝火堆里烤肉吃 他的目光时不时看向小梁山 显然贼心不死 李牧操控着三阶灵剑 悄悄飞至他的头顶 以迅雷之势 从天而降 狠狠劈向老杀手 轰一声巨响 金光犹如一道雷霆劈下 眨眼而至 狠狠穿入地下 阻挡的巨石 犹如豆腐般 被劈成两半 碎石炸裂 尘土飞扬 待尘土潇洒而去 地面上出现了一只断臂 以及老杀手夺命而逃的狼狈身影 呵呵 李牧冷冷一笑 逃得再快 有飞剑快 下一秒 李牧操控着三阶灵剑 朝着老杀手飞射而去 风驰电质 眨眼便质 仓皇逃窜的严踪力 早已准备 自 得一声 身影再次化作一道雷光 从原地消失了去 请还有保命顿服 目送老杀手逃断去的背影 李牧心有不甘 却只能郁闷地操控着三阶灵剑返回 三阶精细灵剑 刚才那次突然袭击 以及持续不断地搜山飞行 让刚出炉的灵剑消耗了大量灵性 需要保养一段时日 才能使用远程御剑 更别说继续追击了 召回三阶飞剑 将其收入储物袋 准备晚点 再炼制几个灵御剑侠 妥善保养 李牧从储物袋中取出雾土金时 将注意力重新放在炼气炉上 准备炼制第二柄土形灵剑 李牧神石全开 握着灵锤的手掌 灵力持续输出 在一次次锤炼剑胚的过程中 注入灵力 为剑胚凝聚气温 第一道气温凝成 两道气温凝成 第八道气温凝成 已然炼成二阶极品土系灵剑 灰黑色的剑胚 绽放灵光 剑身翁鸣 搏一搏 单车便摩托 李牧面色坚毅 灵力聚集于锤 再次凝聚气温 令雾土剑胚突破三阶 第九枚气温即将形成 气温灵光由虚转时 虚实不定 糟糕 剑胚材料 好似要撑不住了 李牧凝视着剑胚状态 神色俱变 突然 砰的一声 雾土剑胚骤然解体爆炸 碎裂纷飞 李牧预知了危险 提前逃离了原地 好险 没被爆炸的零件碎片伤到 捡起残破的剑胚 李牧眉头紧皱 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 第九道气温的凝聚时间过长 因为是修为不足 导致灵力输出效率太低 另外 雾土剑胚的材料韧性不足 难以承受三阶灵气的灵性 李牧总结了这次练气失败的原因 脸色好看了许多 失败是成功他妈 不过 练气失败后 废气材料中充满了残存的气纹 无法再使用 六十斤二阶雾土金石 二十斤二阶地磁母 总计损失了六十六枚中灵 失败的代价有点大 这次练气失败 神石和灵力的损耗 无法支持李牧继续练气 李牧预估了一下 炼至二阶灵气 全胜状态下 他一天大概能炼至十件左右 炼至三阶灵气 数量只剩三分之一左右 若是强行炼至的话 炼至五剑三阶灵气也行 不过 炼气失败几率 大概率会增加 关了炼气炉 李牧灰头土脸地走出炼气室 放开神石巡视灵田 心情顿时好了不少 在隐灵阵和聚灵阵的作用下 开垦的四亩星田 完成了灵化 新栽种的九亩枫灵草 郁郁清清 茁壮成长 另外两亩灵田灵道 翠灵果 灵道的稻碎花絮累累 翠灵果已经开始挂过 灵光个头娇小白嫩 再过一个半月左右 他们都将封收记 苦力傀儡 迈着机械的步伐 在灵田边寻走 驱赶鸟泪 赤狼趴着一块巨石上打盹 偶尔睁眼醒来 便向坡地觅食的彩灵鸡群看一眼 时刻紧盯着他们 不让他们去霍霍灵田 小梁山浓郁的灵气 滋润万物 十一亩下品灵田 逐渐向中品灵田进阶 院子旁半亩栽种着 数十种灵植的育苗田 大大小小 各种形态的嫩苗 破土而出 争其斗艺 掌势喜人 李牧失了几记清风 幻语树 未缺水分的灵田 补充淋雨 接着 李牧闲着无视 走到幻镇边缘 神识探象 被困在幻镇里的 两位玄狼帮帮众 两人满脸麻木 正躺在地上挺尸 你们兄弟半道上被人杀了 你们谁愿出去 帮我买副纸 李牧走入幻镇 隔着老远 出声示意道 文言 两人齐齐吓了一跳 立即从地上坐起 什么 我三弟死了 怎么死的 你杀的 庞文雄大惊失色 看着李牧问 肯定是他 他将三弟骗出去杀的 大哥 我们跟他拼了 庞城雄怒瞪着李牧 向庞文雄提议 李牧无语 对二人的反应感到好笑 我若要杀你们 直接发动杀阵 你们还有命活吗 何须多此一举 李牧呵呵一笑 笑着反问 文言 庞文雄 庞城雄对视了一眼 瞬间失语 尝过阵法厉害的他们 知道了对方所言非虚 谁 是谁杀了我三弟 庞文雄气急败坏地问 一个很厉害的杀手 他应该也是王师兄找来的 不过吗 他不敢进阵 一直在外面守着 许是为了逼问山上的情况 像你三弟下的手 他的尸体就在山脚下 你们谁要下去 只要帮我买够扶皮纸 我便放了你们 李牧笑着解释 我 我去 庞文雄焦急地走向李牧 李牧退了一步 下一步便能退出患阵 用宝寒警告的眼神 看了庞文雄一眼 庞文雄对上李牧戒备的眼神 脸色微变 连忙停住了脚步 这十几天 他们可没少吃苦头 对控制这患阵的李牧 畏惧无比 大哥 我去吧 你受伤了 腿脚不变 庞城雄急忙争辩道 行 就你去了 你又走十步 再往南走七步 我这就放你出去 李牧指点着庞城雄出阵 与此同时 看了一眼 要跟着动的庞文雄 郑重地警告 你 最好别乱动 文言 庞文雄登时掩其息鼓 垂头丧气地坐下 在心底暗暗发誓 该死的王峰 该死的林秋海 这次若能逃出去 绝对有你们好看 至于 用幻阵困他们的主人 庞文雄根本提不起 报复的心 这家伙年纪不大 却狗得很 鬼知道他在小梁山上 布置了多少个法阵 这么多天来 他们三个想方设法的 与之周旋 愣是没找到 对方的任何破绽 这样难缠的人 即便跟他有囚禁之仇 庞文雄也不想再跟他 扯上任何关系 很快 在李牧的指点下 庞成雄走出了幻阵 迈开脚丫子 重获自由地 往山下狂奔起来 果不其然 庞成雄跑没几步路 便看到了手脚 被困在树上的庞氏雄 几只小兽 正埋头吃他的尸体 三爹 滚 滚 庞成雄冲了上前 狂暴挥着真元 将几只野兽轰走 庞成雄满脸悲愤地 将三爹的尸体解下 刨了个坑 将其草草埋葬 接着 狂奔向清安镇 为李牧买扶皮纸 先将他大哥放出来 到时候 在一起为三爹报仇 不到一刻中 庞成雄去而复返 带着一大袋扶皮纸 出现在镇外 扶皮纸帮你买了 该你遵守承诺了 庞成雄提着一部袋东西 在镇外大叫道 把东西丢进来 你兄弟就能出去 李牧神识叹了下 确认道 庞成雄毫不犹豫地 将一大袋扶皮纸 丢进幻阵 随即布袋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射走 没一会儿 庞文雄迈着一瘸一拐的步伐 从幻阵中走出来 怎样 三爹真出事了 庞文雄出阵后 第一时间问 嗯 我亲自埋的 庞成雄黯然地点头 走 带我去看看 接下来 想办法为三弟报仇 庞文雄眼中凶光一闪 决定道 镇内 李牧接到一大袋扶皮纸 面色一喜 接下来 又可以炼制符文了 至于 那两个家伙 让他们跟王丰狗摇狗去 李牧不愿脏了自己的手 他只想狗在上山 好好种田修仙 若无必要 他不想杀人 厅语楼 密室内 断了一臂的严宗利 满脸苍白 躬身向一个年轻女子解释着什么 楼主 属下办事不力 这笔单子我完成不了 严宗利将一储物带领物上交 羞愧地请罪道 严老 你确定不知道 是那人遇得见吗 严林柳眉紧咒 没有接下储物带 关心地问 是的 也许是那人长辈所使的遇见 神识附件 摇见习人 那是助击修饰的手段 楼主 属下已经断了一只胳膊 实在没有能力完成这一单 这是雇主索赔的零食 全额奉还 严宗利满脸后怕 心痛得低血 严宗利干杀手这个职业 这么多年 也算老江湖了 这一单栽得太狠了 损失了两张二阶雷顿服不说 前前后后 蹲守二十天 更是断了一手臂 勉强保下一条老命 嗯 知道了 严老 这些零食 拿去养伤吧 这个单子 我再另做计较 严林瞥了 严宗利的断臂一眼 示意道 谢谢 楼主 严宗利感激地道谢 取回储物带 离开了密室 目送严宗利离去的背影 严林柳眉紧锁 对这个单子感到棘手 严老师练气巅峰 经验丰富 连他都失败了 要做成这单 岂不是要出动助击修饰 若动用助击杀手 这笔买卖就赔大发了 可是雇主已经赔偿一大笔零食 事关听语楼的声誉 这单子没法取消 严林一时间左右为难 权衡许久 他决定再确认一下情报 再说 严老的失败 原因就是情报不准 现在 更有摇见习人的助击手段出现 这单不能操之过急 很快 严林招了下属 对目标的情报 实施全面的调查 时间飞逝 转眼半个月过去 听语楼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 终于将目标全方面的情报收集清楚 摆在严林的案上 严林看着下属提供的情报 眉头紧皱 怎么看 怎么有问题 赵怀仁 岁 十八 清玄宗杂役弟子 灵直夫 五行杂灵根 修炼功法 清目绝 修为 炼器七层 有异常 据说 服用了一灵果 修为大静 经常出入万宝阁 刘氏灵符店 采购服皮纸 售卖灵符 几月前 有过百卖灵符 具备一阶上品服饰化服能力 突然停止摆摊 怀疑与刘氏灵符店 雇佣雷氏三兄弟 袭击此子有关 雷氏三兄弟 至今下落不明 怀疑已死 小梁山存在大量阵法 疑是此子所不 父 赵安阳 意外离世 母 叶惠兰 病逝 祖父 赵大义 已故 清玄宗直师弟子 徐礼金 外门弟子 周广志 在小梁山列 夭雄失败 意外离世 怀疑与此子有关 清玄宗直师弟子 王峰 外门弟子 林秋海 雇佣玄狼帮 恶狼三雄习 小梁山 被阵法所困 双方反目成仇 再加上 袭击阎老的姚剑 袭人手段 此子身上藏着的不少秘密啊 他意外发现修士洞府 或是 剪道传承功法 亦或是 拜了名师 严林翻看着情报 脑中 蹦出各种奇遇的念头 对一个杂役弟子 突然掌握这么多高深的能力 十分惊讶 兴趣大增 可还有什么遗漏 严林抬头 看着面前的两个下属 问 楼主 自从雷氏三兄弟消失后 目标一直待在小梁山上 活动大幅减少 很难再获取新的情报 小梁山有阵法遮掩 我们上不去 雷氏三兄弟的情报 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获得 大概率推断 他们去伏击目标的过程中 陨落了 现在 目标归缩在小梁山 上面的情况 我们一概不知 两名情报 面色难看的回应 好了 我知道了 你们出去吧 严林点了点头 对这个像乌龟一样的家伙 感到棘手 小梁山上面什么情况 因为大阵法的存在 严林怕即便派出 助击杀手 也难以搞定 犹豫着要怎么处理 两个情报刚从房间退出去 后脚一下鼠 在门外请示道 楼主 雇主 王峰来访 他要见你 文言 严林叹了口气 回应 嗯 让他进来吧 下人匆匆离去 没多久 领着一脸怒气的 王峰进门 楼主 情况怎么样了 为什么这么添了 还没解决 我可是赔了大笔零食的 王峰一进房间 便满脸愤恨的质问 这段时间 被玄狼帮二雄的针对 搞得满身怒火 王峰身上的伤也没好全 若不是 有清玄宗这块招牌 替他挡着 那两个家伙 不敢肆无忌惮 他真撑不到这个时候 王峰不好过 自然也不愿 让李牧好受 再次听雨楼催促他们 抓紧办事 王道友 你先看看这份情报再说吧 严林呵呵一笑 静止将情报递给王峰 王峰皱了皱眉 接下情报看起来 没多久 王峰顿时脸色大变 徐里金的死跟他有关 王峰能捡到这个肥差 跟徐里金的意外死亡有关 然而 现在自己正对上 杀死徐里金的凶手 几滴冷汗 从王峰的额头冒出来 将这件事上告宗门 情报只写了怀疑 宗门的调查结果 徐里金是狩猎二阶 妖雄意外身亡的 这种情报根本告不了他 这家伙 比我们想得更难对付 我们已经有一人 折在他手上了 现在 他归缩在小梁山上不下来 又在山上布置了大量阵法 我们拿他没办法 除非 你能制造个机会 让他下山 严林看着王峰提醒道 有 有 再过一个半月式 缴纳下一年宗田垫租的日子 他必须下山缴纳垫租 否则 会被清退出清玄宗 无法再待在小梁山 王峰想到了什么 激动地道 那好 就等你们宗门收垫租的时候 再动手吧 争取帮你一次性解决 严林点了点头 示意道 王峰点了点头 展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不过 王峰低头看着手里的情报文书 顿时没了笑容 他后悔了 为了吉姆林田 招惹了这个狠角色 若是 听雨楼这次搞不定 到时候怎么收场 王峰不禁陷入了沉思 小梁山 一柄金色零件 急持了一圈又一圈 好似在搜寻什么东西 没有收获任何成果 金色零件旋即 飞回小梁山幻阵中 不见了影踪 时隔了一会儿 分布在小梁山四周的 绍港珠傀儡 骤然都动了起来 他们四处游走 到处仔细搜查着什么 很快 他们确定了搜索结果 小梁山方圆一里内 没有任何可疑人影 撤走了 放弃了吗 李牧疑惑地皱了皱眉 最近一段时间 他经常能发现一些 伪装成侨夫 猎户的人接近小梁山 偷偷观察着山上的动向 李牧利用绍港珠傀儡群 一直监视着他们 确定他们来自某个组织 盯梢手法很专业 只是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们都撤走了 李牧临剑副石 用绍港珠傀儡 一连三天都做不到 他们的身影 李牧松了口气 被一个未知势力盯着 压力山大 稳妥起见 短时间内 李牧不会下山 等下一波灵直成熟 收割后再说吧 成功将引灵败牵引出来 再加上聚灵阵的聚灵效果 小梁山灵气比原先浓郁了数倍 成功将十亿亩灵田都转为了中品灵田 中品灵田的效果 促使灵道 翠灵果 枫灵草 这些一阶灵直 吸收充裕灵力 大大提升了生长速度 再过二十天左右 翠灵果 枫灵草便能收割 白玉灵道稍微晚一些 要一个月左右 李牧精心照顾着灵田 闲暇时间 改造居住环境 池塘旁边盖了一座休闲竹亭 院子旁的山腰 挖了一个洞穴 充当存储粮食的仓库 隔壁又挖了一个酒窖 以后准备放置自酿的灵酒 到了晚上 炼制灵符 或是钻进炼气室 炼制灵气 每天都一大堆事情要做 李牧过得非常充实 没时间想其他 至于修炼 只要种田 收割灵直 就能收获修为 功法熟练度 李牧放在修炼上的时间 趋值可数 日月如流 田间的灵直 一日比一日成熟 空气里 开始弥散着翠菱果的香气 转眼20天过去 栽种翠菱果的灵田 一颗颗碧绿圆润 拇指大小的翠菱果 挂满了植株 一颗植株 平均挂过10颗左右 枫林草长着硕大肥美的绿叶 植株粗壮 郁郁清清 灵力十足 品相比之前 栽种的高出一筹 翠菱果成熟了 可以开始收割了 李牧迫不及待 取来准备好的竹框 率先采摘翠菱果 李牧摘下一颗翠菱果 放嘴里一咬 咔嚓响起一阵脆爽的清香 随即 酸甜可口 富含淋漓的汁水 在味蕾间绽放 冰凉爽脆 味道极佳 一口一个翠菱果 李牧忍住连吃了五六个翠菱果后 忽然才意识到一个问题 采摘了翠菱果 李牧没有发现任何植林光团 嗯 难道收割了翠菱果蜘蛛 才有植林光团 李牧从储物袋取出一把镰刀 伸手抓着一株翠菱果 将其从根部割开 刺啦 一声 翠菱果蜘蛛被割开 蜘蛛伤口处 果然浮现了一个淡紫色光团 晶莹剔透 灵性十足 看到淡紫色的植林光团 李牧欣喜万分 这个不同颜色的植林光团 不知道会提供什么属性加成 李牧连忙伸手去触碰那个淡紫色光团 淡紫色光团瞬间消失于他的手指尖 天赋神通 植林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植林 神魂加零点零二 李牧只感觉 时海微微一荡 看向角色日志兰 看到了一条新提示 翠菱果的植林光团 竟能增加神魂 李牧惊喜地睁大眼珠 忍不住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太好了 这九个月没白等啊 零点零二的神魂 没有多大能力提升 不过 积少成多 累积起来的效果不可小亏 李牧切身感受过 神魂壮大的好处 炼制灵符 炼气 遥控零件 都需要消耗神识 而神魂则是神石的根基 五级的翠神诀就有壮大神魂之效 不过 那是神魂质量的提升 增加神石外放范围 无法像翠菱果的植林光团这般 直接让神魂获得数量上的提升 李牧当即开启了疯狂收割模式 也不采摘翠菱果了 直接将整株翠菱果割下 放入竹筐中 一团团淡紫色光团 迅速消失在李牧的手指尖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神魂加零点零二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神魂加零点零三 李牧精神焕发 就好似打了鸡血一般 不断感受到神魂的壮大 神识范围的提升 将整颗翠菱果植株切割下来 才能收获直灵光团 意味着不能让植株持续挂过 这样一来 以后栽种成熟期较久的灵植 就不划算了 比如 十几年 几十年才成熟的高阶灵植 因为栽种一次 才能收割一次 一亩翠菱果 近万株灵植 耗时一个时辰左右 李牧完成了全部翠菱果 植株的收割 获得了二百多点的神魂提升 李牧全面放开神识 感受了一下感知距离 原本能操纵一百五十丈内的事物 现在 神识感知范围提升了三倍多 大概五百丈左右 提升效果 不要太显著 李牧惊喜不已 这个神识力度 附在三接零件 差不多能操纵零件 飞出三四里外 不错 非常不错 这样就不用再担心 被敌人偷袭了 李牧开心地笑了 接下来 李牧准备炼制更多的绍岗珠傀儡 铺开更大的预警面积 李牧将几筐翠菱果搬入仓库 准备有空了 再尝试酿造翠菱酒 接下来嘛 还有九亩枫灵草要收割 今天是一个丰收的喜日子 李牧持着镰刀下灵田 开始一茶一茶地收割枫灵草 简是一个个枫灵草质灵光团 天赋神通 植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植灵自由熟练点加二 天赋神通植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植灵自由熟练点加一 天赋神通植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植灵自由熟练点加二 绝色虚拟矿的日志兰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新提示 许是中品灵田孕育 枫灵草品质提升的原因 枫灵草植灵出现两点自由熟练点的数量激增 双倍的收获 双倍的喜悦 李牧笑容灿烂 笑得乐不可知 干起农活来 越发卖力了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轻木绝熟练度加一 轻木绝等级提升至六级 你的修为获得了大幅提升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轻木绝熟练度加一 轻木绝等级提升至七级 你的修为获得了大幅提升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厚土绝熟练度加一 厚土绝等级提升至八级 你的修为获得了大幅提升 李牧消耗大量自由属性点 将轻木绝 悬水绝 厚土绝 浴火绝 流金绝都提升至八级 修为更是接连突破练气八层 练气九层巅峰 冲上了练气十层 一门功法升六级 七级 八级 消耗八万点自由熟练点 五门刚好四十万自由熟练点 这次九亩收割风铃草 获得了四十二万零三百五十自由熟练点 最后只剩下两万零三百五十自由熟练点 让李牧感到诧异的是 练气九层巅峰并不是练气阶段的极限 突破就能筑击 后面竟还有练气第十层 李牧所知的有限修真知识 练气九层巅峰后 服用筑击单便可筑击突破筑击净 李牧原先一直担忧 利用直灵光团提升修维速度太快 等达到练气九层巅峰后 没有筑击单 无法筑击 修维会被卡在练气期 不能继续提升修维 现在好 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不攻自破 李牧这下放心了 只是 修维练气十层突破到十一层 这个修维点有点多 竟要五十万修维点 一亩零到收割的直灵 恐怕远远不够 李牧比较好奇 这练气竞级在哪层 十三层 还是十五层 不会能无限提升下去吧 李牧皱了皱眉 不再想这个问题 不管极限是练气多少层 对他来说 只不过是多种几年田而已 每次种田收割零值后 实力都得到显著提升就可以了 这次修维提升到练气十层 体内五行灵力魂厚程度 是练气七层的六七倍 神魂提升了三倍左右 实力获得质的提升 李牧感觉能打之前二十个自己 李牧末运换西绝 将体内练气十层的强盛灵压降下去 恢复至练气七层初期水准 将枫灵草都一一捆覆起来 在神识的操控下 纷纷堆叠一个个大草垛 干完农活 夕阳夕下 凉风袭袭 赤狼在空旷的田地里撒欢 李牧载了两只采灵机 在灶台前烹制灵扇大餐 庆祝丰收 时间一晃 一夜过去 四日 李牧一早醒来 先为自己试了一记洗尘术 除去身上的灰尘杂气 接着 李牧伸手凝聚一团清水 洗手 洗脸 洗漱一番 在走到灶台前 李牧生火将昨晚吃剩的灿热一下 为赤狼的饭盆打上满满一盆 哇 刚睡醒的赤狼凑过来 嗅了嗅饭盆 委屈地朝李牧叫了一声 抱怨早上的伙食不好 将就着吃吧 这嘴越来越刁 再抱怨不养你了 李牧没好气地 弹了赤狼一个脑瓜崩 这家伙快被养废了 好吃懒做 哇 赤狼蹭了李牧两下 表示不幸 有点耻宠娇的样子 去去 看灵田去 灵到快熟了 要是没看好 被采灵机霍霍了 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李牧在赤狼屁股上 拍一巴掌驱赶刀 被打疼的赤狼知道了厉害 饭也不吃了 逃逝地跑出小院 李牧从储物袋 取出一柄零件 御件而起 飞往清平镇 修为大幅提升 李牧御件飞行速度 也快了不少 不到一刻钟 便飞抵清平镇 御件在清平镇城门口降落 李牧缴纳了一岁零入城废 跟着人流进去镇内 来买嘞 来买嘞 刚出炉的灵烛饭 一份只要一碎灵 上等的直血伞 晶圆丹也有 走过路过 别错过了 看过来嘞 炼宝楼职业气势炼制的 上品零件 极品裂弩 通通通通便宜卖了 走进镇内 沿街两旁店铺 摊铺电火机 老板的吆喝声 不绝于耳 热闹非凡 李牧一个个摊位 看过去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 不断生效 角色虚拟矿中 频频出现各种物品 和灵物信息 灵竹鼠肉制作的肉包 腰虎皮 火源灵剑 劣质金元丹 咦 李牧在一个卖 妖兽肉的摊前 停住脚步 盯着屠户切肉的砧板 一块半吃半黑 木质坚硬的盘撞砧板 古绒木星 品阶 三阶灵木 特性 凝住石魂 固若金汤 状态 雷元锁灵 木魂已失 八百年木灵 古绒木妖之木星 被雷击所批 木魂消散 灵性不显 虚散去雷元方可复原 鼠 鹰木 是炼制傀儡元和的 上等材料之一 是炼制滋养阴灵 鬼物的阴性灵气 极品材料 客人 这是刚杀的一街妖兽 巨寥猪 你要哪个部位 我帮你欠 裸着上身 满身油腻 魁梧壮实的屠夫汉子 朝李牧 展露着一个热情的笑容 这妖兽肉怎么卖 李牧走上前 看着半扇腰猪肉 一斤四下零 三斤十下零 你要多少 屠夫汉子笑着回应 这半扇 肉我都要了 不过我家刚好 缺一块切肉的砧板 你这块不错 送我可好 李牧不动声色 指着屠夫的砧板索要到 屠夫汉子哑然失笑 这年头 还有买肉要求送砧板的 他是头一次遇到 不过眼前这小子太豪气了 一下子买这么多妖兽肉 别说送砧板了 就是让他送吃饭的刀器 也可以考虑考虑 行 没问题 我撑下 屠夫汉子找了一杆大挑撑 开始撑半扇妖兽肉的精良 一共一百四十八斤 给我四百九十下零就成 屠夫汉子撑完肉 看着李牧道 李牧点了点头 干脆地掏了五块钟灵副杖 接着将半扇妖兽肉 以及那块切肉砧板古龙木星 一起收入储物袋 客人 这是找你的十下零 屠夫汉子找给李牧十块下零 没有砧板可用 他转身在摊位后的杂物堆里摸索了一会儿 又搬来一块差不多的砧板 李牧转身离开时 不小心瞥了一眼 赫然又是一块用古龙木星 被他拿去充当砧板用 真是爆天天物啊 看着屠夫汉子 在砧板上用力地剁大腿骨 李牧嘴角微微一抽 心痛不已 那块古龙木星 能炼至八至十个三阶傀儡园河 价值三四百钟灵左右 老板 等我这扇肉吃完 再来找你买啊 李牧记住了这个摊位 临走向卖肉的屠夫汉子 招呼了声 好嘞 谢谢关顾哈 我每天都有在 屠夫汉子抬头 回忆李牧一个灿烂的微笑 捡了一个不错的漏 再购置一批灵木 能炼至八九具战斗傀儡 李牧心情大好 继续在散修集市闲逛起来 不过 好运气好思用完了 李牧没能发现什么有价值的漏 即便有都是一些利润不高的灵物 不值得出手 李牧放弃了逛摊 在集市管市那 缴纳了一块下龄的摆摊费 找了个空位 铺上摊布 开始摆卖灵符 在上山苟了两个多月 李牧画制了大批一阶上品 极品灵符 而且都是针对清平镇散修 经常使用的灵符 比如驱邪符 火弹符 护身符 清平镇一矿卖而建 绝大多数散修以下矿洞挖矿为生 要应对地下斜煞 因灵的袭击 因此 大多会被一些驱邪护身的灵符 李牧的摊位刚摆下 当即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咦 都是上品灵符 还有极品灵符 老板 这极品护身符 多少零十一张 驱邪符 火弹符 各要五张 护身符 要两张 老板 灵符买多有便宜吗 李牧的摊位前 聚集了七八位买灵符的顾客 人越来越多 清平镇散修集市 也有卖灵符摊位 不过大多都是一阶中品 下品 效果差强人意 难得出现一些上品 极品的灵符 早早就被人买走了 现在 居然出现了一个 专卖高品质灵符的摊子 一时间 李牧的灵符摊 聚集了不少抢购灵符的顾客 火弹符十五下灵一张 极品护身符二十下灵 买十张灵符 送一张上品驱邪符 给你灵符 总共七十八下灵 谢谢 李牧一手地符 一手收灵石 忙得不可开交 街道上 五个玄狼帮重镇 巡视着散修集市 老大 你看那个碳 好热闹 其中一个小弟 指着围满人群的灵符摊 向老大示意道 走 过去看看 围首头目 曾经牛挥手道 咦 大哥 你听这声音 是不是有些熟 旁城雄听了摊主的声音 看向身旁旁温雄 疑惑地问 嗯 旁温雄眉头紧皱 也感到摊主的声音 莫名地熟悉 等凑近摊位后 看到灵符摊主那张年轻的脸庞 兄弟二人彼此对视了一眼 都想起了那不堪回首的日子 痛恨 畏惧 恍然若失 想起了逝去的三弟 一起被关在幻阵里的日子 心情顿时复杂万分 李牧收灵时 收得正欢呢 忽然发觉 顾客纷纷后退 主动让出了一条通道 当即察觉到了不对劲 李牧抬头 入眼 是五个身穿着统一服饰的 玄狼帮帮重 以及其中两个熟悉的身影 李牧微微一愣 表情登时 变得精彩极了 真他妈巧啊 大意了 李牧有些懊悔 当初心慈手软 没在阵中杀人灭口 竟然人家地盘遇见他们 现在咋办 抱起杀人 手摊跑人 李牧迅速将手里的灵石 塞入储物袋 放开神石 以硬万变 哟喝 这些灵符品质不错呀 你画的 曾经牛打量着摊上的灵符 丝毫没察觉到 气氛的不对劲 询问李牧道 嗯 是我画的 李牧瞥了庞氏兄弟一眼 直接承认 庞氏兄弟黑着脸 看着这些灵符用的浮皮纸 心情灯是更复杂了 这浮皮纸 是用他们的灵石买的 三弟就是为买浮皮纸 送的命 庞氏兄弟两人 都想到不愉快的事 看待李牧的目光 充满了杀意 李牧皱了皱眉 感觉到他们的杀意 伸手摸向了除物袋 他们一旦有所行动 他绝不会束手待毙 嗯 你们两个怎么了 曾经牛当即也感到了不对劲 不解的 看向庞氏兄弟 老大 我们与这位小兄弟之前 结下了一点过节 他坑了我们一大笔钱 还害死了世兄 庞文雄阴沉着脸 向曾经牛解释道 是啊 老大 你要为我们做主啊 庞城雄跟着帮腔道 小子 他们没冤枉你吧 今天要是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别想走出清平镇哦 曾经牛气势猛的一提 转头恶狠狠地看着李牧 质问 眼看这幅要打起来的阵仗 周围看热闹的伞羞 顿作鸟散 旁边的摊主 纷纷抓紧收摊跑路 李牧叹了口气 伸手一摸 从储物袋中取出两张二阶灵符 直视着庞文雄 庞城雄 戒备地问 这个过节是怎么发生的 你们不说一下吗 我好心饶 你们一命 你们这么回报我 两张二阶灵符一出 玄狼帮五人 眼瞳奇奇一缩 旁边等着看热闹的伞羞们 都吓了一跳 哗啦一声 个个都退到三四十丈外 深怕遭受波及 嘖嘖 二阶上品灵符 玄狼帮这次踢到铁板了 有好戏看咯 围观的人群 议论纷纷 他们苦受玄狼帮的剥削 这会儿看到他们倒霉 个个喜不自胜 跟过节似的 近距离感受着 二阶上品灵符恐怖的灵压 曾经牛亡魂大帽 生怕对方把灵符激发了 小命彻底隔屁 这么近的距离 曾经牛不觉得自己能躲开 二阶灵符的锁定 这位道友 你别紧张 别紧张 咱们有事说是 没必要大动干戈 若是庞氏兄弟的错 我曾某人绝对会替你主持公道 曾经牛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气焰 对着讨好的笑容劝说道 此时 庞氏兄弟肠子都毁清了 之前 被困在幻阵中 他们一直在心底发誓 若能逃出生天 以后绝不能再招惹这等难缠的人 怎么给忘了呢 这下好 要怎么收场 二阶上品灵符啊 这么近的距离 这玩意激发出来 他们应有命在 你们想个屁 赶紧把事说清楚 别想蒙蔽我 曾经牛气急败坏地 踢了庞文雄一脚 是 是 是我们的错 是我们朱友蒙了心 收了人家的好处要杀道友 道友将我们困住 最后去还我等自由 这是我们办错了 庞文雄哭丧着脸 连忙向李牧道歉道 嗯 你兄弟的死是我害的 李牧笑着问 不 不 跟道友无关 是被听语楼的杀手所杀 这是怪不到您头上 庞文雄连忙摆手 解释道 那我坑了你们一笔零食 李牧呵呵一笑 接着问 不 不 是我们赔偿道友的损失 是我们赎回自由的费用 庞文雄连忙辩解道 原来如此 道友 此事已经明了 是庞氏兄弟把事情做差了 稍后我会用帮规惩罚他们 同时 我代他们向道友诚挚地道歉 我们大事话小小事话了 话干戈 微欲薄如何 曾经牛一脸恍然大悟 看着李牧诚挚地说 子子 庞氏兄弟 这是恩将仇报啊 人家都放过他们了 还敢仗势欺人 真不识好歹啊 人家饶了他们 还敢找茬 这种人太没品了吧 嘖嘖嘖 难怪老三死了呀 我还奇怪呢 还好这个小哥 能拿出二阶灵符镇住场子 不然 真被庞氏兄弟得逞了 围观的人群 听得了来龙去脉 当即热议不断 点评不已 对庞氏兄弟的人品 嗤之以鼻 庞氏兄弟低着头颅 脸色一会轻 一会儿白 那些路人的声音 一字不漏地落入他们耳朵里 羞愧得他们没脸见人 李牧瞥了两人一眼 再看曾经牛 堆着尴尬的笑容 接下了对方给的台阶 看着庞氏兄弟表态道 也罢 我不想多生事端 以往的恩怨一笔勾销 希望你们别再来招惹我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好好 倒有你忙 不打扰你做生意了 曾经牛如获大赦 连忙带着小弟们 逃逝地离开 目送他们离去的背影 李牧这才将二阶灵符收起来 哗啦 一声 重看热闹的散修 一窝蜂地围向李牧的摊位 老板 二阶上品灵符卖吗 老板 那是二阶精细灵符对吧 多少零食一丈 看着玄狼帮的人离去 李牧犹豫着要不要收摊 离开清平镇 以免被围 别看他们走得干脆 但是 毕竟这里是人家的老巢 万一反悔 自己势单力薄 肯定没好果子吃 然而 涌过来的散修客户太多了 他们里三层 外三层地围着 嚷嚷着 要买二阶灵符 一时半会儿 李牧还真没办法脱身 应该不会有事吧 自己二阶灵符都拿出来了 玄狼帮不会为了两个帮众 为了一点面子 跟自己拼个你死我活吧 这么一想 李牧安下心来 继续做生意 这会儿 灵符不要太好卖 二阶金剑符 金甲符数量不多 李牧不会敞开着卖 在场的散修顾客 都是问个稀奇 肯定掏不出那么多零食买 像二阶灵符这种稀缺资源 放万宝格那种地方卖才合适 果然 李牧喊了二阶灵符三十枚重灵一张的价格 现场争先恐后要买二阶灵符的散修 当时都演气息鼓了 要三十枚重灵啊 太贵了 买不起 算了 还是买一阶灵符 将就着用吧 哎 老板不能再便宜了吗 这价格也太黑了 毕竟是二阶上品灵符 这个价格 真不是我等用得起的 众散修有心无力 叹气连连 转而买起了一阶灵符 李牧一阶灵符敞开了卖 大肆收割散修们口袋里的零食 知道这个年轻摊主身上 有二阶灵符护身 即便眼红他大发横财 没有人敢生出窥视之心 买到了灵符的散修 三三两两的散去 李牧正准备收摊 这时 玄狼帮五人去而复返 簇拥着一个炼器九层 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朝这里走来 是玄狼帮帮主段平海 他亲自为帮众兄弟出头来了 那个年轻人这下完了 则则则 惹了玄狼帮的人还不走 活该他倒霉 不至于吧 断帮主为人还是讲道理的 集市上的散修纷纷散开 小声议论着什么 语言中充满了看热的幸灾乐祸 李牧皱了皱眉 看着迎面走来玄狼帮众人 暗暗生气 真要纠缠不休了 同时 李牧也暗暗恼怒自己 见前眼开 麻痹大意 要深刻吸取这个教训 以后要再警惕一些 不能处于任何危险的境地 李牧满脸戒备 一手摸向储物袋 一手虚握 随时准备从储物阁取出三接零件 与此同时 神石展开 凝视着慢慢走近的玄狼帮帮主 段平海 随时准备抱起 附近没有助击修饰存在 李牧确信自己要走 没人能拦得住他 道友 是二阶上品服师 段平海看着李牧 直奔主题地问 我不是 加师才是 有什么事 李牧看着段平海 编了个理由回应 我想跟道友 预定几张二阶灵符 段平海微微一笑 解释道 预定不了 只有现货 二阶金剑符 二阶金甲符 其他二阶灵符加师 绘制不了 除非你提供符录配方 李牧摇了摇头 示意道 精细的金剑符 金甲符 这两种灵符 刚好也能派上用场 这里人多嘴杂 不是说话的地方 要不 我们进 那家酒馆聊聊 段平海指着 十几米开外的 浮原酒馆 向李牧提一道 可以 等我收个摊 李牧谨慎地放开神时 向那家酒馆叹了一下 确认没问题 赞同道 段平海微微一笑 发现了李牧的小动作 同时暗暗心惊 这个年轻人不可小视 年纪轻轻 便掌握了这么深厚的神识 带李牧收好摊子 段永平热情地招呼着他 一起进了福原酒馆 附近看热闹的散修 看到这么一幕 大概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原来段平海不是替帮众出头来的 而是冲二阶灵符 甚至为结好服饰而来 不愧是玄狼帮的帮主 拿得起 放得下 酒馆二楼包厢内 李牧与段平海 围着一张酒桌 分落而坐 可以卖你十张二阶灵符 一张三十枚钟灵 若零食不够 可以用二阶炼器 灵矿抵扣 知道玄狼帮 掌控着清安镇 部分矿材资源 李牧看着对面 段平海示意道 灵符价格倒还算公寓 能用二阶炼器灵矿交易 那再好不过 我手上刚好有一批 二阶矿石要出 不过 还未经过提炼 照道友 你看看 用这批矿交易行不行 段平海想了想 取出一杵物带 在桌面 倒出几块未经提炼的 杂色赤金矿 李牧微微一愣 看着桌上几块 未经过提炼赤金元矿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随之生效 角色虚拟矿中 出现了几块矿石的信息 赤金石元矿 品阶 二阶灵矿 三阶灵矿 特性 坚固 锐利 沉重 蕴含大量杂石 少量二阶赤金石 微量三阶根金 微量三阶太乙晶晶的赤金元矿 经高温提炼后 可提炼大量二阶赤金 微量三阶根金 三阶太乙赤金 没想到 能在这种情况下简陋 就是不知道这家伙储物袋里的赤金元矿 是不是都是这种矿材 是的话 就发了 李牧不动声色 拿起一块赤金元矿 在手里掂量了几下 感受分量 我买矿一直是买提炼好的 不知道 这个为提炼元矿 卖什么价 李牧看着断屏海问 石金二阶赤金 市价七枚中零 这些元矿赤金含量极高 一百五十斤元矿便可提炼石金赤金 扣除提炼费用 一百五十斤作价六枚中零 断屏海估价道 提炼要用二阶炼气炉 消耗不小 另外 要是赤金含量达不到你说的程度 我还要冒遮损的风险 一百五十斤作价四枚中零 我要了 李牧摆了摆手 砍价道 断屏海皱了皱 不满地道 赤金元矿都在这里 纯度绝对达到要求 不信你自己看 就这个价了 你买十张二阶灵符 我再送你五十张一阶灵符 李牧神识往储物袋探看了一下 确实是同批次的赤金元矿 便提议道 也行 不过 装元矿的储物袋得还我 这种大型储物袋 价格可不便宜 断屏海想了想 点头道 李牧看着断屏海 一阵无语 你一个大帮主 至于吗 上万斤的赤金元矿 不送我个大型储物袋装 说得过去 这么多元矿 你让我怎么带回去 再给你三十张一阶上品灵符 这储物袋送我了 李牧生气地道 这个大型储物袋 刚好用来运封灵草 李牧还想去买个呢 小梁山现在的情况 不适合让张伯平那个小子上去 不行 这种大型储物袋 价值不菲 要五十枚钟灵 才能买到 至少得给我两百张 我养这么多人 也不容易啊 断屏海果断摇头 哭穷道 哪样那么贵 最多再给你五十张 李牧白了断屏海一眼 一百八十 两人你来我往 争锋相对 互探底线 最后 李牧多掏了一百二十灵符 选择迅速达成交易 交易完成 李牧遇见返回小梁山 一路顺利 没遇到不长眼的节修 回到小梁山 李牧第一时间从储物袋 取出半扇聚寥腰猪肉 进行腌制处理 将其切成一斤左右的小肉条 清洗干净 煮一锅废水 再放入锅中焯水 去掉表面的污物 杂质 焯好水的妖兽肉量凉 再均匀地划上几刀 再取来一个陶坛 配置腌料 将肉块一一放进去腌制起来 腌个五六天 就能拿出来凉干 制成腊肉 便已保存 李牧没学冰系术法 也没提早造个冰教 决定以后 有时间凿个地库 弄个几颗冰系零食 布个冰封法阵 制个冰箱来用 这多妖兽肉 够李牧吃半个月左右 将其制成腊肉 最为合适 哇 李牧在灶台前 忙不可开胶 闻到肉香的赤狼 一只跟着围着李牧左右 呜呜叫唤 祈求主人赏口肉吃 把你馋的 拿去啃吧 李牧顺手丢给赤狼一根大骨头 赤狼立即叼起骨头 小跑出院子 趴在灵田旁 吭吃吭吃地啃食起来 将大部分腰猪肉腌制储存起来 李牧顺手放了些零米 煮了一锅零肉粥 草草解决了晚餐 吃完晚餐 李牧迫不及待地 开始清点这次摆摊收获 一块古龙木星砧板 大概能克制八个傀儡核心源 搞十几方二阶灵桃木 可以制作一批 练气九层巅峰实力的战斗傀儡 900多张各类一阶灵符 剩下200多张 卖了四五百张灵符 收益 138枚中灵 1840枚下灵 碎灵可忽略不计 用七张二阶上品金剑符 三张二阶上品金甲符 以及170张一阶上品灵符 跟断平海换了11000左右的赤金圆框 外加一个大型储物袋 嗯 储物袋可真不少 现在进阶 成七代长老了 李牧从身上掏出七个储物袋放桌上 三个是雷氏兄弟的战利品 另外三个来自徐里金他们的收获 李牧拿起放圆框的大型储物袋 走向炼器室 接下来准备提炼这些圆框 看能获得多少三阶庚金 三阶太乙金金 明天卖了枫林草 处理了翠菱果后 再拿这批炼器材料试试手 看能不能再炼制几柄 三阶精细零件出来 比起卖一二阶灵符 卖三阶零件的收益 那可高多了 炼器室 二阶炎阳炼器炉内部 炎阳大阵激活 黄色炎阳灵火熊熊 释放着恐怖的高温 礼木盘坐在聚炼器炉 仪仗外的石台上 将储物袋打开 神石外放 操控着一块块杂黄色圆框 从储物袋飞出 投入炼器炉内 悬浮于黄色灵火上方 炼器炉内 高温炎阳灵火 迅速将一块块圆框 融化成一大团金红色的金属叶 礼木神石投入其中 对悬浮炼器炉中 融化成一团的金属叶进行分流 将沉于底部的金色叶 从带着黑色杂质的红色绒浆中 玻璃出来 而后 将一些细小的 未被融化的金色颗粒归拢一起 其他炼器师 提纯炼器材料 尤其二阶灵框 需要经过多批次的冶炼 精炼 提纯 反复好几次 然而 到了里木这 一切变得非常简单 处理过程比炼器器胚材料的步骤 相差无几 仗着强大神石 直接神炼操作 神石引导其他杂质 排出炼器炼 高效便捷 炎阳炼器炼 另一侧的排泄口 红色岩浆喷涌 带着各种杂质 接连从炼器炼中被排出来 与此同时 另一侧进料口 一块块圆框时 自行从储物带飞出 投入炼器炼 持续不断 炼器炼一边进圆框 一边排杂质岩浆 二阶赤金 三阶庚金 三阶太乙金金 则被截留于炼器炼内 不到半个时辰 李牧便处理了三分之一的圆框 得到一大块散发着热气的 二阶赤金 估摸着有三百斤左右 以及两块拳头大小的 三阶庚金 太乙金金 一块有三四斤的样子 神石消耗过大 李牧稍作休息 暂停了提炼材料 时间一晃 一夜过去 李牧醒来 洗漱 吃完早餐后 走进炼器室 收尾昨晚的工作 将一块块岩浆盐 收入储物袋 带到后山青岛 倒完江岩 大型储物袋空出来 李牧将堆叠在 林田的枫林草垛 收入储物袋 九亩林田产了 近五万斤的枫林草 一个大型储物袋 都装不下 好在 李牧是七代长老 清理了两个储物袋出来 将枫林草 通通装上 李牧换来赤狼 将它抱上 从储物袋 招出一阶玄铁剑 玉剑而起 飞往青安镇 卖枫林草 哇 突然被李牧抱着 带上天飞行 赤狼吓坏了 将整个脑袋 躲进李牧的怀里 没出息的家伙 马上就到了 李牧没好气地 拍了下赤狼的屁股 加快了 遇见飞行的速度 小梁山距青安镇 三四里距离 李牧耗时两三百息 便遇见在青安镇 南门口 缓缓落下 跟紧我 别跑丢了 李牧将赤狼 放在地上 示意道 哇 赤狼聪颖地 应了一声 第一次 离开小梁山 人来人往的小镇 陌生的环境 让他感到 新奇又不安 赤狼紧紧跟着李牧 付了一枚 碎林入城费 李牧带着赤狼 静止走向 张家林牧方 咦 是赤狼 你今儿怎么有空过来啊 在张家林牧方门口 张伯平一眼 认出了赤狼 再看到李牧 连忙招呼道 陌生的地方 难得看到熟人 赤狼兴奋地 冲张伯平摇尾巴 风铃草成熟了 我是爱卖铃草的 另外 我准备去参加 外门弟子的考核 没办法照顾赤狼 张兄 麻烦你带为 照顾一段时间可以吗 李牧微微一笑 解释来意道 原来是这样 没问题 张伯平恍然 一口应下 谢谢 张兄 风铃草都在这了 这次品质比上一批还好 大概有五万斤左右 李牧感激地道谢 递上三个储物袋 哦 我看看 张伯平接下储物袋 取出了一把风铃草 咦 竟是极品风铃草 三叔 你快看 张伯平连忙将一把风铃草 递给柜台前的张手拳 激动地道 张手拳放下帐簿 接过风铃草仔细打量了画 不确定地将风铃草质干折断 再放嘴里嚼了嚼 好似发现了什么不对劲 眉头皱了起来 再拿一些出来 我看看 张手拳看着张伯平示意道 张伯平连忙将储物袋 递给张手拳 张手拳接下储物袋 接连拿出两把风铃草 折断后放嘴里咀嚼了画 呸 你这风铃草是怎么种的 品相 灵性 外形都达到极品灵植的级别 不过 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这批风铃草都缺了一大部分精华 价值降低不少 最多只能给你一百斤一枚下灵 张手拳吐出嘴里的风铃草 满脸奇怪地看着李牧 问 李牧微微一愣 当即知道了原因 肯定是天赋 直灵汲取的关系 三说 张伯平以为 是张手拳是故意压架 不满地喊了一声 可以 就按这个价卖吧 张兄 我们去撑凉吧 李牧连忙出声制止 示意道 张伯平狐疑地看了李牧一眼 点了点头 带着他去撑凉风铃草 这批风铃草 最后撑得五万两千斤 李牧收获了五百二十枚下灵 正常来讲 极品风铃草价值 三四十斤一枚下灵 你要查下哪出了问题 不然 会少挣很多零食的 张伯平将三个储物袋和零食 一起递给李牧 善意地提醒 谢谢张兄提醒 应该是我急于求成的原因 不过 已经挣不少了 我非常满足 李牧收下储物袋 随口编了个理由 知足地感谢道 比起卖零食 那有自由熟练点重要啊 李牧自知自家事 不便继续这个话题 连忙告辞 张兄 赤狼就拜托你了 我半个月左右便会回来 嗯 放心吧 会被照顾好他的 清玄宗外门弟子考核 可没那么容易 你安心考核吧 预祝你顺利通过考核 张伯平笑着点头 由衷地祝愿道 谢谢 张兄 李牧感激地道谢 对外门弟子考核 信心十足 李牧从张家陵牧坊离开 前往万宝阁 准备采购一批灵物 炼制护身灵器 接着 再回小梁山 将采摘好的翠灵果处理了 一亩灵稻谷收割了 再将剩下四只散养的彩灵机解决 李牧这才好放心 前往清玄宗的外门驻地 清玄宗统御万里疆域 高高在上 杂役弟子有百万之巨 分散在万座灵山 数百个大城 无数个小镇之中 为宗门收集各种修炼资源 像清安镇 清平镇这些伴有低阶灵脉 存有灵矿 灵药 各种修真资源 穷山恶水的小镇 才是大量清玄宗杂役弟子活动的区域 身处在生物链最底端的杂役弟子 唯一的上升通道 是通过宗门外门弟子考核 进阶外门弟子 再通过内门弟子考核 成为内门弟子 一路向上爬 外门弟子的考核地方 自然不是在清玄宗总部 而是在清玄宗控制的城级驻地进行 杂役弟子 外门弟子 都没有资格待在宗门总部 外门弟子 唯有去参加内门弟子考核时 才有机会去往清玄宗总部 目睹宗门的七大主峰 仙山灵洞的景致 清安镇 清平镇的上一级城市 位于三百里外的钢阳城 那座大城里存有清玄宗外门弟子 分布驻地 三百里地说远不远 说尽越不近 李牧遇见飞行 全速赶路的话 半个时辰左右便能抵达 不过 一去一返的路途 唯恐发生什么意外发生 李牧需要为此做一些准备 万宝阁 在两位侍女的引领下 李牧见到了林慧荣 欢迎光临万宝阁 李公子 咱们有一段十日没见了呀 林慧荣笑容灿烂的招呼 确实有一段 十日没来了 二阶林桃木可有货 我要二十方 再拿四斤退成灵水 李牧笑了笑 直奔主提道 有 有 都有货 林慧荣眼睛一亮 连忙从储物袋取出一库路 翻看了一下 回应道 二阶林桃木 一二灵下灵一方 二阶退成灵水比较贵 一两灵水须 四百五十下灵 给李公子打个九五折 总得一百九十三枚中灵 李公子还有其他需要吗 林慧荣期待地看着李牧问 嗯 有翠灵醉的酿造配方吗 李牧点了点头 接着问 有 这个价值不高 几枚下灵而已 可以送给李公子 林慧荣微微一笑 示意道 除了精细之外 其他四系二阶炼剑灵才可有 李牧点了点头 关心地问 二阶赤焰石 二阶雾土金 还有二阶冰铁木星 这三样炼起灵才 林慧荣微微一笑 看着李牧示意道 雾土金什么价 李牧星微微一动 关心地问 一斤一枚中灵 林慧荣报价道 文言 李牧一阵漠然 上次在清平镇的灵矿店 雾土金 他是十斤八枚中灵买的 万宝阁太黑了 转个手十斤雾土金 就要多挣两枚中灵 李牧决定放弃在万宝阁这采购炼器材料 抽个空再去找断平海交易炼器灵矿 那批赤金原矿 他可没少挣 提炼结果 二阶赤金石 七百五十斤左右 三阶庚金 三阶太乙金金 都有十几斤 挣了数倍利润 这种冤大头不找 跑来跟万宝阁买炼器材料 那才是冤大头 算了 就拿二十方灵桃木 和四斤退陈灵水吧 另外 记得还有那翠灵酒酿造秘方 李牧摆了摆手 确定道 没问题 李公子 打算怎么结账 用灵石 还是用灵符相抵 林慧荣神色略带失望 笑容不变地问 这次 我用灵石付账吧 李牧果断掏出装灵石的储物袋 付给林慧荣 一百九十三枚钟灵 闻言 林慧荣越发失落了 本以为能再挣一笔呢 这是大号储物袋 将灵桃木装入其中便可 李牧将另一个储物袋 递给林慧荣 道 林慧荣点清了灵石 接下储物袋 郁郁寡欢地告辞道 李公子 我这就去装灵桃木 您请稍等片刻 没等多久 林慧荣去而复返 将装满材料的储物袋 递给李牧 提醒道 李公子 上次您没参加拍卖会 错失了不少好东西 若有时间的话 您可以去钢羊城一趟 这一次 我们万宝阁 即将在钢羊城 进行一场大型拍卖会 届时有助鸡丹 修炼功法 俘虏书 以及大量三阶灵物展开拍卖 文言 李牧心中一动 他这次刚好要去钢羊城 倒是可以去看看 你们隔在钢羊城的拍卖会 什么时候开始 过几天 我刚好要去一趟钢羊城 李牧好奇地问 还有七天 李公子您真要参加的话 我可以免费送您一枚邀请令 不过 您一定要去呀 不然 惠荣可要被扣业绩的 林慧荣露出一副担忧的表情 看着李牧示意道 七天吗 时间刚好来得及 邀请令给我吧 我一定去 李牧笑着点头 同时想到了什么问 如果有林雾 要拿去拍卖的话 届时是不是能让贵阁代劳 当然可以 不过 送拍林雾 需要金本格建临时鉴定 达到一定价值 才能被送拍 拍卖成功的话 我哥将收林雾 拍卖价15%左右的手续费 林慧荣回答道 明白 邀请令给我吧 林姑娘请放心 拿了你的令牌 我绝对会去的 李牧点了点头 伸手向林慧荣讨要道 见李牧都这么说了 林慧荣连忙从腰间 取出一枚紫色小令牌 双手奉上 贵格 可有二阶浮皮纸卖 最好是二阶精细浮皮纸 李牧伸手接下邀请令 看着林慧荣问 卖给段平海 十张二阶灵符后 也只剩下十张用于防身 李牧打算多画质一些 怎奈没有材料 画质二阶灵符 需用二阶妖兽皮包制的符皮 才能画出二阶上品灵符 最好还是相同属性的 用一阶浮皮纸 最多只能画出二阶下品灵符 而且失败率有点高 不过 二阶浮皮纸较为稀缺 需要猎杀二阶妖兽才有 二阶精细浮皮 李公子 令尊能画质二阶精剑符 精甲符了 林慧荣微微一正 看着李牧惊讶地问 上次李牧在万宝阁买了一份 二阶浮露残本 正式精细灵符 还没 研究出了一点眉目 需要用到二阶浮皮纸实化 贵格有货吗 李牧笑着解释 原来如此 李公子请稍等 我看看 林慧荣点了点头 迅速阅览库册 回应道 二阶浮皮纸倒是有一些存货 不过 是火系和土系的浮皮 可以用吗 土生精用土济浮皮纸应该能行 怎么卖的 我要土济浮皮 李牧连忙道 二阶浮皮纸十五下灵一张 土系还有三十四张 公子都要的话 给五眉中灵吧 林慧荣示意道 万宝阁真会做生意 上次在刘市灵符店 买的二阶妖元浮皮 一张也就九下灵 不过 这东西太稀缺了 李牧只能认了这个价格 掏了五眉中灵副掌 李公子 请稍等片刻 林慧荣收下零食 转身去库房取货 没多久 李牧逃逝地从万宝阁出来 继续待下去 储物袋里的零食 要被掏空了 李牧清安正逛了一会儿 采购了酿酒的材料 几大桶米酒 十几斤零米 不一会儿 李牧遇见落在小梁山上 忙碌了起来 翠灵果酒酿造过程非常简单 李牧朝林田方向 全力施了一记清风换雨术 换来一片倾盆淋雨 而后 神殿操控果框里的翠灵果 纷纷废弃 数万颗翠灵果 一起飞入淋雨中 迅速被冲刷洗净 接着 李牧从储物袋中 取出七个大木桶 神石操控着数万颗翠灵果 飞至木桶上方 李牧神石用力一挤 一颗颗翠绿果子 顷刻间炸裂 爆浆 果盒果肉分离 碧绿果汁哗啦 哗啦地流淌在木桶中 啪啪啪 一颗颗果盒 犹如雨点般落回果框里 果肉则纷纷落入木桶 李牧从储物袋中 取出几桶米酒 十几斤灵蜜 一些芈香草 均匀倒入七个酿酒桶 接着 盖上木桶盖 封上泥浆密封 再放入储藏室 存放两三个月后 这批翠绿酒差不多就酿成了 做成酿翠绿酒的活 李牧将几只变山跑的采灵机抓起来 载了一只采灵机 剩下几只关起来 没了赤狼的照看 灵道即将成熟 他可没空看管他们偷吃灵道 索性准备都吃了 载好的采灵机洗净 切成小块放入陶锅 再放一些灵芝干 黑灵菇干 燕灵草 黄芪 等灵扇药材 配料 加入少量清泉水 再准备一灵米罐 一起放到台里的大铁锅里炖煮 半个时辰后 揭开锅盖 一大锅肉香扑鼻 美味滋补的炖灵机药扇 便出炉了 李牧迫不及待地加一块放入嘴里 入口极烂的灵机肉 渗入肌肉的各种灵材药力 一起在口中并发出来 香 干 甜 口感丰富 无比美味 李牧用力吸溜了一下 将灵机肉从骨头吸个干净 接着 灵米饭配着灵机药扇 大口大口的干饭 李牧吃得满嘴流油 面色红润 精神饱满 吃完丰盛的晚餐 夜幕也随之降临 李牧拿出古龙木星砧板 以及雕刻傀儡的工具 坐在桌前 全身心投入傀儡核心源的炼制 只见 李牧用一套锤刀 干脆利索 将古龙木星分成八块 相差不大的木块 取一块置于手中 注入大量灵力 将内部的雷源驱散 接着 李牧另一手持着刻刀 飞快木料上雕刻游走起来 先用冲刀法 刀刃在木星四周 以冲走式刻画 清理掉无用的部分木料 而后 刻刀变为色刀法 冲破木料阻力 沿着木纹徐徐前进 在表面刻路傀儡阵纹 木屑如雪 纷纷飘落 李牧全神贯注 眼里 只剩下刻刀和木料 半个时辰后 李牧停止了雕刻 手上出现一颗婴儿拳头大小的褐色木球 表面呈现大量复杂的纹路 纹路有的浮于表面 有的凹陷于内 有的呈立体形态 无比精致 神异 李牧看着半成品的傀儡原盒 脸上绽放出一个轻松的笑容 不容易啊 刻画这三阶傀儡原盒 运用了阴雕 浮雕 圆雕 通雕 等十一种雕刻手法 总算完成了 原盒表体傀儡 阵纹雕刻部分 接下来 还剩下一个步骤 运用神石进行内雕 微雕傀儡主阵纹 将整颗原盒的傀儡阵纹 由外置内的串联起来 李牧稍作休息 调整好心态 而后 凝聚神石 化为刻刀 全身心投入其中 开始在傀儡原盒内部雕刻起来 强大了三倍的神魂 使得李牧神石凝聚的刻刀 获得更持久的持航 一缕缕神石锁化的刻刀 顺着古龙木星的内部纹路 内刻傀儡阵纹 末约过去一刻钟 李牧面部微微一喜 完成了傀儡阵纹的内雕 掌心灵力聚集而出 下一秒 整颗傀儡原盒灵光闪耀 吸收了灵力后 它自行悬浮起来 表面傀儡阵纹 释放一股股灵压 好似在驱动着什么 哈哈 成了 这颗傀儡原盒制成了 看到这一幕 李牧开心的哈哈大笑 傀儡原盒 相当于一颗芯片 雕刻着各种傀儡阵纹 接受主人神石指令 转化成行动指令反馈出来 驱动傀儡阵纹 操纵傀儡主体行动起来 至于傀儡的驱动力 依靠傀儡体内的灵力阵 镶嵌的灵石 则是灵力阵的动力源 炼制一具傀儡 最复杂的部分 莫过于这颗傀儡原盒 李牧检验了一会儿 确认这颗傀儡原盒十分完美 接着继续投入 新一颗傀儡原盒的克制 时间一晃 三天过去 李牧成功雕刻出了 七颗傀儡原盒 另一颗傀儡原盒雕刻失败 同时也将二十方灵桃木 雕刻出了 九具人形战斗傀儡躯体 打开一具战斗傀儡胸前的暗格 将傀儡原盒置入其中 再取五枚中品灵石 嵌入驱动灵力阵中内 李牧伸手注入灵力 神石覆盖傀儡和原上 下一秒 傀儡提表傀儡正闻灵光一闪而逝 战斗傀儡活了过来 双肢一撑 灵活跃起 直直站立李牧面前 傀儡身躯散发着强大的灵压 有炼气九层巅峰的程度 李牧心中一动 神石操控着傀儡 走向院子中央 战斗傀儡迈着机械的步伐 转眼在院子中央站定 木头般盯直在地面 来 我们打一场 李牧神石冲战斗傀儡 下达了战斗指令 准备测试一下战斗傀儡的战斗力 下一秒 战斗傀儡双足一瞪 迅猛飞扑而出 啪 李牧惊险地伸手挡住傀儡的冲拳 被打退了两步 然而还未等李牧稳住身体重心 战斗傀儡紧随而至 一记横扫 一根粗壮的木腿 迅速映入眼帘 雷霆万钧 李牧变了脸色 被迫双手抵挡 啪 李牧双手挡面 再次挡住了战斗傀儡的攻击 身体被踢飞出去 双臂火辣辣地疼 停 李牧吓了一跳 神石下令 立即下令战斗傀儡停止战斗 呼 一个木质拳头 在距李牧面前十几寸石 及时停住 木质拳头 带着一股犀利的拳风 吹散了他的刘海 李牧死里逃生 一脸煞白 我去 疼死我了 都轻了 李牧翻看了一下手臂 疼得泪眼汪汪 李牧忘了 他没学什么近战功法来着 而且 一只狗在山上种田 没经历过几次战斗 之前 两场生死战能够取胜 完全依赖二截灵符 零件这些外物之力 李牧本身并没多少战斗天赋 然而 战斗傀儡不一样 傀儡源和雕刻复杂的战斗傀儡阵闻 赋予傀儡极强的战斗本能 且会不断吸取战斗经验 完善战斗自身体系 再加上其坚硬的木质身躯 不为死亡特性 战斗素质差距太大 根本没得打 李牧脸色难看 外门弟子考核 好像有考核战斗 李牧想到了什么 翻找了下储物袋 从储物袋中翻出 弹指径 二十四级剑法 两步反击战斗功法 迅速学习起来 弹指径 通过发巧径 弹射一股静气 是一步可近战 可远攻的执法 李牧按照弹指径的行攻路线 在右手凝聚灵力真元 食指中指并拢 扑的一声 一股灵力真元 沿着两指 弹射而出 一道肉眼可见的 真元静气 击打在地面 出现一道浅印 扬起了几缕沙尘 这威力也太小了 反击就这样了 李牧不满地皱了皱眉 随即看向角色虚拟矿 丁 你学会反击功法 弹指径 弹指径熟练度加一 李牧当即看到 弹指径刻录在角色面板的提示 随即将自由熟练点加上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弹指径熟练度加一 李牧一口气 用了9600点自由熟练点 将弹指径升至四级 大量弹指径使用经验 技巧要点 纷纷呈现脑海 这一刻 李牧好似使用过成千上万次弹指径 随手一指 揪得一声清响 一股犀利真元静气打出 眨眼即逝 下一秒 啪 一声 地面骤然出现一个半指身的小洞 李牧惊喜不已 这股静气威力不小 释放巧妙 出其不意 能对练气后期修饰 造成不小威胁 四级弹指径的威力 李牧十分满意 反击功法提升至高级 也有不错的战斗力 接下来 该修二十四级剑法了 李牧从储物袋 取出一边一阶悬铁剑 按着二十四级剑法的剑招演练起来 许是 李牧掌握了剑意 剑欲的原因 实践练习二十四级剑法 当即领会了这本剑法的变化要点 二十四级剑法 对应二十四节气 立春 雨水 金哲 春分 清明 古语 立春 万物剑刺复苏 剑招舒缓 却不失任性 雨水 湿气剑升 双路长线 剑招石块石缓 寒光乍线 丁 你学会反击剑法 二十四级剑法 二十四级剑法 熟练度 加一 一套 二十四级剑法 耍完 李牧立即从角色虚拟框中 看到一条新提升出现 李牧运转换吸绝弓法 将骤然爆发出来的锋芒剑意收敛起来 练完 二十四级剑法 这套剑法 让他感到了不一般 剑法竟带了自然之意 回味无穷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二十四级剑法熟练度 加一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二十四级剑法熟练度 加一 同盘指径一般 李牧也将二十四级剑法 提升至四级 获得大量二十四级剑法的修习经验 剑招金钥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特殊的收获 李牧皱了皱眉 有些不解 感觉这门剑法 应该没这么简单才是 学了两门繁击弓法 并将它们提升至四级 原本两万零三百五十点自由熟练点 只剩下一千一百五十点 李牧的近战能力 获得了大幅提升 无比超值 李牧将玄铁剑收入储物袋 拿着一根木棍 以棍当剑 继续与战斗傀儡过招 乒乒乓乓 一人一傀儡 在院子里打得有来有回 尘土飞扬 激烈无比 战斗持续了半个时辰 战斗傀儡躯体 被他的剑翼创伤 李牧这才意犹未尽地 停止了与傀儡的对战 通过这场对战 李牧确认了 二阶战斗傀儡的真实实力 他确实拥有 炼器九层的战斗力 若给他配上适合的武器 应该能与助击初期修饰 对战一段时间 不过 就是太消耗零食了 李牧取出傀儡原盒 给他替换一具 新的傀儡身躯 才发现 五枚中品灵石 已然搜了一圈 激烈的战斗下 用不了四五个时辰 李牧将另外六具 战斗傀儡 也都装上傀儡原盒 嵌入中品灵石 随即都收入储物格 以便放出 充当应对危机的杀手锏 接下来 李牧开始画制二阶灵符 以及炼制防御灵器 为即将到来的 刚阳城之行 做最后的准备 炼器是 炼器炉内 炎阳灵火熊熊 散发恐怖的高温 悬浮于炉内的一团羹筋 一团太乙筋筋 在炎阳灵火的灼烧下 通红软化 却久久没有融化 另一侧 一大团赤筋石 已经融化成金属溶液 李牧神识全力示为 艰难地揉捏着羹筋 太乙筋筋 将它们塑造成一个盾面 而后 操纵着赤筋溶液 将它们包囊起来 构建成一面大盾的气胚模样 而后 师神炼法 在其内构建阵机 很快 炼器炉内的炎阳灵火熄灭 灵盾气胚渐渐凝固 李牧神识操纵下 炼器炉盖起开 将里面一面七尺高 两尺八寸宽的金色大盾气胚 缓缓取出 当当 这垂机声 接连不断从炼器室传扬而出 历时 三个时辰 一件三阶极品防御灵器 耕筋盾 终于在手中诞生 耗费十五斤三阶耕筋 十七斤太乙筋筋 以及五百多斤的赤筋时 李牧为自己炼制了一个防御力极强 硬度极高的三阶极品盾牌 李牧将耕筋炼化后 使用起来有些费力 不过 这件由三阶耕筋 三阶太乙筋筋充当盾面 加上大量赤筋石辅佐 增强分量 防御强度 凝聚 坚固 抵抗 挪移 聚臂 固守 转铃 等十二道防御器纹的耕筋盾 其防御力 即便承受筑机巅峰修饰的攻击 也能轻松抵御下来 李牧掌握傀儡术 剑阵 阵法 神石 俘虏 等各种犀利攻击手段 唯独防御方面 没有突出的能力 现在 有了这件三阶极品耕筋盾 防御方面的缺陷 总算得以保证 李牧实验了一下 操纵玄铁剑全力攻击 斩在三阶羹筋盾上 连一点痕迹都没能留下 三阶羹筋 太以金金材料 坚硬无比 精锐之气充裕 是炼制三阶零件的极品炼器材料 嫌有人将其炼成灵盾 这种做法太暴殿天物了 不过 对李牧来讲 却十分有意义 以后对敌时 将用此盾抵御攻击 他便无需顾虑防御 可以更从容应战 将羹筋盾收入储物格 李牧继续激活炼器 卢岩阳大阵 剩余的二阶赤金矿 还能炼制两柄零件 索性一起炼掉 准备拿去万宝格 参与拍卖 半个时辰过去 李牧从炼器室出来 面带笑容 继三阶几品更金盾之后 他用一百多斤的赤金矿 成功炼制了两柄三阶下品零件 收获极大 回到房间 李牧从储物袋中 取出一个皮水囊 再拿来一个木盆 从储物格中取出那个青铜面具 玲珑面具 笋 品阶 三阶灵气 特性 换脸改面 气息伪装 灵性不显 采用玲珑金石 换月时 赤铜密法炮制的防脸面器 炼化后贴于脸部 可生成伪装人脸 三 因三百年岁月腐蚀 灵性丧失 需用退尘灵水四斤浸泡 十万缕灵气运灵一段时日 方可修复 看着面具属性 李牧将其放在盆中 接着 将水囊木塞拔下 咕噜咕噜地往木盆中 倒入退尘灵水 很快 一阵阵白雾从面具泛起 四斤退尘灵水 逐渐变得浑浊 面具的青苔逐渐消失 一股旋风无缘无故地出现 大量灵力汇集向木盆 李牧感知到 灵气流动异常 玲珑面具开始吸收四周灵气了 旋即 从储物袋取出大量下品灵石 中品灵石一起倒入木盆之中 灵石将木盆堆满 散逸着灵韵气息 然而 还未等灵石灵气散逸出来 玲珑面具产生一股强大的吸力 将所有灵气吸数经吞吸走 灵石逐渐变得斑驳灰白 表面崩裂 出现大量裂纹 没过多久 盆中的灵石都没了灵力 沦为废渣 玲珑面具也没有汲取灵力的动静 玲珑面具 应该是恢复了 李牧连忙将木盆中的玲珑面具取出 展现眼前的是一个晶莹剔透 灵性十足 轻薄无比的透明面具 散发神意的气息 十分不凡 李牧投入神石 手中凝聚灵力 没多久便将其练化 将其佩戴在脸上 当即感受到脸上紧紧贴上了一个冰凉 透明物体 就好似贴了一张面膜 明明感受得到 却又肉眼不可见 十分神奇 李牧迷雾了玲珑面具的用法 它能生成 并存储三张人脸 玲珑面具现在没有存储任何脸谱信息 变换其他人脸前 先要自己捏脸 李牧走到一面铜镜前 脑海中想着自己 原来世界的那张脸 很快 铜镜中的面孔一阵模糊 展现出一张24-5岁左右 单眼皮 高鼻梁 平平无奇的方形脸 李牧呆了一下 流露出复杂的神情 这张脸才是他的呀 虽然比起这具身体的脸 丑了点 已经回不去了呀 李牧默默地操纵玲珑面具 存储上这张脸谱 摆弄了一会儿玲珑面具 确定戴上它以后 外貌 气息都会发生改变 具有极强的伪装效果 李牧欣喜地将它收入储物格 以后肯定会有很多机会用得上 清理了桌面 李牧开始拿出伏笔 二阶伏皮纸 绘制灵符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转眼一夜过去 四日 李牧醒来后 拿着镰刀下了灵道田 开始收割白玉灵道 天赋神通 植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植灵 修为加二 天赋神通 植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植灵 修为加一 李牧一边收割灵道岁 一边减湿之灵光团 修为一点点的上涨 不过 距离下一层 仍有巨大的距离 不划算啊 李牧将一亩灵道岁收完 神色有些不满 一亩灵道田 获得十万左右的修为点 但是 从炼器十层生至炼器十一层 需要五十万修为点 仅有五分之一 修为提高后 种植灵道有些不划算了 半年才能收割一波 还不如种植枫灵草 能收割两波自由熟练点 要不种翠灵果也合适 能提升神魂 或是改种其他灵值 算了 等回来再规划吧 李牧叹了口气 继续忙农活 将灵道米收集起来 四日 李牧为小梁山 加布了一个龙象复眼镇 而后遇见而起 向刚阳城急飞而去 两三百里的路程 人生地不熟 李牧怕飞错方向 一路飞飞停停 沿途遇到几波修士 会远远询问确认一番 一个半时辰后 一座剑在山腰的巨城轮廓 渐渐清晰起来 到了 看到山顶的巨城 李牧不由松了口气 这一路上 有遇到修士 亦有遇到了十几次妖兽 最危险的时候 是遇到一波妖情 一接猎眼鸟 好在 李牧一路上神石全开 能覆盖一里直径范围 提前发现 并先一步避让开来 李牧越飞越近 刚阳城的模样 尽收眼底 刚阳城有内外两城 内城围绕一座 孤峰的半山腰而建 外城城墙 由周边五座矮峰连接围棋而建 十几丈高的城墙 毅历山间八座凌空石桥 连接内外两城 城市建造风格宏伟 大气 非常壮观 这种城市 在原来的现代世界 绝对建造不起来 一搜搜灵州 驾驭飞剑的修饰 在城墙边专门的区域 起起落落 这刚阳城内城上空 设有近空阵法 无法直接飞入 剑状 李牧欲剑而下 落在城门口的御剑码头上 不远外的城门 一位驻鸡修士 带着八位练气后期的守卫 守卫着城门 监视着每一个进出城门的修士 按照城墙正上方的侦测临近 实时发挥着作用 杜绝妖修 魔修 阴邪的进入 看到这一幕 李牧不由感慨 生活在大城市 安全保障方面 果然提升了不少 不像清安镇那么危险 若是有几只二阶妖兽 联合袭击起来 都有可能将其 从地图上抹去 新来的 入城废五下铃 城内不得预见 李牧刚要入城 被一门守卫拦住了去路 伸手示意到 李牧拿出五枚下铃 交了入城废 获得守卫给予的一块铁令牌 被守卫告知 此令能用十五天 十五天后 若继续留在钢阳城 得继续补交零食 若要离开钢阳城 得将此令上交 好吗 在钢阳城待着 每天都得交三下铃 还没算房屋租金呢 大城市居之不易啊 不过 进城后 一股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 李牧当即知道 为什么要收这么贵的入场费了 钢阳城内 肯定存有一条高阶灵脉 井外一出来的灵气 就是外面的三四倍 在这个城市修行的速度 是外界的三四倍 内城的灵气浓度 会有多高 可想而知 七八丈宽的城墙 便是此城的主街道 沿街各种商铺 灵售店 丹药店 符纹店 灵气店 傀儡店 灵药店 灵直店 裁缝店 各种各样 种类齐全无比 欧野大师炼制的极品零件 还有一阶极品零件 最低只要七十下灵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七十要灵的赤阳花 百年要灵的莫灵神 走过不要错了 极品聚气单 一枚只要三十下 灵 晶圆又载 二阶妖兽前列 快来看嘞 沿街商铺各种招客声 溢架声 叫卖声 汇集一起 行人来来往往 十分热闹 李牧一路探望 眼睛像雷达一般 一家家店铺 一样样灵雾商铺扫过去 深怕错漏 发现宝藏的机会 五十年份 还阳灵草 带病的晶圆又载 雷厉微弱的雷石 很快 李牧停住了脚步 被一家灵芝店里的 灵芝种子 吸引了注意力 掌柜的 这二阶灵芽米灵种 怎么卖 多久能成熟 李牧走进灵芝店 询问店掌柜 二阶灵芽米两年一熟 需要中品灵田方可栽种 若用上品灵田栽种 时间可以缩短半年左右 一亩灵种十枚中灵 灵芝店掌柜介绍道 呃 我可以先买一部分试种吗 还有二阶墨羊草 雪单身 灵幻草 这些二阶灵芝种子 每样给我来十几二十颗 可以吗 还有 一阶灵种我也要点 李牧现场 点了一堆二阶灵芝 没有特殊环境要求 不需要太精心照顾的种子 询问道 要试种啊 每样给你来点 一样一枚钟灵怎么样 灵芝店掌柜皱了皱眉 试一道 可以 谢谢掌柜的 李牧大喜 开心地应下 很快 李牧附了十三枚钟灵 带着十三种二阶灵芝种子 以及七样一阶灵芝种子 喜滋滋地从灵芝店里出来 只可惜 这家灵芝店 没有三阶灵芝的种子 不然 李牧肯定愿意掏零食买下 李牧发现 三阶灵芝种子 宗门以及其他灵芝店 都没拿出来大规模的售卖 获取的渠道 需要依靠其他方式 逛完灵芝店 李牧又逛了几家灵财店铺 收获寥寥 想来是刚阳城高阶修饰较多 懂得识别灵芝 那些灵芝不显的灵芝 都能被发现 标以高价 简陋的难度大增 李牧找了一家 叫做望云阁的客栈 邻居两日 混迹于客栈的食堂上 侧耳倾听 吃饭修士们的闲聊 从侧面了解 刚阳城的情况 听说了吗 这次周家狩猎队 为了拿下珍珠峰 那只三阶嗜血狼王 死了不少人呢 结果怎样 嗜血狼王拿下了没 当然拿下了 带队的可是周天昊 预备金蛋 有个关于五大宗门 最新消息 你们知道吗 你是指五宗联合拓荒的事 有什么新消息 对 五宗好像闹崩了 不知是利益分配布军 还是其他问题 清玄宗要退出 此次联合拓荒了 不能吧 这消息 你哪听到的 五宗向万妖山脉拓荒 是上面先宗 太玄先宗受益的 清玄宗怎敢不从 好像是清玄宗议员 因真君死于 炼士宗长老手上 顶尖战力受损 不愿参与拓荒吧 假的 肯定是假消息 清玄宗有十几位 元婴真君呢 在这之上 还有一位化神老祖 哪会为一个区区 元婴真君的死 放弃这次武宗联合拓荒 这次清玄宗真灾了 元婴真君 清虚子陨落了 真的吗 不会影响 不会影响刚阳城吧 影响不了多少 刚阳城离清玄宗总部 十万八千里 远着呢 王家 林家 武家筑基家族 这次闹得挺凶啊 为了一出矿卖的分配 都准备摆斗法台了 清玄宗在上面压着 闹不起来 不知道 这次矿卖大不大 兴许又有一座小镇 要建起来了 有着可能 这次机会 千万不能错过 在客栈堂时的酒客 三三两两 热烈议论着 刚阳城发生的 各种热门事件 围绕着清玄宗 元婴真君的死讯 武宗联合拓荒 以及新旷卖的发现 几家筑基家族 摆斗法台的事 聊着各种八卦 李牧偷听了一会儿 觉得无趣 这些事 距他一个杂役弟子 太遥远了 吃完桌上的林善菜肴 李牧跟掌柜结清了账 转而离开客栈 朝清玄宗 在刚阳城的 准备报名外门弟子的考核 穿着清玄宗杂役弟子 统一服饰的李牧 成功通过内城守卫的问询 进入刚阳城内城 更加精纯的灵气扑面来 目光所及 绝大数都是 身穿清玄宗外门服饰的 外门弟子 小子 来参加外门弟子考核的 别乱闯 去那边排队 李牧被一个外门弟子喊住 指向偏门处 一对杂役弟子 在排队地方 谢谢师兄 指点 李牧感激地拱手道谢 走到杂役弟子 队列的最后面 排队等待进场 怎么这多人参加考核啊 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能通过 好紧张啊 不是吧 往常不是狩猎预备对弟子负责的吗 怎么换正式弟子了 好像是预备对弟子第一次正式狩猎 损失惨重 人手不足的原因 完了 正式狩猎对弟子负责无考 这次考核肯定过不了 排在队列后面 李牧听着杂役弟子议论不止 一个个紧张兮兮的模样 就好似他以前参加科二科三架考的场景 不禁有些怀念 排好队 不要乱 一个一个进 没准备好的自己离开 别自讨没去 考场大门打开 一名身上散发着筑机灵压的管事老者 出现在门口 带着两名外门弟子维持秩序 很快 一百多杂役弟子的队伍 往前挪动起来 李牧走进考场 入眼 是一片摆着五个演舞台的空地 每个演舞台 都有一名练器九层巅峰的外门弟子 正等着他们 今年第123批外门弟子 考核正式开始 先跟你们说下考核规则 进阶外门弟子 要通过三关考核 第一关 五考 与舞台上的手类弟子 实战过招 支持30系 平价 及格 支持百系 平价 中等 支持300系 平价 上等 筑基管室环市现场 重杂役弟子 介绍道 若是击败类主呢 这时 台下一个声音 问出了大家的疑惑 这种情况不是没有 若能击败类主 评价 优异 成功通过三个考核 录入弟子令 奖励 一百点宗门贡献 筑基管室老者笑着解释 筑基管室老者停顿了一下 接着介绍 第二关 计考 考修真百亿的记忆掌握程度 制服师 考制服记忆 炼丹师 考核炼丹记忆 宗门不养无用的人 就算你走猎修路线 也要考包皮 取股 陷阱布置 要受追踪等记忆 第三关 问心关 这一关 你们需进入幻阵 通过求到问心的考核 外门弟子 每人三年一次考核机会 若自觉还没有准备好的 劝你们自行离去 准备好再来 若决心要参加考核的 现在开始上前报名 驻基管事老者 讲完考核内容 指着旁边登记的 报名处示意到 驻基管事老者话音一落 来参加考核的杂役弟子 犹豫了起来 他们看着擂台上 一个个练器九层的擂主 不少人退缩了起来 我报名 杂役弟子 唐有福 年纪 32 练器七层 擂主真的都是 正式狩猎队的 那个是裴勇师兄 我认得他 这官过不去的 要不算了 我也没准备好 我们明年再来吧 现场报名的 退缩离开的 杂役弟子们 都做出了选择 不话 便走了三分之一的人 很快 轮到李牧 他上前 向负责登记的 指考弟子报名 杂役弟子 赵怀仁 年纪十八 修为 练器七层初七 五行下品灵根 李牧报名 汇报年纪和修为的时候 不由吸引了 筑基管事老者的注意 当听到他的 灵根是五行下品灵根后 随即便将目光放到别处 十八岁便有 练器七层的修为 十分难得 在杂役弟子中 算比较出众的 不过 配上五行下品灵根的话 就没什么 值得关注的了 官室员 一号擂台 迅速上场 七重量 二号擂台 迅速上场 一名指考弟子 催促地念着名字 被叫到的杂役弟子 纷纷上场 与泪主对垒 李牧报完名字后 领到一枚写着 三十五的青铜令牌 在擂台下等待着叫鸣 同时 观看其他杂役弟子 进行的舞考 参加外门弟子考核的 杂役弟子 修为都在 练器六层 练器七层这样子 先有练器八层的 他们对上 练器九层巅峰的泪主 几乎是被压着打的状态 擂台上的双方 或是遇见对异 或是招呼竖法对轰 身影腾挪转移 起起落落 乒乒乓乓 打得好不精彩 然而 在李牧看来 他们就是菜鸟护卓 跟战斗傀儡对战的激烈 差了不止一个等级 李牧皱了皱眉 思索着 怎么压制自己的战斗力 不要表现得太过出色了 演舞台上这五位类主 没一个 是他义合之敌 李牧只想获得 外门弟子这层皮 安文狗在宗门种田 不想表现太优秀 招惹其他事端 秦承鹏 坚持了三十五息 及格 包锦柜 二十七息 淘汰 台下 登记比赛成绩的执法弟子 接连不断汇报成绩 哎 差一点就通过了 就差两息 哈哈 好玄啊 差点没通过 五号泪主好凶 千万别抽中五号 五考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通过考核的 考核失败的 等待考核的 现场气氛紧张 激烈 赵怀仁 五号泪 赵怀仁 快上场 拿着名单的指考弟子 在杂役弟子堆里找人 来了 来了 李牧半想才反应过来 是在叫自己 连忙冲向五号泪 哈哈 那小子紧张坏了吧 我打赌 他撑不了三招 就得被打下台 这时候还能分神 服了 看到这一幕 现场重杂役弟子 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 人家才十八岁 就练气七层了 这时 现场唯一一个女杂役弟子 暴打不平道 此话一出 笑话李牧的重杂役弟子 脸上顿时没了笑容 这话太扎心了 有不少练气六层的杂役弟子 年纪都三十多了 还没一个十八岁少年修为高 真是人比人 气死人 五号擂台 师兄你好 请指教 李牧从储物袋 取出一柄一接玄铁剑 向对方致了一礼 是一道 嗯 你先攻吧 手累弟子持剑 是一道 李牧点了点头 右手持剑 左手掐绝 双指并拢 贴着玄铁剑 向前一指 嗖的一声 玄铁剑飞射而出 玉剑 攻向两张外的擂主 樊绍阳 答 得一声 樊绍阳吓了一跳 连忙挥剑 劈挡了玉剑 而致的攻击 对方这手 玉剑术颇为熟练 飞剑速度又快又急 他差点没反应过来 玄铁剑被劈飞 李牧玉剑 手绝在变 遥控玄铁剑 继续攻击 玄铁剑在空中 划过一道圆弧 袭击樊绍阳另一侧 樊绍阳慌忙抽身 挥剑再次将玄铁剑磕飞 然而 每等樊绍阳变招 向李牧发起袭击 玄铁剑迅速在空中 稳住了身形 眨眼又飞射而至 攻向另一侧 樊绍阳无奈 只能再次挥剑抵挡 当 当 剑击声不绝于耳 樊绍阳手持零剑 或劈 或砍 或挑 或斩 一次次化解玄铁剑的攻击 无暇向御剑的李牧 发起反击 因为 樊绍阳每次将玄铁剑劈飞 他很快又飞至身边 朝自己发起攻击 就好似牛皮糖一般 玄铁剑粘在他 在身边不断攻击 时左时右 时上时下 令他久久无法脱身 哇 五号泪主好厉害 防得密不通风啊 五号泪主 是不是故意放水啊 怎么还不反击呢 你当他不想骂 他是反击不了 被对方的预剑术缠住了 太厉害了 这预剑术太灵活了 竟还能这么操作 台下 众杂役弟子的目光 都被这场精彩的打斗吸引了 议论纷纷 没想战斗 会以这种情况进行 师兄 我认说 就在众人期待着 这场精彩战斗 后续战斗变化的时候 李牧掐好了时间 忽然召回玄铁剑 向樊绍阳致里认输道 怎会 都还没打娃 樊绍阳眉头皱了起来 不满地看着李牧 这场比斗 樊绍阳一直处于 被动防御的状态 没有反击的机会 然而 他却赢了 赢得莫名其妙 赢得他火冒三丈 师兄 见记了得 我无法突破师兄的防御 然而 这种预见记忆 对神识的消耗颇大 我坚持不下去了 李牧歉意地解释 目光看向擂台下的 指考弟子 赵怀仁 坚持三十二息 考核及格 廖彦冲 五号擂台 准备上场 指考弟子饱含深意地 看了李牧一眼 随即宣布道 李牧连忙从擂台下来 与其他通过考核的 杂役弟子一样 前往记忆考核处 李牧填的是林直夫 因此 去往了林直夫的记忆考核区 忠老 那小子使得预见术很娴熟啊 是块战斗好苗子 要不要把他招入列队 一位外门弟子 看着李牧的背影 向祝鸡老者示意道 嗯 考核结束 你去接触下 看他愿不愿加入 钟鸿道赞同队点了点头 刚才那场战斗 确实让钟鸿道眼前一亮 不过 想到那小子的资质 只有五行下平林根 他便不再那么上心了 继续关注五座擂台上的战斗 林直夫记忆考核区 一个皮肤有黑 农夫模样的指考弟子 郑皱眉看着李牧 无法理解他怎么当上林直夫的 你只学了清风换语术 没学枯荣术 那你平时是怎么除杂草的 林直夫指考看着李牧不解地问 我一般是夏天 用厨具手动清除的 李牧不好意思地回答 行吧 你先是一遍清风换语术 林直夫指考弟子 无奈叹了口气 示意 与其他职业学习的修真记忆不同 林直夫是记忆需求较低的职业 考核要求是最低的 因为这个职业的外门弟子最少 即便不学枯荣术 会熟练干农活也行 主要考验的记忆 只有一项清风换语术 为林直浇灌雨 师兄 林雨覆盖范围要多大 李牧看着林直夫指考弟子 不好意思地问 林直夫的考核区 门可罗雀 没几个来参加考核的 李牧没有个参考模板 都不知道该怎么思维了 平时你怎么使用清风换语术浇田的 就怎么思维 这个还要我来浇 林直夫指考弟子 瞪了李牧一眼 没好气地说 嗯 我明白了 李牧点了点头 想了一下 他还是削减了五成法力输出 熟练地掐起清风换语术的数觉 聚集一道灵力 向天际释放而去 下一刻 一股强风响应凭空产生 在考核区林田的上空 招来一团雨云 急速聚集 没多久 黄豆大小的雨滴 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下起了一场急雨 哇 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 怎么下雨了 符址都给浇湿了 是林直夫考核区招来的淋雨 操 怎么下 我们这边来了 隔壁考核区 传来其他弟子的怒骂声 他们正考核着呢 突然被一场大雨 浇成了落汤鸡 纷纷破口大骂 墨约两百息后 这场突如其来的阵雨 这才稀稀落落地停止 考核区的一亩林田 泥土湿漉漉地 林直挂满了 林气十足的水珠 林直夫只考弟子 目瞪口呆地看着李牧 被这场淋雨的雨量 和持续时间惊到了 师兄 可以了吗 我通过考核了吗 李牧看着发呆的林直夫 只考弟子问 过了 过了 不过 以后要继续当林直夫的话 你最好学下枯荣术 转林术 培育林苗的育苗术 还有掌控林田肥利的测土术 当一个合格的林直夫 要学的东西多着呢 林直夫只考弟子 看着李牧 提点道 谢谢 师兄指点 没人叫我这些林直术法 我都不知道 李牧感激地向林直夫 只考弟子道谢 嗯 等你通过外门弟子考核 这些功法 可以在宗门传法店学到 令牌拿走 去考下一关吧 林直夫 只考弟子 将令牌还给李牧 示意道 谢谢 师兄 李牧收下令牌 再次表示感谢 李牧拿着令牌 来到第三关 求新问道的关卡 将令牌 递给首证的 只考弟子后 静止走入法证中 五级阵法 令李牧一下子看懂了 这个患症的运行原理 配合上尸神香 有迷幻心智 产生梦境之效 李牧没有抵抗 压制神魂 开始接受患症考验 幻境中 李牧回到了原世界 每月要房贷 996上班 被产品经理催着赶工期 日夜敲代码 父母催着他相亲 催着他早日结婚 李牧一下子 便被吓醒过来了 实在不想怨在原世界 经历问心考核 依靠强大的神魂 李牧强行挣脱了幻境考核 妈的 考核就考核 为什么要回忆那种日子 李牧在心底暗骂 看着周边几个陷入幻境的杂役弟子 他们或面色欢快张狂 或是一脸猥琐 一定是做了非常美的梦 李牧非常不爽 一样过问新关卡 别人不是做春境美梦 就做修为大境 当先成足的美梦 轮到他反而要回到原世界 回忆那不堪的往事 李牧大跨几步 走出了幻阵 你怎么出来了 这么跨 你有没有没经历问新啊 指考弟子不可置信地看着李牧 不解地问 经历了 师兄 我通过考核了吗 李牧编了个理由回应 询问道 指考弟子胡疑地打量了李牧一眼 无奈地判定 你只用了五十息 便挣脱了问新幻境 成绩相当好 考核通过 说完 指考弟子将青铜令交给了李牧 这是通过考核才有的外门弟子令 若通不过换阵考核 令牌将被收回 这是你的外门弟子令 自己找求师兄 领外门弟子福利去吧 指考弟子看着李牧 恭喜地说 谢谢 师兄 李牧欣喜地收下外门弟子令 总算成了编制内人员了 杂役弟子在清玄宗属于非边人员 只有一丁点福利 更多的是责任和任务 成了外门弟子 便由外门弟子令这个身份证明 能获得更多的宗门福利 拿着外门弟子令 李牧来到外门弟子物资领取处 一张摆放在仓库大门口的木桌前 一位年约三巡的管事弟子负责登记 身后库房 两个年轻弟子负责分发库房里 外门弟子置事法袍 各种一阶下品灵器 弟子令拿来 要什么样的灵器 导 剑 管事弟子看着李牧伸手 讨要弟子令并询问道 师兄 给我一柄剑吧 李牧连忙递上自己的弟子令 嗯 外门弟子赵怀仁 领取玄铁剑一柄 外门弟子刨三剑 贡献 一百点 管事弟子一边记录 一边投入神识 在弟子令中刻录什么 记录完 便将弟子令还给李牧 师兄 我想学一些功法 请师兄指点指点 李牧取回弟子令 同时将手里的两枚下 灵不露痕迹地塞过去 管事弟子微微一愣 欣喜地收下 管事弟子看着李牧 笑着介绍 师弟需要学功法 可以去传法殿兑换 不过 咱们这边是外门驻地 传法殿普通功法较多 厉害些的功法 没有宗门总殿 那边齐全 师弟若是没选到满意的功法 你可以先向传法弟子 拿一份功法目录 挑选合适的功法 兑换成功 过几个月后 宗门自会将功法安排过来 停顿了一下 管事弟子接着介绍 兑换功法 需要宗门贡献 越高级的功法贡献需求越高 师弟若想要一部筑基功法的话 可以先去贡献殿 领取任务正贡献 另外 师弟若要修习一些寻常功法 记忆功法的话 可以去城市功法楼购置 他们家功法来自眼宗 种类还挺齐全的 有些功法不比传法殿的差 管事弟子的话 李牧大概听懂了 外门驻地的传法殿 存放的功法较为一般 可以先去外面购买 另外 再跟传法弟子 拿一份功法目录 兑换好的修炼功法 不过 前提先要争取大量的宗门贡献 谢谢 师兄指点 李牧感激地道谢 转身离开 准备先去传法殿看看 兑换一部新衣的功法 需要多少宗门贡献 李牧身具五行灵脉 最合适修炼的功法 莫过于修炼一部五行功法 将杂衣弟子袍脱下 换上新的外门弟子袍 李牧便与其他外门弟子一样 走在外门驻地 不再那么惹眼 然而 外门驻地巨大无比 各种炼气房 灵财房 大大小小 数百个房间 又不好用神识探路 一时间 李牧迷路了 这位师兄 我刚通过外门考核 问下传法殿怎么走 李牧拦住一位身宽体盘 满脸和气的外门弟子 恭敬地问 去传法殿啊 跟我走吧 刚好会路过 顺路送你一程 对方小眼微眯 热情地招呼 谢谢 师兄 李牧感激地道谢 跟紧对方 我姓程 明大福 师弟你年纪不大 便能通过外门考核 厉害啊 程大福笑容灿烂 带着李牧赶路 同时由衷地夸赞道 程师兄过奖了 你也没大我几岁呢 李牧谦虚地一笑 示意道 呃 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从内门退出来的 程大福笑容消失 满脸苦涩地说 啊 程师兄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李牧吓了一跳 连忙道歉 没事 我在这待着也挺好 内门的竞争 可比外门残酷多了 那间 就是传法殿了 你自己过去吧 程大福带着李牧拐了 几条走廊 指着不远外的 一间宫殿建筑 指引道 谢谢 程师兄引路 对了 我姓赵 叫赵怀仁 李牧感激地道谢 同时 报上自己的名号 好的 赵师弟 有机会再聊 程大福笑着点了点头 富泰的身影 转身 便消失走廊的拐角 内门弟子 还会被踢出外门 目送程大福离去的背影 李牧皱了皱眉 对这个问题感到不解 原以为进了外门 以后再考进内门 就能彻底躺平了 情况没那么简单 管他的 以后种田 没人再打扰就行了 李牧想不明 索性不想了 李牧只需要一个能安心种田的地方 再加上宗门提供的筑基工法 其他的修炼资源 他完全能靠修真记忆获得 不需要太依靠宗门提供的福利 李牧静止朝传法殿走去 迫切地想知道 兑换一门能筑基修炼的五行工法 需要多少宗门贡献 传法殿 五行筑基工法 这是工法目录 你投入神识 自己找吧 传法弟子直接递给李牧 一块白色玉剪 一脸木然地说 谢谢 师兄 李牧接下令牌 投入神识浏览览起来 赋眼剑书 云华金 前刚天雷诀 金甲断身诀 太出观想法 李牧神识投入 工法目录预检 下一刻 工法信息成百上千 呈现出来 各种各样的修炼工法 有炼体的 有修神的 有雷修的 种类繁多 一时间 李牧看花了眼 贪多无德 师弟 时间有限 找你需要的工法就是 见李牧沉浸于目录预检中 久久不可自拔的模样 传法弟子连忙出声提醒 像李牧这样的情况 他见多了 每个外门弟子都渴望兑换一部绝世工法 逆天改命 成为修仙大能 然而 现实很残酷 任何一门强大的工法 都有极其苛刻的要求 要么需要卓越的资质 要么需要过人的悟性 要么需要投入大量修炼资源 绝不是一个资质平平的草根外门弟子能够窥视的 比如 一部能修炼到原音镜的传承工法 炼器阶段的修炼工法 外门弟子尚可兑换休息 但是 筑基7的修炼工法 就要为此付出巨大的宗门贡献 等外门弟子辛辛苦苦获得筑基工法 再修到筑基巅峰 要获得后续经单7工法 原音工法 届时需要一笔天文数字的宗门贡献 为宗门卖命一辈子 才有一定几率获得 光弄到修炼工法 就已经要付出大量的代价 更别说 后期修炼工法所需的资源 寻常草根弟子 想要修炼有成 除了要有一技之长 还有极佳的运道才行 经传法弟子这么一提醒 李牧不再分心 专心搜寻五行相关的工法内容 五行宝典 五行真灵经 大五行幻真诀 逆五行颠覆诀 上五行道书 与五行相关的工法目录 便有17部呈现出来 李牧登时傻眼 不知该选哪一部合适 好在 每部五行工法目录的右下角 还有一段文字 粗略介绍工法信息 五行宝典 是清玄宗 清文真君的主修工法 常规五行修习工法 可修炼自画神经 修炼需求 五行上品灵根 或五行灵体 资质达不到需求 修炼进度十分缓慢 五行真灵经 是一部原音传承工法 上限极高 以收集五行真灵 为修行手段 那灵火 灵水 灵木 这些五行灵物 不断炼化五行真灵 最终成就先天五行真灵 大五行幻真诀 同样是一部原音传承工法 不过修炼难度较大 需修炼真五行之力 幻五行之灵 五行真幻结合 炼成大五行 逆五行颠覆诀 是一部只能修到 金丹七的残本工法 主修逆五行之法 颠覆五行 逆逆为正 最终炼成五行大道 除了修炼工法的 简介信息 还有贡献兑换信息 其中 五行宝典的 兑换贡献最高 炼七七 一万点贡献 筑基七 十万贡献 五行真灵经 炼七七 三千点贡献 筑基七 三万贡献 看到最后 礼目仅有的 一百点宗门贡献 恰好兑换的起一部 只能修炼至 筑基镜的五行 残本功法 阴阳五行经的 炼七七的法觉 这是一部经历 万载传承 至今却已断了 后续传承的 筑基功法 阴阳五行经 这部功法的简介 还有一段信息 是清玄宗 清文真君特意写的 上古五行之法 有可取之处 五行和阴阳 阴阳间五行 五行生万物 阴阳化万物 奈何此传承已诀 探之 吸之 礼目看到这段简介 顿时心动了 清玄宗 清文真君 也看好这部功法吗 其他五行功法太贵了 仅兑换炼七七的法觉 礼目就需要为此 做宗门任务 获取大量贡献来换取 但是 阴阳五行经就不同了 它只是一部筑基 残本功法 几乎没什么人兑换 兑换这部功法的 炼七七法觉 只要一百点宗门 贡献就够 因为残本的关系 无法继续休息 其他人不愿兑换 但是 对礼目来讲 这点毛病 完全不是问题 只要将功法登陆 角色面板上 随着功法等级的提升 便能自动获取 后续遗失部分的功法 完全不用担忧 后续功法遗失的问题 礼目当即对 阴阳五行经上了心 连原音真君都看好 这部功法 为后续功法传承的 遗失而叹气 这部功法应该有 可取之处 怎么样 你选好了没有 传法弟子不耐地催促 师兄 我要兑换 阴阳五行经 炼七七部分的法觉 心动立即行动 礼目将目录预检 还给传法弟子 选择到 嗯 传法弟子 接下目录预检 看了一下 你确定对付这部功法吗 这部残本功法 贡献要求不高 但是 它只能修炼至助击七哦 传法弟子放下预检 看着礼目提醒道 就这部吧 贡献不高 我正好有 能修至助击再说 礼目笑了笑 递上自己的弟子令 师弟 你很务实 不错 传法弟子 赞了礼目一句 介绍道 这部功法放在宗门总殿 分殿没有 兑换后 需要等宗门零件往返一趟 从宗门取来 大概要等四个月 你才能领到这部功法 没问题的话 我这就给你换了 传法弟子看着礼目 示意道 嗯 劳烦师兄了 礼目确认地点了点头 传法弟子 随即取出一枚紫色令牌 与外门弟子令 搭在一起 神识操控了下 画走了其中的 一百点宗门贡献 贡献划播了 帮你兑换了 四个月后 你持弟子令来传法店 领取这部法决 就可以了 传法弟子 将弟子令还给李牧 提示道 好的 师兄 李牧接下弟子令 感激地道谢 从传法店离开 李牧准备 先去陈氏工法楼看看 获知灵直夫 还有不少辅助术法可学 如果陈氏工法楼有的话 李牧准备 将他们买下来 都学了 另外 还要学身法 近战工法 新服录配方 希望陈氏工法楼 不要让他失望才好 看了宗门传法店的工法目录 李牧的眼界 拔高了不少 站住 谁让你走的 你是不是刚通过外门考核 李牧刚准备离开外门驻地 忽然被一个执事弟子叫住 是的 师兄 不知还要我留下来做什么 李牧不好意思地问 领完东西就能走了 接下来不得分配职务 每个外门弟子都要做事 哪有光领福利不办事的 快点 跟我去贡献店 郭师兄 一直在等你呢 只是弟子美好气地瞪了李牧 转身便走 李牧连忙跟上 很快 来到贡献店 大殿内 一位年约三巡的管事弟子 正翻看着账簿 查阅着什么 郭师兄 人带来了 这小子到处乱走 还去了趟船法店 让我一阵好找 执事弟子将李牧带进贡献店 告状道 嗯 林师弟辛苦了 你去忙吧 郭长明笑着点了点头 安抚道 执事弟子点了点头 应命离开 郭师兄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考核后 还要领宗门植物 牧送告他状的 直视弟子离去 李牧连忙告歉道 没事 你第一次来 情有可原 以后别再犯救事 驻地有不少院方 沿进其他外门弟子进入 比如 玉兽院 炼气堂 炼丹方 玉州院 这些地方属于宗门重地 不是本堂弟子 不得随意进出 你去了传法店 倒没什么大爱 郭长明笑了笑 介绍道 谢谢 郭师兄指点 我记住了 李牧点了点头 感激地道谢 你之前是灵职夫 以宗门重植灵田为主 现在 你已通过外门弟子考核 可有更换职责的意向 五考时 我关你遇见记忆颇为熟练 战斗天赋极佳 可愿加入外门狩猎队 正好 郭长明看着李牧 颇为看重地说 不瞒郭师兄 我也尝试过当一名猎羞 怎奈 一遇见妖兽 我便心生惬意 紧张到无法战斗的地步 尝试过多次 仍无法克服这心急 不得已才当的灵职夫 否则 我又怎会甘心 在田里刨食呢 听了郭长明的话 李牧连忙编了个借口打断道 谢谢郭师兄看重 不过 我患有心急 不适合当猎羞 还是继续种田吧 麻烦郭师兄 帮我安排一些种田相关的植物 说完 李牧一脸感激地看着郭长明 恳请地说 怎么会如此 我看你跟凡师弟斗剑 特别出众从容 不像患有心急的样子 郭长明皱了皱眉 审视地打量着李牧 郭师兄 因为那是正常斗法 凡师兄也不是妖兽 我能以平常心对待 但是 这心急与我幼时遭妖兽所伤有关 若与妖兽对战的话 这心急的症状便会出现 李牧连忙解释 原来如此 那没办法了 只好给你安排直私相关的任务 直私任务倒有不少 你想去哪座小镇呢 郭长明翻看桌上的一张兽皮地图 兽皮地图 绘制着岡阳城附近百座林山 十几个小镇的地理信息 郭师兄 我对清安镇比较熟悉 可有清安镇的职务 李牧连忙请示道 清安镇没任务了 王峰 林秋晚 他们刚下去指手 给你换一个地方 你去清水镇吧 此镇距清安镇六十里路程 一半太墨河 林靠天陵山 此山脉蕴藏着一条大型林脉 林物资源丰富 地势也比较平缓 新开垦了不少林田 就这里吧 此镇刚好有个空缺 你下去绝对能做出一番业绩来 郭长明指着清水镇的地图 滔滔不绝地夸赞道 看着清水镇的地理位置 李牧眉头皱了起来 有种被坑的感觉 清水镇确实一山傍水 地势也极其适合墾田 搞大量种植 然而 此镇位处刚阳城的最南端 继续往南过去 没有清玄宗统治的城镇 而是 茫茫万腰山脉 一旦有妖兽跨河过境 清水镇无疑将最先遭殃 反而成了其他小镇 和刚阳城的天然锦绍镇 郭师兄 可以换个地方吗 李牧掏出两枚中品零食 从桌下塞给郭长明 师弟 你这是作甚 快收起来 不然 别怪我不客气了 郭长明脸色一黑 瞪着李牧 生气地呵斥 见郭长明不是假生气的模样 李牧微微一正 有些不解地将临时收起 还有不贪的弟子 师弟 你在怕什么 清水镇有问题 你是担忧 妖兽袭击清水镇吧 这一点 你大可放心 郭长明笑看着李牧 安抚道 刚阳城的猎妖队 经常会从此镇入山 定期清理附近妖兽 还有内门弟子 来此镇进山历练 另外 天眼宗 玉陵宗 天河宗 百炼宗 还有我清玄宗 五宗联合开拓万妖山脉 如今已建在弦上 清水镇有太墨和格户 此镇不会有危险 你放心去上任吧 郭师兄 难道没有别的地方 可换吗 李牧皱了皱眉 尝试着问 换 怎么换 若人人都像你这样 这职务事宜 还怎么安排下去 再说 你下去是负责直私工作的 只需完成宗门 在此镇的临职物资争纳 便算你尽忠职守 若能超额完成任务 还有贡献奖励 宗门又没让你守护清水镇 你何须如此忧虑 郭长明再次劝慰道 我明白了 郭师兄 不知这清水镇 有多少亩林田 需要征纳多少林植物资 李牧明白地点了点头 看着郭长明问 只怕不是郭长明不愿收受贿赂 而是 这个任务安排 恐怕比想象的更棘手 自己拒绝了他 争入狩猎队的要求 这会儿肯定得罪他了 他宁愿不收贿赂 也要将这个任务安排下来 不然 在他职责内 给换个安全的小镇 又有多难的事 李牧有些气愤 又有些无可奈何 好在 他不是练起七层 再过不久便能助击 一定尽快助击 这样才不会这么被动 清水镇建成于13年前 杂役弟子 4750名 有驻鸡家族 陈家 林家 王家 在此镇发展 以及静万散修 发展势头良好 但也是百费戴心 林职征纳任务难度不高 此镇总共开垦了 1136亩夏品林田 265亩中品林田 夏品林田主要栽种 林玉米 百林草 水林花 中品林田栽种 赤阳花 雪单身 郭长明翻看账簿 向李牧介绍 讲解得差不多 郭长明重新拿出一本账簿 递给李牧 介绍道 这本是清水镇的林植簿 上面记载着所有林田信息 这些林田 一部分租借给了宗门杂役弟子 一部分租借给了住基家族 还有征纳店租的数量 以及你负责的事宜 你拿去看吧 李牧接下账簿 认真翻看起来 忍不住一阵头大 妈的 他考外门弟子的目的 是只想安心地种田 怎么还要管向杂役弟子 争纳店租的事 不过 李牧翻看了一会儿 灯石便心动了起来 郭师兄 我的职务还管开荒啊 如果我还想当林植夫 能自己开荒 租借林田吗 李牧看着郭长明 关心地问 当然没问题 只要你能按期帮宗门收缴 足额的林植物资 在你职责范围内 你想干嘛就干嘛 清水镇 林植相关的事物 你说了算 郭长明笑着点头 停顿了一下 郭长明画风一转 饱含深意地看着李牧 郑重地警告 不过 要先跟你言明一点 你自己要开荒 或是租借宗田都没问题 千万不要瞒报 该缴纳的店租份额绝不能少 若敢犯门规 宗门执法堂的执法弟子 可不是吃素的 文言 李牧微微一领 宗门执法堂 是维护宗门利益的核心力量 执法过程极其严酷 凡举必查 凡告必究 严刑俊治 搜魂换灵 各种阴暗手段都能施展 谢谢 郭师兄指点 我小得厉害 李牧点了点头 感激地道谢 没问题的话 将弟子令给我吧 现在给你划播任务 清水镇职守一年 可获得一千点贡献 若有开垦有功 征瓦的灵职数量增加一成 将奖励三百点贡献 灵物若干 无法足额 征纳灵职物资 届时 宗门将是情况 给予惩处 郭长明看着李牧 示意道 郭师兄 惩处的情况怎么说 李牧看着郭长明 担忧地问 师弟放心 这个惩处罚不到你身上 灵职无法足额缴纳 一般是妖兽袭击城镇 或是天灾 重灾导致灵职收成减少 承租灵田的租户 自会将损失补上 若补不上 宗门也会是情况而论 师弟只要做好本职工作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郭长明笑着解释 李牧点了点头 他还租着宗门的灵田 知道郭师兄此言非虚 灵田的收成受损 责任由成租的灵职夫承担 除非 有大量成租宗田的杂役弟子死去 才会导致灵田彻底失去收成 无法挽回 遇上这种问题 届时 宗门肯定会派人调查原因 这个责任 也怪不到他头上 李牧放心地将弟子令 递给郭长明 任其划拨宗门职务 成为清水镇的直私管事者 清水镇主持人南公鸿 你去了清水镇后 将弟子令给他 他自会将直私事务安排给你 届时 你要好好辅助他 管理清水镇 不要轻易招惹事端 郭长明将弟子令 递还给李牧 交代道 好的 郭师兄 另外 我想在刚阳城多待几日 再下清水镇 可以吗 李牧接下令牌 请示道 可以 不过 据宗田征租日还有二十天 届时 你必须提前下去熟悉流程 在清水镇主导此项工作 郭长明点了点头 提醒道 明白 我再待两三天 便去清水镇任职 李牧欣然点头 嗯 你难得来一趟刚阳城 这几天就去开开眼界吧 我不留你了 郭长明笑着点头 牧送道 好的 师弟告辞了 李牧虚敬一礼 转身从贡献店离开 牧送李牧离去的背影 郭长明脸上的笑容随之消逝 露出思索的目光 一个刚通过外门考核的杂役弟子 一出手就是两枚钟灵 着实将他吓了一跳 那小子肯定没那么简单 什么心急 郭长明才不信 钟老指示的是没办成 不过 清水镇的人员配置问题顺手解决了 倒是件意外的收获 希望那小子能坚持久一点 郭长明低头翻看起了弟子令 上面出现了一道新视训 内门弟子袁思兰 几成龙 颜文君等十人 于十日前从清水镇进入天灵山 往校风鼓力练 寻觅灵药 突然失联 宗内弟子提供有效线索 可获奖励 嘖嘖嘖 万腰山脉岂是那么好劲的 即便十位筑基修饰一起 也讨不了好处啊 从内城出来 李牧先回了趟望云隔壳站 换了一件一件上瓶法袍 佩戴上玲珑面具 换了一张成熟的脸庞 李牧在原世界的脸 身上散发的灵压 由炼气七层出击 变成了炼气九层巅峰 李牧走走街上 那些修饰看向他的目光 不由戴上了一丝敬重 炼气九层巅峰随时可进阶住击 这样的修饰 没人敢轻易得罪 李牧一路畅通无阻 顺利来到陈氏工法楼 静止走进去 欢迎光临陈氏工法楼 客人需要什么样书籍 我可以为您推荐 见客人进店 书楼女掌柜热情地上前招呼 书楼有三层楼 占地面积不小 百屏左右 斩列着七八个大书架 摆满各类书籍 不仅有工法书籍 还有历史故事 农书 医书 目录密密麻麻 书籍材质有纸质 也有兽皮的 还有传法预检 种类繁多 嗯 掌柜的 给我推荐灵植类书籍 以及与灵植有关的书法 枯绒术 转灵术 测土术 翻地术 这些书法 李牧看着女掌柜 示意道 没问题 您请这边稍坐 我去给您拿 书楼女掌柜 指着一张书桌前的木椅 热情地招呼道 李牧从善如流 在木椅落座 随手翻看起 放在书桌的一本书籍 妖灵绘策 好似是记载各种妖物内容的 随手翻开一页 集中鼠类妖物的信息 便一一展现出来 试矿鼠 鼠 习性 咒服夜出 生性胆小 嗅觉敏锐 以各种金属灵矿为时 常见于金属矿脉 玄链玄铁矿 子灵铜附近 天赋技能 钝地 掘冻 玉土 弱点 喂水 若是 用高阶灵矿可幼知 竹灵鼠 鼠 木 习性 生性胆小 以二阶以上灵竹为时 体质较弱 数量稀少 常年以灵竹为时 体内蕴含极高清灵竹气 内丹可用于炼制 退毒丹 换灵丹 天赋技能 石竹 鼠毛画剑 画竹伪装 嗜血服 书 血 习性 咒服夜出 性情残忍嗜血 若是 高灵石 以妖兽血液为时 天赋技能 灵血分身 蜜血灵石 血化 客观 灵植方面的书籍 给您找来了 您对妖物方面的书籍 也感兴趣吗 书楼女掌柜 抱着一堆书籍放在桌上 笑着询问礼目 确实感兴趣 这本多少书怎么卖 李牧笑着问 这本 妖灵绘策 详细记载372种妖物 价值100下灵 书楼女掌柜笑着回答 这本我要了 再看看其他 李牧和尚 妖灵绘策 开始翻看灵植方面的书籍 灵植加速培育法 青木真君独创 灵植基础降路 青木真君所著 资深灵植夫必会50招 最值得栽种的百种灵植 十几本后大巨著摆在书桌上 任由李牧挑选 这位青木真君是 十几部灵植书籍 大部分是青木真君所著 李牧有点担忧 这位是七世道明之辈 这位现在不是原音真君了 而是太义宗的化神老祖 青木老祖早年是灵植夫出身 著写了十几部灵植养植方面的名作 被无数灵植夫奉为圣经宝典 你手上拿的这部 灵植加速培育法 便是青木老祖的最新著作 介绍几种加速培育灵植的方法 比如 增加灵植灵力供养 布置特殊环境的灵宝 增加时间流苏的法阵 书楼女掌柜看着李牧 滔滔不绝地介绍 听了女掌柜的介绍 李牧当时心动了 布置特殊环境的灵宝 增加时间流速的阵法 这等逆天守法 肯定极难的 但是 用上这些方法 能缩短灵植的成熟时间 若能实现缩短灵植的成熟时间 再配上他灵能汲取的天赋神通 简直就是绝配 此刻 李牧恨不得能拥有 韩老魔手头上的小绿瓶 这本书怎么卖 李牧已然心动 神色却保持不变地问 这本五百枚下灵 还有买一送一 买下这部 灵植加速培育法 送您一部 青木真君所著的 灵植基础降录 女掌柜拿另一部书放一起 试一道 听吧 李牧眉头皱了起来 她不是嫌对方开价太高 而是太低了 让她不由怀疑 这本书存在什么问题 原因真君所著的书籍 卖这么便宜 这其中有什么内幕吧 这部书有残缺 或是内容有误 李牧看着女掌柜 直接问出心中的疑惑 客人 您误会了 这本书是印制版 被印制了无数本 在南陵大陆广为流传 书中记载加速培育的手法 正法 绝大数内容 都是只停留在表面理论层次 没有记录核心记忆内容 所以才有这个价格 书楼女掌柜微微一笑 为李牧解惑道 好吗 原以为捞了本好书 到头来是一部推理类论文 没有记载核心内容的 不过 这部书到底是 原因真君的作品 应该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五百下灵 还买一送一 并不贵 灵植类工法书呢 怎么卖 李牧看向那些工法类书目 客人 枯绒术 转灵术 测土术 翻地术 收割术 轰散术 这些都属于 黄极下品类术法 总共13种术法 纸质版 80下灵一本 还有传承预检版 预检版则要 七枚灵一份 书楼女掌柜笑盈盈看着李牧 介绍道 若有预检版的 自然买预检版比较合适 神识投入其传承预检 便可接受术法传承 不用对着纸质版术法书 慢慢钻研 一遍遍练习 再好不过了 不过 一分钱一分货 这个预检版的太贵了 竟要七枚中灵一份 预检版太贵了 若13种术法全要的话 可否便宜一些 李牧看着书楼女掌柜 商量地问 文言 书楼女掌柜眼睛一亮 客人若全要的话 可以给您打九折 七折吧 我还要买其他工法书 李牧果断砍价道 七折肯定给不了 书楼女掌柜笑着拒绝 看着李牧继续推书道 不知道客人还需要什么工法书 我看您即将筑机了 要不来一本筑机要诀 或是圆红真人的筑机心得十七篇 李牧眼睛一亮 这书楼女掌柜推书 推到他心砍上了 他对筑机需要注意的事项 以及怎么筑机的事正迷惑着呢 嗯 我确实要一本筑机方面的书籍 有介绍练气九层以上筑机的书吗 李牧看着书楼女掌柜 好奇地问 练气九层以上筑机 这应该是上古筑机法 筑机竟之所以称为筑机 因为练气至筑机这段时期 打基础的时候 练气层级越高 根基越牢固 筑机难度越高 现在 主流是在练气九层巅峰 服用筑机单强行筑机 书楼女掌柜微微一笑 解释道 说完 书楼女掌柜走到书架 翻找了一会儿 取来一本古旧的书籍 递给李牧道 这部《南陵记事》 便有关于上古筑机法的描述 以及诸多发生在南陵大陆的历史大记事 哦 既然上古筑机法的方面 根基更扎实 为什么不流行了 主流变成服用筑机单 强行筑机 为什么不沿用古法筑机呢 炼气期修为越高 筑机后的实力越强啊 李牧街下 南陵记事 看着书楼女掌柜 不解地问 女掌柜微微一笑 解释道 客人 现在流行的筑机法 自然有它的道理 上古时期 南陵大陆 灵气比现在浓郁 各种修炼资源丰富 修饰也没这么多 上古修饰修炼起来非常高效 可轻松达到炼气期的极限 自行筑机 无需服用筑机单 这使得他们的根基极其稳固 所以 上古修饰都能轻松抵达化神 大成以上的高度 停顿了一下 女掌柜笑着解释 放在现在 情况就不一样了 如今的修饰 数量多如牛毛 数不胜数 大型灵山灵脉 被宗门 邀灵占据 没有筑机单的辅助 延续古法筑机 九成九炼气修饰 恐怕穷极一生 都只能停留在炼气期 李牧恍然大悟 揪起原因人多了 修炼资源不够分 另外 上古筑机法对资质的需求 极其严苛 唯有那些资质卓越 拥有灵体 倒体资质的人才能做到 这也是上古筑机法 渐渐被遗忘的原因 女掌柜最后补充道 哦 若沿用上古筑机法 这炼气极限到哪一层呢 李牧点了点头 接着问 炼气极限 好像跟个人资质有关 具体我也不知道 南陵记事 李好像有提及 客人 要不您将此书买下 自己再慢慢看吧 女掌柜微微一笑 试一道 好吧 这本书要多少零食 李牧无奈地回应 彻底上了这个精灵女掌柜的套 南陵记事不贵的 只需三百枚下灵 书楼女掌柜笑着试一道 客人 若要仿照古法筑机 就应该了解一下上古时期 修饰的生活状况 这有一部南陵古记 记载大量上古时期 南陵大陆上各种真灵神兽 奇人异试 还有客人若使用上古筑机法 也需要一些特殊资源辅助修炼 这有一部古修秘文 遇上像李牧这种 充满求知欲的白丁客户 书楼女掌柜彻底放开了 滔滔不绝地向其推荐一些好书 一个时辰后 李牧捂着胸口 一脸肉疼地从尘世工法楼走出来 空了 零时代空了 彻底被那女掌柜榨干了 从交谈中 知道李牧对傀儡之道 灵符之道也感兴趣 书楼女掌柜越发热情了 到头来 李牧买了一大堆书籍 灵直付的十几枚术法传承预检 总共花费 332枚钟灵 书楼里 唯一一本二届灵符会册 都没临时购买 小兄弟 是从书楼出来的 哈哈 这是被陈姑娘掏空了吧 李牧刚走出书楼 一个做铺门庞大梁的老头 看到她这副模样笑着打趣道 李牧微微一愣 刚想问她怎么知道的 嘿嘿 陈姑娘保读诗书 口才了得 进了她的书楼 大多客人会被她榨干零食 不过 她推荐的书值得一读 不会让你失望的 千万别书买了 却将其树枝高阁呀 老头看出了李牧的疑问 嘿嘿一笑 善意地提醒道 我会的 谢谢老丈提醒 李牧笑着点了点头 转而向万宝阁走去 花出去的零食 要从万宝阁这镇回来 很快 李牧来到一栋 古色古香木制大楼前 赫然是装饰 富丽堂皇的万宝阁 门前挂着一副对联 上联 一格藏针 图罗山海联内外 下联 千秋巨宝 书补星辰药古金 横批 流通万宝 好大的口气 看了这幅对联 李牧不由有些惊叹 万宝阁的抵御 公子 欢迎光临万宝阁 您里面请 两名侍女一左一右 比着邀请的首饰 弯腰恭迎道 李牧点了点头 静止走进万宝阁 走进万宝阁 一股清爽浓郁的灵气扑面来 挑高三四丈的大唐 装饰豪华 阁内设有聚灵阵 室内灵气 比室外浓郁了几倍倍 硕大的要光石 向于梁柱 暖和的光线 照亮了大唐 大唐摆着十几个红木柜台 柜台前 各有一位粉群女修 招呼着入阁的客人 一个个斩架上 摆着灵丹 灵果 灵气 各种灵物 四周墙壁 挂着珍奇灵物的画册 呈现天下万宝 皆聚集于此的豪气景象 欢迎光临 公子需要什么宝物呢 小女子邱玉婷 可以为公子介绍 一位身材淡绿色公群的貌美女子 鸟鸟走至李牧跟前 笑着问候 贵阁近日要举行拍卖会对吧 李牧打亮着万宝阁热闹的大唐 笑着问 是的 拍卖会两日后开始 公子是要预约参会 还是有东西送拍 邱玉婷眼睛一亮 看着李牧问 我有几件东西送拍 该怎么操作 李牧笑着点头 示意道 公子 我们各有职业剑灵师 您送拍的灵物 需要经过剑灵师评鉴 达到一定价值方能送拍 不知道 公子要送拍什么灵物 邱玉婷看着李牧 关心地问 两柄三接下品灵件 能否送拍 李牧拍了下储物袋 从中取出一柄赤金灵件 笑着问 应该没问题 公子 我现在带您去找剑灵师 邱玉婷精神一震 向李牧比了个邀请的手势 热忱地说 嗯 走吧 李牧同意地点了下头 很快 邱玉婷领着李牧 来到后堂的一间毒室 屋内 一位年过五旬的老者 坐在一张木桌前 正低着头 专心研究 一件巴掌大小的 硅甲器物 为了 这位公子要送拍几样灵物 劳烦您给评鉴一下 邱玉婷出声请示老者道 哦 拿给我看看 五旬老者放下手头的是 看着李牧示意道 李牧点了点头 从储物袋中 将两柄三接下品零件掏出来 双手横递给老者 与此同时 李牧好奇地打量着老者 桌上那件硅甲器物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生效 虚拟矿中 当即出现该硅甲器物的详细信息 灵运玄硅甲 封印中 品阶 六阶灵物 特性 食蕴粘卦 风 不染因果 风 岁月不清 风 状态 神物自封 灵性不显 经历五千年 岁月灵运玄规遗留的仪甲 仪甲自我封印 需用十滴真灵精血浸润 方可令其自解封印 此甲是炼制 占卜宝器的极品材料之一 看到硅甲的属性信息 李牧整个人愣住了 这是他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高阶灵物 万万没想 会在这种情况下预见 二阶赤金材料 竟能炼成三阶下品灵件 突破材料极限 而且还接连成功了两柄灵件 这炼器手艺不错呀 所匹配的九道气纹 锐金 坚固 剑星 玉灵 皆极其适合精细灵件 不错 不错 只可惜 用的二阶赤金材料 若用上三阶赤岩金 三阶庚金 三阶太乙金金 这炼器手艺 绝对能炼制出三阶极品灵件 可惜了呀 这时 剑灵师为老十二点头 十二摇头的平剑声传了过来 李牧恍然醒悟过来 宁眉看着桌上巴掌大的龟甲 想着怎么将其弄到手 这个要是能拿下来 那就是个大漏啊 六阶灵物啊 应该原因真俊 化神老祖那等层次 才配用的灵物吧 而且 还关乎了命运占卜之类的灵物 价值肯定极高 为老 这两柄灵件 您估价多少 它们能送拍吗 邱玉婷关心地问 这两柄灵件 若是送拍成功 便是它的业绩 它不得不关心 送帕肯定是够了 不过 两柄灵件的价格 有点难估 使用的是二阶炼器材料 成品却是三阶下品灵件 价值应该在 500-1200枚中灵之间 具体要看拍卖现场的情况 为老眉头紧皱 评估道 跨度怎么会这么大 您是怎么估的价 李牧皱了皱眉 不解地问 客人 这可不能怪老朽 炼制三阶零件 一般要使用三阶炼器材料 就算炼制成三阶下品零件 根据品项的不同 价值大概在 800-1500枚中灵这个范围 为老无奈地介绍 这两柄三阶下品零件 采用的是二阶赤金 成本不高 大概70枚中灵左右 若是二阶极品零件 售价500-800枚中灵 但是 它突破了极品零件的极限 达到了三阶下品 价值才能继续提升 至于价格提升多少 这得要看买件人 愿意接受多少价格 嗯 那就送拍吧 这两柄零件 就这么放贵格拍卖 还是等卖出去 再来我这曲见 李牧皱了皱眉 不放心地问 公子 送拍的话 两柄零件要放在阁里呢 届时 我们会曹你一份送拍契约给您 您若还不放心 我们可以先赴您零物 最低评估价的500枚中灵时 两柄1000枚中灵 等零件卖出后 再补您差价 若卖不出去的话 我们会以这个价买下 邱玉婷看着李牧 笑着解释 嗯 这还算公道 若不卖呢 我还你们临时行不行 李牧 怕万宝格暗箱操作 询问到底 没问题呢 不卖的话 您还我们临时就行 万宝格一向和气生财 不会抢买抢卖呢 邱玉婷 邱玉婷微微一笑 解释道 那行吧 你去曹你送拍契约吧 李牧笑着点了点头 示意道 呃 公子 要不 您跟我出去 邱玉婷迟疑了一下 看着李牧 看着李牧 示意道 我有点事 想向魏老请教一下 你去拿契约吧 李牧微微一笑 编了个借口 态度坚定地说 开玩笑 若是走了 这六阶龟甲 肯定没戏了 李牧脑筋急转 思考着 怎么继续跟魏老搭上话 好吧 那您稍等片刻 我去拿契约 邱玉婷看了魏老一眼 无奈地退出房间 魏老一脸狐疑地看着李牧 不知道这小子 要搞什么鬼 客人 不知 你有什么事要询问老朽 目送邱玉婷离去 慰安皱眉看着李牧 不解地问 魏老 您刚才见凭两柄零件的炼制手法 让我受宠落惊 实不相瞒 他们是我炼制的 李牧微微一笑 看着桌上的两柄三阶赤金零件 坦言道 你 真的 魏安惊讶不已 不敢欺瞒 李牧笑着点头 确认道 这两柄零件 炼器手法老道 对气阵 气纹的掌握登峰造极 才能突破二阶赤金材料的极限 炼成三阶下品零件 我原以为出自明师之手 没想是客人炼制的 当真了不起啊 魏安看着李牧 忍不住地赞道 魏老过欲了 高阶炼器材料难求 所以才大胆尝试用二阶赤金 炼制三阶下品零件 侥幸成功而已 李牧微微一笑 谦虚地说 连续炼制了两柄三阶零件 这不是侥幸 而信心十足啊 魏安呵呵一笑 揭穿道 不知 客人有何事询问老朽 魏老画风一转 看着李牧观心地问 李牧看向桌上的硅甲 直奔主题地问 身为一名炼器师 刚才我一见这个硅甲 便见烈欣喜 这件硅甲硬度不错 应该能用它来炼制一件防御灵器 便冒昧留下 想问下魏老 这是什么硅甲 怎这般小巧 文言 魏安哑然失笑 十分理解李牧的想法 李公子 不仅炼器手艺极佳 发掘炼器材料的眼力 也极为出色 一眼便看出了 这个硅甲是件好东西 魏老笑赞了李牧一句 而后 魏安拿起桌上的硅甲 眉头紧皱地见平道 其实说起来 老夫也看不透这件古硅甲的来历 它好像是八卦灵硅的一甲 然而 甲背上却没明显的八卦文 硅甲大小也不符 硅甲纹理反而有点像三阶玄规的一甲 可是 玄规一甲 绝没有这么小的 这么小巧的硅甲 唯有石灵硅有 但是 石灵硅的一甲 绝不是这种质地 实在古怪啊 似像非像 到底是什么硅甲呢 老夫从来没见过这么小巧的硅甲 不过 他的硬度确实可以 说完 魏安伸手在硅甲上敲了两下 确认地说 原来这硅甲未老 也看不出他的来历 不过 也属正常 这世间灵硅种类众多 谁又能全懂呢 魏老 这件硅甲 确实适合炼制防御灵器 李某刚好缺一件防御灵器 魏老可愿割爱 价格绝对会让你满意 李牧看着魏安 直接坦言道 这 魏安皱了皱眉 迟疑了起来 恰在此时 邱玉婷跨门而入 身后还跟着一位身穿紧袍 略显富态的中年男子 公子 这位是我们宝格的王掌柜 邱玉婷连忙向李牧引荐道 见过王掌柜 李牧笑着招呼 王掌柜 这位是李大师 两柄三阶灵箭都是 他亲手炼制的 魏老连忙提示道 听吧 王文宝脸上的笑容 灯石灿烂了几分 原来是李大师 欢迎 欢迎 没想到李大师年纪轻轻 便能炼制三阶灵箭 真是年轻有为啊 不知师城何门呢 李某只是一位四处游历的散修而已 没有师城呢 李牧微微一笑 解释道 文言 王文宝不禁大喜 接着问 哦 李大师没师城 也没依附其他事里吗 能有这等练器技艺 可当真不得了啊 兴趣爱好吧 不值得王掌柜这般夸赞 李牧微微一笑 敷衍地回应 不想在身份来历这个话题 跟他扯下去 他这手超凡的练器手艺 经不起推敲 呵呵 李大师 谦虚了 对了 这是送拍契约 以及两柄零件的压货零食 您先收好 王文宝从邱玉婷手上 取一个储物袋 一张羊皮纸地 笑着给李牧 李牧伸手接下契约和储物袋 检查了一下 确认没问题 劳凡 王掌柜了 李牧看着王文宝 感谢道 李大师客气了 应该是我 谢谢您对我们万宝阁的信任才是 这是一枚拍卖会的邀请令 后天的拍卖会 您若有空可以来看看 王文宝热情地递给李牧一枚紫色令牌 好 若有时间 我一定会来参加 李牧笑着将令牌接下 李大师 您没依附其他势力的话 不知 有没有兴趣成为我们万宝阁的炼气客亲呢 见李牧收下令牌 王文宝展颜一笑 忽然向他发起邀请道 炼气客亲 忽然听到王文宝的邀请 李牧一时 有些没反应过来 对 炼气客亲 我们万宝阁有涉客亲一职务 请修真百亿大成的大师担任 福利待遇优渥 各种修炼资源 各种灵财优先供应 双方互惠互利 没有任何强制措施 王文宝目光炙热地看着李牧 热情地邀请介绍道 成为贵阁的客亲 有什么待遇 又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呢 李牧皱了皱眉 被王文宝说动了 了解地问 好处自然不少 万宝阁的分店 遍及南陵大陆 南疆 北域 万兴海 搜罗天下灵物 若成为我阁的客亲 可借植物之便 获得优惠折扣 购买特殊灵物 传承功法 与此同时 完成客亲职责任务后 每个月还能领取 对应的阅历供奉 若有需要 我阁也能为客亲 提供安全保护 王文宝滔滔不绝地 向李牧介绍 成为客亲的好处 至于客亲的责任 那就简单了 李大师 只要在某个期限内 完成一批炼器任务即可 若没空的话 少炼制 甚至不炼制也没关系 只是减少一些福利待遇 没有其他的惩罚措施 另外 每完成一件零器炼器订单 大师 还能从中 赠得20%的炼器收益 王文宝停顿了下 看着李牧笑着介绍 听着王文宝的讲解 李牧当时心动了 万宝阁财大气粗 分店遍布 若能跟他们合作 通过他们的渠道 收购一些高阶灵质种子 特殊灵财 也变得十分便捷 有了这份合作关系 交易安全方面 也能得到保障 不过 李牧担心 成为万宝阁客亲后 会不会因此失去人身自由 这是他比较顾虑的 察言观色能力不错的王文宝 看出了李牧的犹豫 李大师 若我们能合作 对双方都是有益处的 不知道 你有什么顾虑 可以尽管跟我说 没关系的 王文宝笑呵呵地看着李牧 示意道 嗯 我若成为贵阁客亲 能否随时退出 客亲具体的任务有哪些 王掌柜 可否说具体一些 李牧点了点头 看着王文宝问 当然没问题 届时我们将签一份合作契约 不管退出 还是继续合作 都按照契约执行 公平 公正 客亲职责 也会列在契约上 比如 李大师是三阶练器师 将成为我阁的 终极练器客亲 每年帮练制 一百件三阶灵器 便可享有相应的福利待遇 比如 免费住所 人员护卫 月达三百枚钟灵的月缝 享有终极客亲 八折购置 高阶灵物的次数 王文宝看着李牧 滔滔不绝地介绍 一时间 李牧陷入了沉思 按王文宝的说法 目前他没发现 什么不妥的地方 当然 为了确保双方合作的愉快 我们也需要检验一下 李大师的练器手艺 不知 李大师是否愿意 为我们展露一下呢 王文宝看着李牧 关心地问 当然没问题 不过 我跟魏老商量的事 还没解决 王掌柜 您能稍等一下吗 李牧心中一动 看向一旁正看戏的 魏安 示意道 哦 王文宝好奇地看向魏安 邱玉婷惊讶地看向魏安 一时间 压力全给到魏安身上 迎着三人的目光 魏安苦笑了一下 罢了 李大师既然这么看重这个龟甲 给我十枚钟灵 龟甲让给你了 魏安叹了口气 将龟甲递给李牧道 谢谢 魏老 李牧大喜 连忙接下龟甲 痛快地从储物袋 掏出十枚钟灵腹杖 王文宝看着他们交易的龟甲一眼 皱了皱眉 便不再关注了 他看不出来 那个龟甲有什么特殊 尽值十枚钟灵 然而 正是因为他的不特殊 却能让李大师心甘情愿地 掏出十枚钟灵腹杖 又显得他十分不平凡 不过 一个看不出来历的龟甲 能比招揽一个三阶练器大师 更有价值 王文宝分得出轻重 保持坚默 默默看着他们完成交易 钱货两弃 六阶灵运龟甲入手 捡了个大漏啊 李默安耐着兴奋 将龟甲收入储物袋 看向王文宝 笑着问 王掌柜 布置我这炼器手艺 要怎么展示 柜格有炼器炉给我炼器 有 当然有 后院便有炼器室 检验炼器水平 是成为本格炼器客亲必做的手续 劳烦李大师了 王文宝比了个邀请的手势 热情地引路道 李牧点了点头 跟着王文宝走向后院 在王文宝的带路下 二人来到后院炼器坊 坊里有五间炼器室 其中两间石门紧闭 炙热的高温从里面传出来 隐隐约约的打铁声 里面应该有炼器室在炼器 见过王掌柜 主管炼器坊的管事 看到王掌柜 连忙躬身问候 刘忠 现在哪位大师有空 王文宝询问道 陈大师有空 他刚提炼完炼器材料 刘忠连忙回复 好 让陈大师过来 一起鉴赏李大师的炼器手艺 另外 再准备一批三阶炼器材料 王文宝吩咐道 而后 看着李牧道 李大师 你需要什么材料 尽管跟刘忠说 嗯 帮我安排五十斤三阶庚筋 三十斤太晶晶骂 李牧点了点头 看着刘忠道 文言 刘忠脸色微变 戚戚爱爱地说 大师 那个 那个 庚筋没那么多存货 可不可以换其他三阶炼器材料 比如 三阶火云铁 三阶天青筋 三阶仓墨石 大批庚筋 不是刚入的库 怎么会没火 王文宝眉头一皱 瞪着刘忠问 王掌柜 您忘了 为了多置几件三阶灵器送拍 您让林大师 陈大师炼制了几柄三阶灵箭 更金都用完了 刘忠连忙提醒 他们才送了三柄更金箭 两百斤更金就都用完了 王文宝双目圆针 吃惊地问 呃 那三阶灵器没那么好炼制 林大师失败了两次 成功炼制了两柄 陈大师失败了一次 所以 刘忠示意道 行了 我知道了 王文宝烦躁地摆了摆手 看着李牧 李大师 实在不好意思 为了这次拍卖会 我们宝阁将更金都用尽了 您用其他炼器材料可以吗 没问题 给我五十斤火云铁 三十斤朱炎晶晶 我炼制一件火鼠灵器吧 李牧笑着点头 没问题 这些炼器材料都有 一号炼器室 一号炼器室是三阶炼紫阳器炉 刚换的零食 您用一号炼器室吧 刘忠大喜 连忙安排道 说完 刘忠迅速忙活起来 去仓库取炼器材料 再派人去请陈大师 没过多久 一位筑机出级修为 身穿紫袍的炼器大师 在下人的引领下 走至王文宝面前 陈大师 这位是李师傅 正准备进行课亲考核 麻烦您帮照应一下 王文宝连忙上前 恭迎介绍道 见过陈大师 李牧冲老者微微一笑 礼貌地问候 嗯 修为不弱 你这个年纪 就能参加课亲考核 有把握吗 之前练制了什么作品 能让我过目一下 陈炎寿上下打量着李牧 惊讶地问 为了提升炼器技艺 陈炎寿在炼器领域 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继而忽视了修炼 直至到了 筑基大线将近的年纪 才服下一颗筑基单 侥幸筑基成功 但是 李牧这个年纪 也就二十三四岁的模样 却有炼器九层巅峰的修为 聚筑基仅差一步之遥 想来他在修炼上 肯定十分刻苦 应该花了不少时间 然而 他还能应邀参加 万宝格的炼器课亲考核 证明 他炼器水平不弱 年纪轻轻 便有如此修为 还精通炼器技艺 他哪来那么多时间精力 这种巨大的矛盾 着实让陈炎寿感到惊讶 嗯 在这 陈大师 这柄零件 便是李师傅的作品 王文宝连忙从储物袋 取出一柄赤金零件 呈给陈炎寿 道 这是一柄三阶下品零件 而且 还是用二阶赤金链制的 这柄零件 我都没把握 将它链制出来 王掌柜 你没拿错吧 陈炎寿皱了皱眉 看着王文宝质问 这柄零件 确实是李大师的作品 王文宝苦笑不已 若不是李牧亲口承认 他也不敢相信 李师傅 这把零件 是你链制的 陈炎寿 凝视着李牧 质疑地问 没错 陈大师 若不信的话 你们看我炼气便是 李牧微微一笑 不甘示弱地说 说完 李牧静止走进一号炼气室 激活了紫阳炼气炉 见状 王文宝 陈炎寿纷紧随其后 走进炼气室 亲眼见证李牧炼气 三阶紫阳炼气炉被激活 炉中紫阳灵火阵 释放恐怖紫色灵火 李牧神石操纵一块块火云铁 朱颜金金自行投入 炼气炉中 迅速将其液化 凝炼成气呸 看到李牧如此娴熟的炼气手法 信手拈来 自信从容的炼气态度 王文宝 陈炎寿纷纷屏息宁神 大气不敢轻喘 这 这 难道是神炼气击法 突然 陈炎寿全身一阵 不可置信地看着李牧施展的炼气手法 失声地呢喃 什么 王文宝不解地看向陈炎寿 在王文宝眼里 他只觉得李牧的炼气手法充斥着一股美感 那些液化的灵财荣液 在他神石的操控下 正迅速凝聚成了一件红艳的金轮气胚 散发着强烈的灵性 神炼法呀 真的是神炼法呀 厉害呀 陈炎寿激动地浑身颤抖起来 克制的小生说 唯恐惊扰到李牧炼气 陈大师 什么是神炼法 这种炼气手法很特殊吗 王文宝凑头小生地问 这是一种极其难掌握的气胚凝炼法 气胚在即将成型时 先要在其内部设立气胚的激阵 这激阵便是灵气的根基 后续凝聚气纹 气阵 甚至孕育气灵 都需要根据气胚激阵的底蕴才行 炼气之所以难 最难之处 便在这气胚激阵的构建上 陈炎寿看了王文宝一眼 不好搏他的面子 小声地解释道 嗯 这种神炼法很厉害 王文宝点了点头 接着问 厉害 当然厉害 他是最省力 最高效 最精密的气胚激阵炼制法 构建气胚激阵一般采用 千锤锻锻造法 聚灵内炼法 气机塑性法 然而 这些炼制法 跟神炼法比较起来 通通都是垃圾 陈炎寿激动地说 陈大师 这个神炼法 您会吗 王文宝点了点头 关心地问 我 我 陈炎寿快被王文宝气哭了 见状 王文宝尴尬地一笑 当即不再问了 看样子 陈大师是不会了 炼气炉内 紫阳灵火熊熊 释放着恐怖的高温 在李牧神石的操控下 通红的金轮气胚表面 红色灵流涌动 美轮美奂 从炼气炉出气口 缓缓滑出 李牧一手持着铁钳 一手持着助灵锤 用铁钳 将金轮气胚 夹在锻造台上 掌中灵力聚集于助灵锤 开始锻造火系金轮 为其凝聚气胚 当当 一连串锤机声中 金轮气胚 红色灵光乍现 成了 第一道气纹 这就凝成了 这么精纯的火系凌裂 开始凝聚第二道了 这么快 陈炎寿双目猿争 死死盯着 李牧为金轮气胚凝聚气纹 在他的锻造下 金轮气胚火系灵力频频爆发 一道道气纹接连形成 速度快地令他难以置信 第一道气纹 玉灵 第二道气纹 巨焰 第三道气纹 烈阳 李牧手中的灵锤 一次次敲击火系金轮上 成功凝聚一道道气纹 火系灵光耀眼 气纹相近凝成 嗡嗡 气鸣声连绵不绝 火系金轮嗡鸣不止 一道气纹的凝成 他的灵性便会增强一分 释放火焰威力 也随之递增 第十一道气纹凝成之后 李牧手中灵锤停顿了下 意犹未尽地结束了练气 丁 你炼制三阶金轮成功 炼技术 熟炼度加十 日志篮里 一道新提示突然跳出 出现在李牧的视野里 李牧微微一笑 神石附在锻造台的火系金轮灵气上 下一秒 一道鸿芒 嗖的一声 飞至李牧身旁 而后 呈现出真实身影 是一个带着红艳灵火的火焰金轮 在李牧身旁溜转 时左时右 时上时下 灵动无比 李牧将铁钳 助灵锤放在锻造台上 抹了一把额头的汗珠 转身看向王文宝 陈炎寿笑着说 王掌柜 陈大师 不复所望 这次练气侥幸成功了 话音一落 李牧神石操控着火焰金轮 向王文宝 陈大师他们飞去 刷的一声 火焰金轮在空中留下一道扭曲空气的痕迹 飞至两人面前 灵活地停滞在王文宝面前 三阶上瓶火系金轮 好 好 王文宝凝视着面前的金轮灵气 眼中露出一丝惊艳 连连叫好 王文宝抬头看着李牧 兴奋地赞赏道 李大师 你这练气手艺太出色了 我今儿算是开眼了 就差一道气纹 它便可成为三阶极品灵气 你明明尚有余力 气胚激震的气纹格也有预留了 你为何中途停手 陈炎寿看着李牧 不解地问 李牧哑然 没想自己中途放弃 被陈大师看出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练至火系金轮 这种形态的灵气 我怕气配不稳 文宝起见 便没有继续凝聚下一道气纹 李牧编了的理由 解释道 第一次吗 陈炎寿一阵沉默 脸色微变 仿佛内心受了什么打击似的 小小年纪 练气根基如此扎实 凝聚气纹手段精准 你师从何人 你师父定不是无名之辈 陈大师凝视着看着李牧 探究地问 练气是家传手艺 师从家族 他只是一名默默无名的散修 很早就过世了 李牧编了个借口回应 接着道 能有今日的练气水平 靠的是我个人练气天赋 陈大师张了张嘴 无言以对 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面色阴沉不定 不知在想些什么 李大师 您练制的这件三阶上瓶火焰金轮 攻防两用 灵性十足 这件金轮 绝对能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 王文宝连忙插话 喜不胜收地看着李牧 恭维地赞道 王掌柜 我现在我现在有资格成为万宝格的练气客亲吧 李牧微微一笑 看着王文宝问 有 有 当然有资格 李大师 你能成为我们宝格的练气客亲 是万宝格的荣幸 王文宝连连点头 欣喜地应道 嗯 客亲待遇方面 我有几个特殊要求 不知道 王掌柜能不能同意 李牧微微一笑 示意道 李大师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 万宝格会尽力满足你 王文宝点了点头 紧张地看着李牧 嗯 第一个要求 我没办法长时间驻扎在万宝格 只能隔一段时间 抽出几天时间 来完成练气任务 李牧看着王文宝示意道 练气什么的 远远没有提升修为和实力重要 李牧提升修为唯一方式便是 种田 大量栽种灵植 汲取植灵 获得修为和功法等级的提升 因此 李牧以后绝大时间要待在灵田上 不可能为了万宝格的练气任务 放弃种田事业 如果万宝格不能同意这个条件 李牧肯定不愿担任万宝格练气客亲 没问题 这个肯定没问题 只要李大师 有把握完成练气任务就行 来去自由 万宝格不会限制李大师的行踪 王文宝松了口气 连忙确定道 嗯 那第二个要求 成功练制一件灵气 不是有20%的分成吗 我希望万宝格 能早点结算这个分成 尽量使用练气材料结算给我 比如 这次成功练制了这件火焰金轮 我想要一批五行三阶练气材料 李牧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地说 可以可以这个简单 李大师今后您炼制的灵气 通过剑灵师价值预估后 我做主提前将20%提成结算给你 并让刘中划拨成练气材料交到您手上 届时您需要什么材料 直接问刘中要就行 若是不够 还有一定额度可以记账 王文宝笑着点头 满足了李牧这个小要求 李牧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样一来 五行剑阵算是有着落了 而且 还是三阶五行零剑组成的剑阵 李大师 还有问什么要求 您尽管说 不用客气 王文宝紧张地看着李牧 催问道 李牧皱眉想了想 现在他戴着玲珑面具 身份是炼气师 关于灵符 傀儡 灵植种子方面的灵财 不方便购置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要求了 就这两个了 没有其他要求了 李牧想了想摇头道 闻言 王文宝当时松了一口大气 还以为李牧会提什么 苛刻的特殊条件呢 就这两个小要求 实在太容易满足了 就在这时 陈大师再次开口了 他所说的话 令李牧 王文宝的脸色 多为之大便 李大师 你的神炼器 配法可愿意传授 我愿付任何代价 哪怕要拜师也行 陈炎寿看着李牧 郑重地说 筑击拜炼器 九层为师 太荒唐了 陈大师 这不强人所难吗 陈大师 您这样做不合适吧 王文宝脸色大便 连忙劝谏 李牧眉头紧皱 不知道怎么回应对方 陈大师说的 弃佩神炼法 指的应该是炼器术升至五级后 获得炼器神通 神炼熔灵 这项炼器技艺 然而 这项炼器技艺 已经变成了李牧的炼器本能 就算他愿意传授 这项技艺 李牧也不知道该从何交起 无奈这老家伙是筑机修为 来应的 李牧炼器十层 再加上其他手段 根本不会怕他 然而 对方来软的 还要当面拜师 尾时不好拒绝 见李牧犹豫不决 迟迟不肯开口回应 陈炼寿灯时急了 李大师 什么条件您尽管开 只要能传我神恋之法 传法之恩 陈某将涌寄于心 陈炼寿看着李牧 渴望地恳请道 陈大师 实在抱歉 法不可清传 倒不可见脉 这向秘书家传手艺 祖训有劲 不能外传 李牧看着陈炼寿 歉意地拒绝 闻言 陈炼寿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李大师都这样说了 这等立足之法 肯定不能外传的 陈大师 您就别再坚持了 王文宝连忙劝慰道 陈炼寿一脸遗憾 黯然地点了点头 同样是炼器大师 他若掌握了神炼法 肯定不会轻易外传 这一点十分好理解 被李牧这么拒绝 陈炼寿无言在炼器时待下去 连忙向李牧 王文宝辞别道 李大师 今日是陈某唐突了 改日有空 我再向你请教炼器记忆 王掌柜 陈某先告辞了 说完 陈炼寿转身 逃逝地离开炼器时 目送陈炼寿离去 李牧 王文宝 气气松了一口气 李大师 你通过炼器课亲考核 这是我们万宝阁的课亲令牌 您请收好 从即日起 你将享有相应的课亲待遇 每个月缝 300枚钟灵 辅修 上品晶圆丹 十瓶 黄龙丹 三瓶 大型庭院一座 仆从护卫若干 高阶灵财八折优惠 筑基丹购置名额三个 等等福利 您已成功炼制了一件三阶上品灵器 今年您只要再炼制99件三阶灵器 便完成了炼器任务 王掌柜将一枚 金色令牌递给李牧 详细介绍练器课亲的待遇和职责 谢谢 王掌柜 李牧果断收下课亲令牌 接下来 我打算再炼制几件灵器 过几日有点事 要离开刚阳城一段时间 李牧看着王文宝 示意道 拍卖会过两日就要开始 李大师若能多炼几件三阶灵器参拍 那再好不过了 王文宝了然地点了点头 看着李牧提醒道 李大师有什么需求 尽管跟刘忠说 另外 出行需不需要护卫 哪怕需要助击护卫 也可以跟刘忠说 让他安排 万宝阁会竭尽全力 满足大师的需要 好的 有需要 我会跟刘忠说 李牧了然地点头 对万宝阁这样贴心的安排 十分满意 不过 他身上的秘密太多了 就连现在这个身份都是假的 李牧肯定不会让万宝阁的护卫跟随 王文宝领着李牧离开练气室 并练气方管事 刘忠介绍了李牧 成为万宝阁新进练气客亲 让其全力配合之类的交代 王掌柜 小的明白 我会全力配合李大师 刘忠了然地指点头 向王掌柜连连保证道 没多久 王文宝带着火焰金轮 喜滋滋地离开练气坊 李牧则跟着刘忠来到练气灵财仓库 挑选练气材料 万宝阁的练气材料库房打开 李牧当即看瞇了眼 各种高阶材料 陈列在一个个货架上 有的装在浴霞 有的放在水池里 有的置于火炉中 门口四位守卫库房的四位助击修士 心神全放在李牧的身上 跟进一点都没有了吗 李牧若有所觉 微微一笑 紧跟在刘忠的身后 没有擅自行动 有 还有二十几斤 刘忠连忙回应 剩下的羹筋都要了 再拿五十斤紫金金 这浴青凝水时有多少 全要了 这两根悬水盲击要了 嗯 这是什么 厚土犀牛角 要了 李牧一边看着仓库里的灵财 一边像刘忠点菜一般的示意 好 好 刘忠连忙依依记下 额头很快冒出了冷汗 就这会儿功夫 新进李大师 差点把炼器材料仓库搬空了 点药的炼器材料 无意不是精品 李牧就好似老鼠进了粮仓 发现不少好东西 三阶赤魂木 三阶玄铁木星 三阶青铜木 李牧在几件灵木炼器材料之间权衡 犹豫着选用哪种材料 炼制木属灵件 刘忠看得心惊胆战 连忙向李牧提议 李大师 您选了不少高阶材料 够炼制五六件灵器 您的材料配额用得差不多 要不 等你先炼成一两件灵器 再过来仓库选材料 李牧抬头看了刘忠一眼 见他一副尴尬的模样 笑着点头 行吧 就先这样吧 你赶紧将这些材料 送到炼器室 说完 李牧静止离开了材料仓库 向炼器方走去 时间一晃 两天过去 这两日 李牧一直待在炼器室里炼器 精力不足 便磕金圆丹 灵力不够 就吃回灵丹 在万宝格充裕的补给 周到的服务下 李牧全身心地投入炼器当中 成果显著 李牧帮万宝格 炼制了四件三阶上品灵器 同时 也为自己炼制了一套 三阶极品五行零件 收刮了近千斤三阶材料 以及一具三阶妖兽骨 金元尸骨 李牧准备用这批材料 和妖元尸骨 炼制一具妖骨傀儡 不过 在万宝格的地方 不方便操作 于是 李牧便将炼器所得的收益分成 换成一具三阶妖骨傀儡的炼制材料 以及两千多枚中品零食的财富 辞别刘忠和王掌柜 在他们热情的李送下 李牧离开了万宝阁 确认了身上没有异常 没被人跟踪尾随后 李牧便回到望云阁客栈 在客栈房间里 李牧摘下玲珑面具 换了一身行头 解除李大师的身份 换上清玄宗外门弟子的法袍 前往万宝阁参加拍卖会 准备购置灵符材料 灵植种子之类的灵物 之前闲聊时 李牧跟王文宝打听了下拍卖物的情况 其中有一部三阶福禄会册 以及几株高阶灵植 会在此次拍卖会上出现 对此 李牧希望能顺利将它们拿下 万宝阁 张灯结彩 花篮景簇 王掌贵帅一众迎宾侍女 管事热情迎接四方来客 宁真人 大驾光临 请 里面请 小微带您真人 去七号房间 江丹师 您可算来了 这场有几株灵药 保证让你满意 白真人 好久不见 请 里面请 王公子 哈哈 你可来了 今天拍卖会上有一柄灵件 非常适合你 王文宝热情地招引一些助击修士 以及颇有来历的家族子弟 现场热闹无比 李牧仅有练气七层的修为 像他这种小卡拉米 能参加拍卖会就不错了 不在王掌柜屈身降柜 亲自招待的范围 李牧向迎宾侍女 出示了夏林慧荣给的邀请令 而后 在迎宾侍女带领下 成功进入万宝阁 万宝阁大堂变了模样 那些柜台都收了起来 高挑宽敞的大堂 前方摆着一张半丈高的拍卖台 下方是容纳三百多人观众席 摆着一排排红木椅 大堂两侧是一个个小单间 上下两排 窗门都开着 可居高临下看着拍卖台 应该都是贵宾室 有六十个之多 原来万宝阁大堂的设计 就是为拍卖会准备的 柜台 货架一收起来 就变成一座大型拍卖室 大堂区的坐席 人头攒动 坐满了人 几乎都是练弃后期修为的修士 大家都焦急等待着拍卖会的开始 那些强大的筑基修士 筑基家族的子弟 则被一一招引至贵宾室 同时 还有年轻貌美 窈窕的侍女坐陪 李牧在侍女的安排下 在大厅最后排的座椅落座 视野差强人意 不过 拍卖台搭得很高 不至于看不到拍卖师 此刻 三百多个座位已经坐满九成 一个个释放着强大灵压的筑基修士 陆续被引入贵宾室 末月又过去了一刻钟 当当 几声钟鸣 忽然在大堂内悠扬地传荡而起 终生仿佛带着一丝佛意 请客间 抚平了所有人躁动的情绪 热闹的大堂当即安静了下来 下一秒 只见 一位身穿白色发袍的老者 玉空飞降在拍卖台上 各位贵客 欢迎光临万宝阁举办的拍卖会 老夫 庄公谢 受王掌贵之邀 担任此次拍卖会的拍卖师 世间零物不计其数 有缘者得知 希望大家敞开心怀 参与近拍 与此同时 量力而行 不要伤彼此和气 老者笑容和蔼 环视台下以及贵宾席 开场发言道 让大家久等了 闲话不再多说 现在 开始第一件拍品 庄公谢话音一落 拍卖台的传送阵光芒一闪 五瓶青瓷丹药瓶 当即出现在拍卖台上 为了筹办好本次拍卖会 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得心想之物 万宝阁特意向丹草宗的王丹师展开合作 让其帮忙炼制了两炉筑基丹 侥幸获得五枚上品筑基丹 庄公谢看着台下 激动介绍丹药瓶中的筑基丹 哗啦 一声庄公谢话音一落 现场群情激动了起来 上品筑基丹 第一件拍卖物 就是这等丹药 不需此行了 这筑基丹我要一刻 老夫最后的机会 望各位道友手下留情 莫要跟我争 哼 在场谁不需要 姓阴的 你脸没那么大 就是 这里是万宝阁 收起你那套吧 快开始吧 老夫志在必得 观众席 重链器后期修饰 各个目光炙热 剑拔弩张 恨不得能上前抢一颗筑基丹 无奈万宝格背景深厚 拍卖师更有筑基后期的修为 不是他们能得罪得起的 只能老老实实地比拼财力 上品筑基丹 药性浓郁 预计能提升服用者四成筑基几率 有意参与竞拍的道友 请拿出你们参与拍卖会的邀请令 此令同时也是参拍令 只要投入神识 在令牌内输入竞价便可参与竞拍 由于时间紧迫的关系 本次竞拍限时为60席 请大家抓紧准备 庄公谢环视全场 讲解了一下参与竞拍的规则 文言 观众席位之一竞 台下的修士们纷纷拿出邀请令 投入神识 进行参拍操作 坐在后排的李牧 看到这一幕 连忙也拿出邀请令 神识投入其中 下一刻 李牧便发现了令牌内的乾坤 参拍令与弟子令相似 内部客户有复杂的信息法证 神识投入其中 能发现一片虚拟白物 上面记录着一串信息 令牌编号 641 参拍物 上品筑机单 一枚 实拍价格 空 参拍实现 60席 近拍价格 拍令编号 这个参拍令属于一套特殊灵器中的一小部分 内部信息证法与某件母器相连 可以及时反馈信息 李牧发现 他的神识 可轻易操纵近拍价格后面的白物 输入参拍的价格 第一枚注机单已上架 起拍价 三万下零 现在我宣布 近拍开始 庄公谢大声地宣布 庄公谢的话音落下 参拍实现 当即开始了倒计时 59 58 实拍价格后面的数字 也随之呈现出来 随着拍卖的开始 实拍价格后面的白物 瞬间跳动起来 从三万下零 飙升至四万下零 没多久 又被下一个数字覆盖 4W5 4W7 5W 5W3 近拍迅速进入白热化 不一会儿 实拍价格的变化 渐渐变得缓慢起来 庄公谢环视全场 激动地大声追问 还有15C 122号道友 竞价 六万下零 还有道友出价吗 17号道友出价 六万二 99号道友出价 六万五 拍卖师 庄公谢 卖力地喊着价 为激烈的拍卖气氛 火上浇油 现场气氛 火热无比 短短十几期 一枚上品注机单的价格 赫然便飙升了三万下零 近拍价格最终在 十一万五千下零定格 恭喜17号道友 成功进得第一枚注机单 接下来 上架第二枚注机单 机会不多 请大家珍惜每一次机会 庄公谢恭喜了一下近拍者 环视全场 宣布道 文言 台下众修士 神色奇奇异景 拍卖会 进行的过程非常高效 五枚上品注机单 300系功夫 全部拍卖结束 最后一颗注机单 拍卖价格 飙道到了18万下零 又是被30名内的编号拍走 应该是贵宾室内的参拍者 坐在大唐的重链器后期修士 一个个面色灰暗 颓废无比 五枚注机单都被注机家族 或是注机修士买走了 他们这些势单利弱的散修 没那个财力与他们争夺 五枚注机单已经拍完 大家不要泄气 明年今日 本阁还会召开拍卖会 届时 还会有注机单送拍 大家好好准备一番 这次拍不到 下次肯定有机会 接下来 拍卖几件三接灵器 有助于大家狩猎妖兽 获取修炼资源 庄公谢笑着安抚众人 宣布道 庄公谢话音一落 拍卖台 传送阵光芒一闪 浮现一道红光 下一秒 一件火红的半月轮灵器 悬浮于拍卖台上 释放着恐怖的高温 红色虚焰火苗 时不时从中窜出来 这是本阁炼器客亲 李大师 采用火云铁 朱颜金金 以神炼之法炼制的 三接上品灵器 火焰金轮 气纹凝食 品相完美 此器有浴火增灵之效 可攻可防 近战 远遇皆可 气纹 拟态 可让其化灵而现 庄公谢笑看着台下详细介绍道 随后 庄公谢放出神石 附在火焰金轮上 伸手一挥 火焰金轮随即幻化作一只火鸟 灵性十足的灵空盘旋起来 活灵活现 展翼向台下 展示其灵动的身姿 却没有泄露一点高温 由于环境限制 我不便展示他的威力 不过 此器已为三阶上品灵器 他强大的灵性 已经说明了一切 若持此器 炼器后期对上助击修士 能不弱于下风 若是在助击修士手中 即便对上三阶妖兽 也有一战之力 庄公谢笑着介绍 好厉害的火焰金轮 灵某原为其清净所有 这里大师是谁 竟能炼制这等灵器 可惜 此器与我的灵根不配啊 庄前辈别说了 赶紧开拍吧 此器与我绝配 目道友 若灵石不够近拍 你可否借些灵石于我 万宝格能请到这等炼器客亲 当真厉害 随着庄公谢的介绍 原本因为近拍不到助击单 情绪低迷的重炼器修士 再次激动了起来 热议不断 甚至有人当场找道友 借起了零食 砸锅卖铁的 要参与这件零器的近拍 此器起拍价 15万下零 近拍时限 120C 近拍开始 庄公谢向两排贵宾士看去 宣布道 文言 大厅观众席 重炼器后期修士们 一个个余生四起 这么高的起拍价 摆明了不是他们能介入的 果然 庄公谢宣布近拍开始之后 参拍令里的近拍报价 瞬间飙升至30万下零 淘汰了现场绝大数的跟拍者 只剩下 三四个人在近拍 5号道友 近价43万下零 最后十些 还有没有出拍的 8号 8号报价45万 2号道友出价了 现在是48万下零 最后三些 若没人报价 此期就归 恭喜5号道友 50万下零 成功竞得火焰金轮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庄公谢激情洋溢地喊着价 时间一到 最终落下了木锤 宣布了火焰金轮的近拍结果 观众席 一众看热闹的炼器修士 各个羡慕 眼馋 极度不已 他们也十分渴望获得那件金轮灵器 可是 几轮过后 他们就无力参与了 没拍到火焰金轮的道友 千万不要泄气 这一次拍卖会 我们格准备了不少三阶灵器 而且 有不少是李大师炼制的精品灵器 接下来 是两件三阶灵器 赤金灵件 庄公谢笑着安抚众人 宣布道 话音一落 拍卖台上再次传送上 两柄金色灵件 赤金 赤金不是二阶炼器材料吗 怎么能炼制三阶灵件 真是三阶灵件啊 听了庄公谢的介绍 台下观众席再次热议了起来 不错 赤金确实只是二阶炼器材料 一般炼器师 只能用它炼制成二阶灵件 但是 我们格的李大师 炼器手法精湛 精通神炼之术 突破材料极限 成功将其炼制成三阶下品灵件 两柄灵件灵性极强 若有修炼精细功法 精灵根 倒有持之硬敌 不仅威力翻倍之效 还有辅助修炼之能 庄公谢笑看着台下 详细介绍到 一柄赤金零件 起拍价 八万下灵 竞拍实现 六十息 竞拍开始 庄公谢接着宣布 文言 台下重炼器修饰 眼睛齐齐一亮 这起拍价倒也不贵 当时 不少人纷纷竞价参拍 没多久 两柄赤金零件 分别以十四万下灵 十五点八万下灵拍卖出去 接下来 又有四件李大师炼制的精品三阶上品灵器出现 当即引得贵宾是几位助击大佬 争相近拍争夺 这场拍卖会 李大师这位炼器大师的威名 彻底在钢阳城传开了 听说这李大师出自百炼宗 是欧野大师的师弟 真的假的 万宝阁跟百炼宗搭上关系了 这李大师真厉害啊 几样三阶上品灵器囊括了五行属性 炼器技艺已经登峰造极了 听着附近几个修士编排着李大师 李牧有些哭笑不得 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万宝阁请的这个拍卖师 不仅膳食灵器 还精通炒作之道啊 接连拍卖他炼制的灵器 就这么将李大师炒红了 不过 这样他一炒作 李牧到间接 获得了不少好处 李牧炼制的五件灵器 都卖出了高价 卖出一件三阶上品灵器 他能获得20%的提成收益 卖得越高 他挣得越多 再加上两柄赤金灵器 这次拍卖会 收益都破百万下灵了 当然 还要扣掉李牧炼制一套 五行三阶灵器的所用炼器材料 以及依据三阶妖兽傀儡材料的价值 大概还能剩下一半左右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接下来 李牧准备参与近拍 更加有底气了 万宝阁的拍卖会 进行得如火如荼 各种丹药 灵器 灵草 妖兽幼崽 以极快的速度登台亮相 而后 现场修士们一一静拍走 当然 偶尔也会有那么一两件流拍之物出现 时间一到 迅速被拍卖师装公谢收起 接下来 拍卖一部三阶浮路产本 雷霆浮测 由于此浮路测传承至今时间较久 期间一段时间没能得到妥善保管 后续部分遗失 现在 此测记载四种三阶雷系浮路 分别为 五丁换雷浮 雷员照护身浮 正阳火雷浮 紫霄雷顿浮 有几处存有一些磨损 不过 仍然具备极高的参考价值 适合恢复记忆 较深的倒有参考 庄公谢看着台下观众席 笑着介绍道 庄公谢话音一落 拍卖台的小型传送阵一闪 传送出一部古旧 焦黑破损的蓝色古书 书籍封面的质地 四指飞指 四皮飞皮 好似被大火烧过 半途抢救下来的模样 破旧不堪 竟是三阶雷系浮路 谁这么暴天天物 竟把这等符路书册烧了 可惜是残本啊 不知道破损的厉不厉害 雷系灵符最难化了 残破成这样 还有价值吗 随着庄公谢的介绍 观众席重修士 纷纷热议了起来 大都非常惋惜 这部符路册 遗失了传承 三阶符路啊 这是价值极高 能源源创造利益的 修真百亿传承 要是完整的传承 依靠着他 创建一个铸鸡家族 甚至金丹家族 都不在话下 即便 在宗门 三阶制服式的地位 仍有真传弟子的资格 只可惜 这是一部残本 不过 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会出现在拍卖台上 他们这些低阶练气修士 才有机会一睹真容 坐在观众席末端的李牧 精神突然紧绷了起来 他期待已久的拍卖物 终于出现了 李牧精神振奋地盯着拍卖台上的那 雷霆福禄策 手持拍卖令 就等着拍卖开始 就这时 李牧的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生效 角色虚拟框中 呈现出了雷霆福禄策 真正的属性信息 雷灵服输 封 品阶 五阶灵宝 特性 雷元复苏 成灵在时 封 气灵欲雷 封 雷霆自生 风 状态 雷元消散 灵性已失 是灵化繁 六阶雷受腰黄腹皮 雷焦精魂炼制的 浮露宝书 遭遇毁灭性重创 气灵覆灭 灵性消散 降为繁物 据百万道雷霆之力 方可将其修复 据千万道雷霆之力 可重新孕育雷灵 此浮露宝书 记载一部完整的 五阶雷系浮露传承 大量雷元灵力 可令浮露传承内容 逐渐显化 看到雷霆浮露册的 真正内容 李牧当即呆住了 万万没想到 这拍卖会上 还有漏可简 他心心念念的浮露册 到头来是一件 报废的五阶灵宝 与此同时 还承载着一部 完整的五阶雷系浮露传承 李牧双眼露出 炙热的目光 这部雷霆浮露册 不管要多少零食 都要将其拿下 此部雷霆浮露册 起拍架 三万下零 竞拍限时60C 现在开始 庄公谢环视全场 大声地宣布 庄公谢话音一落 现场所有竞拍者 纷纷将神识投入参拍令 关注雷霆浮露册的竞拍架 32号竞拍者 3W5 下一秒 这个数据便被 7号竞拍者 4万的报价取代 11号竞拍者 4.2W 123号竞拍者 4.3W 50C后 雷霆浮露册的竞拍架 便达到了6万下零 是7号竞拍者出的架 变价速度 渐渐趋于稳定 竞拍时限 剩下30C 就在大家都以为 这件雷霆浮露册 会被7号竞拍者 收入囊中的时候 突然 一个数值跳出 一个新的竞拍者 出现了 641号竞拍者 报价 7万 直接加了1万下零 最新报价 7万 641号道友 报价7万下零 还有没有道友出价 剩下最后20C 19C 庄公谢 环市全场 激动的喊价 7号贵宾是 一位助击老者 眉头紧皱 有些厌恶 这个突然起来的搅局者 果断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 再加5000下零 7W5了 7号道友的最新报价 12C 庄公谢 欣喜的报价 下一秒 竞拍价 再次被一个数字刷新 8万 641号道友 出价了 庄公谢大声地喊价 7号贵宾是 助击老者黑了脸 感觉就像沾到了屎一样 一件俘虏残本 也有人跟他争 他果断再次加价5000 8万5 7号道友又出价了 10C 9C 庄公谢开始了倒计时 然而 这一次 641号好似放弃了 没有再报价竞争 就在众人以为 这次拍卖尘埃落定 雷霆福禄策 要被7号参拍者拍走的时候 一个数字 骤然覆盖了7号参拍者的报价 12万 最后时间的报价 641号道友 以12万下零的价格 成功拍得雷霆福禄策 竞拍时间终止 庄公谢看清了竞拍令的编号 惊讶一下 激动地大声宣布 庄公谢话音一落 参与这场拍卖会的参拍者 集体惊讶不已 练气修士们 集体沸腾了起来 哇 竞偷袭成功了 是哪位道友出的手啊 641号道友厉害啊 竞成功暗算了助击前辈 嘖嘖嘖 这价格加得也太凶残了 我原以为 这641号参拍者是卖家 是故意抬价的 万万没想到 他最后大发神威 这位道友是个狠人啊 12万夏琳买着鸡类服录策 7号应该是皇家 二阶灵符大师 黄灵真人吧 这位道友可把皇家得罪狠了 观众席 重炼器修士左右张望 热议不断 拍卖令 641号 这个编号一看就是做大厅的 不像 贵宾式的贵客 他们排名都比较靠前 重炼器修士很想知道 是哪位道友帮他们出了一口恶气 这次拍卖会 上品筑基丹 三阶上品灵器 各种精品灵丹 灵器 都被贵宾式的家族子弟 筑基大佬们买走 唯独这一切 641号道友 狠狠帮他们出了一口恶气 突袭抢了7号筑基大佬 志在必得的灵物 接下来 拍下一件灵物 三阶灵水 庄公谢连忙转移话题 开始介绍下一件拍卖物 竟有机会在拍卖会上 捡一个大漏 成功竞拍下 雷霆福禄策 李牧暗奈住喜色 强作镇定地 继续观看接下来的拍卖 为了确保 能顺利拿下 雷霆福禄策 在最后一刻竞价的时候 李牧为此 多付了不少零食 等拍卖会结束 要付账12万下零 零食储物袋 由卖两柄三阶 赤金剑先期给的货款 1000钟灵 除此之外 剩下200枚钟灵 在无法动用李大师 这个身份的情况下 到时只能用二阶灵符抵账了 接下来的拍卖 李牧不打算参与 若真想参拍的话 他还可以用李大师的拍卖令 等拍卖结束 再让李大师跟万宝格算账便是 不过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李牧决定不再参与了 即使看到几株三阶灵直开拍 竟拍者聊聊 李牧也忍住了 时间飞逝 近一个时辰过去 万宝格这场拍卖会 终于落下了帷幕 随着拍卖会的结束 在拍卖过程中 没拍到灵物的修士 纷纷将拍卖令还给万宝格 陆续离开拍卖会 至于 那些成功拍到灵物的近拍者 则会被邀请智慧万宝格的客室 稍作休息 持着近拍令 与万宝格展开交接 李牧所持的参拍令 641号 被安排到最后 在单独的会客室 享用侍女送的灵果 灵茶 耐心等待 末约等了半个时辰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有远极近地传来 李牧放下了手中的灵果 看向门外 抱歉 实在抱歉 让李公子久等了 王文宝挺着将军度 迈进会客室 带着歉意的笑容 向李牧告罪道歉 没事 王掌柜 咱们开始交易吧 李牧微微一笑 真诚地说 李牧热忱地看着王文宝 希望能尽快完成交易 将雷霆福禄策 落地为安 呃 不好意思 交易之前 能不能冒昧跟李公子 先商量一件事 王文宝看着李牧 不好意思地说 李牧面色一沉 大概预料到王文宝想说什么 生气地质问 怎么 我都拍下来了 难道交易 还有变故不成 万宝阁这样做生意的 不 不 李公子 误会了 交易肯定会继续 就是有位前辈拜托了我 所以 这才冒昧地跟您商量一下 王文宝摆了摆手 不好意思地解释 嗯 没什么好商量的 我不会让出 雷霆福禄策 快点交易吧 我先付一千中灵 剩下的二百中灵 我用二阶极品灵符负账 这个可以吧 李牧摆了摆手 看着王文宝试一刀 说完 李牧拿出一个旧橱袋 以及一达金色灵符 准备与王文宝 快速完成 雷霆福禄策的交易 二阶极品灵符 看到李牧手里 那达琳亚恐怖的 十几张灵符 王文宝双目圆瞪 眼睛都直了 惊喜二阶极品灵符 有攻击的金剑符 防御的金甲符 你们万宝阁平时是怎么收的 就按那个价格来算 可别趁这个时候宰我 李牧一脸警惕地 看着王文宝 警告道 不会的 我们万宝阁做的是万年生意 最注重商业生育 绝不会恶意压价 更不会成人之危 王文宝连连摆手 解释道 对于黄浮师的委托 王文宝现在只能爱莫能助了 第一 黄浮师只能炼制二阶下品灵符 但是 眼前这年轻客人 却能大量拿出二阶极品灵符 两者间修为虽有差距 但是 掌握炼制十几张 二阶极品灵符的制服记忆 却能轻松抵消这种差距 第二 这个年轻人 背后肯定站着一位二阶上品符师 肯定也需要雷霆浮册 黄符师争不过人家 二阶极品灵符 我们宝阁一般按四十五中灵符收 您若愿意 先用这批灵符 负账的话 我做主每张按五十中灵收 不够的 再用中灵负账 王文宝看着李牧 热诚地说 李牧想了想 看着王文宝点头道 可以给你十二张剩下的 用灵石副账 好 谢谢李公子 王文宝欣喜的点头 迫不及待地从储物袋中 取出那本雷霆符路册 双手递给李牧 李牧伸手接下 雷霆符路册 随手翻看了一下 用神石天赋 识别万灵 确认了雷霆符路册 没有被调包 连忙收入储物袋 李牧将十二张二阶零符 递给王文宝 从零石储物袋 取出六百枚中灵 付清了尾款 王文宝欣喜地收下 主要注意力 放在那达二阶零符上 钱货两切 王掌柜 咱们再会 李牧将雷霆符路册 收入储物袋 同时也将参拍令 递还给王文宝 转身必要告辞道 等一下 李公子 请等一下 王文宝 我需要先知道一件事 王掌柜 要认识这个制服师 有什么打算 李牧意外地问 当然是请他代为 炼制一批灵符 若有机会 还想邀请他 成为我们阁的制服客亲 王文宝微微一笑 解释道 李牧哑然 李大师 已经是万宝阁的 炼器客亲了 不想跟万宝阁牵连太深 李牧主要精力 还要放在种田上 李牧略作思考 随口编了个理由 歉意地道 王掌柜 不好意思 这批灵符 是我偶德之物 没办法帮到你 实在抱歉 没其他事的话 王掌柜 咱们后会有期 李牧向王文宝 拱了一礼 再次告辞道 说完 李牧快步 离开了会客室 好的 李公子慢走 王文宝 无奈的李送道 目送着李牧 渐行渐远的背影 王文宝 皱了皱眉 这个背影 看着莫名的 有些熟悉 却不知在哪见过 与此同时 王文宝也察觉到了 这个年轻人的谎话 他若不知道 这二阶灵符的炼制者 又怎会那么重视 雷霆福禄策 难道那 雷霆福禄策 另有内幕 他没看出来 不会的 他会演财神的名号 不是白叫的 另外万宝阁几位零件师 经验丰富 会演识珠 不可能都看漏了眼吧 四日 李牧没急着离开钢阳城 而是 戴上玲珑面具 做一番乔装 再去了趟万宝阁 以李大师的身份 领取售卖灵器的提成收益 万宝阁 听到李牧的到来 王文宝兴冲冲地赶至唐屋 人味道 生鲜至 李大师 您可来了 昨日拍卖会上 您练至所有灵器 大放异彩 非常欢迎 不少客人向我下了预定 希望您帮练至灵器 不过 我知道你有事要忙 没敢答应下来 王文宝走进唐屋 看着李牧请示地说 嗯 练至灵器的事 等李某回钢阳城再说吧 李牧笑着点了点头 闻言 王文宝不由有些失望 不过 他脸上的笑容不变 双手奉上两个储物袋 李大师 这是昨晚拍卖灵器的提成 以及两柄三阶赤金剑 扣出材料后剩余的四千钟灵 另一个储物袋 则是我送您的礼物 二阶青云灵州一搜 各种疗伤回灵 解读灵丹 闭鼓丹 总计三十平 预祝您此次出行顺顺利利 早日归来 谢谢 王掌柜 李某不客气了 李牧感受到了王文宝的心意 开心地收下 闲聊了一会儿 在王文宝热情的李送下 李牧离开了万宝阁 李牧去了一趟陈氏工法楼 将之前看上 却又没临时购买的几个传承预检 全部买下 比如 包皮树 制皮树 五行身法传承 接着 又逛了一趟集市 采购了大量钢阳城 才有的修炼物资 几张妖兽皮 妖兽肉 二阶浮皮纸 二阶零木料 等等 修行资源 五时 李牧离开钢阳城 欲见而起 朝小梁山方向飞去 在出发前往钢阳城之前 李牧将十亿亩林田 都剥下风铃草的林种 此时 风铃草应该都已经发芽了 李牧急着回去给它们 浇灌淋雨 补充水分 风铃草固然好打理 没遇什么虫害 不过 风铃草却对水分的要求极高 每天都要浇灌淋雨 单个两三天 风铃草会发生唯米小问题 四五天 则会被渴死 开始枯萎 李牧神识全开 全力欲见赶路 身形犹如一道流光 飞速地从空中划过 道友 救命 道友 救救我等 就在这时 前方几道狼狈的身影 被一群一接妖情追击 静止朝他这边飞来 李牧神识早就 提前发现他们了 一女三男 四个练器后期修士 在一群猎眼鸟的追击下 想将这个灾祸转嫁他人 李牧哪会让他们轻易得逞 伸手王储带一拍 放出一艘小型灵州 李牧飞身钻入灵州 迅速掏出几块中品灵石 嵌入灵阵 激活灵州内的玉空法阵 下一秒 小型灵州全身灵光暴闪而逝 搜的一下 灵州飞窜而出 以刚才遇见快了六七倍的速度 眨眼化作一个黑点 迅速消失在天际 看到这一幕 逃难的四个练器后期修士 集体傻了眼 妈的 是头大肥牙 竟有一艘二接灵州 一个黑袍男羞黑着脸 破口大骂 四妹 赶紧将鸟群驱散 他们要追来了 为首的修士 吩咐红衣女修道 红衣女修点了点头 摇动双手挂着的十几个小铃铛 叮铃铃 一阵刺耳的铃声传扬 身后尾随而至的猎眼鸟群 仿佛遭遇了天敌 纷纷逃逝地飞走了 李牧不知道身后发生的一幕 使用灵州后 一口气飞至小梁山 提前了近一个时辰抵达 落在小梁山 望着灵天一颗颗嫩绿的草苗 李牧满脸喜意 随即手掐清风换雨绝 朝灵田上空 打出一股强大灵力 一股大风凭空吹起 灵力迅速汇集 啪啪啪 一滴滴黄豆大小的雨珠 就向断线的珠子卸下来 不到一刻钟 干枯的田沟里的水便长满了 十亿亩风铃草嫩苗 不仅没被雨滴拍坏 反而郁郁清清 植株挺拔 迅速吸收补充了水分 仿佛集体都长高了一茬 两百五十息后 这场突如其来的淋雨 才渐渐地消散下去 见状 李牧松了口气 神石扫过 没有发现被可死的 枫林草幼苗 李牧从储物袋中 取出一枚淡绿色玉碱 开始学习灵直术法 在陈氏工法楼 购置的十几枚工法玉碱 回到小梁山后 李牧终于有空 将它们转化成自己的记忆 李牧凝视着手中的玉碱 投入神石 下一秒 李牧的意识进入预检空间 接受了一股工法信息 获得了枯荣树的施法技巧 丁 你成功接受了枯荣树传承 你学的枯荣树 李牧看了一眼日志提示 开始尝试使用枯荣树 按照枯荣树的施法路线 极具木属性 灵力聚集两指尖 而后 李牧对着林田中的 一株杂草幼苗释放出去 杂草植树吸收了这股木属灵力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成长起来 片刻功夫 杂草苗长至一尺高 一副营养不良状态的成熟模样 而后 叶片开始变黄 整树迅速枯萎 枯荣树 顾名思义 通过树法 操纵灵直的成长状态 促使它在极短的时间内 成长至成熟期 最后迅猛的成长速度 导致巨大灵消耗 整树在几十息间 由荣转枯 最终死去 此树 主要用于处理林田间的杂草 从根本上解决 杂草侵占灵直生长空间的问题 枯荣树解决杂草问题非常好用 不过 由于钢学入门的关系 此树施法太慢 枯死时间太久 李牧看了一眼角色属性面板 还有九百多点自由熟练点 当即砸下六百点自由熟练点 将枯荣树升至二级 枯荣树升至二级 李牧当即获得了数百次的枯荣树施法经验 伸手抑制 一股木鼠灵力 随即落在另一株杂草上 实习内便见证了那株杂草由胜转衰 最终枯死在林田上 见状 李牧喜不胜收 接着取出另一块玉检 开始学习其他功法 翻地树 这个灵直敷树法 有点意思是土系功法 李牧学了五行功法 又深具五行下品灵力 这部树法学起来没有什么难度 李牧神识投入玉检中 直接获取翻地树的树法传承 李牧右手掐绝 距于双指尖的土灰色灵力 挥手打出 没入一块荒地 轰隆一声 那块荒地犹如地龙穿过 地面裂开 泥土翻飞 眨眼功夫 翻了三丈长多长的荒地 大量杂草根系 也随之被翻出来 这翻地树真好用啊 看着翻地树制造的效果 李牧喜不自胜的感慨 这只是初学翻地树的效果 升级后效果肯定更强 之前若先学了这翻地树 开荒林田的时候 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李牧将自由熟练点耗尽 将翻地树升至一级 接下来再取下一块玉检学习起来 时间飞逝 夕阳西下 李牧看了一眼日志兰 满满的成就感 整个下午学了一大堆树法传承 库榕树 转灵树 测土树 翻地树 收割树 轰散树 13部灵植树的辅助树法 通通学会 以后种田全部改为树法操纵 不用自己下田耕种 不仅效率提升了 对灵植也有极大的益处 除此之外 李牧还学了自己包制扶皮的 包皮树 制皮树 以及一部玄疾上品身法传承 五行换身绝 只可惜 自由熟练点都耗尽了 五行换身绝没法升级 不过 五行换身绝紧入门而已 李牧也深刻地感受到 这部玄疾功法的威力不凡 结合五行功法领悟的 五行盾小神通 五行换身法施展起来 可换可盾 神鬼莫测 威力提升了数倍不止 夜幕悄然而至 李牧身形一顿 身体骤然化作一团泥土 坠落地面 消失不见 院子里 李牧的身影从木门分裂而出 木属身躯 转化成活生生的血肉躯体 神奇无比 李牧结合五行盾 尝试用了下五行换身绝 效果神意无比 掌握了这身法 再配合剑阵 阵法 傀儡道的傀儡大军 李牧确信 即便遇上筑击后期修饰 也有一战之力 李牧满意的一笑 走至灶台前开始生火做饭 很快 灶台内烈火熊熊 锅盖蒸汽腾腾 散发着零米饭的香气 身边少了赤狼的闹腾 李牧不由发现 小梁山太安静了 有点不习惯 不过 眼下 李牧没法将赤狼接回来 明早先去青安镇 将宗门店租缴了 接下来 得赶去清水镇赴任 到时 会遭遇什么样状况 不得而知 李牧叹了口气 只能等清水镇那边安顿好 再接回赤狼了 次日 一大早 李牧遇见而起 不到三百溪 便落在清安镇门口 付给守卫一枚碎林入镇费 禁止走向宗门驻地 清安镇 驻地大院 王师兄 王师兄 不好了 小梁山那家伙 提前过来了 林秋海小跑至内堂 找到王峰小声的招呼道 什么 脚租日还未到 他来干嘛 王峰吃了一惊 不解地问 来提前缴电租的 他通过外门考核 已经是外门弟子了 他要去清水镇赴任了 林秋海连忙解释 什么 王峰神色一宁 气愤不已 王师兄 现在怎么办 计划还继续吗 林秋海看着王峰 犹豫地问 他不是要去清水镇任职吗 正好是个机会 去 你去跟通知严姑娘 我来应付他 王峰看着林秋海 示意道 说完 王峰静止向大唐走去 亲自面见李牧 那个害他遭受了大笔损失的家伙 大唐内 站着一位身穿外门弟子袍 眉目清秀 年约十八左右的少年 脸上挂着一个似笑非笑的笑容 与他对视 王峰冷着脸 一脸木然的跨步 走到李牧跟前 王师兄 你算可来了 那里有1400斤白玉灵米 我今年该脚的垫桌 还请王师兄验收 李牧指向14个灵米带堆叠的角落 王峰顺着李牧指的方向看去 大唐角落不知什么时候堆放了一堆灵米带 这个不结 你什么时候通过外门考核的 王峰只看了一眼 更关心李牧身上的外门弟子服 沉声问 王峰练起八层后期 失了不少下座手段 才成功通过外门考核的 然而 这小子修为不过练起七层初期 却能通过外门考核 这让他十分惊诧 几天前吧 刚跑了趟钢羊城 李牧随口回应了句 对上王峰审视的目光 示意道 小梁山上两亩林田 我会继续租着 还请王师兄继续照顾一二 听吧 王峰眉头一皱 看着李牧问 你不是准备去清水镇赴任了吗 还要继续乘租小梁山的林田 你照顾得过来吗 为了小梁山的十来亩中林田 王峰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积蓄全都打了水漂 原以为这家伙进阶外门弟子后 会识趣地离开 哪知他竟赖着不愿放手 清水镇距清安镇 不过六十里地 遇见的话 泡茶功夫便能到 不算远 李牧笑了笑 解释道 再说 我在小梁山辛辛苦苦 开荒了不少林田 还有两年期 布置了几座法阵 耗费了不少心血 怎么舍得丢下呢 就算照顾不过来 也要竭尽全力呀 文言 王峰脸色一沉 心底对李牧的杀意更重了 之前 这家伙归缩在小梁山 听雨楼的杀手 搞不定小梁山上的法阵 无法得手 现在 他既要去清水镇任职 又不舍得小梁山的家业 要经常在小梁山和清水镇来回 刺杀机会不要太多 这次听雨楼再搞不定 就说不过去了吧 想到这家伙是自寻死路 早晚要死在听雨楼杀手的手里 到时 小梁山上开荒的中品林田 都将归他所有 王峰脸上布犹露出了笑容 心情也变好了 见王峰一会儿黑了脸 一会儿露笑脸 不知道想什么好事呢 李牧皱了皱眉 心中保持警惕 王师兄 请验收一下灵米吧 没问题的话 我得走了 李牧看着王峰 催促道 好 你等一下 王峰笑着地回了句 走到灵米带堆前 拆开一袋灵米 逐一细致地检查起来 王峰磨磨蹭蹭 检查了一刻钟 这才通过验收 在租不上计 王师兄 我还有事 先行到辞 见王峰寄好他的角租信息 李牧连忙辞别道 嗯 师弟一路走好 王峰呵呵一笑 饱含深意地送别道 回到小梁山 李牧试了一记 清风换雨术 为十一亩 灵田浇灌雨 而后 李牧遇见 朝清水阵飞去 一路上 李牧小心翼翼 放慢速度 神识实时监视着四周 这次见了王峰 李牧察觉 那家伙还没死心 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李牧忍不住都想出手 彻底解决掉这个麻烦 然而 一想到上一任执事弟子 徐礼金 才死没多久 这个时候 王峰再出事的话 宗门那边 肯定会派人下来查 李牧便暂且忍下来 时刻保持警惕 兵来降荡 水来土掩 看他还能出什么招 莫约一个时辰过去 李牧遇见 居高临下 看到一条石杖宽的大河 波涛汹涌 向西流淌 在河边一处 地势较为平坦的地方 坐落着一座小镇 镇内有经万栋大小不一的石屋 错落有致 被一条主阶切成了两半 树丈高的城墙 将小镇外连片的木制棚区 明显地分隔开来 清水镇外 木棚屋一间连着一间 连成一片 距离棚区越远 木制棚区的密度越稀疏 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林田 这座小镇便是清水镇了 看着比清安镇还大 开垦了不少林田 但是 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不少适合开垦林田的荒地 却没有开垦 李木心中一动 不准备直接去此镇宗门驻地 打算先了解一下清水镇的情况再说 李木在镇外一处偏僻林田附近落下 将清玄宗外门弟子的法袍脱去 换了一身散修长穿的黑色法袍 而后 走向小镇 从西门进入 李木与其他清水镇 其他修饰一样 缴纳了入城费 走进清水镇 走进小镇 街道两旁各种店铺 摆卖各种商品 腰瘦肉 灵器 皮甲 琳琅满目 还有卖吃时的铺子 卖酒时的 卖煎饼的 讨价还价的 介绍商品的 招呼客人的 各种声音汇集一起 热闹无比 老板 来半斤卤露肉 半支蒸铃宴 再来瓶赤餐零酒 李木走进一个热闹的酒室 寻了个空位坐下 看着墙壁的菜单 招呼店老板点菜道 好嘞 客观请稍等 店主应了一声 开始忙活起来 不一会儿 店小二端着木盘 将肉食和零酒 一一摆放在李木面前 陈掌柜 老规矩 上桌菜 陈掌柜 三人份 你看着安排 陈掌柜 结账了 零食饭桌上了 九四店主是个六熊老汉 应该做久了 生意非常不错 老顾客不少 店主忙不过来时 老顾客们熟练地点餐 副长 自己找位置做 李木独自吃着肉 喝着酒 流行听隔壁桌几个散修的交谈 间接了解清水镇的情况 游燕谷 现在不能去了 昨天又死了两个人 怎么死的 被游燕群所杀 不是 是被二阶玄宇雕杀的 怎么会 玄宇雕从哪冒出来的 跟着游燕群来的呗 每年清零鱼的繁殖期 赤头游燕群 便会来游燕谷铲蛋 捕育幼崽 这时候 也是玄宇雕的繁殖剂 有几只玄宇雕啊 我还想趁这段时间 多不歇游燕 正比零时来着 大家都这么想 不过 那是二阶玄宇雕 一旦遇上小命 肯定不保 清玄宗不出面处理吗 要是玄宇雕西城怎么办 怎么处理 一头玄宇雕 至少两名助击修士才能拿下 一公一母 需要四位助击修士出动 还不知道有多少只玄宇雕 清水镇哪来那么多助击修士 哎 妖狼群刚赶走 又来了玄宇雕 这日子也太难了 谁说不是呢 要不是有泰沫合隔着 清水镇早被妖兽群冲垮了 听说了吗 陈家发现了条矿脉 碳矿队回家族汇报时 遭遇妖兽群 被灭了大半 早听说了 陈家碳矿队在小灵山 发现了一条寒铁矿 结果这消息 被林家的内应传回来 而后 王家从林家这得到消息 三家正闹着呢 哇 原来是这样 三家现在什么情况 会不会打起来 打不起来 上面有清玄宗压着呢 矿脉肯定按老规矩开发 清玄宗占据七层收益 剩余的由其他助击家族征份额 哪次不是这样 三个助击家族都准备摆斗法台 争夺矿卖份额了 不知道这条寒铁矿卖大不大 要是大型矿卖就好了 说不定 清玄宗能多派几个助击弟子下来 这样就不用整天都担惊受怕了 是啊 清玄宗前段时间 有一批内门弟子进了万腰山脉 至今还没有出来 过了临天山 山里的妖物不知有多少 肯定都折里面了 这次差点交代了 陆大哥 猎羞这香太危险了 我想退出 行 喝完这杯 大家散伙了 陆兄 你有其他门路 没啥好门路 我有个兄弟捕铃鱼收获还行 我想去试试 李牧喝着零酒 吃着美味的妖兽肉 朔尔倾听着隔壁几桌客人 喝着酒小生的闲聊 各种关于清水镇的热门话题 一一落入他夺理 情况跟李牧预料得差不多 清水镇所处的环境 比清安镇危险了许多 附近灵山 幽谷 山林 甚至河底下 充斥着各种妖兽 不过 正因为其丰富的修真资源 吸引了大量散修 来此镇讨生活 这也是清水镇外的木制棚区 一阔再阔 规模看着比清安镇大不少的原因 李牧大口吃肉 小口喝酒 在酒室里待了一个多时辰 间接获得了不少清水镇的情报 确认了清水镇三个住基家族 正爆发争夺矿卖份额的矛盾 而清玄宗在清水镇的管事弟子 南宫洪 则利用这次机会 在其中周旋 调停三家住基家族的斗法 现在 调停不成 南宫洪成了三个住基家族 主斗法会的公平主持者 在清水镇的地位 水涨船高 李牧了解了不少消息 确认了一件事 这位南宫师兄 头脑和手段都非常厉害 一点不像王峰那个 见力妄威的蠢货 不调查他真实战力的情况下 就敢对他下死手 而且 明知是不可为了 还一副要纠缠到底的模样 简直就是一傻逼 小二 结账 李牧换来殿小二 随手在桌上放下石梅下铃 转身离开了九四 清水镇 清玄宗驻地大院内 南宫师兄 这是我的弟子令 受命来清水镇 担任林职司管事一职 李牧将弟子令 递给眼前这位剑梅心目 气势不凡的南宫洪 南宫洪末约二十四五 却有炼器九层巅峰的修为 恐怕聚注机 也只差一枚注机单的事 李牧打量着南宫洪 不由有些佩服这位天之骄子 自己若没有熟练面板这一金手指 跟他提携都不配 南宫洪接下弟子令 神识叹了一下 看着李牧笑道 原来新任林职司管事 是赵师弟你啊 你来得正好 再过些日子 就该催那电租了 我正愁不知该怎么办呢 核实了李牧的身份信息 南宫洪将弟子令还给李牧 甚是如此 过师兄才派我下来的 李牧接下弟子令 顺手收入储物袋 笑着接话 嗯 林职司的是不着急 师弟从刚阳城赶来的 累坏了吧 要不先安排一顿晚宴 为师弟接风洗尘 而后再收拾个房间 让师弟休息 南宫洪热情地招呼道 南宫师兄 不用客气 我从清安镇过来的 小弟一直在清安镇生活 距清水镇不远 如果可以的话 住处还是我自己解决吧 我不打算住在住院里 李牧笑了笑 婉拒了南宫洪的提议 呃 师弟有所不知 清水镇偶尔会遭遇妖兽入侵 没有清安镇那般安稳 宗门住院内 设有防护大镇 可抵御二街妖兽 若住在外面 可就没有那么安全了 南宫洪看着李牧 善意地提醒 谢谢南宫师兄的提点 不过 小弟自有打算 还是不住住院了 李牧微微一笑 态度坚决地说 南宫洪惊讶地看了李牧一眼 想不通这仅有练器 七层初期的赵师弟 有什么依障 有宗门防护大镇的 住院兜不住 要自己另选地方住宿 好吧 师弟态度如此坚持 我就不勉强了 若改变了主意 尽管告诉我 南宫洪看着李牧赞同道 嗯 南宫师兄 可否将清水镇灵直思的事物 跟我交接一下 我方才来时 看了下清水镇的灵直情况 发现还有不少空地可开垦灵田 为何放着任期荒废 李牧笑着点头 直奔主题地问 南宫洪微微震了一下 没想到这位小师弟 还是个事业心极重的人 一上来就关心自己的职责事务 赵师弟 你刚来清水镇 有些情况还不知道 那些放弃荒地是不得已的 一来 清水镇临近泰墨河 一旦到了汛期 泰墨河水位便会大涨 那些荒地会被河水淹没 因此 这些地方不能开垦成灵田 栽种灵直 南宫洪看着李牧介绍道 停顿了下 南宫洪接着道 二来 清水镇靠近灵天峰 此峰藏有一条二阶以上灵脉 各类灵药 灵矿资源丰富 宗门的杂役弟子 清水镇的散修 都以其他方式获取修炼资源 先有人愿意当灵直夫 因此 人力不足 这些荒田肯定没办法开垦成灵田 三来 是各种妖兽下山 过河席城 破坏灵田 还有各种宠害问题 使得愿意担任灵直夫的人越来越少 师殿 你这灵直司管事的任务担子颇重啊 说到最后 南宫洪饱含深意地看了李牧一眼 感叹道 早知道清水镇会是个坑 李牧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换作其他人来 对清水镇糟糕的灵直司事物情况 肯定会有所顾虑 不过 对李牧来说 这完全是件好事 这么多地方适合开垦灵田被荒废 接下来 这些地方可以任期筛选 李牧准备好好挑个地方 开垦一大片灵田 白亩 甚至千亩 灵田连成一大片 方便他照顾 嗯 我明白了 李牧点了点头 看着南宫洪直奔主题地道 南宫师兄 可否将灵直司的帐簿 棕田册 蒸纳册给我看一下 当然没问题 这都是灵直司的账簿 我现在都转交给你 南宫洪意外地看了李牧一眼 连忙从储物袋中取出几本账簿 甩麻烦式地递交给李牧 接下账簿 李牧随即认真翻看起来 一幕实行 了解灵直司事物的同时 寻找适合开荒的地方 南宫师兄 若没事的话我先行告辞了 我打算去清水镇的灵田地逛一逛 核对一下账簿 李牧看着南宫洪示意道 赵师弟真是勤恳之人啊 要不要我陪你去 南宫洪愣了一下 看着李牧笑赞道 不用了 我自己一个人就行 若是有需要的话 再请您帮忙 李牧洒然一笑 婉拒道 好 南宫洪笑着点了下头 牧送道 很快 李牧转身离开了宗门驻地大院 拿着灵田账簿 地图在清水镇附近的灵田 独自游逛起来 寻找适合它开垦灵田的地方 小梁山地势陡峭 李牧费尽心思 开垦了十一亩灵田 已经达到了极限 清水镇不同 临近太陌河 背靠灵田山这个大型山脉 平坦的古地较多 适合开垦 数十亩 上百亩的灵田 此地不行 若是汛期 太陌河水未上涨 会将此地淹没 这片灵田还可以 能再开垦五十亩左右 嗯 此地是驻鸡王家租界的灵田 咦 这片灵田还行 设立引灵镇 距灵镇有进阶中品灵田的潜力 可惜 开垦不了百亩 先记着 李牧遇见 在清水镇上空飞来飞去 寻找一处适合它开垦灵田的地方 时间飞逝 李牧越飞越远 最终 李牧停止了遇见飞行 悬浮于空 在距清水镇七八里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灵谷 极其适合开垦灵田 灵谷由两座山峰聚拢而成 一条清洗而下的瀑布 白浪滔滔 汹涌澎湃 鼓内轰隆作响 阳光照在波涛汹涌的瀑布上 水雾焕出了一条七彩长红 红尾的山崖 遍布高耸的巨树 浓茂密林 瀑布奔涌 青潭悠悠 河流蜿蜒 山巒层蝶 景色优美 青潭边上生长一大片杂草灌木 地势颇为平坦 可开垦出百亩灵田 更让李牧欢喜的是 通过勘麦树 发现此古运有一条灵脉 因此 鼓内生长着不少灵药 一会儿功夫 李牧就发现了不少灵药 百年药林的冰雾灵草 子丹参 金珠草 白子花 种类繁多 此古 灵气回绕 伴有一口青潭 并还有一条瀑布 环境极佳 李牧双目放光 已然在想要布置什么法阵 怎么布置法阵 才能将此古遮盖起来 变成他个人独占的地方 此古 换作青龙谷 李牧翻看了下 灵直思的灵田地图标注 获知了此古的名字 同时 也看到此古标注了危险的警示 原来清玄宗其他弟子 早就发现了 青龙谷非常适合开垦灵田 但是 此坛好像是一条三街碧眼 乌铃蟒的居所 因此标注了危险警示后 随之放弃了开垦 三街碧眼乌铃蟒 真的假的 李牧皱了皱眉 连忙放开神石 小心翼翼地向深潭中探去 哪知 深潭底部另有乾坤 发现了一条深邃的地下水道 超出李牧神石的探测范围 无法探到水道的尽头 不过 李牧暂时没有发现 碧眼乌铃蟒的存在 倒是发现了不少肥美的一街青鳞鱼 乌龙鱼 鳞猪棒 等等 丰富的鳞鱼资源 李牧想了想 决定将此谷占为己有 以防万一 弄快巨石将地下水道堵住 再布个预警法阵 在借此谷地势 布置一个大型困腰阵 若真有三街妖蟒 从水道出来 即便它近街四街 也只是送上门的肥肉 李牧毫不畏惧 就这么决定了 李牧手掐法绝 开始全力施围 下一刻 七柄二阶玄铁剑 从储物带放出 他们排兵列队 凭空出现在李牧的身旁 迅速形成七星剑阵 向潭边某个区域覆盖而去 刷 刷 剑影呼啸 剑气纵生 七柄玄铁剑 释放漫天剑气 数块巨石碎裂纷飞 片刻功夫 一大片平整如尽的空地 一根根巨石柱 被修整出来 接下来 李牧神石全开 以剑为笔 再具石柱 地面刻画阵纹 龙象水幻阵 借助清潭 瀑布的水灵之力 形成大型迷雾幻阵 将整个青龙谷引去 龙象影灵阵 龙象距灵阵 将藏于两座灵山灵脉 释放的灵气牵引 聚拢于谷内 提升山谷的灵气 改变灵脉走向 龙象困腰阵 此阵引而不发 以天地灵气为影 射连环九阵式 阵 困 射 困 精 味 患 丧 的大型法阵 即便困住四阶妖兽 也不在话下 时间飞逝 转眼两个时辰过去 李牧额头满是虚汗 一口气在青龙谷 布下五座复杂的大阵 并将五阵合一 设置一个总控制区 为此 李牧星神消耗巨大 有点吃不消的感觉 此时的青龙谷 模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根根雕刻着 复杂阵纹的巨石柱 屹立在潭边一块平地上 占地两百多平米 二十八根巨石柱 地面也刻画着 复杂的阵纹 中心位置 镶嵌着一颗颗婴儿 拳头大小 晶莹剔透的零石 有上百颗之多 激活五座法阵 二十八根阵柱 随之产生阵法波动 天地灵气为之束缚 瀑布弥漫的水汽蒸腾 化作一片白雾 渐渐将整个青龙谷 笼罩了去 如梦如幻 遮掩了青龙谷 在引灵阵 聚灵阵的牵引下 天地灵气聚集 只进不出 需要等谷内灵气浓度 达到某种程度 才会停止 李牧预估了阵中 临时的消耗速度 在不启动困腰镇的情况下 一百八十枚中品灵石 可连续使用三个月 若同时启动困腰镇 换镇 杀镇 一百八十枚中品灵石 预计三天便会耗尽 这还是古内灵脉 天地灵力 共同支撑的情况 李牧耗费巨大心力 清净五级龙象镇之力 布下这五镇联合的镇室 极为满意 接下来 李牧准备用这些石柱 充当房子的支柱 盖一间石屋 以掩饰镇主 镇研总书 李牧扶下一颗金元丹 一颗回灵丹 就地盘腿而坐 炼化灵丹要力 恢复状态 为灵谷布下法阵后 接下来 建造石屋 打造居所 开垦田地 改造灵田 一切从头开始 接下来 要做的事不要太多 不过 李牧不是一个人 李牧恢复好状态 从储物阁招出苦力傀儡 以及另外几具战斗傀儡 操控它们搬运谷内的巨石 而后 继续用悬铁剑的批展 削平整 很快 一块块成百上千斤的巨石 被切成规格相同 大小一致的长条石 在二十八根镇竹之间的间隙 一一累气起来 现场热火朝天 在李牧的操纵下 八具傀儡分工明确 有的搬运巨石 有的累气石屋 有的清理垃圾 不知疲倦地忙碌着 一座带着院的石屋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形 忙活了三四个时辰 一座丈高 由巨石条累气的 移进四合院 屹立于潭边 就差封顶了 接下来 为石屋封顶 屋内硬装 造家具 这些细活地慢慢来 慢工才能出细活 李牧仙清理了下现场 神石一扫 现场 大大小小 无数碎石块 纷纷悬浮而起 一窝蜂的潮青潭飞阵 青潭下起了石屿 大大小小的碎石 巨石块 坠入潭底 成千上万 成功将潭底的地下水 倒封堵上 接着下来 便是开垦灵田了 李牧走至一片灌木 从前 凝聚五行火系灵力 打出一道烘散树 火系灵力 覆盖整片灌木 下一刻 碧绿轻轻地 杂草灌木 迅速焦化 枯萎 眨眼功夫 都成了干燥的枯叶枯枝 李牧继续施法 翻地树 地面崩裂 大片灌木杂草的根系 被翻出来 李牧再试一记 烘干灾树 将灌木杂草的根系 脱去水分 彻底断绝它们的生机 让其身躯 成为田地的养分 很快 李牧接连施法 一会儿翻地树 一会儿烘灾树 行走于杂草丛生的灌木林间 不断开垦出一片片 焦土的田地 高效无比 夕阳西下 李牧站在一大片焦田之间 看着劳动成果 满脸喜色 就半天功夫 白亩田地差不多 便开垦出来了 跟以前辛苦下地开荒的效率 是天渊之别 过两天 再翻一遍田土 为田地预下肥 修整一下田地 等田地转化为 下品灵田 便可开始播种了 白亩灵田啊 等这批灵植栽种出来 修为应该可以提升 助激进了吧 李牧喜不胜收 继续埋于田间 清理新开垦的灵田 时间一晃 两日过去 李牧完成百亩灵田的开垦 食物的搭建 遇见飞离青龙谷 准备飞小梁山一趟 为十亿亩枫灵草 浇灌羽 然而 刚飞出青龙谷 头顶的黑影 当即将李牧下了一击灵 李牧总算明白 青龙谷如此灵地 这么好的环境 为何没人来占了 青龙谷有没有青龙 尚且两说 但是 有两座灵山加成的灵谷 或许是某些高阶 妖兽的灵地 头顶翱翔的二阶 玄宇雕 应该就是其中之一 玄宇雕发现了猎物 翅膀一收 静止俯冲而下 向它扑杀而来 哼 李牧轻哼一声 浑然不惧 下一刻 金 红 绿 白 赤 五柄不同颜色的灵件 凭空从身边闪现而出 与此同时 还有一面金色大盾 悬浮于身前 抵御俯冲 而致玄宇音 这哪是无害的肥美猎物啊 分明是武装到牙齿的人形兵器 看到这阵仗 玄宇音下的连拍翅膀 试图改变飞行轨迹 然而 它还是晚了一步 五柄零剑破空而出 迅速合而为一 化作一柄大剑 劈砍而至 又快又急 犀利无比 死了 一声 五行巨剑从玄宇雕身侧划过 顷刻间 血液飞溅 淋雨纷飞 骤然遭遇重创 玄宇雕无法维持身体 庞大的身躯 直直地朝地面坠落而下 二阶妖兽又如何 在五柄三阶极品零剑面前 身躯就跟指似的 李牧躲在庚金盾后面 神识时刻放在二阶玄宇音身上 看到这一幕 不由松了口气 对五柄剑阵创造的战果十分满意 同时 驱使五柄三阶极品飞剑 在短短两膝内 布下五行剑阵 五行合一 李牧为此消耗了大量法力 精力 不过 这一出手便是杀手锏 五行巨剑成功剑弓 重创了玄宇雕 效果非常好 五行巨剑在空中解体 分化成五柄零剑 陆续飞回李牧的身边 轰一声巨响 玄宇音庞大的身躯砸落在地 扬起无数沙尘 二阶玄宇雕的生命极为顽强 即便遭受了重创 仍有余力挣扎 煽动着巨翼 试图重新飞回空中 一时间 地面沙石 断树残枝纷飞 趁其病 要其命 李牧肯定不会让他重返天空 剑决一掐 身边五柄零剑搜 搜得急飞而去 迅速在玄宇雕的上方 布下五行剑阵 随着五行剑阵的形成 玄铁雕周边百丈区域 当即被一股浩瀚的五行灵力围绕 空气夹杂掩火剑气 越来越热 地面湿润 藤木风涨 蔓延大地 犀利精锐之气横生 五行剑阵之内 一切五行灵气 皆化作了剑气 一窝蜂地朝玄宇雕袭去 五行剑阵内 玄宇雕剧烈挣扎了片刻 不到时期 便彻底失去了生机 在地上僵死了去 李牧双手掐绝 散了五行剑阵 接着 迅速从储物袋中取出两个丹药瓶 倒出一颗晶圆丹 一颗回灵丹吞浮 若换成五行二阶零剑还好 同时操控五柄三阶五行零剑 五行剑阵威力固然提升了 这消耗也太大了 五行剑阵第二形态 五行剑域 只能坚持实习 李牧叽欣喜之余 也有些吃不消 体内的真元 差点被五行剑阵吸干了 神石消耗也不小 用三阶零剑部五行剑阵 至少要助击修为 才能施展其全部威力 李牧召回五行零剑 将它们收入储物阁 接着 玉剑朝玄宇雕尸体飞去 收获战利品 玉剑落在玄宇雕的尸体前 看着被染红的地面 看着面前小山堆一样的玄宇雕尸体 李牧惊喜交集 这是李牧第一次击杀二阶妖兽 过程非常轻松 也十分地突然 如今玄宇雕的尸体 就出现在面前 李牧有点恍然 有点不相信 眼前这庞然大物 是他亲手猎杀的 近距离看到二阶玄宇雕的身躯 李牧被他庞大的身躯 吓了一跳 玄宇雕的体型太大了 他长着一对尖锐巨大的勾罩 由李牧半个身躯那般大小 抓起一头牛都不是问题 他灰褐色的羽毛 犹如铁片那般坚硬 不过 全身布满了剑痕 满身是剑伤 鲜血染红了地面 血流成河 玄宇雕即便已经死去 尸体仍然散发浓郁的凶利气息 那对巨大的勾罩 尖锐的雕汇 看上去十分吓人 可惜啊 浪费了这么好的羽毛和皮料 看着被五行剑气瓜的 血肉模糊的玄宇雕尸体 李牧郁闷叹了口气 这只二阶玄宇雕是 金属性妖情 皮若能完整包下来 再经过包皮 制皮处理 最少制得近千张 二阶精细浮皮纸 然而 二阶玄宇雕死于五行 见证之下 全身上下 能练气的羽毛 能制服的皮料 全被剑气伤的体无完肤 能练至零末的血 也流得差不多 整只玄宇雕尸体 就剩下妖情肉 骨头还有价值 其他都被剑气毁掉了 这次狩猎的收益 锐减八成以上 李牧郁难过的伸手 捂了下额头 满脸肉疼 损失太大了 按正常来讲 猎杀一只二阶妖兽 尤其妖情类妖兽 能掌获一千中品零食以上的收益 妖兽越高级 所获得收益越高 妖兽皮 妖兽肉 妖兽血 甚至妖兽内丹 以及妖兽巢穴内生长的灵质 潜藏的灵矿 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是许多猎羞 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狩猎妖兽的主原因 有时候 为了不损伤妖兽的皮毛 妖兽身上有价值的部位 猎羞们往往会采用 对妖兽创伤最小的狩猎方式 完全没有狩猎经验 才会犯这样的错误 李牧叹了口气 深刻吸取这次的教训 若无必要 以后再也不用剑阵布置剑狱 攻击妖兽了 不然 这狩猎收益折损的太多了 李牧连忙从储物袋取出一词弹 用玄铁剑割开玄羽雕的脖子 收集残留下的血液 接着 将整只玄羽雕尸体 收入大型储物袋 等回了小梁山再清理 已经两天没给风铃草浇灌雨了 李牧不敢再耽搁 将玄羽雕尸体好 便预见而起 朝小梁山方向赶去 半个时辰不到 李牧抵达了小梁山 就要飞进幻阵里 就在这时 一柄宛若雷霆的飞剑 急驰而至 直取他的脖子 李牧眼瞳放大 亡魂大冒 竟没能发现有人埋伏 刷的一声 飞剑从李牧的脖子一抹而过 得手了 这么简单 潜藏于林中的 一名助基女修士 脑中刚冒起这个念头 随即又将其掐灭了 不 并没有 啪的一声 目标的身体 变成了一根木头 断成两节 掉落在地上 下一秒 李牧的身影 助基女修身后的土地 缓缓升了上来 助基修士 是谁派你来杀我的 王峰请得动你 李牧警惕地凝视着 眼前的绿群女修士 刚才若不是 及时使了五行顿数 那一件真有可能要了她的小命 就差那么一点点 李牧脸色苍白 心有余悸 李牧已经全面放开神识了 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根本没发现四周有敌人潜伏 没想到 来的是一位助基女修 气息隐蔽功夫极其了得 李牧的神识探测 对她起不了任何作用 怎么回事 王峰那家伙是疯子吗 就吉姆中品林田而已 值得她为此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请动一位助基杀手来杀她 李牧有些难以置信 不对啊 完全没道理 难道是其他人 自己还得罪谁了 李牧眉头紧皱 一时间想不通自己得罪了谁 竟让一个助基修士盯上自己 难道李大师的身份暴露了 五行顿数 用得这么娴熟 小子 你不简单啊 绿群女修微微一笑 看着李牧赞道 不过 知道我是助基了 还敢分心 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 话音未落 绿群女修甩出一条绿色长边 朝李牧席卷去 犀利若雷 威猛无比 李牧早有防备 身形一晃 身体化作一团泥土 不一会儿 身影从远处一棵栏 分离了出来 啪 得一声 绿色长边狠狠 劈披打在一团沙尘上 卷了个空 显出身形的李牧 深吸了口气 拍了下储物带 二阶玄铁剑 一柄接着一柄 鱼灌而出 李牧右手掐绝 双手并拢 向前一指 一连串犀利地破空而出 朝绿群女修 飞驰而去 骤然袭来的七柄零剑 吓了绿群女修一跳 连忙挥舞长鞭 将玄铁剑一一打飞 一时间 有些手忙脚乱 剑状 李牧不禁反喜 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手中剑绝在变 七星对位 七星剑阵足起 搜 搜七柄被打飞的玄铁剑 顷刻间在空中稳住身形 按照既定方位 即持起来 剑影越来越快 剑气纵生 剑阵 绿群女修变了脸色 凝视着操控剑阵的李牧 意识到了什么 大声的质问 不对 你不是炼气七层 你到底什么修为 这重要吗 连我什么修为都不知道 就敢来杀我 我倒是很好奇你的身份 李牧呵呵一声冷笑 随即遥控七柄悬铁剑 对女修展开攻击 嗡嗡 剑名声阵阵 七柄二阶悬铁剑 犹如狩猎的鱼群 以极快的剑锁 对着阵内的绿群女修 发起了群击 剑阵成形 避无可避 逃无可逃 绿群女修 取出一面银色小盾 一手挥舞着绿色长边 一次次抵御玄铁剑的攻击 然而 在无穷无尽 犀利无比的七星剑气袭击下 银色小盾当即变得坑坑洼洼 不一会儿 绿色长边断成了两截 绿群女修变了脸色 扑的一声 小臂被剑气划伤 剑出一串血液 就在李牧胜券在握 准备将绿群女修彻底解决的时候 突然预感到了 周围有些不对劲 下一刻 刷的一下 四道身影凭空闪现而出 李牧将四具战斗傀儡 从储物阁放出来 令他们进入战斗状态 一旦有敌人靠近 立即发起攻击 还有帮手 我发现你了 出来吧 李牧一边维持着七星剑阵 一边看向右侧的灌木 神识隐约感触到 有人正悄然接近他 却不知被什么东西阻隔了 让他无法发现 阁下好手段 竟还有这么多战斗傀儡 散了剑阵 咱们可以好好谈一下 严林无奈地掀开包囊全身的斗篷 露出身影 凝视着李牧提一道 行迹被发现 严林只有炼气九层巅峰修为 对上四具二阶战斗傀儡 自问没有办法突破防线 破坏李牧继续维持剑阵 他只能现身出来 想办法与其周旋 这次刺杀彻底失败了 连助击镜的孙怡 都被困在剑阵中 战况岌岌可危 笑话 撤了剑阵 将那助击女修放出来 她能让我好过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袭击我 李牧看了一眼黑衣女修的斗篷 当即知道自己神识 为什么发现不了两人的原因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生效 李牧眼前虚拟角色矿里 呈现了黑色斗篷的属性信息 墨影灵篷 品阶 三阶灵气 特性 隐蔽气息 隔绝神石 久患母朱灵丝 墨灵蚕丝 浑鼠兽皮缝制的墨影灵篷 有隔绝神石 隐患身形之效 我们是听雨楼的杀手 之前 接过一起刺杀你的的单子 不过失败了 现在是最后一次刺杀行动 才会有助击杀手出现 不过 此次行动再次失败 听雨楼不会再有后续行动 你快撤了剑阵 不要伤到人 不然 听雨楼不会放过你 严灵凝视着李牧解释 并郑重地警告 是吗 我好怕呀 李牧冷冷一笑 下一刻 加大了对七星剑阵的施法力度 七星剑阵杀伤力大增 啊 剑阵中的助击女修惨嚎了一声 银色小盾骤然碎裂 一只胳膊随即被一柄玄铁剑斩断 紧接着 漫天剑气倾泻在她身上 鲜血顷刻间染红了她的胶躯 孙姨 严灵急叫了一声 凝视着李牧 你快住手 刺杀之事到此为止 你真想跟听雨楼不死不休 话音一落 严灵取出一张二阶雷符 准备一拼到底的意思 文言 李牧一阵漠然 减缓了七星剑阵的攻势 下一秒 一面金色大盾 从储物格取出 挡在她面前 看到金色大盾散发的灵性和灵压 严灵眼瞳一缩 倒吸一口凉气 三阶极品灵盾 若没看错的话 用了大量羹筋 赤筋链制出来的 有这面灵盾护身 自己手头上这张二阶雷符 根本伤不了她 更别说 还有四具战斗傀儡守护 没办法破坏她维持的剑阵 这场刺杀 他们完全落入下风 难以挽回局势 眼下 孙怡被困在剑阵中 情况十分危急 严灵柳眉紧促 脑筋急转 思考应对策略 只是接了个刺杀 练气七层小杂役的单子 练气九层的老杀手 必然能守到擒来 哪知 却碰到了硬茬子 这个小杂役 硬是躲在法阵里 几个月不出 后面还冒出一柄三阶遥控飞剑 让听语楼损失了一员大将 这次袭击礼幕 一是未完成听语楼不轻易失手的规定 二是为了给阎老包断臂之仇 三是好奇这个小杂役到底有什么能耐 竟能遥控一柄三阶飞剑 现在 一切情况都清楚了 这家伙那是什么小杂役 而是 一只伪装成小杂役的巨额 娴熟的五行盾术 不弱于助击修士的真元 神石 还有剑阵 傀儡 三阶庚金盾 七柄二阶飞剑 这等灵物 不知道 他还藏着什么样的后手 招惹上这样的敌人 真叫人绝望 道友 且慢动手 有话好说 我们听语楼收钱办事 一般不会轻易放弃任务 这次出动助击修士 都没办法完成任务 接下来 我们会放弃这个任务 不会再接道友的单子 你散了见证可好 严林深吸了口气 看着李牧 用着弱女子的口气 商量地问 李牧皱了皱眉 考虑着对方的话 听语楼这个杀手组织 李牧不知道他们的来历 他们若愿意放弃 刺杀自己的单子 再好不过 只是 这是不能这样算了 他刚才差点就被那助击女修杀了 刺杀我的人是谁 是王丰下的订单队吗 李牧叹究地问 十分抱歉 我不能透露雇主的信息 你家人放了 此事就此结束 我们从此不会再有交集 孙医的师父是金丹真人 若是敢杀他 后果十分麻烦的 道友 我劝你 还是把人放了吧 严林拒绝地回应 恳请地胁迫道 啊 他师父是金丹真人 我师父还是原因真君呢 小爷 这就杀给你看 李牧呵呵一笑 不惧对方的威胁 这次买凶杀人 十有八九十王丰 没跑了 金丹真人又怎么样 一想到刚才 差点小命就没了 李牧心头一阵火大 将助姬女修杀了 立即去参加清玄宗内门弟子的考核 到时躲在宗门内 不修到金丹不出宗 听雨楼的金丹 还能跑到清玄宗杀他不成 这么一想 李牧灯时有了底气 身板也挺直了 听了李牧的话 严林灯时傻了眼 难不成 眼前这小子 真是原因真君的弟子 这可能性很大啊 不然 他一个炼器杂役 乃来这么多高阶灵物 这么强的硬抵手段 道友 元元相报何时了 咱们化干戈为玉帛不好吗 要不这样 你需要什么赔偿 尽管说 只要把人放了 我们愿意付财物 赔偿于你 严林连忙制止 又知以利地劝道 闻言 李牧不由心动了 能不和听雨楼 这种杀手组织结怨 自然再好不过 把你身上那件斗篷给我 我就把人放了 李牧顺着这个台阶下坡 眼馋地看着墨影灵棚 示意道 听吧 严林灯时急了 这件墨影灵棚 是听雨楼的核心弟子 才能配备的灵物 效用极强 同时也是身份的象征 怎么就被它看上了呢 道友 可否索赔其他灵物 这件斗篷对我极为重要 而且 也是女儿家的贴身衣物 不适合作为赔礼 您选其他的吧 灵时 灵气 灵符 要什么尽管提 严林又气又急 婉拒道 其他灵物我不需要 我就看上了这件 能隔绝神识探测的斗篷 要人还是要斗篷 你自己慢慢选吧 李牧呵呵一笑 向瘫倒在七星剑阵中的 铸鸡女修瞥了一眼 提醒道 那位铸鸡前辈 伤势颇重 再不快点止血之伤的话 不用我杀 也快死了 闻言 严林灵灯时急了 立即将身上的墨影灵篷脱下 丢给李牧 焦急地催促 快散阵 快散阵放人 李牧操控战斗傀儡 接下来墨影灵篷 而后 收起三阶庚金盾 散了七星剑阵 身影虚幻 施了五星土盾 化作一道流光 冲入小梁山幻阵之中 七炳二阶玄铁剑 四具战斗傀儡 紧随其后 跟着一起进入防护幻阵 看到这一幕 严林不由松了口气 他真害怕了 对方若是不遵守承诺 拿他也没办法 严林迅速跑上前去 取出疗伤丹药 为孙姨服下 而后 带着断臂羽人 遇见迅速飞走 幻阵中 看着两人遇见离开 李牧松了口气 随即将四具战斗傀儡 收入储物阁 七炳二阶玄铁剑 收入储物袋 李牧喜滋滋地 披了下墨隐灵棚 当即从斗篷上 嗅到了一股淡雅的幽香 试验了一番墨隐灵棚的功效 确实有着极强的隐熙 隔绝神石效果 李牧喜上眉梢的大赞 墨隐灵棚 隐熙隔绝神石的效果 确实不错呀 披上墨隐灵棚之后 李牧神石外放的范围缩小 只剩十分之一 隔绝神石探测的效果 可见一斑 李牧是穿了一会儿 随即将墨隐灵棚 收入储物阁 十一亩风铃草幼苗 缺少淋雨浇灌 状态都有些烟了 李牧对着十一亩灵田 手掐发掘 释放清风 换雨树 一阵强风吹拂 而至 下一刻 噼里啪啦 痘大的雨滴 接连不断地落下 十一亩风铃草幼苗 尽情舒展着嫩绿的叶片 享受着淋雨的洗礼 状态逐渐恢复至水分充裕 灵性饱满的状态 看到这一幕 李牧略微松了口气 还好回来得及时 没发现汗死的风铃草幼苗 不过 青龙谷和小梁山两片灵田 相隔有点距离 风铃草要每天浇灌淋雨 才能快速生成 因此 李牧需要经常来回奔走 等青龙谷的灵田灵化成功 继续在小梁山栽种风铃草 有些不合适了 李牧当即决定 等这批风铃草成熟后 准备改种其他灵植 种一些好养活 不用怎么照顾的灵植 将11亩中品灵田 改种一种一活 好养 不用经常照顾的灵植 这样一来 李牧只需要10天半个月 回一趟小梁山便可以了 将主要精力 放在青龙谷的百亩灵田上 浇灌好风铃草 李牧走至半亩育苗田旁 打量着长势尚渴的数百株 一二阶灵植 挑选适合栽种在小梁山的灵植 冰灵草 幼苗七 品阶 一阶灵植 特性 冰灵之气 提神醒脑 状态 缺乏冰灵之气 成长状态缓慢 冰灵草 成长需求 冰灵之气充裕 富有灵性的土壤 五年成熟 五十年进阶二阶冰雾灵草 一百五十年进阶 冰晶灵草 五年粪冰灵草 是炼制玲珑丹主要之一 血灵芝 品阶 一阶灵植 特性 壮血强身 脂肉甘甜 状态 缺乏凝血养料 成长状态极慢 雪灵芝 成长需求 凝血养料充裕 富有灵性的土壤 三年成熟 五十年药灵 进阶紫血芝 三年份血灵芝 试炼制 回血丹 脆体丹 主要之一 黄灵深 品阶 一阶灵植 李牧 目光所及 每一种灵植的属性 状态 在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的帮助下 一一呈现于角色虚拟矿当中 相比于一阶灵植成熟年限 二阶灵植成熟的时间跨度 从十年到百年不等 生长环境要求也多了不少 但是 时间太久了 也不知道到它们成熟后 会诞生什么样的属性点 不过 收割了枫灵草 翠灵果 白玉灵道的植灵后 李牧能确定一件事 灵植提供的属性点 与灵植的特性大概率有关 翠灵果的特性 与壮大神魂有关 产出的植灵光团 加点神魂 白玉灵道的特性 与提升灵力有关 它的灵植光团 能获得修为点 像冰灵草 这种特性 有提神醒脑作用的灵植 它的植灵光团提升 悟性 神魂 冰细一灵根 都有可能 雪灵芝的植灵光团 肯定与血气 血脉之类的属性点相关 成熟期要短 容易养活 不要有特殊环境的要求 提供的植灵属性要好 一时半刻 李牧找不到合适的灵植 最终 李牧的视野 停留在一株有筷子般长短 鼻挺如剑 色泽苍绿 叶如碧玉 带有丝丝云雾缭绕的灵植上 云雾灵茶 幼苗期 品阶 二阶灵植 特性 强魂撞灵 温体醒神 状态 幼苗期 缺乏云雾露气环绕 成长状态较差 云雾灵茶 中品灵田可栽种 成长需求 肥力充足 富有灵性的土壤 云雾灵露充斥的环境 六年成熟 两年开花 两年结果 成熟期生长的嫩芽 可炒制云雾灵茶 服用此茶壮大神魂 增加彻务之效 看着云雾灵茶的属性 梨木犹豫了起来 挑来选去 这种灵植最适合种在小梁山 云雾灵露的环境 只要布个法阵便能解决 也不需要经常浇灌淋雨 将十一亩灵田 都种上云雾灵茶之后 梨木只需要十天半个月 来一趟小梁山巡视一下 除虫浇水便可以了 种植起来非常方便 唯一的缺点 生长时间太久了 成熟期六年 再加上开花结果期 要十年之久 而且 云雾灵茶属于二届灵植 它的种子还不好弄 栽种后 能汲取到什么植灵属性 也不清楚 就暂定种云雾灵茶了 灵种到时 去万宝阁看看能不能买到 不行的话 再换吧 权衡许久 李牧做了这个决定 将搞大量云雾灵茶种子 记在心上 接着 梨木回到院子 将玄宇因的尸体 从储物带取出 开始解剖处理起来 拔毛 包皮 肢解尸体 解足踢骨 就好似杀一只放大了几十倍的采灵机 场面有些血腥 不过 李牧手脚利索 有条不稳 效率极快 末约半个时辰后 李牧成功肢解了玄宇雕尸体 获得数百斤二阶妖兽肉 拿去市场卖不合适 自己吃 肯定短时间吃完不 二阶妖兽也拿去腌制太浪费了 李牧直接将它们收入储物袋 准备盖个冰窖存储起来 李牧特意青龙谷的石屋 留了个房间 建设冰窖储物室 现在要提前将冰窖搞出来 用于存储这些妖兽肉 处理完玄宇雕的尸体 李牧接连释放洗尘术 开始打扫战场 驱除残留在院子的血腥味 清理好院子 从储物袋取出一柄玄铁剑 预剑而起 前往清平镇 获得几百斤二阶妖兽肉 让李牧想起了一件一忘的事 之前 在卖妖兽肉的肉摊 捡了古龙木星的漏 现在 还有一块砧板没买下来呢 用三阶古龙木星炼制的 傀儡原和效果非常不错 另一块古龙木星砧板 李牧不想错过 当即行动起来 欲见而起 朝清平镇飞去 清平镇 李牧换了身衣裳 戴着玲珑面具 以另一个形象 出现在一个卖妖兽肉的摊前 停住脚步 看着切肉的图户 客观 买肉吧 你要哪个部位 我帮你切 肉摊老板热情的招呼 丝毫不知道 人家盯上的是他的砧板 岸上这扇妖兽肉我要了 不过 你这块砧板能送吗 我家刚好缺了一块砧板 李牧指着古龙木星炙的砧板 试一道 怎么又是买肉要求 踏送砧板的 肉摊老板眉头一皱 不解的嘀咕 之前 就有人要求踏砧板 现在又来一位 老这么干下去 改行卖砧板得了 能不能送啊 我买了这么多妖兽肉 李牧从储物袋取出几枚钟灵 做出一副就要负账的样子 催促道 行吧 看你买这多肉的份上 这块砧板送你了 肉摊老板无奈地应道 说完 肉摊老板找来一杆长撑 开始撑凉妖兽肉 客观 这扇肉总共373斤 1240下铃 你给我12枚钟灵就行 肉摊老板看着李牧 笑着说 行 李牧痛快地掏出12枚钟灵副杖 接着将整扇妖兽肉 古绒木星砧板一起收入储物袋 老板 问你个事 我打算建个冰铢 存储妖兽肉 是用宁兵符好呢 还是用冰寒石 或是布置冰原镇 哪种方式比较好用呢 李牧看着肉摊老板 探听地问 这个啊 要看客观财力情况 一揭宁符价格便宜 用着比较麻烦 要经常补宁冰符 稍有遗忘 冰窖的东西就坏了 用寒冰石踏冰窖不便宜 寒冰石是二阶炼器材料 价格较贵 用少了效果不好 用太多了 消耗也高 至于 布置冰原镇 价格就更贵了 一来请镇师的价格比较贵 二来 每日消耗的零食不少 肉摊老板看着李牧 详细介绍 嗯 若不考虑零食消耗 用什么方式好 李牧心里大概有了选择 当然 是用冰原镇啊 寒冰石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杂矿 用它建造的冰窖 有可能污染存储冰窖内的肉食 用冰原镇建造的冰窖 情况就不一样了 只消耗一些零食 凝聚的冰灵力非常纯粹 冰力大小可调 客观想要建造冰原镇的话 可以去请刘正师 他最擅长布置冰原镇 肉摊老板向李牧推荐道 谢谢 老板 请问这刘正师的详细住址是 我这就上门去请 李牧感激地道谢 探问这刘正师的弟子 李牧学的龙象十八镇 只有幻镇 困镇 杀镇 没有冰原镇 这类生活化的法镇 若能跟这刘正师交流一下 习得这冰原镇应该不在话下 你沿着这条路 走至福原客栈 肉摊老板热情地为李牧指路 很快 李牧按着肉摊老板指引的路线 寻到一独洞小院 入眼 是一个八级幻原的护镇 守护着花园院子 凭借着五级镇法掌握的镇法知识 李牧轻松看穿了 这八级幻原的破镇要点 大概了解了这个刘正师的布镇实力 请问刘正师在家吗 李某同是镇师 冒昧来扰 请刘正师指教 李牧墨运真远 冲院内喊话道 你也是镇师 那你破镇进来吧 李牧话音一落 院子内当即传出一个老者的声音 惊讶地回应 呃 那李某献丑了 李牧回应了一句 随即迈开大步 按着八级幻原阵的十级镇文献 禁止走至院门前 轻松推开了虚眼的墓门 八级幻原阵 分 虚级 十级 幻级 真级 成级 八级镇文献 相互掺杂 真假难辨 唯有十级镇文献 是此阵的破绽 这个刘正师布镇功夫不到家 八级幻原阵 只会一点皮毛 没有将十级镇文 与其他级门镇文牵连起来 做不到 虚假不分 真幻难断的程度 在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 以及五级镇法的加持下 李牧一下子 破了八级幻原阵 禁止走入小院 走至一位正趟 坐在逍遥椅 享受着两位侍女 垂腿的老者面前 你 你怎么进来的 我的八级镇 被你破了 刘建金坐了起来 震惊地看着 破阵而入的李牧 不可置信地问 刘正师 你不得这八级幻原阵 我恰好知道一些 比如 十级与真级镇文的交汇点 你明显设错了 还有这 幻原叠尸的阵文 你忘客了吧 这里导致大部分幻原 无法起笑 还有 李牧微微一笑 详细地回答 文言 刘正师眼睛一亮 如获至宝 对 对 原来这样 八级幻原阵 威力不显的原因 竟在这里 李道游请坐 小月 去将老爷的灵茶拿来 李道游 也是证师 八级幻原阵 还有哪些问题 还望道游指点 刘健当即热忱的招呼 李牧 恳请他指点 八级幻原阵的 错漏之处 阵法师一向稀少 一直来刘健 都是靠着自己 慢慢琢磨 推演 自学阵法 没有明师指导 存了不少问题 李牧指点 八级幻原阵的 几个错漏 一下子 令刘健 毛色顿开 当即对八级幻原阵 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此刻 刘健恨不得 将眼前这个年轻人 当恩师对待 让其传授 更多的 阵法知识 嗯 李某确实也是个阵法师 不过 一直闭门造车 进步有限 听闻刘正师 是此阵最优秀的阵法师 特意前来与刘道友交流学习 李牧微微一笑 在刘健对面的木椅落座 道明了来意 让李道友见笑了 刘某区区一散修 阵法记忆所学有限 听了李牧的话 刘健不禁感到汗颜 他学了半辈子的阵法 与眼前这位年轻人比起来 竟有些捉惊见肘 刘正师谦虚了 听说刘正师 极擅长布置冰原阵 不知可否见识一下 我以其他阵法传出 与刘正师交换 李牧拿出龙象十八阵的阵法 传承御检 提议道 对李牧而言 只要习得功法 将其刻录在熟练面板上 手上拿的这枚传承御检 便没什么作用了 他无需钻研学习 只需要种田 获取熟练度 将阵法等级提升上去便可 将阵法 传承御检拿出来 交换其他阵法知识传承 在李牧看来 再合适不过 只要将阵法等级升上去 届时就算遇到布置 相同阵法的对手 阵法威力是不一样的 此传承御检内 记载着一部 黄阶上品阵法 龙象十八阵 十八道龙象阵齐全 此御检 还有两次预览机会 不知 可否看一下刘正师的阵法传承 刘剑眼睛灯时亮了 死死盯着李牧手里的阵法御检 略作犹豫 咬了咬牙 也掏出了一枚御检 这是我的阵法传承 一部黄级下品 五行八级阵 也有两次十月机会 不过 只记载了四副阵图 五行阵 冰原阵 八级换原阵 以及五行八级阵 不错 刘正师 可愿与李某交换这阵法传承 相互检验阵法所学 李牧大喜过望 看着刘剑诚挚地问 文言 刘剑犹豫了 固然对方的阵法 传承等级要高一些 阵法知识渊博一些 但是 这次交换后 他没能落得什么好处 刘剑年纪不小了 就算学了新的阵法传承 他也没多少时间 没精力去钻研 这次阵法传承交换 怕得不偿失 刘剑权衡了片刻 苦笑的婉拒 不满李道友 我有一嫡孙 跟着我学五行八级阵 若无意外的话 我打算将此传承御检留给他 因此 不便交换 李牧皱了皱眉 没想老家伙 会用这个理由拒绝 刘道友 此事好解决 你将五行八级阵的传承御检 借我一关 我便将这枚龙像 十八阵的御检给你 不过 我这传承御检价值不菲 你虚补我点什么 李牧看着刘剑试一道 李道友 此话当真 刘剑大喜过望 若真这样交易 他白得一阵法传承 占了大便宜 自然不假 现在可以换了吧 李牧笑着 递出龙像阵法御检 当然没问题 不知李道友需要什么 我尽量满足 刘剑欣然答应 关心地问 临时我暂时不缺 倒是喜欢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刘道友友的话 尽可拿来瞧瞧 为了避免刘剑起疑 李牧随口应付了一句 刘剑点了点头 如果能将两枚阵法 传承预检都留下 他非常愿意补这个价差 随即 刘剑将自己的阵法预检递给李牧 两人完成了阵法传承预检的交换 李牧拿到传承预检 第一家将神识投入预检当中 接受五行八级阵法预检的传承 下一刻 李牧十海一阵 大量于五行阵 冰原阵 八级幻原阵 以及五行八级阵相关的阵图 阵文 布阵知识 悉数涌入脑海 李牧双目微臂 迅速消化着四幅阵图 推演阵文 在脑海中模拟布阵方法 五行阵 是基础法阵 然而 越基础的东西越不凡 此阵极易其他法阵融合 五行八级阵亦是如此 在五行阵的基础之上 加上八级之变化 另外 五行阵阵的根基 亦是与五行阵有关 学得此五行阵图之后 李牧对五行阵阵的理解 越发深刻了 末约一刻钟过去 李牧睁开双目 脸上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 这趟收获不错 为冰原阵而来 借此又多学了几个法阵 丁 你成功接受了 五行八级阵传承 你学得五行阵 冰原阵 八级幻原阵 五行八级阵 李牧瞥了一眼 绝色蓝日志 当即看到一条新提示 看着对面刘震师 眉头紧皱 仍沉浸于预检传承当中 一时半刻 恐怕醒不过来 李牧微微一笑 捧起桌上的灵茶 边喝边等 与此同时 打量这座紧致精美的小院 末约半个时辰过去 刘剑清醒过来 不好意思地看着李牧 这龙象十八阵当真了得 花了这么久时间 才学了一点皮毛 让李道友久等了 刘道友满意就好 我也有颇有收获 这是五行御检 刘道友收好 李牧将传承御检地 还给刘剑 李道友的阵法传承 比我的五行阵法传承高出不少 占了你这么大便宜 实在不好意思 正好 我这些年收藏了不少稀奇之物 你看下有没有重义的 随便挑两件 刘剑满脸惭愧地 收下传承御检 说完 刘剑从怀中取出一储物袋 将袋中一堆乱七八糟的杂物 倒在茶座上 供李牧挑选 这些灵物 有的是老夫探险所得 有的是散修复的布阵费 有的是闲逛散级剑列欣喜购置 大都不知根底用处 存放了许久 李道友喜欢这类东西 看中哪个 尽管挑去 刘剑不好意思地看着李牧 介绍道 嗯 那我就不客气了 李牧笑着点了点头 只是随口一句应付的话 没想着刘正师倒是个实在人 舍得将珍藏拿出来 灵坛目炼制的佛光目于 一阶灵器 有静心 驱邪之效 尼购附着的灵采棒珠 二阶灵物 是炼制碧水珠的主材料之一 标注由古修洞府遗址的兽皮地图 一阶灵物 皮料年线与地图标注的遗址 时间不符 有作假之嫌 几十件颇有历史的旧物骨器 李牧挑挑拣拣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之下 他们的信息 一一出现在角色虚拟矿之中 都是一些垃圾 最好的东西就一颗二阶棒珠 李牧神情木然 还以为这老头能拿出来什么好东西呢 结果都是一堆没用的垃圾 拿起兽皮地图 李牧精神一震 终于在兽皮地图下面发现好东西了 玉灵宝镯 风 品阶 六阶灵宝 特性 玉灵空间 风 强效复原 风 加速成长 风 状态 宿主消亡 神物自封 空界石 妖黄心骨 如意宝石炼制的本命灵宝 灵宝气灵随宿主死亡陷入沉睡 灵宝自我封印 使用天火重新炼化 可唤醒磁宝气灵 若不是有角色虚拟面板 李牧无论如何也不相信 眼前这个布满绿色铜绿的古旧手镯 竟然是一件六阶灵宝 就这么静悄悄地藏在一个散修老修式的锄袋里 李牧洗上眉梢 无法想象 还能遇上这种美事 然而 要唤醒这件灵宝的条件 看似简单 却非常的麻烦 天火呀 这天火要上哪里弄啊 李牧知道的 只有一些灵火 一火 地火 天火这个级别的东西 他闻所未闻 不管了 先将磁宝拿下再说 不知不觉 凭借着识别万灵这个强大的天赋 李牧已经捡了不少的高阶灵物 比如 灵运玄规甲 雷霆浮册 都是许多低阶修士 无法辨析的高阶灵物 李牧刚想开口 跟刘正师索要御灵宝镯 哪只刘剑率先开口 笑着说 李道友 你看上这张兽皮宝图了吧 这张兽图 记载着一个古修士的洞府遗址 只可惜 我年纪太大了 腿脚不变 探秘心思也淡了 就将此图赠予你吧 呃 刘道友误会了 我一向喜静 平日就种点灵花一草 养殖灵宠 研究下阵法 不爱到处乱逛 对于探古修医记的活动 并不感兴趣 李牧笑着婉拒 而后 看似随意地 取了青色铜镯 以及那颗灰扑扑的彩棒珠 笑着说 刘道友 我就拿这两件灵物吧 文言 刘剑微微一愣 原以为李牧看上了宝图 他刚好顺水推舟 将此物脱手 哪知道 这小子竟然不动心 反而随手拿了两件垃圾 便就此收手了 难道被他看出来了 刘剑狐疑地打量了李牧一眼 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迹象 心中一动 连忙道 李道友 莫不是看不起老朽 这两件杂物 肯定抵不上道友的龙像传承 刘某受之有愧啊 呃 要不这张兽图也给我吧 可以吗 为了堵住他的口 李牧干脆地接下 刘剑手里的兽皮地图 刘剑为之愕然 一时有些搞不清楚 李牧的意图 怎么 刘道友 还有问题吗 我们这般交换公平了吧 李牧紧张地看着刘剑问 行 就这样换了 李道友开心就好 刘剑哈哈一笑 开心地点头 这时 他已经从李牧的表情看出来了 这小子跟他玩欲擒故纵了 分明就是看中这幅兽皮宝图 表情紧张得不行 年轻的时候 我四海为家 经常跑去搜探灵动古迹 为了破阵不断接触学习阵法 这才渐渐成为了阵法师 其中一次探险 我发现了一座千年古阵 刘剑滔滔不绝地 开始向李牧讲起了年轻时候的探险经历 以及遭遇到一些特殊阵法的事迹 李牧时不时地点头 心不在焉地应付着 这个时候 李牧已经无心再呆了 他打算找个时间 抽空再去钢阳城 找万宝阁的王掌柜 石灵师为老他们 问问关于天火的事 时隔了一刻时 李牧辞别了刘剑 遇见而起 逃逝地离开清平镇 往清安镇飞去 与此同时 不忘取下玲珑面具 恢复原本的面貌 短暂的接触 李牧发现 那个刘正师 不是个简单的角色 外表气质 看着十分和善 是个开朗剑坛之人 然而 凭借着强大的神魂直觉 李牧隐隐约约感到不适 直觉让他不要继续与之继续接触 意外捡了个大漏 李牧十分乐于从心 立即向刘剑提出雌刑 匆匆离开 想想也是 散修能活到古兮之年 身体无恙 安享天年 非常不易 能活到这把年纪的散修 不是个老妖精 就是胆小狗活之辈 这刘正师 明显就是第一类人 从他手里获得的兽皮地图 真假难辨 但是 李牧凭借天赋神通之能 十分确定他 就是一副假图 没什么值得留念 遇见飞出清平阵 李牧随手就将兽皮地图扔了 不敢抱有其他想法 刘氏独愿 李牧前脚刚离开院子没多久 后脚 一个年约四旬 满脸落腮胡子的魁梧汉子应招 不脚匆匆地踏入院子 老大 你突然找我过来 有事 魁梧汉子走至刘剑跟前 好奇地问 七号儿已经送出去了 这些天 你们留意下七号坑 他可能随时带人去探坑 刘剑连忙示意道 老大 你不是金盆洗手了吗 怎么突然撒尔啊 一时间 我上哪找帮手啊 老六 老七 还有十五 他们都有事忙 魁梧汉子满脸不爽 抱怨地说 让你干点活 哪来那么多话 给我派个人盯着 有情况立即告诉我 刘剑黑了脸 怒赤道 知道了 我立即让猴子去盯着 见刘剑发飙 魁梧汉子登时老实了 连忙地印下安排道 哼 没其他事了 你滚吧 刘剑冷哼了一声 没好气挥手 粗鲁汉子如获大赦 逃逝地离开院子 刘剑看着手中的阵法遇见 脸上露出了一个古怪的笑容 突然神经质地大笑起来 龙向十八阵 驻击徐家的阵法传承啊 以前求而不得 现在就这么到手了 清安镇 听雨楼 会客室 失败了 助击前辈出手 都杀不了他吗 这怎么可能 王峰先看着严林 私底里的质问 无法相信这个结果 霍西听雨楼出动了助击杀手进行刺杀 王峰第一时间来听雨楼等候消息 哪知得到的不是刺杀成功的消息 而是亲眼看到听雨楼楼主 带着一位遭受断臂重创的助击杀手回来 刺杀行动失败 助击杀手都被打成了重伤 这是什么样的妖念 之前 那个他看不起的杂役弟子 是助击大佬伪装的 怎么办 这一下怎么办 若是知道了是自己买凶杀人 他会不会对自己动手 想到可怕的后果 王峰瞬间情绪崩溃了 这段时间 他心心念念想着复仇 想着十亿亩中品林田收入囊中 现在 希望全部破灭了 一个练气七层出七的杂役弟子 刚跨进外门 竟连助击修饰都无法拿下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王峰失神的喃喃 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严林因着张脸 将二十几枚钟灵 退丢在茶桌上 凝视着王峰 冷冷地送客道 这是退你的零食 此单听雨楼不会接了 王道友 你另请高明吧 为了区区二十几枚钟灵 听雨楼损失极其惨重 练气巅峰的阎老 助击中期的孙怡 都因此断了一臂 连代表听雨楼分楼主身份 象征的墨影灵炮也赔了 尊严扫地 严林心痛得几乎无法呼吸 看着眼前的罪魁祸首 他恨不得将其大卸八块 以解心头之恨 可惜 听雨楼有听雨楼的规矩 不能对雇主出手 严林强忍着憋屈 认栽将刺杀单退了 察觉到严林身上那浓郁的杀意 王峰吓了一跳 刷的一下 脸色变得雪白 刺杀的是就此作罢 王某实在不知 那杂役弟子的底细 竟如此可怕 严楼主还请见谅 这些零食 就当赔给听雨楼的损失 王某不再打扰了 王峰手足无措 连忙虚了一礼 告罪请辞道 站住 将零食拿了再走 听雨楼 用不着你赔罪 严林双眼冲雪 叫住了王峰 一字一顿地示意道 是 是 王峰哪敢迟疑 慌张地将零食都抱在怀里 脚步踉跄地逃出听雨楼 模样极其狼狈 生怕迟了一点 都没命走出大门 此时 李牧欲见而至 凭借着一身外门弟子袍 直接降落清安镇内 没人再找他收入振费了 李牧静止前往张士林财方 准备找张伯平接回赤狼 突然有了意外的发现 王峰仓皇而逃的慌乱身影 映入了李牧的眼帘 好巧啊 王师兄 这是要去哪啊 李牧心神一动 连忙上前截住王峰 笑着问 王峰看清了李牧 灯石亡魂大冒 你 你 你不要过来啊 王峰惊慌失色地大喊 看见李牧 就好似见了索命恶鬼一般 王师兄 这是怎么了 你刚从听雨楼出来吧 李牧呵呵一笑 似笑非笑地问 你 你 你 我 一下子被李牧揭穿了行件 王峰被吓得舌头打结 话都说不来 王师兄 别怕 我要杀你的话 早动手了 看着王峰这副心惊胆战的模样 李牧笑着凑上前 小声地安抚 闻言 王峰心神俱阵 随即又烧感了镇静 就好似抓住了救命稻草 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你早就知道了 王峰口干舌燥 强装镇定地问 废话 你跟徐师兄一个德行 不过 他会招引妖兽 稍加掩饰 掩人耳目 你这般肆无忌惮的 我又不是傻子 怎会不知 李牧黑黑一笑 当面嘲笑道 被当面抓住了痛脚 王峰羞愧无比 对上李牧的眼神 他头皮一阵发麻 既然 你都知道了 为何 为何 王峰不解地问 为何不杀了你是吗 解决了姓徐的 来了你 解决了你 又不知道会来哪个不开眼的 太麻烦了 我想 王师兄经过这次教训 不会再乱伸手了吧 李牧冷笑了一声 似笑非笑地看着王峰问 不会了 不会了 若不是为了绸灵石购置住鸡丹 我也不会这样 王峰连连摆手 紧张地解释 李牧呵呵一笑 有点能理解王峰的难处 像徐礼金 王峰这些外门弟子 都达到了练器九层巅峰的修为 需要为助击做准备 瞧见一点获利的机会 便无所不用其极 他开荒的十亿亩中品林田 价值颇高 弄死一个小杂役 便能顺利搞到手 他们又怎么会不动心呢 不过 理解归理解 这事 落到自己头上 就让李牧非常不爽了 为了杜绝后续的麻烦 这个王峰可以不杀 免得下一任不开眼的管事弟子 再来招惹他 不过 就这么放过王峰 太便宜他了 行了 不用解释了 我会饶你一命 不过 做错事 是要接受惩罚的 这一点你认同吗 李牧打断了王峰的话 笑着问 我认罚 我认罚 这些零食 王峰欣然点头 掏出一堆零食赔偿 李牧轻蔑地一笑 他缺那点零食 下一秒 剑光一闪 李牧从储物阁中 取出一柄玄铁剑 动手之后 随即又将 玄铁剑收入储物阁 刹那间完成了惩罚 啪 得一声 王峰抱着零食的右臂 从肩膀脱落 掉在地上 鲜血喷剑 啊 王峰惨嚎了一声 零食撒了一地 抱着断臂 满脸煞白 抬头看向李牧 然而 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不见了身影 发生了什么事 谁敢当街行秀 是清玄宗管事弟子 谁这么大胆 是王师兄 王师兄 你没事吧 谁袭击的你 王峰的惨状 当即引起了周边行人 杂役弟子的关注 追问纷纷 快 快送我去医馆 手臂拿着 零食 还有我的零食 王峰捂着断臂伤口 痛快地向杂役弟子们求助 死里逃生的他 不敢再生其他事段 李牧的身影 从一条无人巷子的墙壁 分离而出 向王峰那边瞥了一眼 被管事弟子窥视灵田的事 暂告一段落 他若还敢乱伸手 下一次 绝对不会是断臂 这么简单的惩罚 随即 李牧 禁止向张氏林牧芳走去 准备接回赤狼 张氏林牧芳 门可罗雀 唯有张掌柜坐在柜台前 低头算着账 张氏林牧芳这种门店 开着僻静处 一般只对接大户 老顾客 不怎么招待散客 张掌柜 我找百平兄 李牧走上前 招呼道 张手拳瞥了李牧一眼 有些印象 一个经常来卖封林草的杂役弟子 嗯 不对 这家伙通过清玄宗外门考核了 百平 出来 有人找 张手拳看着李牧穿着的外门弟子袍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连忙向内堂喊道 来了 来了 三叔 谁找我 张伯平从内堂小跑出来 看着李牧惊讶地问 好家伙 你通过外门考核了 嗯 侥幸过关了 百平兄 我来接赤狼的 这段时日 劳烦你了 李牧笑着点头 跟我来 小家伙太调皮了 胆子大胆很 谁都敢惹 你赶紧把他带走 张伯平连忙招手 没好气地说 说完 张伯平领着李牧 前往林牧场 只见一道赤红的身影 钻入巨疗猪圈 与一只体型比他大了两三倍的巨疗猪 你退我近 相互试探 你看 你看 这家伙有多胆肥啊 越来越野了 完全管不住 看到这幕 张伯平气地向李牧告状 李牧皱了皱眉 倒不是责怪赤狼调皮 而是 这家伙将全身搞得脏兮兮 一身漂亮的赤毛 沾染了不少污秽之物 听到脚步声 赤狼回头看了一眼 看到了主人李牧的身影 赤狼当即兴奋了起来 尾巴一甩 舍了巨疗猪 四肢一跃 干脆利索地跳出疗猪圈 向主人扑去 李牧吓了一跳 哪敢让脏得不像样的赤狼接近 神识外放 当即将赤狼束缚住 身体动弹不得 呜呜 赤狼身体不知道怎么动弹不了 一脸倔强地 与未知力量较近 却正脱不开 急得呜呜惨叫 哈哈 你主人回来了 吃扁了吧 张伯平幸灾乐祸地笑道 同时 暗暗心惊 李牧这一手神识欲控 力道 精度 比他强了不少 张伯平自问做不到 像李牧这般 将赤狼的身体 定得纹丝不动 李牧 对着连湿洗尘术 将赤狼身上的脏灰之物 退去 接着 掐一剂凝水术 招来大量灵水 劈头盖脸地往赤狼身上冲刷 而后 再试一剂微型轰散术 将赤狼的毛发轰干 看着李牧分心儿二用 将赤狼束缚住的同时 接连施放法术 旁边的张伯平双目圆凳 沉默地看着 心底莫名地感到压力 被打击到了 身为筑基家族子弟 张伯平水目双灵根 资质不错 一向自视甚高 然而 这一刻 他深刻感受到了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这句话 用神识将赤狼捕捉 并定住他的身体 就已经非常难了 若全力失为的话 张伯平大概能做到 但无法像李牧做的 这般轻松写意 完美 然而 他不仅将赤狼的身躯 轻易定住了 还有余力施展不同的术法 信手拈来 轻松写意 简直就是非人的存在 这一刻 张伯平总算明白了 李牧紧练七出七的修为 却能通过外门弟子的考核了 这种施法天赋 太妖孽了 他是怎么做到呢 神识控物的时候 还有余力施法 张伯平眉头紧皱 思考起了施法模式 此时 李牧已经将赤狼清洗干净 放开了他的控制 伸手扶着赤狼 热情往上供的脑袋 百平兄 你没事吧 李牧回头 却见张伯平陷入了苦思 直勾勾看着他 不知在想些什么 呃 没事 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 定住赤狼的同时 还能施法 张伯平想不通地看着李牧 直接问 这个 就那样啊 这个我还真没留意 李牧被张伯平问住了 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 什么叫就那样啊 我若使用了神识预控某位 便不能再分心施法 神识又不是手 怎么能两用呢 张伯平抓狂了 不急地追问到底 这个简单 百平兄你试着控制两柄零件 再慢慢增加零件的控制数量 自然而然 就能学会这一技巧了 李牧微微一笑 解答道 这样做 你的神识够用吗 张伯平愣了一下 随即问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 还好吧 练习久了就习惯了 神识也会增加 李牧愣了一下 随口编了个理由解释 这时才发现 他不经意间展露的手段 张伯平有可能学不会 他神识的壮大 与翠灵果的直灵 翠神爵等级的提升有关 李牧拥有不逊色于 筑基七修士的神识之力 张伯平没有神识 大幅提升机遇的话 怕很难复刻他的神识 多用的施法技巧 百平兄 时候不早了 我要告辞了 唯恐张伯平 再问他一些难题 李牧向张伯平辞行道 嗯 我送你出去 张伯平点了点头 李送李牧 离开林牧场 很快 李牧一手抱着赤狼 放出一阶悬铁剑 飞身跃起 双脚落在剑身上 搜的一下 飞驰而出 转眼间 身影化作一黑点 消失在了天际 张伯平正正地看着 李牧遇见而去的背影 目光迷离 陷入了迷茫 张伯平认真思考着 李牧的话 不知道要怎么做 才能同时操控多柄飞剑 以他的神识修为 操控好一柄飞剑 就已经很吃力了 再操控一柄 不知从何入手 百平 遇上什么事了 怎么失魂落魄的 张守全看着魂不守舍 不在状态的张伯平 关心地问 三叔 你能同时操控多柄飞剑吗 张伯平抬头看了张守全一眼 认真地追问 可以吧 勉强操控两柄飞剑 应该不是问题 不过 这样一来 飞剑的威力会弱不少 张守全想了想 确认地回答 那三叔 你能用神识将一只巨疗猪的身体定住 在施术法攻击吗 张伯平点了点头 对这个答案早有所料 接着再问 张守全眉头皱了起来 认真思索了片刻 回答道 这个有点难 欲控一只巨疗猪的身体 已经非常不易 同时在施攻击术法的话 需要神识之力提升两三倍以上 我勉强才能做到 对啊 这才符合情理嘛 张伯平盖矿地点了点头 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 有问题吗 张守全不解地看着张伯平 张伯平叹了口气 将刚才在林牧场的发现 告诉张守全 一副遭受精神打击的模样 十分不解 李牧师怎么做到的 这个啊 是那小子天赋惊人 拥有极强的神识 和神识操控力 张守全笑着解释 看着张伯平感到 摆平啊 这个世界很大的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那些大宗门的天骄宗门圣子 圣女的本事 恐怕比这手段还厉害呢 秦安镇太小了 只是我们坐井观天 不知罢了 张伯平一阵默然赞同张守全的说法 秦安镇不过是清玄宗掌控下 数千上万小镇其中一座 毫不起眼 唯有去往更大的地方 才能见识到更厉害的人物 三说 我想拜入清玄宗 去其他地方见见世面 张伯平忽然抬头 目光闪烁着渴望 哎 对上张伯平坚定的目光 张守全不禁头大 连忙劝慰 你要出去见世面 我当然是支持的 不过 你现在进清玄宗 就是一茶韭菜 一个炮灰 没有任何好处 反而没时间提升修为 你先在家族里待着 等成功铸鸡了再说 那时候进入清玄宗 你起码能从内门弟子开始 三说 你别骗我了 家族还有几位族兄等着铸鸡 鸡鸡丹 怎么可能轮得到我 被张守全这么一说 张伯平念头 灯石动摇了 不甘心地说 你知道就好 有家族依靠 你尚且要排队等铸鸡丹 要是到了外面 要全靠你自己 你确定自己 能弄到鸡鸡丹 张守全呵呵一笑 反问道 我 张伯平张了张嘴 无言以对 三叔说的话 他没法反驳 有家族之称 他要弄一枚铸鸡丹 都千难万难 全靠自己的话 铸鸡丹这辈子都别想了 好好干活吧 不然 就自己想办法弄枚鸡丹 既然知道了 那小子深藏不露 你不如想办法与他交好 投其所好 看看有没有机会某一些好处 张守全微微一笑 看着张伯平示意道 张伯平心中一动 皱眉认真思考了起来 带着赤狼不便遇见飞行 李牧从储物袋招出灵舟 在空中欲舟而行 很快便飞抵青龙骨 一头扎入被幻阵遮掩的灵骨里 呜呜 赤狼一落地 当即兴奋地四处撒欢 时不时抬腿 撒尿做个标记 看到这一幕 李牧有点拿藤条抽他的冲动 不过 灵骨太大了 不让他留点味道 说不过去 看着赤狼撒欢地跑到青潭边喝水 李牧不再管他 走入石屋 来到一间储藏室 开始布置冰原镇 将其改造成冰窖 在石壁刻画微型镇文 镶嵌临时动力镇眼 李牧按部就班 照着冰原镇的镇图布置法镇 当然 李牧在刻画镇文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思考 李牧尝试结合原来世界学习的 现代科学理论 解析冰原镇的工作原理 冰原镇是通过镇文驱动的灵力 强行玻璃其他属性灵力 构建一个强行玻璃火属灵气的区域 使得镇内空间变得冰冷 达到制冷效果 维持冰原镇驱动的力量 来自镶嵌在驱动镇眼的灵石 数十种法镇的镇文 分别产生不同的效用 具备玻璃某种灵气 隔绝灵气 排异灵力 输出灵力 稳定法镇 调节灵气 等等功能 复杂无比 这种玻璃排斥某属灵力的镇法 李牧觉得稍加改造 能创造出许多不同的通途 比如 将冰原镇 玻璃出来的火系灵气收集起来 能制造一个温室 用于培养火系灵直 再比如 改造出能玻璃雷系原力的雷原镇 用于恢复 那部五阶雷书 可研究的方向非常多 半个时辰过后 李牧成功刻画出 冰原镇的镇文 在镇眼区域 嵌入十八颗中品灵石 蹭得一轻声 冰原镇成功激活 大量灵力从镇眼中传出 将储藏室内的火系灵力挤走 储藏室内的温度 飞速地降低 很快 储藏室的墙壁 开始漫起了一片片白霜 冰原镇生效 温度降到了零下 李牧瞥了阵眼镶嵌的灵石一眼 十八颗中品灵石集体 搜了一圈 这种消耗速度 大概只能维持十天半个月的样子 消耗速度有点惊人 不过 这应该是冰原镇第一次启动的特殊情况 等储藏室的火系灵力都排出后 只需要维持法阵便可 冰原镇的零食消耗会降低许多 李牧打开储物袋 将妖兽肉都取出来 一块块摆放在储藏室的货架上 接着 李牧割了一块两三斤左右的玄宇雕腿肉 关了储藏室的木门 去往厨房烧制午饭 李牧从储物袋将锅碗瓢盆取出 归置在灶台旁的木架上 而后走至在清潭水引下来的活水槽 将雕肉洗净 崭新的现代农家厨房 做饭炒菜充满了乐趣 李牧心情愉快地在厨房里忙碌 炒了份野菜 做了份卤雕肉 觉得还不够 李牧尽直去清潭边 神识一扫 当即捞上来一条七八斤的黑鲫鱼 开膛破肚 刮去鳞片洗净 架锅清蒸 没多久 一道清蒸黑鲫鱼 热气腾腾地出炉了 呜呜 闻到肉香的赤狼 早就在饭桌下等急了 冲李牧呜呜呜地叫唤 你的盆在那呢 叼过来 李牧指向放置墙角 为赤狼准备的木盆 示意道 哇 赤狼兴奋地叫了声 屁颠屁颠地小跑过去 将狗盆叼至李牧面前 李牧展颜一笑 往狗盆打了一大勺零米饭 再撕半块卤叼肉 一条鱼尾 放赤狼面前 吃吧 赤狼一口叼起肉块 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一大块肉 胡伦吞枣地下肚 双眼灯石鼓了起来 赤狼并奄奄地往地上一趴 没了吃饭的兴致 咋了这是 噎着了 李牧不明所以 弯下腰检查了下赤狼的嘴巴 没发现异常情况 嗯哼 赤狼回应了李牧一句 示意他没事 要缓一缓 李牧没好气地 放下赤狼的狗头 坐到桌前 开始享用美食 李牧美滋滋地扒一口零米饭 加起一小块卤叼肉 吃下之后 这才反映过来 赤狼为什么那副表情了 二阶妖兽肉 蕴含的力量 是一阶妖兽肉的十几倍 小小一块肉吃下后 当即让李牧产生了一丝饱腹感 浑身暖洋洋的 十分舒服 李牧十分艰难地 将这顿饭吃完 最后还有大半的卤叼肉 没吃下 有机会 得去宗门换一部练体功法呀 看着还剩一大半 吃不完的卤叼肉 李牧不由冒出了这个念头 李牧已经不是修真小白了 知道自己消化不了 二阶玄宇叼肉的主要原因 一来身体强度不足 二来 修炼功法太低阶 休息的五步五行功法 都只是黄极功法 灵力吸收的效果太差 难以完全吸收 高阶食物蕴含的灵力 看着赤狼仍在地上躺湿 李牧叹了口气 没过的苛求 养赤狼 就像养一头二哈宠物似的 只有陪伴消遣的作用 李牧没指望 他具备多少战斗力 李牧利索地将碗筷收拾好 离开石屋 开始巡视开荒出来的白亩林田 发现侥幸存活下来的杂草 李牧顺手就试一道枯荣树 田地泥土质地过硬 就补一道翻地树 白亩田地全部逛一遍下来 又耗了两个时辰 距林阵 影林阵同时生效 灵谷内灵力充裕 李牧预估了下 白亩田地的灵化速度 预计20天左右 能完成田地灵化 转成下品林田 届时就可以开始播了 李牧对白亩林田的规划很简单 50亩种枫林草 3个月 30亩种白玉林道 6个月 再种20亩翠林果 9个月 翠林草的生长期较短 3个月便可收获 连续收割两三次 相信等翠林果都能收获的时候 肯定能助他顺利筑基 也不知道那部阴阳五行经 从宗门送过来没有 李牧默默地叹了口气 有些焦急 万事俱备 他现在就缺着 不能让其筑基的修炼功法 这事是事关功法垫弟子的职责 他应该不会失职吧 对了 得去宗门筑地了 他现在清玄宗 在清水镇的管事弟子之一 身上有灵直思的职责 李牧连忙遇见而起 飞出青龙谷向附近的清水镇飞去 一刻时不到 李牧遇见降落在清水镇宗门驻地大院 见过 师兄 杂役弟子 萧成 见过师兄 驻地大院众杂役弟子 羡慕地看着李牧 纷纷拱手行礼问候 嗯 南宫师兄在哪 李牧冲重杂役弟子点了点头 随口问道 南宫师兄在会课 招待林家主 陈家主他们商谈三日后的斗法事宜 师兄 要我带您过去吗 杂役弟子 萧成先一步上前 热情地介绍道 不用了 我是新来的灵直思管事弟子 第二次来驻地大院 不怎么熟悉 你带我去灵直思吧 李牧摆了摆手 吩咐道 好的 师兄 这边请 萧成欣喜地点头 比了个手势 走在前面领路 很快 在萧成的领路下 李牧来到灵直思一座二进四合院子 这间堂屋便是师兄办公的地方 正堂是会客区 隔壁便是休息室 最大的那间是灵直仓库 一日三餐可去食堂 也可以让其他弟子送来 灵直思有12名杂役弟子任职 其中杂役弟子 储树员干得最久 做了三年 对灵直思的工作最为了解 还有丁正宏 丁师弟主要负责照看仓库 萧成热情地为李牧逐一介绍 灵直思的情况 滔滔不绝 李牧满意地连连点头 经萧成这么一介绍 灵直思的情况一目了然 连安排工作都有了头绪 非常不错 嗯 灵直思不是有12位杂役弟子轮值吗 怎么没见到人 李牧看着空荡荡的灵直思大院 不解地问 这个 这个 他们也许出去巡查宗田了 再过13天 好似就是宗田内租日了吧 他们应该是去核实宗田情况了 萧成张了张嘴 不知道怎么解释 猜测地说 干得不错 这瓶聚气丹赏你了 李牧取出一个丹药瓶 丢给萧成道 谢谢 谢谢师兄 萧成大喜 接下丹药瓶感激地道谢 麻烦你件事 将灵直思任职的杂役弟子都喊来 李牧微微一笑 示意道 没问题 师兄您稍等片刻 我去去就回 萧成连忙应下 聊下一句话 逃生式地离开灵直思 帮李牧召集灵直思的小伙伴去了 李牧打量了灵直思大堂 又去仓库逛了一圈 查看仓库防护法阵 眉头不由皱了起来 灵直思存放宗田电租灵直的仓库 竟只有一个简单的预警阵守着 另外还有个护阵 没有嵌入临时启动 嗯 大概是灵直还未入仓库 所以没启动吧 为了确保仓库安全 到时候偷偷给仓库 加个五行八级阵吧 巡视完灵直思内部的几座建筑 李牧心里有了一个决定 师兄 不负所托 人给你喊来了 萧承带着浩浩荡荡一群人 跑至李牧跟前 喘着粗气汇报道 嗯 辛苦了 李牧笑着点了点头 目光在十二位目光闪躲 忐忑不安的杂役弟子 脸上一一扫过 拜见 管是师兄 见过 师兄 十二名杂役弟子 坠坠不安 声音奚落地向李牧拱手问候 师兄客气了 没事的话 我先走了 萧承识去地向李牧招呼了声 连忙离开了灵直思 目送萧承走远 李牧目光落在十二杂役弟子身上 训话道 你们灵直思轮值期间 怎么偷懒的 做了什么事 我懒得跟你们计较 不过 宗田那租日将近 这个月你们必须给我保持最好状态 时刻待命 不得离开驻地大院半步 听到了没有 闻言 十二名杂役弟子 面色如土 个个犹如便秘一般 彼此对视一眼 有话憋着却不敢说 也不愿应李牧的命令 怎么 有问题尽管说 李牧沉着脸 不解地问 师兄 往年都是那租日那天 才开始严苛指手 现在就开始太早了吧 是啊 我家里还有生病的老母要照顾 不能离开职员半步 办不到啊 师兄 我养了数十只彩铃鸡 两头巨寥猪 我到旅怀胎九月 即将临盆 真脱不开身啊 李牧话音一落 十二名杂役弟子你一言 我一语 纷纷叫苦 各自都有无法遵令的理由 各个身不由己 李牧呵呵地笑了 想来是灵直司管式弟子的职务 空缺久了 养了一堆 只吃饭不干事的杂役弟子 难怪刚才都看不着他们人 想必都善离职守 忙活自己的事去了 就像原世界某些机关部门 都养出恶习了 他命令都下达了 还敢找理由拒绝安排 说实话 若不是宗门安排的职务 李牧也不想干这个灵直司管式弟子的职务 给自己揽一堆的事 现在 宗门的电租要是收不起来 或是出了什么茶子 责难可落到他的头上 李牧只好将事物都推给他们 谁让他通过了外门弟子的考核 身份比杂役弟子高一个级别 想进灵直司的杂役弟子 应该很多吧 你们已经领了宗门一年的俸禄 几乎都没怎么做事 就现在开始有事要忙 谁没空地说出来 我批准他离开灵直司 李牧笑着示意道 李牧此话一出 重杂役弟子 灯石被卡了喉咙一般 什么借口都说不出来了 开什么玩笑 灵直司的职务 就是一件肥差 为了谋一份试做 有时候临时塞不到位 都谋求不到 灵直司的事物 一年到头 唯有那电租 派发林种 开垦林田的时候忙一些 平日没什么活 几乎都是在白领俸禄 没人想想失去这份职务 管是师兄 我老母会让家兄照料 我愿意遵从师兄的安排 严格执行 是是 我道理让家母照看便可 我也愿遵从 我也是 众杂役弟子点头如算倒 对着李牧露出一脸谄媚的笑容 纷纷表示愿意遵从 李牧一句话 命中了他们的致命要害 所有杂役弟子 当即都变得顺从无比 李牧满意的一笑 开始安排杂役弟子干活 打扫灵直司的卫生的 清理仓库的 现场一片忙碌 时间一天天的流逝 李牧开始了三点一线的生活 每天去小梁山 喂风灵草 浇灌淋雨 接着去清水镇 负责灵直司的事务 最后 回青龙谷 巡视百亩灵田 闲时 李牧便克制傀儡源河 绘制灵符 要么和赤狼戏耍 在清潭垂调 日子过得十分快活 充实 清水镇 收缴宗田电租的日子开始了 杂役弟子 推着一辆辆送粮的板车 开始排队缴纳灵米 清水镇驻地 清玄东的外门弟子 杂役弟子 协助灵直司 全体上下都忙碌了起来 维持秩序的 巡视守卫的 整个清水镇 都在忙活这件事 李牧忙得脚步粘地 他的任务最重 要盯着每一份填租入库 要记录账目 要确保缴纳的灵直没有问题 好在 在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的协助下 没人能糊弄得了他 把这带灵米带拆了 李牧指着一杂一弟子 上脚的灵米带 示意道 啊 师兄 我应该拿错了灵米带了 我这就拿回去换 那名角租的杂一弟子 惊慌失措地抱着灵米带 死不撒手 不知死活的东西 赶紧滚开 竟敢在灵直中参甲 楚书员一巴掌 拍在灵直夫杂一的脸上 恨恨地责骂 没有 我没有 我真的拿错灵米带了 那么灵直夫杂一 死死抱着灵米带 惊慌失措地大叫 这是绝对不认 若是坐实参甲缴纳店租的话 宗门对这种饭事的人 惩罚极为严苛 收回宗田 废除修为 赶出宗门都是轻的 弄不好 半条命都没有了 算了 让他走吧 李牧叹了口气 出声制止了楚书员 李牧刚从一杂意灵直夫生上来的 有些不忍 看到这一幕 师兄 楚书员有些不甘地看着李牧 抓住一个参甲的杂意弟子 宗门是有给奖赏的 他实在不想放弃这个功劳 李牧冷冷看了楚书员一眼 楚书员吓了一跳 连忙将林直夫杂意放开 这段时间 他们可算领教了李牧的厉害 不敢违背他的命令 谢谢师兄 谢谢师兄 林直夫杂意对着李牧连连道谢 狼狈地推着板车迅速离开 周围其他林直夫杂意 继续排队角租 看待李牧的目光充满了敬意 晓得他的厉害 没人敢再以身试法 一个半月过去 宗田缴纳电租的工作进入尾声 林直司的两个林直仓库堆满零米袋 零药袋 进入八月份 赵师弟 电租可都催缴完了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钢阳城 南宫红再一次来到林直司催问李牧 准备护送 他将收缴的电租林直送往钢阳城交差 差不多了 南宫师兄 再等我两天 我们两天后便可出发 李牧不好意思地回应 其实 田租收缴工作十天前就全部完成了 点青入库 不过 李牧这几天还不能离开清水镇 前往钢阳城 收缴宗田电租的这段时间 李牧每天早出晚归 一大早都会匆匆赶往小梁山 为枫林草浇灌雨 再匆匆返回清水镇 组成催租任务 眼瞅枫林草进入成熟期 马上就能收割了 李牧决定拖延一段时间 等收割了枫林草 再去钢阳城 此次去钢阳城 李牧要上缴那收上来的电租 还理清账目 再加上沿途有其他外门弟子护送 来回往返 至少要耗费四五天时间 到时 再回来收割 枫林草估计都哭死了 好吧 再等两天 不能再拖延了呀 说实话 那么多灵植放在仓库 我一直胆战心惊的 身怕出了什么问题 还是师弟你沉得住气啊 南宫洪哭笑不得地看着李牧 郑重地重申道 南宫师兄 多虑了 清水镇是清玄宗的地盘 谁敢乱来啊 李牧笑着安抚 哎 你不懂 才仅动人心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万一出了什么事 可是你我的责任 南宫洪顾虑重重 示意道 就算要出事 也不会在镇上 更多的应该是在路上吧 师兄 再给我两天准备准备吧 李牧神色一肃 认真的说 文言 南宫洪一镇默然 赞同李牧的看法 便不再催促了 正如李牧所说 运送大批灵植电租 需要用到宗门提供的 大型储物袋 届时 劫他们可比来 闯宗门驻地简单多了 师弟你忙吧 我两日后再来找你 南宫洪看着李牧告辞道 李牧连忙起身 送南宫洪离开 两天时间一晃 清晨时分 李牧欲见而至 迫不及待地扎入幻阵 降落在小梁山上 李牧手掐法绝 挥手而去 释放精细术法 收割术 下一秒 一道金色灵光 从李牧手中释放而出 在一大批碧绿青青的 风铃草根部 飞驰而过 刷的一声 风铃草倒了一大片 展露出一颗颗淡绿色的光团 看到这些淡绿色光团 李牧神色一喜 神石覆盖上前 下一枚 一颗颗淡绿色光团 化作一道道绿光 犹如飞蛾扑火一般 纷纷朝李牧身上 汇聚而入 天赋神通 植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植灵 自由熟练点加三 请客间 密密麻麻的植灵汲取提示 出现在角色虚拟矿的日志栏当中 李牧喜不胜收 一记收割术 就收割了小半亩灵田的风铃草 这效率快的没话说 以前 辛苦用镰刀手动收割 实在太傻了 李牧第一时间 消耗自由熟练点 先将收割术的等级提升上来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收割术熟练度加一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收割术熟练度加一 收割术等级提升至五级 收割术达到小成 你领悟了金刀数 李牧一时操纵熟练面板 对收割术进行疯狂加点 消耗19600点自由熟练点 制止将收割术提升至五级 获得一个小成进阶的 衍生术法奖励 这才不得已的停下 李牧双目微臂 感触成千上万次 使用收割术的经验记忆 以及衍生进阶术法 金刀术的用法 收割术的使用原理很简单 就是凝聚精细灵力 化灵为连 精准收割灵直 衍生出来的进阶术法 金刀术 则在收割术的基础上 增加了锁定追导的特殊性能 原本的收割术需要神石操控覆盖 现在只需要神石定点制导 金刀术更加高效 更加精准 凝聚的金刀将执行任务 至凝聚的金刀灵力消散为止 李牧睁开双眼 右手金属性灵力极具 很快 一柄由金属性灵力凝聚而出的金刀 呈现出来 半丈长的黄金弯刀极为耀眼 几乎是实质的 李牧将神石锁定所有枫林草的根系部位 轻贺了一声 去 下一刻 金刀离弦的箭矢一般飞逝而出 刷刷 大片的枫林草接连倒下 一片接着一片 一晃眼的功夫 十亿亩枫林草悉数倒下 没有一根枫林草能屹立于田间 十亿亩林田 呈现出来一颗颗婴儿拳头大小的淡绿色光团 赫然都是枫林草遗落的直灵 李牧不假思索 神石外放 疯狂扫检 直灵光团 犹如飞蛾群扑火的一幕再上次出现 只不过 这次的数量尤为恐怖 李牧有那么一瞬间 变成了一大团绿色光团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自由熟练点 加二 李牧目光看向角色虚拟矿 密密麻麻的直灵获取提示 最终自由熟练点的数量 直接达到了573230点 李牧目光看向角色面板 决定先对五步八级的五行功法进行升级 将它们升至满级再说 刚好 五步五行都是八级 升九级 只需要十万点自由熟练点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亲目觉熟练度加一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亲目觉熟练度加一 亲目觉等级提升至 九级 你的亲目觉达到圆满 你的修为获得部分提升 你对木系灵力掌控力获得大幅提升 你的木属灵根得到增强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流金觉熟练度加一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流金觉熟练度加一 流金觉等级提升至 九级 你的流金觉达到圆满 你的修为获得部分提升 你对精细灵力的掌控力获得提升 你的金属灵根得到增强 定 你五行弓法达到圆满 五行灵根资质提升 进阶为五行中品灵根 你修为获得大幅提升 你突破练气十一层 突破练气十二层 礼目神石落在角色虚拟面板上 不断对五步五行弓法增加熟练点 身上修为灵压一次 接着一次迅猛提升 直至最后一步后土诀 提升至圆满 下一刻 礼目身上散发出了极其威猛的气势 五行灵气并发而出 修为再次获得突破 跳过练气十一层 直达练气十二层 全身散发着一股极其宏伟的五行真元 举手投足之间 一股强大的灵压满溢出来 礼目只感觉体内 经脉流动的五行真元 还是要液化了一般 然而 却被什么卡着 难以突破最后一道关卡 练气十三层 应该就是上股助击法的极限了 礼目大概预估了一下 感觉自己聚助击就差一步 只差了一步能让他筑击的功法 阴阳五行精 礼目神识扫一遍 发现灵田没有灵直光团之后 当即末运幻西绝 迅速将身上的灵压气息降下来 降至炼气七层初级的水平 不过 礼目突然发现 炼气十二层的灵压强度 真元浑厚程度 比炼气十层强了五六倍 五级的幻西绝有点使不上力道的错觉 若是轻易动手的话 这股强大灵压便会满意出来 嗯 要不要提升一下幻西绝的等级 礼目看了一眼角色面板 将五部功法升至九级圆满之后 自由熟练点就剩下七万三千二百三十点 然而 将五级幻西绝升至六级 需要三万点自由熟练点 不行 还有许多功法 术法的等级需要提升 剩下这些自由熟练点 不能就这么浪费了 比如收割术 这项原本只是灵直夫的常用术法 将其升至五级小成径之后 便衍生出了一个可怕的攻击术法 金刀术 礼目确信一件事 以他现在炼气十二层的修为 凝灵释放的金刀术 即便助击后期修饰也难以抵御 就算无法做到秒杀 威力至少能将其重创 金刀术的精准度 不确定性 灵活性 使得他致变成了一个威力极大 极其危险的攻击性术法 灵直夫的其他术法呢 枯绒术 翻地术 轰晒术 这些原本服务于灵直的术法 若都提升至五级小成 升至九级圆满 又能诞生出什么样的衍生术法呢 这一刻 礼目渴望获得更多的自由属性点 七万多属性点 远远无法满足这些术法的需求 诸多念头 在礼目的脑海闪失 可惜自由熟练点不够 礼目都留着 等拿到阴阳五行精的时候用 第一时间提升这部功法等级 充击助击 扫了一眼 十亿亩灵田收割下来的枫灵草 礼目想了想 索性不处理了 这些枫灵草放在灵田上腐朽 化作养分为灵田育肥 接下来 十亿亩灵田 要全部换成云雾灵茶栽种 灵田需要先一部育肥 很快 礼目遇见而去 前往清水镇 南宫红 以及几位外门弟子 正等着他一起运送此次电租缴收上来的大批灵职 来了 来了 看到李牧遇见而来的身影 南宫红向身后四人示意道 李牧遇见落在筑地大院 向几位翘手等待的师兄告歉道 南宫师兄 唐师兄 傅师兄 王师兄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赶紧出发吧 别误了交接器 王坤瞥了李牧一眼 催促道 是啊 耽搁好几天了 要是误了交接器 有你担待 我可不负责 唐红亮欣然点头 看着李牧直言道 好了 都少说两句 师弟 你去取货吧 我们立即出发 南宫红看着李牧示意道 李牧点了点头 走向灵直司仓库 用钥匙打开门锁 打出一道真元 关了法阵 很快 一行五人遇见而起 飞往刚阳城 唐红亮 王坤他们 与李牧一样 身上都有相应的管事职责 有的负责林矿山 有的负责列修 有的负责林药采集 每人身上都带着大量修炼资源 上脚宗门 五人结伴行 飞往刚阳城 一路上小小心翼翼 深怕遭遇到结修 他们这些外门弟子 替清玄宗管理小镇 林山 林矿 维系清玄宗辖区内的利益所在 代表着清玄宗的脸面 一般散修 家族势力 绝不敢对他们动手 否则 将迎来清玄宗的疯狂报复 追杀到底 怕就怕遇上宗门的敌对势力 他们会潜入清玄宗的控制区域 专挑外门弟子 向上级运送修炼物资的时节 屠戮管事弟子 顺便收刮一波修真资源 飞过这片山脉 大概还五十里 便到刚阳城了 这趟差事应该能顺利交付 王坤满脸喜色地说 脑海里盘算着交付完这趟差事 所获得宗门贡献 要兑换些什么 是啊 大家全力前行吧 到刚阳城就休息了 南宫红意识满脸欣喜 提议道 等一下 好像有埋伏 李牧连忙出声制止 示意道 什么 四人齐齐吃了一惊 遇见速度骤降 惊疑不定地凝望着下方山脉 埋伏在哪 你不要吓我 唐红亮瞪大眼珠 放开向下方山脉 扫了一遍又一遍 没有任何收获 南宫师兄 快发求救效件 大家立即分头跑 李牧懒地回应唐红亮 向南宫红交代了一句 话音未落 李牧从储物袋 放出一艘灵舟 飞尸钻进灵舟内 下一秒 搜的一声 灵舟以迅雷之势 飞离了原地 眨眼间 化作一黑点 身影迅速消失于天际 看到这一幕 四人齐齐一愣 随即 发现前方五道黑影 正迅猛向他们飞扑而来 分明就是 埋伏他们的劫修 被提前发现后 他们被迫 匆促地行动 四人吓了一跳 顿时犹如炸散的鸟群 朝四面八方 遇见飞窜 逃跑之际 南宫红不忘听从李牧的叮嘱 顺手发射了一支 求救效件 向周边二三十里内清玄宗弟子求救 该死 这么远 他们怎么发现的 一个人一个追 迅速解决战斗 为首的 黑袍杰修 气急败坏的下令 他想不通 坐灵舟逃跑的那个小子 怎么发现的 已经被他跑了 只能追另外四个家伙 南宫红仓皇 扶下几颗回灵丹 爆气丹 遇见夺命而逃 向二十里外一个小镇急迟 然而 他发现追击的人 竟是个助击截修 距离不仅没拉远 反而在迅速地拉近 没办法之下 南宫红一头扎进了密林 李牧驾驭灵州 提升飞行高度后 全力飞向钢阳城搬救兵 不到一刻钟 李牧抵达了钢阳城 降落后立即收起灵州 使用五行土盾赶路 几个交替抵达内城 郭师兄 郭师兄 我们遇袭了 南宫师兄他们 正被五个黑袍截修追杀 李牧一路小跑 向贡献大殿 向郭长明求助 什么 你们被劫了 赶紧去执法堂求助啊 跑来我这干什么 郭长明吓了一跳 气急败坏地问 我不知道 执法院的师兄 只好来找郭师兄 李牧连忙道 走 跟我来 郭长明当即拉起李牧 匆匆赶往执法堂 执法堂 四名助击修士听到了动静 他们率先走出来 而后 是一群练气巅峰弟子 再乃遇到的杰修 快把情况说清楚 为首一名剑拔弩张 背负一具剑侠的助击修士 看着李牧质问 在六福峰附近 有五名黑袍助击修士 组成的杰修队伍 李牧连忙解释 五名助击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剑修筑机吓了一跳 看着李牧探究地问 为了此趟任务 我特意向一位前辈 租借了一艘二阶灵州 以防万一 依靠着他 我先一步逃离现场 赶来搬救兵 李牧连忙从储物带 将二阶青云灵州取出来 解释道 看到二阶青云灵州 众人当即释然了 做得不错 剑修筑机 饱含深意地看了李牧一眼 夸赞道 我们立即出发 叶鸣 你留下给他记录详情 剑修筑机 看向一名执法弟子 下达了命令 而后 欲空而起 放出一艘 比青云灵州 大了十几倍的战船 见状 其他人纷纷跟上 飞一身登上战船 蹭的一声 以雷霆之速 朝六浮风方向 急迟而去 在空中留下一道 扭曲空间 灵力的痕迹 三阶战船 可比你的灵州快多了 说不定能救下 其他实地 被留下的执法弟子 叶鸣笑着 向李牧介绍 而后关心地问 你记得那几个 结袖的样貌吗 记得 师兄给我一副纸笔 或是空白欲检也行 我能将它们 外貌刻画出来 李牧将青云灵州 收入储物带 看着叶鸣试一道 学了阵法 雕刻 绘制灵符等等技艺 李牧间接 也掌握了 高超的绘画技巧 神石扫了 几个结袖的面貌 现在完全有把握 将它们的 外形特征绘画出来 能画质 欲检那再好不过了 师弟 有劳了 叶鸣大喜过望 从储物带中 取出一枚空白欲检 递给李牧 李牧接下空白欲检 威碧双目 投入神石 将五名黑袍截修的样貌 造型 着装 特征 一一时刻于 欲检中 只要投入神石查看 便可看到 它们的外貌特征 非常简便 李牧故意延迟了下 末约过了一刻钟 才将欲检交给叶鸣 师兄 请过目 叶鸣欣喜地接下欲检 投入神石浏览起来 原来是练失踪 玄英宗的几个杂碎 叶鸣一下子 认出了 预检中的五个 筑基修士 开心地对李牧道 师弟 你做得好 等拿住那五个家伙 执法堂 肯定会为你请功 谢谢 师兄 我还要做些什么呢 李牧感激地道谢 关心地问 没事了 将你的弟子令给我 暂时不要离开 刚阳城就行 其他事 等周师兄他们回来了 再做定论 叶鸣摆了摆手 示意道 他身上还有任务 等他先将 临职司的任务交了 再将弟子令送过来吧 在一旁看热闹的郭长明 连忙插话道 对哦 师弟 你先去仓库交任务 交完再将你的弟子令 送来给我 叶鸣恍然 连忙示意道 好的 叶师兄 李牧欣然应命 转身离开执法堂 前往仓库交接 等李牧从仓库回来 已经是一个时辰后 在来到执法堂交付弟子令的时候 李牧吓了一跳 执法堂此刻热闹无比 之前 乘坐战船离去的执法弟子 已然去而复返 他们各个身上或多或少地带着点伤 李牧还看到了垂死状态的南宫红 正躺在地上 接受大夫的治疗 叶师兄 人抓到了吗 就剩南宫师兄了 其他几位师兄呢 李牧走至叶鸣身旁 探听地问 叶鸣看着李牧 神情郁闷地介绍 只抓了一个玄音中的助击修士 成功救下了南宫红 南宫师弟比较机灵 懂得借助帝氏与敌人周旋 等到了救援 其他几位师弟就没这么走运了 另外四位劫修也被他们跑了 李牧点了点头 十分庆幸自己溜得快 不然 一下子对上几个助击劫修 恐怕也没有好下场 师兄 这是我的弟子令 李牧连忙将自己的弟子令 递交给叶鸣 不用了 人抓了一个 此事已经能下定论了 此事你做得极好 能提前识破几位助击劫修的埋伏 保住性命 并及时通报执法堂 你等着领奖励就行了 叶鸣笑着婉拒 并夸赞李牧道 叶师兄 那我离开执法堂吗 李牧关心地问 去忙吧 执法堂现在一堆事 没空招待你 叶鸣笑着点头 挥手道 李牧松了口气 离开前 执法堂前 他上前仔细查看了下 南宫红的状态 南宫红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 躺在地板上 只剩一双眼睛能动 大夫正紧张地 对其展开救治 涂抹伤药 绑扎伤口 南宫红的身体 仿佛失去知觉了一般 任人摆弄 看到李牧 南宫红双眼眨巴了几下 眼角溢出了一滴泪珠 南宫红既后悔 又生气 一想到李牧驾灵州 独自逃跑的场景 恨得牙痒痒 然而 又不得不感谢他及时的预警 逃跑后的救援 要不然 自己肯定等不到宗门的援军 不过 现在看到李牧浑然无视的模样 还获得了救援同门的功劳 南宫红这火气 便抑制不住地蹭蹭上涌 不要激动 你都伤成这样了 还闹情绪 你不想活了 察觉到了南宫红的异状 正治疗他的大夫怒了 大声的斥马 闻言 李牧自嘲的一笑 好像是他刺激到南宫红了 拾去地退身离开 从执法堂出来 李牧静止前往传法殿 询问阴阳五行经 是否送至传法殿 传法殿 李牧跨门而入 便看到传法弟子坐于书架旁 百无聊赖地翻看着一本古籍 师兄 这是我的弟子令 我上次兑换了一部弓法 现在可有送到 李牧静止走上前 向传法弟子 递出自己的弟子令 询问道 哪部弓法 传法弟子降书和尚 接下弟子令 阴阳五行经 李牧连忙报上名字 没有 你过两个月再来 传法弟子一听 连忙将弟子令递还 呃 弟子还要兑换一部炼体弓法 师兄 能否给我个弓法目录 李牧连忙示意道 传法弟子点了点头 神识投入弟子令 查看其中的宗门贡献点 确认里面有一千点贡献后 便取出一枚白色玉碱 递给李牧 快点选 不要较笔 要选适合自己的弓法 我会的 谢谢师兄指点 李牧接下目录预检 投入神识 认真查阅起来 巨灵断身诀 星光翠身诀 筋骨断体诀 混灵炼神法 三转断身诀 李牧神识投入预检 筛选与断体有关的弓法 下一秒 密密麻麻 各种断体相关的弓法书目录 一一呈现于十海中 数百上千部断体弓法 一时间 李牧挑花了眼 都不知道选哪部链体弓法 李牧略做思考 当即想到了一个筛选办法 设计了几个筛选条件 弓法等级高 威力较大 初级弓法贡献点要求少 修炼条件简单 不要有苛刻的资源需求 至于修炼难度 残本之类可以无视 依仗着有熟练度面板的功能 修炼难度 残本后续无法修炼的问题 都能够解决 很快 数百上千部断体弓法 陆续被李牧快速淘汰 只留下十几部弓法 静待挑选 李牧一下子锁定了目标 适灵养生绝 一部递接残本弓法 只需要靠吃 就能练体养生的弓法 修炼过程 就是依靠吃各种妖兽 灵丹 灵药 将其高效吸收 转化成身体养料 达到断体目的 适灵养生绝 练气七部分 恰好只需要一千点贡献 交接完贡献任务 恰好能将它兑换下来 师兄 我选好了 兑换炼气七的 施灵养生绝 李牧将目录预检 还给传法弟子 示意道 施灵养生绝 这是一部递接功法 按道理能修炼至原音境 不过 宗门只有助激境的修炼部分 其他境界早已遗漏 你确定要换 传法弟子看着李牧 询问道 请问师兄 修习这部功法 需要注意什么 可还有其他缺陷 李牧点头确认 关心地问 功法介绍 你没看吗 修习这部功法 你要准备好 大量妖兽肉 或是灵药 灵善食材 灵力越高越高 靠吃就能修炼 非常适合 不喜欢修习的弟子 缺陷就是要 消耗大量修真资源 否则进度缓慢 传法弟子 看着李牧 静心介绍了一下 再次确认地问 确定没问题的话 我帮你对出来 这部功法分店便有 不用等 总店送秘籍 嗯 我就换这部功法了 谢谢师兄 李牧正重地点头 传法弟子了然地点头 将弟子令中的 一千点贡献划走 而后 连同一块青色御检 和弟子令 一并递给李牧 正重叮嘱道 此法只需你一人休息 不得对外传承 若敢违背 将按宗门法规处置 弟子明白 李牧直理灵法 恭敬的应命 丁 你成功接受了 士灵养身诀 传承 你学得士灵养身 在传法弟子的见证下 李牧神识投入传法御检 成功学得了士灵养身术 见士灵养身术 成功刻上了角色面板 李牧便将传法御检 递还给传法弟子 可记住了 现在收回御检 下次再看 可要扣一千点贡献 传法弟子接过御检 提醒地问 谢谢师兄 已经记住了 下次再过来领阴阳五行金 李牧笑着感谢 告辞道 传法弟子不再理会李牧 落座后 继续翻书看起来 从传法店出来 李牧静止离开内城 在望云阁客栈入住 并在客栈的饭堂 找了间独立包厢开始点菜 准备检验一番 是领养身绝 这不公法的功效 掌柜的 进来一下 点菜了 李牧大声招呼店掌柜 来了 来了 客人想吃些什么 云龙佛手 是我们店今天主推的招牌 店掌柜力所地跑进包厢 热情地向李牧推荐 你们店有二阶妖兽肉吗 李牧直奔主题地问 有 有 厨房刚够了几斤二阶血松腰牛肉 适合做灵扇的二阶妖兽肉难得 价格比较贵 不知道 客观要做多少 店掌柜连忙上前招呼 提醒地问 一斤做出来多少零食 李牧淡然地问 一斤要十枚中零 客观一个人的话 做半斤就足够吃了 店掌柜建议道 二阶妖兽肉 给我做一斤 再来份月牙饭 一份零鸡汤再炒制一份墨铃菇 那个云龙佛手也给我上一份 李牧摆了下手 豪气十足地点菜道 呃 这些菜精总得要三十枚中零 你一个人的话 怕是吃不完 客观 您确定这些都要吗 店老板看着李牧 再次提醒 点的菜 你尽管上就是 少不了你零食 剩余吃完再复 李牧没好气地 瞪了店长桂一眼 从储物袋取了十来枚中零 预付一部分菜金 好嘞 好嘞 我这就厨房安排 客官 你稍等片刻 结果零食店掌柜 洗上煤烧 应了一句 匆匆赶厨房 安排零扇去了 望云隔壳站二楼的包厢 李牧坐在窗边 居高临下 眺望着 刚阳城主街 来来往往地修饰 感受这座城市的繁荣 安全祥和的气息 回想着今天早上发生的一幕 李牧新有七七 被五名铸鸡劫修埋伏 若不是他提前发现 反应迅速 真有可能和唐红亮他们一起陨落了 玄英宗 炼师宗铸鸡弟子 狩猎清玄宗管事弟子 这一刻 李牧也察觉到了 清玄宗的处境 只怕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平静 宗门的麻烦 自有高层去操心 李牧不关心 怕就怕这股火会烧到他身上 这一刻 李牧迫切想要铸鸡 只要铸鸡成功 实力大幅提升 到时事站还是跑 都有实力做出抉择 起码不会那么被动 还要等两个月爱 李牧叹了口气 对没拿到阴阳五行经 这部功法 十分失望 李牧决定吃完灵扇 乔庄去万宝阁一趟 以李大师的身份 炼制几件灵器交差 挣些零食 尽早回青龙谷 就在李牧走神想事情的时候 包厢蓄掩的门被人推开 店掌柜带着两位 端着菜盘的侍女 相继走进包厢 他们小心翼翼 唯恐散了菜肴 客人 上菜了 清蒙二街腰牛肉 云龙佛首一份 彩铃鸡汤 这是莫铃菇 店掌柜 将一道道香飘四溢 灵性充裕的灵扇 端至圆桌上 摆满了一整桌 客官 菜上齐了 您慢用 若还有什么需要的 您尽管喊我 店掌柜看着李牧 笑着交代了一句 而后带着两名侍女 一起躬身退下 离开包厢后 一位侍女 不忘将包厢门带上 看着满座灵扇佳 李牧满意的一笑 目光落在角色虚拟框上 意识操纵为 《士灵养生绝》 《家典》 《士灵养生绝》 和《玄天剑阵》 《基本篇》 同样是地阶上品功法 升级所需的熟练点 是黄极功法 玄极功法的十倍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是领养生绝熟练度加一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是领养生绝熟练度加一 是领养生绝等级提升至三级 你领悟了金吞化灵 消耗16000点自由熟练点 成功将是领养生绝 游入门提升至三级 咕噜咕噜 刚将是领养生绝 提升至三级 成功获得了一项吃技神通 李牧的肚子便想起一阵剧烈的恶名 好似几个月没吃饭一般 李牧脸色都饿轻了 当下 李牧没有其念头 对着满桌的灵扇 就剩下一个吃的想法 很快 李牧像饿死鬼投胎一般 整锅灵米饭扒拉着吃 一口腰兽肉 一口灵米饭 胡吃海喝起来 肚子咕噜咕噜 的恶名声变小了 但是 催促的恶名声仍止不住 唯有将全部二阶腰兽肉都吃下肚 其他菜肴都一一入腹 李牧才稍感好一些 不过 李牧仍感到有一些饥饿 吃了那么多灵扇进不顶用 肚子就好似无底洞甜不饱似的 就在李牧疑惑 吃了30枚中灵的灵扇 好像没获得任何好处的时候 不禁按视灵养生觉的行攻路线 没运了一遍 下一刻 李牧的肚皮再次响起一阵咕噜 咕噜 得恶名 稍微鼓起的肚子迅速扁了下去 一股精纯的灵气随之在体内涌出 从中心蔓延向四肢 李牧心底打了肌灵 只感觉到身体被这股精纯的灵力强化过一般 不过 强烈的饥饿感随之而来 掌柜的 掌柜的 快进来 李牧大声地对着包厢外急呼 来了 来了 客官 菜肴有问题吗 外面的店掌柜被李牧的叫声吓了一跳 急忙跑进包厢 看到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满满一大桌美食 被吃得干干净净 然而 客官看待 他的目光泛着绿 就好似要吃了它似的 二阶妖兽肉都做了 灵扇 什么快上什么 赶紧 李牧从储物袋掏出一大把中品零食塞在店掌柜怀里 大声地催促 好嘞 好嘞 我这就厨房呢 店掌柜又精又喜 逃逝地跑向厨房给李牧拿灵扇 很快 侍女们端着一盘接一盘的灵扇送入包厢里 店掌柜这会儿总算看出来了 包厢里的顾客应该修炼什么奇异功法 胃口如筋 怎么都填不饱 只要临时给到位 这样的客人就是他们客栈的最佳顾客 就算要吃龙肝凤爪 他们也会想方设法地为他提供 李牧一个人吃出了流水席的气势 莫约一个时辰过去 李牧终于停止了胡吃海塞 只要不再运转 视灵养生绝 使用金吞化灵这门神通 隐隐约约的饥饿感 李牧还能够忍受 客观 您一共消费了255重灵 灵头给你抹去了 你之前预付了155枚钟灵 您还需付我100枚钟灵 这是菜单 您请过目 店掌柜将菜单递给李牧 客气地说 李牧接下菜单看了一眼 没想到自己一顿饭吃了这么多灵扇 不过 换来身体强度 力量两倍多的增加 消费再多的零食 也是划算的 视灵养生绝 不愧是递接上品功法 升至三级后 他使得自己的肠胃消化能力 获得数百上千倍的增加 天赋小神通 金吞化灵 更令那些吃下的零食 腰瘦肉精髓 纷纷转化成纯粹晶圆 滋养身躯 李牧掏出100枚钟灵 干脆地付清了菜金 而后 再回客栈房间 换了身衣上离开 很快 李牧戴着玲珑面具 化作李大师的形象 静止走向万宝阁 王掌柜 李大师来了 李大师回来了 迎宾侍女看到李牧的身影 当即小跑进阁 通知王掌柜出来迎接 没多久 李牧便看见 王文宝带着一个喜悦灿烂的笑容 急不向李牧迎来 李大师 你可回来了 此次出现可还顺利 王文宝热情地招呼 脸上 展露着谄媚的笑容 关心地问 还行 多亏了王掌柜 为我准备的二接灵州 才能平安归来 李牧笑应了句 跟着王文宝向会客室走去 客套了一番 两人很快来到大堂 分落而坐 侍女随之奉上极品灵茶 李大师 这是二级极品招募灵茶 你尝尝看 王文宝笑看着李牧 热情地招呼道 李牧看了一眼 随即端起茶杯 喝了一大口 一股清香灵润的茶香 在口中绽放 随后化作一道暖流 冲入石海 又迅速转冷 令李牧不由感到到了冷热交替 招募辗转之意 这招募灵茶名取得 十分贴合此茶的意境啊 好茶 李牧笑着赞道 哈哈 李大师果然也是石茶之人 李大师若喜欢的话 我让人给您带上一些 不过 此茶极其难得 我也没多少 只能送李大师一两斤尝个鲜 王文宝开心地一笑 示意道 王掌柜 君子不夺人所好 这灵茶我就不要了 李牧笑着婉拒 而后想起了什么 趁时追问道 说起灵茶 我倒想请你帮个忙 我有一个朋友是灵直夫 一直让我帮忙寻云雾灵财的灵种 需要十一亩左右的灵种数 不知道 王掌柜可否知道 哪里能弄到 云雾灵茶 灵种 我好像记得有谁说过 李大师 等一等 每天记得是太多了 我得找一找记录 王文宝皱了皱眉 认真回想来 而后看着李牧 示意道 说完 王文宝神识投入储物袋 不知道翻找着什么 李牧理解地点了点头 看着王文宝忙活 他负责万宝阁的事物 可谓日理万机 要记得是不要太多 能为他翻找资料 是因为有求于他的关系 换作其他人来 看他理不理 有的 李大师 这云雾灵茶是灵影道人栽种的 若要求这种灵茶的灵直种子 怕要求他割爱才行 王文宝看着李牧示意道 哦 这灵影道人 你能搭上话吗 李牧精神一震 关心地问 自然没问题 正好 灵影道人要准备一场私人交易会 有求于我的人脉 李大师若感兴趣的话 也去这才交易会凑凑热闹 王文宝看着李牧介绍道 这合适吗 应该都是注击前辈参加的交易会吧 李牧怦然心动 有些迟疑地问 哈哈 李大师过签了 不知多少注击前辈 希望能与李大师结交 让你帮忙炼制灵气呢 参加这场私人交易会的资格 绰绰有余 王文宝哈哈一笑 示意道 说完 王文宝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 露出一个难过的表情 看着李牧求助道 李大师 自从上次拍卖会之后 万宝阁收到了不少炼气订单 因为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归来 所以我没敢贸然接下 间接惹怒了不少老顾客 眼下万宝阁的业绩考核日将近 李大师 这次你可以好好帮我度过此次难关才行啊 知道了 我们互相帮忙 你也要帮我拿下云雾灵茶的灵种才行 李牧呵呵一笑 饱含深意地看了王文宝一眼 心领神会地说 当然 当然 李大师若还有所需 您尽管开口 王文宝喜上眉梢 开心地连连点头 当然有 就怕王掌柜难以立即 李牧笑着点头 示意道 王某定当竭尽全力 李大师 您但说无妨 王文宝看了李牧一眼 有所保留地问 嗯 王掌柜可知道天火 李牧探究地问 知晓一些 不过这等灵物是原音真君才能谋取的天地之物 万宝阁几处总部或有存货 不过这价格 则则则 绝非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 王文宝点了点头 介绍道 哦 王掌柜 能否跟我讲讲这天火 万宝阁总部 真有这天火灵物 李牧心中一动 迫不及待地问 天火 在一火 地火之上 最常见的天火 莫过于诞生于各种天节的天火 比如 阴节雷火 雷炎天火 九天焚火 王文宝滔滔不绝地讲解起来 天火确实是炼气师一生可求之物 对炼气帮助极大 有夺天地造化之效 李大师 您虽然炼气记忆了得 不过 此物非原音真君不可炼化 您还是先弄一种灵火炼化 比较适合 介绍到最后 王文宝看着李牧劝慰道 闻言 李牧眉头微微一皱 心底默默叹了口气 天火如此难搞 玉林宝卓这件六阶灵宝 怕得在储物阁再放一段时日了 玉林宝卓这件高阶灵宝 短时间内指望不上 灵运玄归甲 怕也是如此 李牧只能先将目光放在五阶雷书上 算了 天火的是不多想了 李牧摆了摆手 看着万文宝接着求助道 王掌柜 我最近在研究炼制雷鼠灵器 可否帮我密一些雷系阵法 或是雷系材料 没问题 我会尽力为李大师收集 等一下我去库房翻找看看 应该存有不少雷系灵材 王文宝欣然应下 好 我也该去炼器了 需要我帮你炼制哪些灵器 赶紧安排吧 我尽快帮你解决 过两天 我又得离开一趟 要两个月后 才会回钢阳城 李牧笑着解释 文言 王文宝登时机的差点跳脚 还以为李大师回来 这次会久住万宝阁呢 哪知道又待不了几天 李大师 咱现在去炼器室 现在就安排炼器事宜 王文宝当即不跟李牧客气了 比了个邀请的手势道 李牧笑着点了点头 跟着王文宝向炼器方走去 对了 林颖道人的私人交易会 什么时候开始 李牧好奇地询问王文宝 人够了就开始 没有限定时间 李大师想要参加吗 王文宝笑着问 嗯 来得及就参加 实在不行的话就算了 李牧笑着说 没有太上心 他的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 参加这种住基交易会 兴许能减个漏 不过 已经减漏了不少高阶领宝 都只能看不能用 这让李牧不由有些泄气了 李大师 若想参加的话 我尽量给您安排上 王文宝笑着硬喝 人卖这种东西 对他来说 不要太轻松了 为了帮他弄云雾林茶种子 也得跟林颖道人 好好交流一下 劳烦了 李牧笑着道谢 说话间 两人来到了炼气坊 王掌柜 李大师 刘忠看到两人的到来 连忙上前恭敬的问候 刘忠 去将炼制断魂刀 林霄弓 阵风塔的炼气材料都取来 李大师要炼气 王文宝看着刘忠 急不可耐地催道 时间就是金钱 王文宝万分珍惜 李大师的时间 好 好的 刘忠应了一声 立即去仓库取材料 王掌柜 您去忙吧 茶种的是拜托了 李牧向王文宝招呼了一句 随机走进一号炼气室 目送着李牧 进入炼气室的背影 王文宝叹了口气 不禁一个头两个大 二届云雾灵茶 一直是林颖道人的宝贝疙瘩 要某求他的灵茶种子 怕要付出不少的代价啊 王文宝咬了咬牙 舍不得孩子 套步着狼 想清楚之后 他当即离开了万宝阁 前往林颖道人的道场 为李牧谋灵种去了 时间一晃 两天过去 两天时间 李牧一直待在一号炼气室里 不断炼制灵气 高校炼制出了 十三件三阶上品灵气 完成了万宝阁 大部分的炼气任务 看着一件件 新出炉的三阶上品灵气 王文宝惊喜万分 欣喜之余 他忽然笑容消失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想到了一些难过的事 万宝阁其他几位炼气客亲 炼制一件三阶上品灵气 千难万难 甚至需要焚香尽心 借此来增加炼气的成功率 然而 到了李大师则大大不同了 他精通神炼之法 所炼制的灵气渐渐精品 品质稳定 炼制效率 成功率都极高 炼气材料损耗极少 炼制一件三阶灵气 所获得收益 是其他炼气大师的数倍之多 灵气有上中下 以及极品四个等级 一阶灵气中下品灵气 是炼气初期 中期修饰在消费 炼气后期 修饰则有能力消费 使用一阶上品 极品灵气 或是少数二阶下品灵气 财力不足的助击修饰 则也能用上二阶中品 上品灵气 财力富足的助击修饰 则开始追求三阶中上品灵气 力求能战胜二阶妖物 灵气对修饰的战斗力提升 极其重要 妖物整体实力 比人类修饰高出一筹 唯有依靠高阶灵气之力 方可战胜它们 因此 三阶中上品灵气 不仅销路好 而且通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 对于那些将脑袋系在腰间的助击列修来说 得到一件衬手的三阶上品灵气 或许就可以单挑二阶妖兽 获得巨大收益 自此走上良性循环 至于四阶以上的灵气 那则是精丹修饰才能用得起的 李大师应该还没能力炼制 然而 能稳定出产三阶上品灵气的李大师 落在王文宝眼里 简直就是一个聚宝盆 王文宝恨不得将李大师关在练气室 让他一直练气 可惜 这位爷就是个不安分的主 根本听不得劝 想让他乖乖待在练气室练气挣灵石 那是不可能的事 说两天就两天 多待一天都不行 哪怕愿意加倍付他灵石 李大师倔强地跟头驴式的 一点都不上心 还说什么 灵石够花就行 带太多灵石 容易遭遇节修 等等之类的混账话 王文宝求爷爷 告奶奶的都劝不了他 比他爷爷还难伺候 王掌柜 林颖道人的交易会还开吗 若开不了的话 我要走了 过两个月再回刚阳城 李木乐呵呵地收下两个储物袋 这些他练气提成收益的灵石 以及一代王文宝 为其准备的特产 包含了灵物灵茶的种子 雷石 雷灵石 灵丹之类东西 开 明天就开始了 李大师 要不你再留一碗 顺便将剩余几件灵气练了 王文宝可怜巴巴地看着李木 劝说道 你没骗我吧 李木皱了皱眉 狐疑地打量着王文宝 这老家伙 这些天千方百计 想方设法得哄骗他留下来 帮炼制灵气 若不是李木信心坚定 必须赶回去种田 早被他用财物 盗铝 极品功法 高阶炼气材料 等等手段诱惑了 放心 李大师 我说明天就明天 绝不敢蒙骗你 王文宝拍着胸脯保证 若能将李大师再留一碗 说不定能炼制两件 不 三件三接上品灵气 这笔丰厚的利润 就算灵影道人 明天没空开这个私人交易会 也足以他使尽人脉 将这场私人交易会促成 李木认真想了想 来刚扬城之前 为青龙谷的白亩灵田 设了充裕水系灵力的阵法 白亩灵直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最多就赤狼挨下 不过 那家伙已经会下坛里抓鱼 多留一天应该没什么问题 行吧 我再待一天 明天去交易会看看 李木笑着点头 谢谢 李大师 王文宝喜不胜收地道谢 连忙比了个邀请的手势 将李木领向炼气室 一边兴奋地介绍道 李大师 这次宁仙子要炼制一条火系灵边 他提供了二十斤三接盐水晶 五十斤三接赤红钢 一条二接火蟒击鼓 还有王道人 要炼制一柄精细灵剑 李木无奈地跟着王文宝去往炼气室 知道了 你出去吧 记得让人多送些二接妖兽肉进来 李木重新回到一号炼气室 驱赶王文宝离开 并交代道 没问题 吃不够 您尽管跟刘忠说 王文宝欣喜地应下 日刺 一大早 李木坐着万宝阁安排的灵州 飞往岗阳城附近一座灵山 静止落向一座建在山巅的道馆 李大师 这座灵影道馆 便是灵影道人的道场 我护送您下去吧 万宝阁安排的驻姬护卫 看着李木 示意道 李木点了点头 在驻姬护卫的护送下 凌空飞落于灵影道馆门口 此时 门口站着一位身穿青色道袍 面色红润 年约五旬的金兽道人 想必就是此道馆的主人 灵影道人 左右还伴着两位十岁左右的小道童 是 万宝阁的李大师吧 请 请 里面请 各路道友就要到齐了 交易快开始了 灵影道人堆着灿烂的笑容 热情对招呼李木道 李大师 你进去吧 我外面等你 有事你记得换我 筑基护卫看着李木 示意道 好的 李木笑着点头 李大师 你里面先请 我在等候两位道友 灵影道人向李木说了一句 而后吩咐了下右侧的道童 小童 你带李大师请去吧 李大师 您请跟我来 小童点了点头 用着焦滴滴的铜音引路道 嗯 李木笑应了一声 听声音才发觉 这俊秀的小道童 是个小女孩 很快 跟着女道童 李木来到交易会场 落大的会场 里面 已有十几个住机修饰聚集 有道士 有女修 有剑修 有带酒葫芦的赤壁汉子 亦有书生如是 末月一刻钟后 林颖道人带着两名住机修饰 结伴而来 这场私人交易会的人员都到齐了 让大家久等了 参加本次私人交易会的人员集齐了 感谢道友们的光临 此次私议会正式开始 林颖道人笑看着众人宣布道 等一下 林颖道友 现场的道友 大家彼此都认识 而且都是住机修为 可是 这位小友非常陌生 修为也只有炼器九层 没资格参会吧 就这个时 一个满脸落腮胡子的魁梧修饰 看着李牧直言不讳地问 文言 现场重住机修饰 或好奇 或看好戏 或漠不关心地看着 静待林颖道人的解释 陈道友说的是 是我的错 忘记给大家介绍了 林颖道人歉意地一笑 接着不慌不忙地向众人介绍道 这位小友便是万宝阁的炼器客亲 李大师是位高阶炼器大师 之前 万宝阁拍卖会 不少三阶上品灵器 就是出自李大师之手 这次交易会 李大师有兴趣参加 我便允了 为跟大家提前说明 还请各位道友见谅 文言 重住机修饰 灯时恍然大悟 难怪林颖老道 会让一个炼器修饰 参加这场交易会 原来这个年轻人 是万宝阁的李大师 原来是李大师 欢迎 欢迎 李大师 竟如此年轻 久仰 久仰 李大师 待会交易需要什么 尽管说 徐某会尽力为李大师筹集 我到万宝阁的湖湖位 为什么会在门外等候 原来是送李大师来的 一时间 重住机修饰 纷纷向李牧拱手问候 表达善意 诸位道友 都没问题了吧 那这场交易会就开始了 林颖道人环视全场 笑着询问 说完 林颖道人只向隔壁 摆着一张大圆桌的院子 指引道 请大家都到院中会场落座吧 文言 重住机修饰 纷纷向隔壁院子走去 而后 逐一在圆桌旁的蒲团落座 李牧跟着助机修饰们来到院子 在一位红裙 助机女修旁边坐下 李牧环视一圈 圆桌下有18个蒲团 除了他这个练器修饰 现场总共有17名助机修饰在场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助机修饰 他们身上散发的灵压十分强盛 因为李大师这个身份 获得他们的尊重 李牧一时间 心情有些复杂 本次交易规则 每位道友一次取三样灵物 放桌上公示 介绍灵物价值 以及要交易的东西 此次交易可用临时报价 交易从左到右按序进行 若是交易未达成 则由下一位道友继续交易 当然 有道友在交易时 还请其道友保持静默 以报价相争 伤了大家和气 交易达成后 不许反悔 还请大家一起做个见证 遵守这些交易规则 林颖道人环视众人 先讲述了这场 私人交易会的交易规则 可以 按此法交易十分公平 非常好 我赞同 嗯 就这么办吧 众筑基修士纷纷点头 都赞同按这个交易规则来 大家都同意的话 此次交易便开始了 由林某抛砖引玉 林颖道人笑着点了点头 接着从储物袋中 取出三件灵物 分别是 一个青铜小葫芦 一块橙色玉石 一大包瘦皮包 玉水葫芦 此葫芦为 一阶灵器 价值不高 不过 里面装有十斤三阶灵水 地卖真水 此物 对修洗水系功法 有巨大助力 林某偶然间获得 派不上用场 因此 将此物拿出来交易 兑换同阶火系灵物 或兑换零石 三千枚钟灵拿走 这块是琥珀玉 里面疑似封印着一只高阶古虫 七彩换腰蝶 此虫实力堪比四阶腰匠 若能设法将其解封 奴役此虫 对各位道友 将是一具大助力 林某不善虫道 因此将此物拿出来交易 兑换高阶火系灵物 或兑换零石 一千五百枚钟灵 这包裹内是云雾灵茶 十五斤左右 此茶有极大的助炼神魂 开悟醒脑之效 经常服用此茶 可助各位道友顿悟 数年方可收割一茶 十分难得 林某平日也舍不得喝 若不是为了交好各位道友 表示诚意 我肯定不舍得将其拿到出售 用此茶兑换道友手上的火系灵物 或直接售卖零石 五十枚钟灵一斤 林颖道人环视全场 详细介绍他拿出来的三件灵物 而后看向左侧的白袍修士 道 林道友 林某介绍完了 可愿有灵物与林某交易 白袍修士皱了皱眉 给林颖道人一些面子 详细道 林某修习的精细功法 地卖真水对我无用 也不善重道 这琥珀玉要了也无用 道是云雾灵茶不错 林道友卖我两斤吧 可以 林颖道人点了点头 看向下一位白群女修 白灵仙子 你呢 地卖真水我要了 不过 我拿不出那么多钟灵 道是有几件助修灵物 林道友 你看下 我用这几件灵物 跟你交换可好 白灵仙子迫切地看着青铜葫芦 随即从储物袋中 取出一堆灵物 有七八件之多 这枚玉盒封着一颗状态饱满的 二阶赤链妖蛇内单 此物作价 五百枚钟灵 这一块是三阶炼器灵物 赤火金石 两斤左右的分量 作价 三百钟灵 这个单瓶有三颗黄龙丹 白灵仙子滔滔不绝地 介绍面前的灵物 希望能与林颖道人达成交易 林颖道人眉头紧皱 一时犯了难 白鹿仙子拿出来交易的灵物不少 不过都不是什么稀缺灵物 价值不高 数量却颇多 凑一凑 价值也够了 不过 换不上高阶的灵物 林颖道人心有不甘 白灵仙子 若是赤火金石的数量再多一些 我便跟你换了 实在抱歉 我再看看其他道友的吧 林颖道人犹豫了一会儿 婉拒道 好吧 秋道友 到你了 白灵仙子神色一暗 看向左侧的轻衣见修 秋某没交易意向 王道友 你来吧 轻衣见修摇了摇头 看向左侧的白衣如修 林道友 那云雾灵茶 给我留五金 白衣如修向林颖道人交代了一句 看向左侧的红衣女修 道 萧道友 你继续吧 林道友 我也要两斤云雾灵茶 红衣女修笑着跟腔道 没问题 稍后我分开装 林颖道人笑着点头 红衣女修之后 便轮到了李牧 她微微一笑 那枚琥珀与我倒感兴趣 我用零食买下吧 文言 现场种柱鸡齐齐一惊 惊讶于李大师的阔绰 同时也好奇 难道这琥珀狱中的七彩幻妖蝶 还活着不成 林颖道人将东西拿出来那一刻 他们用神石扫了一遍又一遍 别看林颖道人介绍的好听 但是他们都确定了一件事 那琥珀狱中的七彩幻妖蝶 早已生机断绝 就算将其解封了 到头来只能拿到一具四阶妖虫的尸体 若是四阶妖兽的尸体 上万枚钟灵都值得 但是 一只四阶妖虫的尸体 能有多大 能利用的才有多少 五百枚钟灵都不值 更别说一千五百枚钟灵了 就在重筑机修饰走神的时候 李牧果断出手 直接干脆的一储物袋 丢给林颖道人 大方地道 林道友 储物袋已打开 里面有不少灵石 一千五百枚重灵 你自己取吧 林颖道人欣喜地接下储物袋 神石一叹 脸上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随即又释然了 迅速将一千五百枚钟品灵石 转至自己的灵石储物袋中 李大师还剩余不少灵石 您轻点看看 林颖道人神石操纵灵石储物袋 缓缓飞回 那枚琥珀玉也紧随其后 李牧伸手取下储物袋和琥珀玉 神石叹了一下 确认剩余的灵石数量没错 随即便储物袋收入怀兜中 认真打量手里的琥珀玉 黄金琥珀石 品阶 四阶灵物 特性 时间停滞 水火不清 四阶黄金虎木商议的枝叶凝结的琥珀石 有风节时间 定格生机之效 水火不清 使用雷火炙烤 方可令其消融 七彩幻妖蝶 死亡 品阶 四阶妖虫 特性 致命梦幻 西灵夺魂 状态 母蝶生机断绝 身怀千乱 七彩幻妖蝶 四阶妖虫 迷幻生物 掠魂为食 母体生机断绝 运有千莓虫卵生机停滞 解封后 注入大量生魂 可助其孵化 梨木打亮着手里的黄金虎珀玉 随即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生效 被封印于黄金虎珀玉中 七彩幻妖蝶的状态 属性信息详细展现在角色虚拟矿之中 七彩幻妖蝶 固然已经死掉了 但是 此虫是成熟期的母蝶 已经怀有千莓成熟的妖虫卵 只要将其解封 助妖卵孵化 就能获得一批四阶妖虫的妖虫卵 捡得这个漏 翻了数百倍的价值 另外 这具四阶妖虫尸体 梨木也能利用得上 能将其炼制成妖虫傀儡 不过 将这琥珀玉拿到手后 梨木感觉有点扎手 现在他学了不少东西 都有些应付不过来了 又要炼器 又要制服 炼制傀儡 主要精力还要种田 哪有时间喂养妖虫 而且 这七彩幻妖蝶 以魂为主食 为妖虫卵蓄生鸡 助其孵化 就需要 为其供应大量生魂 梨木拿有时间 去给他们收集生魂 算了 以后有时间再看吧 梨木皱了皱眉 顺手将魂破玉 收入储物袋 交易仍在继续 梨木收起虎破玉后 注意力放在交易会上 陈道友 你若不能用零石买下 那此灵谁 我还是跟白灵仙子交易吧 灵影道人 看不上一位黑袍筑机修士 提供交易的灵物 歉意地提醒道 算了 陈某不要了 黑袍修士 灯石黑了脸 他哪来那么多灵石 买下三接灵水 地卖真水 现场最富裕的人 莫过于 只有炼气修为的 李大师了 谢谢 陈道友相让 白灵仙子感激的道谢 随即与灵影道人 展开了交易 白灵仙子和灵影道人 完成交易之后 坐在灵影道人左侧的白袍修士 从储物袋中取出三件灵物 放在交易员桌上 看着众人 介绍道 这是一块三接冰破金石 重约四斤 灵某想用其换一块同阶位的精细灵财 坐架 七百枚钟灵 这个玉瓶存放着一只三接妖兽 闭眼仓虎的惊魂 想换一件同阶位精细灵财 坐架 一千五百枚钟灵 另外这颗妖兽卵 则是一只二接黑灵妖蟒 换一件三接精细灵财 坐架 八百枚钟灵 介绍完 白袍修士 看向左侧的白灵仙子 是一道 白灵道友 可有灵物跟灵某交换 我没有三接精细灵物 让秋道友来吧 白灵仙子摇了摇头 看向轻衣剑修 抱歉 我也要精细灵物 王道友你来吧 轻衣剑修冷着脸 向左侧的白衣如修士一道 不是王某所需 肖道友 你来吧 白衣如修笑了笑 看向红衣女修 李大师 还是您来吧 红药没有灵道友要的东西 红衣女修笑盈盈地 看着李牧 士一道 李牧点了点头 询问白炮助肌修士道 灵道友 你换几样精细灵 才是为了炼制灵气 没错 李大师 你若有多余的精细灵气 灵某也愿换 灵宗行精神一震 看着李牧激动地问 他都忘了 现场就有一位炼气大师来着 何必舍尽求远 换什么灵才啊 直接换灵气不就行了 李牧略做思考 这两天为万宝格炼气的同时 他也兑换了一部分炼气材料 炼制了几件三阶灵气 现在拿出来交易正好 下一刻 李牧从储物袋 取出一柄三阶极品更金剑 看着灵宗行 道 为了炼制这柄三阶极品更金剑 用了不少三阶更金 太以金金 那没妖芒卵 我不想要 只兑换其他两件灵才的话 价值相差甚远 灵道友 你要再不我些财物才行 三阶更金极品灵剑一出现 现场几名助机修饰 目光圆瞪 呼吸也变得沉重 若不是 碍于交易规则 他们恨不得出声 报价正强了 愿意 愿意 李大师 这些灵才你看中哪些尽管拿 灵宗行大点齐头 随即将储物袋里值钱的财物 都倒在桌上 激动地看着李牧试一道 李牧定眼看过去 眉头不经皱起 这灵道友 穿着像模像样 拿出的三件灵物 也颇有价值 怎么这储物袋的东西取出来之后 都是一二阶的破烂货 总的加起来 值不了多少零食 李牧沉默了片刻 为难地道 林道友 我这柄三接极品更金剑 估价 五千枚钟灵 你这些财物价值有些不足啊 文言 林东行老脸一红 灯饰也急了 连忙看向身旁的林颖道人 小声地求助道 林道友 可否借我两千钟灵 只要买下那柄更金剑 我有把握两个月内还请 林道友 这 这不行啊 我等一下也要买其他灵物 这么大笔零食 林某没办法借你 林颖道人一脸为难地婉拒道 林宗行抬头看向其他人 当即发现 现场庶人正用窥视的目光 盯着那柄三接更金剑 就等着他结束交易 林道友 他们肯定不会借你 此剑价值不菲 若不够就算了 林颖道人小声地提醒 林宗行满脸不甘 却又无可奈何 精气神一下子便颓废了 看着林道人这副模样 李牧想了想 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柄三接下品 赤金剑提议道 林道友 若不嫌弃的话 我这还有一柄用过的三接精细零件 不过 是用赤金所致 换你那两件灵物如何 文言 林宗行抬起来头 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感激地点头 谢谢 李大师 我换了 在重注机修饰的注视下 两人进行了交易 现场庶民窥视三接更金剑的修饰 松了一口气 同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李大师 庚金剑能否卖于我 李大师 这柄庚金剑邱某要了 我有这几件灵物与您换 两人交易一完成 现场庶民筑机建修 迫不及待地开口询问 原本秩序井然的交易现场 一下子变得骚乱起来 见状 林颖道人连忙出声 维护秩序道 各位道友切勿在争了 白仙子 邱道友 王道友 萧道友 要不你们先暂停一下 此次交易由李大师先来吧 没问题 李应如此 四人齐齐点头 赞同林颖道人的决定 很快 现场恢复了交易秩序 白林仙子 助击女修 红耀齐齐松了口气 刚才几名剑修 争够更金剑爆发的场面 吓了他们一跳 李大师 接下来 有您提前进行交易可以吧 林颖道人看着李牧 试一道 没问题 李牧笑着点了点头 想了想 再从储物袋中取出两件灵器 一件三阶极品火炎金轮 一件三阶极品木铃长鞭 眼瞅着李牧面前的三件极品灵器 现场重铸鸡眼珠子 齐齐吐了出来 激动不已 剩下四五名铸鸡修饰 也不淡定了 李大师 没有水系灵器吗 白林仙子极不可耐地问 是啊 李大师 土系灵器没有吗 一个邋遢老道 忍不住跟着问 李牧歉意地一笑 连忙解释 没有适合的材料 所以没有炼制 手头上就这三件多余的灵器 以后 你们若寻到适合的三阶材料 可以去万宝阁 委托我炼制 说完 李牧开始介绍三件极品灵器 灵营老道一开场 就让他捡了个漏 现场这多助鸡修饰 应该还有机会 让他再捡个漏吧 现场17名助鸡 目光全聚焦李牧身上 我打算用这三件极品灵器 换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修炼资源我暂不缺 我比较喜欢收集一些稀奇古物 比如 灵质种子 特殊工法 高阶灵材 雷系材料 这些少见的东西 比如 那块琥珀玉就不错 各位若有这些东西 可以拿给我看看 说不定就先能换一件三阶灵器 若没有我满意的话 就按5000枚钟灵一件售卖了 李牧环市现场 17名助鸡修饰 介绍道 文言 现场17位助鸡修饰 起起一愣 随即又是然了 李大师看着年纪不大 但是 炼器记忆卓越 是万宝格的炼器客亲 随手炼制一件灵器 便能挣得别人数年 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零食 李大师背靠着万宝格 普通修炼资源 要多少有多少 喜欢追求一些稀奇古物之物 能理解 几位助鸡修饰 看向林颖道人 充满羡慕之色 这领导友交了好运道 请来了李大师 一件废弃器 因为李大师的特殊癖好 迈出了高阶 好了 现在开始交业 领导友该你了 你有什么领悟跟我交业 尽可拿出来 李牧看向坐在他左侧的黑袍修饰 示意道 黑袍修饰点了点头 神识探入储物带 皱眉翻找了好一会儿 圆桌上嗖嗖凭空冒出一件件古旧灵物 眨眼功夫 黑袍修饰面前 出现了数十件奇形怪状的灵物 李大师 这是我的珍藏 这没汗星嘞 您看怎么样 还有这件天灵挂镜 也是奇特之物 它有视景之能 另外 您再看这件千年古背 每逢雨天 它便有聚集水灵力的能力 十分神奇 黑袍修饰逐一向李牧 介绍自己珍藏的稀奇古物 滔滔不绝地介绍 它们的神奇之处 然而 黑袍修饰不知道的是 当他将灵物拿出 放在李牧面前展现时 灵物的真实信息 早已悉数落入他眼中 什么汉星雷 只不过是一件 用火雷石炼制的一次性灵器 不过 这倒给了李牧一些启迪 除了炼制耐用性灵器之外 它还可以炼制一次性灵器 或者用在日常生活的灵器 至于天灵挂镜 完全是一件普通一节灵器 只有一些查探功能 没有对方说得那么神奇 千年古被 也不是很稀奇的东西 是一件二阶水源灵被的一颗 下雨天水灵力充沛 内部便会自动聚集水灵力 产生的异象 没什么稀奇的 数十件灵物看下来 都平平常常 没一件入得李牧的眼 林道友 没有了吗 李牧看着黑袍修饰 失望地问 黑袍修饰灯时急了 自己珍藏的东西 竟没一件入得李大师的眼 可是他却十分想获得更金剑 李大师 这些灵物您都不喜欢的话 我愿掏灵石 买下更金剑 黑袍修饰看着李牧 强烈提议道 我不缺灵石 花灵石购置的话最后再说 有请下一位道友 李牧不好意思地一笑 看向坐在黑袍修饰左侧 满脸落腮胡子的魁梧修饰 李大师 你看看我的 魁梧修饰欣喜地从储物袋掏出一堆东西 有矿石 有灵质种子 瘦皮地图 妖兽残骨 等等 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摆放在圆桌上 占据了大片位置 散发着一股臭味 现场几位筑基女修 厌恶地皱了皱眉头 那堆灵物中 有些乌漆嘛黑的东西 让他们感到了不适 不过 李牧看到魁梧修饰拿出来的灵物 眼睛一亮 发现了一件好东西 陈大哥 你这储物袋 是多久没整理了啊 好东西 都被你放坏了 白灵仙子 笑着出声调侃 哼 大多是在狩猎妖兽的收获 有些我也不知道来历 李大师 您看一下有没有需要的灵物 魁梧修饰憨憨一笑 看着李牧关切地问 陈道友 倒是好运气 竟捡了一团四阶 壤溪黑土 这团壤溪黑土 还有这几枚灵质种子我要了 你要换哪件灵器 随便选 李牧神识一扫 从那堆灵取中 摄取出一团黑油胶状物的灵土 以及十几颗不同种类的灵质种子 欣喜地看着魁梧修饰 问 闻言 现场重注机修饰齐齐一惊 没想成这一件三阶极品灵器 就这么交易出去了 四阶 壤溪黑土 陈大傻这小子 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能存有这等灵雾 谢谢 李大师 我想换那根奎藤灵鞭 奎屋修饰精神一阵 看着李牧面前的三件灵器 迫不及待地说 李牧点了点头 拿起奎藤灵鞭就要丢给他 除了四阶 壤溪黑土 在十几颗灵质种子中 他也发现了一颗不错灵种 就在这时 有人焦急地出声制止 李大师 您还未看我的灵雾 怎么就仓促决定了呢 顺着声音看去 只见一个邋遢老道 噼里啪啦地将一堆灵雾 倒在交易园桌上 邋遢老道的行为 当即引起了一男一女 两位个修士跟随 纷纷迫不及待地 将储物带珍藏的灵雾取出来 摆放在圆桌 供李牧挑选 其他助击修士健壮 默默地有样学样 将准备用来交易的灵雾 自己珍藏的灵雾取放在圆桌上 一时间 交易圆桌摆满了各种灵雾 一堆接着一堆 场面非常壮观 李牧眉头紧皱 看得眼花缭乱 一时间竟没法从这么多东西中 筛找出高阶灵雾来 不过 李牧没有贪心 将木系灵鞭丢给奎屋修士 向其他人解释道 不好意思 我看上了陈道友的东西 这次交易结束了 谢谢李大师 谢谢李大师 奎屋修士 接下木系灵鞭 欣喜向李牧感谢连连 李大师 您看一下我的灵雾 可有你喜欢的东西 对 对 还有我的 我要换一柄更金件 若没有李大师重义的灵雾 我用零食买也行 是啊 李大师 希望您货比三家 不要仓促决定 眼瞅着李牧和魁雾修士 完成了交易 现场重柱机修士 纷纷急了起来 用一件用不上的垃圾 十几颗灵质种子 便能换一件三阶极品灵气 这种好似他们 也渴望能遇上 有的更急地表示 想用零食直接购买 各位烧暗物造 给我点时间挑选 李牧无奈地回了句 而后 李牧在满桌的灵雾中 认真挑选起来 时不时用神识玉雾 从中挑挑拣拣 现在重柱机修士 犹如等待开奖一般 盯着李大师的一举一动 等他宣布开奖结果 这时 重柱机修士 已然也明白过来了 眼前这位李大师 不仅精通练气 还是一个 食灵建物的高手 我看上了 萧道友的这块灵牌 以及这二十几粒灵质种子 再加上这根三阶紫金竹 换取一件灵气 萧道友 可愿意 李牧将从萧红耀面前的灵物中 取出几样 看着他问道 呃 李大师 冒昧地问一下 不知这枚灵牌是何物 红耀偶然间得了此物许久了 却不知道它有何功用 萧红耀没有直接答复 而是看着李牧 不好意思地问 李牧饱含深意地 看了萧红耀一眼 察觉到重柱机修士 看过来的目光 笑着道 这是一块阵牌 可用于辅助布阵 说完 李牧将那块阵牌 设置自己面前 而后 顺手打出一记灵力 灵牌吸收了这股灵力 当即灵光暴闪 释放出一股强大阵力 重柱机修士眼前一变 出现在一片森林里 随后 李牧取消了幻阵 重柱机修士的视野 当即恢复了清明 重柱机修士 这才反应过来 看向李牧的目光充满了警惕 就刚才那一晃的功夫 他们都中招了 都没来得及反应 若是 李大师对他们出手的话 重柱机修士 神色一灵 对李大师 越发敬畏了 萧红耀双眼放光地 看着李牧手里的灵牌 也感受到了 他的强大威力 李牧若有所觉 以退为进地笑着提醒 此牌要落在 震师的手里 才能发挥威力 萧道有若不愿交换的话 那交易就作罢吧 听了李牧的介绍 萧红耀皱了皱眉 脸上灯石没了笑容 看着桌上那件 三级极瓶火炎金轮 满是不舍 一时左右为难了起来 李大师太狡猾了 并没说完 震牌的全部信息 然而 他又不知道 那件灵牌的真正价值 不过 能与震法师 关联上的灵物 肯定价值不菲 李大师 你看看我的 有你要的灵物吗 不行 我用灵石买 就在这时 一名赤壁难修等的不耐烦了 急切地问 闻言 萧红耀灯石急了 不思索地决定道 换 李大师 我跟您换了 双鸟在灵 不如一鸟在手 萧红耀果断做出了选择 闻言 赤壁难修灯石急眼了 这女人怎么能临时变卦 好 火炎金轮归萧倒有了 李牧笑着收走选中的灵物 顺手将火炎金轮递给萧红耀 谢谢 李大师 萧红耀接收火炎金轮之后 立即施法将其炼化 李牧目光在几个剑修面前的灵物前徘徊 犹豫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 李牧神石射出一位白衣剑修面前的灵物 一块黑胶木 两块银色矿石 一枚玉剑 您道有 用这些灵物跟我换羹金剑 可愿意交易 换了 白衣剑修没有犹豫 干脆地点头 李牧笑着点头 将几样灵物收走 再将更金剑遇给对方 看着三件三阶几品灵器 都完成交易 现场其他助击修饰满脸黯然 迅速将桌上的灵物收起 好了 李大师的交易顺利结束 接下来由白灵道友交易吧 灵影道人松了口气 看向白灵仙子示意道 好的 我这里有几瓶灵丹 分别试试三阶魂灵丹 三阶清玉丹 每瓶各有五颗 一颗魂天丹 可省三年苦修 清魂丹 有壮大神识之效 白灵小子滔滔不绝地介绍 他拿出来的灵丹 助击交易会仍在继续 不过 李牧已经收获了 这场交易会的精髓 捡了好几个漏 没有再出手 耐心等着这场交易会结束 默约一个时辰过去 交易会结束 李牧在重助击修饰 热情的礼送之下 出了道馆 各位道友 无需再送了 若需要炼制灵气 到时 去万宝阁 跟王掌柜预定即可 李牧笑着连连示意道 唉 李大师这是不把我们当朋友啊 我更希望 能直接跟李大师 预定炼气 李大师 实不相瞒 跟王财神预定灵气 我们至少得 再被刮三层险 希望李大师给个机会 是啊 是啊 重助击修饰面带愁苦的笑容 迫切地恳请道 呃 那要等两个月后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到时你们 直接来万宝阁找我吧 李牧无奈地回应道 说完 在万宝阁 胡助击的护送下 李牧上了灵州 身影眨眼 消失在了天际 莫约半个时辰后 灵州晃晃降落下来 李大师 真的不用我护送您到目的地吗 万宝阁助击护卫 胡勇一脸不解地问 不用了 我要去的地方 有你跟着有些不便 王掌柜是不是吩咐了什么 你直接跟他说是我的意见就是 李牧直言不讳地点名道 好吧 李大师 你千万要注意安全 万宝阁助击护卫 胡勇点了点头 郑重地提醒 我会的 你走吧 李牧笑着点头 牧送道 万宝阁助击护卫 胡勇点了点头 驾驭灵州 飞离了原地 牧送灵州消失于天际 李牧松了口气 神识向四周扫了几遍 确认四下无人后 随即摘下了玲珑面具 换上了清玄宗外门弟子服 而后 欲见而起 前往清水镇 三个时辰后 李牧静直飞入青龙谷 检查了一下百亩灵田 施了几记清风 换雨树 卫风灵草 白玉灵道 翠灵果 浇灌雨 望望 赤狼听到了屋外的动静 激动大叫 冒雨从石屋跑出来 呜呜 跑到李牧身前 赤狼委屈的呜呜直叫唤 向主人诉苦 被丢下这几天的难过 走 回屋去 给你做好吃的 李牧拍了拍赤狼的脑袋 安抚道 闻言 赤狼当时不叫唤了 屁颠屁颠地跟在李牧身后 回到石屋 李牧一边生火做饭 一边开始清点这次交易的收获 月华灵道种子 风 品阶 四阶灵直 特性 灵机旺盛 聚灵笼滑 状态 生机湿滑 灵性不显 月华灵道种 需浇灌月华灵路 方可解封御化 成长需求 大量月华灵气 上品灵田方可栽种 五年成熟 一年开花 一年结果 月华灵米蕴含大量灵机 有提升修为 改善体质之效 李牧打量着手中 一颗修长 平平无奇的灵道种 若不是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这个天赋 他无论如何 也不会相信 此物便是一颗四阶灵直种子 而且是灵道米的种子 除了意外 简陋到一颗魂木灵种 是四阶之外 这是李牧第二次发现 四阶灵直种子 不过 比起魂木灵种 苛刻的栽种要求 需要巨阴之地 以及百年方可成熟的条件 这颗四阶月华灵道种的生成需求 成熟时间都有好多了 唯一可惜的是 满足此灵道 另一个生长需求 需要种在上品灵田才能生长 这一点难住了李牧 上品灵田 需要二阶大型灵脉方 能灵化 这种灵气浓郁的高阶负灵之地 要么是宗门种地 要么被高阶妖物占据 他一个外门弟子 没资格拥有 即便小梁山这个诞生中品灵田的灵地 还是他意外开荒 引了引灵脉所得 为此还遭受了其他外门弟子的窥视 想获得上品灵田栽种灵直资格 肯定得等他成功助击 通过内门考核后 成为内门弟子 才有资格拥有吧 李牧郑重地将这枚灵直种子 收入储物格 独占一个储物格 郑重存放起来 这枚灵道种和四阶 阳西黑土 从魁梧修士身上所得之物 以及十几颗一二阶灵种 填充灵直库 四阶 阳西黑土 能炼制什么灵气 李牧一时没什么头绪 先将其收入储物袋 李牧从储物袋中 取出一块巴掌大的白玉灵牌 此灵牌 从红衣女修身上 捡了一个大漏 此物不仅是一块阵牌 更是一座高阶修士洞府的护阵枢纽 只可惜 不知这个环廊灵山在哪处地狱 不然 炼化了这块四阶阵牌 便可以白得一座修仙洞府 李牧将阵牌收入储物格 妥善存放起来 待以后 有空再去找这个洞府 李牧拿出从白衣剑修换的灵物 一块黑胶木 两块银色矿石 已没预检 这个漏检不够大 一块四阶雷同木 可作为布置影雷阵的阵眼之用 两块掺杂了一小撮五阶如意识的三阶迎新时 一枚记载了玄疾功法的传承御检 逆圆脸昔绝 李牧正愁五级的幻昔绝 有点遮掩不住 练起十二层释放的灵压 于是乎 在几个剑修的灵物中 犹豫不决 最终选择了这枚传承御检 李牧捏着传承御检 投入神识 立即便将这门脸系功法学了 随即消耗一万九千六百点自由属性点 将蜜圆脸昔绝提升至五级 李牧睁开双目 从获取大量蜜圆脸昔绝修炼经验中醒来 按照蜜圆脸昔绝的行功路线 李牧默运功法 蜜息改元 身上的气息 灵压逐渐收敛改变 正在狗盆吃食物的赤狼 察觉到主人气息的异常 抬头看着李牧 呜呜呜 叫唤了几声 仿佛在询问李牧发什么事 随即走到李牧身旁直立站起 用前肢扒了几下 我没事 吃你的饭去吧 李牧好笑地拍了赤狼的脑袋 随即取消了蜜圆脸昔绝 比起幻昔绝的幻影气息 蜜圆脸昔绝的蜜改气息功效更强 这样一来 佩戴上玲珑面具改变面貌后 蜜蜥换成另一位个人 不用再担心露出马脚了 哇 赤狼冲李牧叫了一声 责怪李牧细耍他 转而继续吃饭去了 李牧微微一笑 继续轻点这次出行的收获 相比于筑基交易会的收获 万宝革政的收益就务实多了 一万多枚钟灵 各种炼气材料 大量云雾灵茶种子 三接雷石数十颗 引雷阵图 为了让他能专心炼气 王掌柜可是使了吃奶的劲 帮他收集所需的灵雾 赤狼 好好看家 我去去就回来 李牧交代了赤狼一句 预见而起 准备前往小梁山 播种云雾灵茶 哦 赤狼追出食屋 气急败坏的嚎叫 抱怨李牧这才回来一会儿功夫 又要出门了 还不带上他 李牧微微一笑 一鼓作气 遇见飞至小梁山 耗费两万自由熟练点 李牧分别将两项灵直浮述法 轰散术 翻地术 升级至四级 而后 接连施法 使用轰散术 将十亿亩灵田的枫灵草 轰散成灰渣 再施翻地术 精准翻更十亿亩灵田 施肥的同时 为播种云雾灵茶灵种松土 宏伟壮观的一幕呈现出来 十亿亩灵田的田土 被一只无形的大手 翻来覆去 最终变成秩序井然 泥土松软 田沟 田笼分明的上等茶田 李牧静止将灵种包取出 灰洒出去 神石覆盖在一粒粒灵茶种子上 令它们分散均匀 播种到灵田里 李牧轻手一挥 一阵强风凭空吹起 带起一些细微的田土 将播种在灵田的灵茶种子掩埋起来 李牧手掐法绝 控制树法力道 施了一记大范围的清风 换雨术 很快 一场笼罩十亿亩灵田的微小淋雨 稀稀粒粒地下起来 持续了数百锡之久 浸润了所有灵田 李牧满意的一笑 从储物袋取出一柄玄铁零件 以剑作笔 开始在灵田四周 刻画一个大型龙象幻阵 加强小梁山防护的同时 凝聚水雾之气 为云木灵茶 创造适宜生长的成长环境 夕阳西下 李牧高校地忙完栽种灵茶的工作 将储藏室里 一桶桶翠林裹酒 收入储物袋 而后 欲见而起 飞回青龙谷 接下来 李牧便长时间在青龙谷柱下 专心照顾白亩灵田 创制二阶玄宇雕肉 全力休息视灵养身绝 满足口欲的同时 精吞化灵神通所炼化的精气 养身炼体 增强体魄 两天时间 李牧便将一整只二阶玄宇雕吃下 体质提升效果极其显著 李牧身躯变得壮硕 肌肉引现 力气增强三倍有余 举手投足之间 充满了力量 李牧预估了下 自己现在跟一阶妖兽近战力薄 应该不会落入下风 李牧对 是领养身绝 这部功法非常满意 将剩余的自由熟练点 都投入其中 不过 剩余不多的自由熟练点 无法让其升级 李牧决定等六十亩枫灵草 收割所获的自由熟练点 要先将是领养身绝 提升至满级 吃完一整只二阶玄宇雕 李牧发现 修炼士领养身绝 不仅有养身状体的效果 好似还有提升兽元的功效 士领养身绝的等级 目前只有三级 这个效果还未显示出来罢了 等士领养身绝 等级提升到高级的话 就得去自己狩猎高阶妖兽 不然光靠买的话 怕难以满足需求 现在吗 先买再说 李牧欲见 而飞往清水镇 回来这几天 还未去清水镇看过 南宫红 以及另外几位师兄 都出事了 宗门应该会派新人 下来管事 李牧欲见 落在宗门驻地 林执司的院子 见过 赵师兄 林执司两位 手执的杂役弟子 其身问候 闻言 李牧神色有些无奈 用了原生 召唤人的躯体 宗门弟子 另记得 也是这个名字 没办法改 除非脱离宗门 改头换面 再用自己的名字 重新入宗门 否则 原生的人生轨迹 要是一直跟随着 此次宋霍遇到了杰修 几位管事师兄出事了 宗门有没有派新的管事弟子下来 李牧看着两个杂役弟子问 有的 叶师兄 常师兄 他们已经下来了 听叶师兄说 您还立了大功 师兄 您真厉害啊 两个杂役弟子 对着谄媚的笑容 恭维地回应 李牧道 嗯 我去执事院看看 你们忙吧 李牧笑着弟点头 大概猜到 是谁被派下来了 果然 李牧在执事院 看到执法弟子 叶明 长虹 李长风 负名几位执法弟子 叶师兄 长师兄 你们不是执法院弟子吗 怎么下来清水镇了 李牧进入院子 看着几位熟人 好奇地问 人手不够啊 不仅清水镇玉席 清平镇 清明镇 清木镇 都遭遇了劫修袭击 此次 我们只能被派下来守镇了 叶明叹了口气 无奈地解释 师殿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还是没住在执事院 长虹看着李牧好奇地问 文言 其他人纷纷抬头看着李牧 眼中满是好奇 呃 各位师兄 我是林直夫 所以开垦了一批林田 要实时看护 究竟住在林田旁居了 所以一直没在执事院居住 李牧连忙解释 师弟 现在是非常时刻 住在林田旁居太危险了 你还是回执事院 跟我们住一起吧 依靠执事院护镇 我们还有个保障 叶明看着李牧 好心地提醒道 还是不要了 我习惯了一个人 住直事院我不习惯 再说 咱们清水镇有这么多人 还有住基家族辅助守护 节修肯定不敢攻占 不会有事的 李牧笑着婉拒 开玩笑 住在清水镇直事院 一举一动 都要无数双眼皮子底下 李牧可受不了这种日子 既然这样 我们就不勉强了 叶明点了点头 忽然想起了什么 递给李牧一枚预解 介绍道 这是宗门下发的通缉令 此次已经发现了二十几名炼师宗 玄英宗门下弟子冒充的节修 你拿去看一下 若有发现立即报告 李牧凛然 连忙接下预检 投入神识查看起来 此次 潜入刚阳城境内的魔宗弟子 数量不少 除了已发现的九名助基弟子 炼师宗五人 庄九师 庙独江 王福人 银师双雄 玄英宗四人 陈老鬼 赵熙摩 刘老三 邓番王 还有不少炼器弟子 各个魔宫了得 炼师宗 善以炼师作战 玄甲师 铜师 银师 飞师 组成的师群 十分难缠 玄英宗 则以炼制魂番 驱使鹰鬼为主 善不英镇 铺天盖地 两宗同为万魔窟 九魔宗之一 配合相对默契 若遇上他们 要像你上次做的那样 尽快逃离 而后迅速上报宗门 看着阅览玉简的李牧 叶明补充介绍道 李牧看完玉简 牢牢记下了 众魔修的样貌 将玉简还给叶明 疑惑地问 师兄 这魔窟九宗 是怎样的存在 跟我们清玄宗 很深的渊仇 当然 万魔窟九魔宗 炼师宗 阴魂宗 白骨宗 血神宗 天魔宗 魔鹰宗 天煞教 无心门 邪佛宗 专修魔道功法 炼师驱魂 血迹凝煞 肿魔影邪 是所有正派宗门的死敌 我们清玄宗 与天眼宗 玉灵宗 天河宗 百炼宗 以及上宗玄天剑宗 与这九魔宗势不两立 敌对争锋 已不下千年 长虹插画为李牧介绍道 是啊 此次炼师宗 阴魂宗弟子 忽然入侵我宗地狱 定有其他图谋 这两个魔宗弟子的手段 最为兄弟 最怕他们图阵 抽魂炼师 防不胜防 叶明神色凝重地说 得想办法将他们揪出来 要增加阵外 巡视范围才行 李长风提议道 先跟本镇几个 驻鸡家族通通气 增加巡卫队 需要他们 配合才行 已经派人通知 三位驻鸡家主了 他们应该快来了 没多久 三大驻鸡家族的家主 应邀而至 众人聚集一起 当即展开了 预防魔道修士的 动员会议 身为林执司的管事弟子 仅有炼器七层的李牧 没有被征调为主要战利 侥幸躲过一劫 散会之后 李牧逃逝地离开 驻地大院 有几个执法弟子 主导清水镇 对付魔道修士这事 还轮不到他掺和 李牧也不想掺和进去 那租日结束之后 林执司的事物少得可怜 李牧借机偷懒 狗在青龙谷种田 空闲时 炼制傀儡 钻研法阵 隔三差五的 李牧会飞往小梁山看看 检查云雾灵茶灵种的 生长状态 有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的助力 李牧能实时查看 灵直的状态 因此 照顾灵直方面 几乎无往不利 云雾灵茶种 拨下第十五天后 灵茶幼苗陆续破土而出 看着一颗颗蛋白云雾 环绕的绿色茶苗 李牧成就感十足 确认了云雾灵茶 长势良好 李牧施了一记 清风换雨水 为灵茶田浇灌了 一遍淋雨补充水分 将法阵快消耗殆尽的 零食替换下来 确认阵法无碍后 预见而起 飞往青龙谷 半个时辰后 李牧便抵达了青龙谷上空 然而 李牧没急着回谷 而是在周边巡视起来 探麦搜寻 适合布置引雷阵的区域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准备 李牧模拟了 布置引雷阵方案 现在只差一处 适合的区域布置此阵 想要发挥引雷阵最大功效 最好是在雷雨天气进行 恰好这几日连连阴霾 天地雷凌厉 水凌厉活跃 正是布下引雷阵 招引天雷的时机 为了避开清水阵 诸位师兄的关注 李牧不得已深入临天山脉 避过数只二阶妖兽 最终选定了一座千丈孤峰 用于布置引雷阵 李牧大手一挥 从储物袋 甩出数百只少岗珠傀儡 傀儡少岗珠群 迅速分散开来 将方圆五里之内 纳入秘密监控之地 李牧满意地收回神石 而后 轻拍了一下储物袋 一柄柄二阶悬铁 箭于窜飞出 很快 七柄二阶悬铁箭 化作一只只苍镜有力的箭笔 切割巨石 雕刻阵法 化刻阵眼 七柄悬铁箭 削石如泥 同时进行着不同的作业 配合密切 效率极高 碎石纷飞 霹里啪啦 山石滚落 山岩崩裂 孤峰之巅 剧烈的声响 连绵不绝 莫约一个半时辰过去 山巅空旷的石地 变了另一幅画面 树母石地被削平 地面刻画着密密麻麻的阵纹 中央屹立着十八根杖高的十条阵柱 阵温融为一体 充斥着一股神秘 强大的气息 眼瞅着引雷阵不成 礼目满足的一笑 召回七柄劳苦功高的玄铁箭 收入储物袋 而后 取出另一个储物袋 一块块闪烁蓝色雷电的三阶雷石 相继飞出 随后一块 被雕刻成圆球状的雷同木也随之飞出 逐一落在引雷阵 中央阵眼的凹坑之中 雷同木球最后落于最中心的阵眼位置 骤然响起刺辣 一声雷鸣 一条蓝色雷蟒 骤然从雷阵中心窜出 迅速在整个阵纹中游走一圈 将正座法阵串联起来 一下子激活了整座引雷阵 被激活的引雷阵 散发着恐怖的雷厉 蓄势待发 礼目双手掐着阵爵 神识投入储物格 一本蓝色瘦皮书 凭空闪现而出 缓缓飞至引雷阵上空 礼目注视着蓝色雷书 准备彻底激活引雷阵 雷灵服输 风 品阶 五阶灵宝 特性 雷源复苏 成灵在时 风 气灵欲雷 风 雷霆自生 风 状态 雷源消散 灵性已失 视灵化繁 六阶雷受妖黄复皮 雷骄惊魂炼制的俘禄宝书 遭遇毁灭性重创 气灵覆灭 灵性消散 降为繁雾 据百万道雷霆之力 方可将其修复 据千万道雷霆之力 可重新孕育雷灵 此福禄宝书记载一部 完整的五阶雷系福禄传承 大量雷源灵力 可令福禄传承内容逐渐显化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神效 李牧 再看了一眼雷灵服输此刻的状态 当即不再犹豫 彻底激活了引雷阵 刺了 蕴含庞大雷灵的引雷阵 犹如火山喷发 喷如一道粗壮的蓝色电蛇 穿着雷灵服输而过 向天际飞冲而去 天空当即变了颜色 受雷蛇所激 无数雷云聚聚而来 轰隆 轰隆 雷响连绵 雷云一道道 雷蛇闪窜出 开始反击 没多久 一道道蓝色雷蛇犹如 急于一般疯狂地向雷阵中心的雷灵服输 披露而下 天地一时间变了颜色 孤风周边 无数高阶妖兽纷纷侧面 为之胆寒 遥望天际 雷云密布 无数雷霆电蛇 疯狂往朝一个位置披下 仿佛什么惊天妖孽出世 惹怒了老天 天崩地裂 降下天罚 清水阵 无数散修纷纷抬头 眺望灵天峰方向 纷纷被声势浩大的雷鱼索惊 老天 发生了什么事 有妖王再度雷劫 雷劫那是这个模样 什么妖王能在这种劫雷下活下来 不像雷劫啊 更像一宝出世 雷劫好像发生在天龙峰 距我们这不远 要不去看看 说不定能巧遇机缘 捡到一宝 炼气五层去天龙峰 那不是去遇机缘 而是去送死吧 算了吧 说不定是妖王杜劫 周边肯定有其他 妖兽守护 肯定不是花妖劫 看着天际持续不断的雷云 清水阵中修士 议论纷纷 热议不断 更有不少修士 悄然离开小镇 向着天龙峰方向 急迟而去 清水阵 清玄宗驻地院内 叶明 长虹 李长明 一众只是弟子聚在一起 凝望着天际的无边雷云 心神不定 叶师兄 依你看 那雷云 是不是妖王在渡天节 长虹看着叶明问 应该不是 雷亭太密集了 所有雷云都集聚一个方向 倾泻雷灵 根本不像妖王的化形节 再说 宗门真传弟子 不是吃素的 妖王肯定不敢在 如此接近本宗所辖区域 更别说在我们眼皮底下渡劫了 叶明皱眉否觉道 那应该是一宝出事 师兄 要不要去看他 李长明建议道 我们离开的话 清水镇没人守卫 届时摩修工程怎么办 这等天地雷灵 非同小可 我们还是不要掺和吧 叶明想了想否觉道 要是那群魔崽子赶过去了 获得了好处 到时用一宝来工程怎么办 李长明心有不甘地反问 李师殿 放心吧 肯定不是一宝出事 你看那雷云有形无力 不像是主动倾泻雷灵 反而倒像 是被阵法之力所控 被动倾泻雷霆 应该是高人不振所为 所以 那些魔修若是赶上去打扰 届时肯定逃不了好 我们安心待着 别去凑这个热闹 叶明凝视着雷云许久 忽然看出来了什么 笑着解释 文言 常红 李长明 纷纷纷按着 叶明的思路 查看雷云分布情况 情况好似真如 叶明所说 雷云运行轨迹 不是天地之事 风铃流向所控 而是被未知力量牵引极具 好像真是如此 叶师兄 独具慧眼 当真被你发现了真相 叶师兄厉害 看出来眉目 众人精神一震 齐齐 向叶明表示敬佩 叶明笑着摆了摆手 继续眺望看着雷云 很好奇 是谁布了这么大的阵法 引如此规模庞大的雷云 又要做什么用 天龙风 黎木站于引雷阵旁 目睹着无数雷蛇披下 疯狂向引雷阵中心 悬浮的雷灵服输 不断汇聚庞大的雷霆灵力 被雷光映蓝的脸庞 展露着一个开心的笑脸 因为雷霆灵力 具有强大的灭魂特性 黎木不敢随意用神石扫视 无法具体获知 雷灵服输此刻的实时状态 不过 通过神通天赋 识别万灵的能力 黎木可以看到 雷灵服输正在吸纳雷霆灵力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修复自身损伤 只可惜 此次引力阵吸引的几团雷云 不够给力 应该无法满足 让雷灵服输 再诞生气灵的威能 时间飞逝 半个时辰过去 引力阵吸引而来的雷云 变得虚弱无力 正逐渐消散 再无雷电落下 见状 黎木掐招法诀 向引力阵打出一道灵力 终止了引雷阵的状态 伸手一招 将悬浮于引雷阵中央 雷蛇流窜 散发着强大雷灵的雷灵服输 射入手中 此时 雷灵服输焕然一新 原本破败的兽皮书液 充斥着大量雷灵 模糊的浮露雷纹 也变得清晰起来 散发着强大的雷霆灵性 黎木喜不胜收 感受到了雷灵服输 除了没有诞生星气灵之外 整体已经恢复过来 当即投入神石 注入真元 要将其炼化 就在这时 黎木收到了一只少岗珠傀儡 传来被触动的预警 黎木不假思索 神石放出 召回布置引雷阵的雷石 雷同木 悉数收入储物袋 而后身形一晃 使用五行土盾树 身影没入地面消失不见 黎木身影消失没多久 两个身穿黑袍的助击修士 先后落地 眉头紧皱 打亮着眼前的引雷阵 来晚了一步 不知是谁在此地布了引雷大阵 这布阵手段不错 只是不知道做什么用 一个面容阴旧 脸色苍白的助击修士 打亮着雷阵 惊讶地说 应该刚走不久 胃还没散呢 另一个体型魁梧的助击修士 用力嗅了嗅 试一道 咦 白脸助击修士惊疑了一声 发现了什么 向某处草丛伸手一招 下一秒 一只巴掌大小的蜘蛛傀儡 从草丛飞出 直接飞入白脸助击男子的手中 看到这具蜘蛛傀儡 两人彼此对视了一眼 当即明白了 自己被人发现的原因 他们神经紧绷了起来 注视着四周 也许那人还没走开 警惕地向四周查看了许久 好似茶无所获 两人默契地对视了一眼 没发现 应该是走了 白脸助击修士开口道 走吧 浪费了不少时间 魁梧助击修士淡漠的提议 白脸助击修士点了点头 而后 两人飞升而起 向西方飞去了 时隔了一会儿 在一处草丛下 李牧掀开墨影灵棚 展露出身形 两个助击修士来的速度太快 他没敢施法离开 只好先用墨影灵棚暂避起来 李牧收起墨影灵棚正要离开 骤然抬头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Villain 战区 20 20 21 20 21 21 21 ija